当一声清脆的响声在周遭响起,不懂响的人大眼瞪小眼,却是没看见双方出手。唯有一些舞者清楚地感受到了刚刚二人的交锋。和尚虽然年轻,却已然能用真气护体。轻描淡写地挡住对方一击。和尚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前。在李平安的感知中,和尚的身上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金光,带着一股治刚之力。 当当当。两股力量撞在一起,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巨响,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力道。和尚的肩膀都被震得微微一颤,紧接着他的身体像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一样,向后退了一步。和尚定了定心神,继续向前走去。直到走到轿子前不过半步距离。一股热流从他的经脉内涌出,紧接着和尚身子忽然僵住。刺骨的寒意传来,直挺挺地栽倒在地。 去找西街的医师王老,一个时辰内,经脉还能保住。教内第一次响起了那名西域剑客的声音。和尚长青强撑着站了起来,在他的手臂上有一道长长的血痕,看起来触目惊心。 多谢施主手下留情。说吧,转身缓缓离去。这回再无人赶上前迎战了,过了好一会儿。四个仆人抬着轿子,朝着东面离去了。看热闹的众人也纷纷散去。 想必今天发生的这场面,不久后便会传遍街头巷尾。胖骏几人意犹未尽地要去王毅家,看看他口中所谓更加厉害的舞者。 李平安没想去凑那个热闹,但见他要回去。阿丽亚便也失了信头。 王毅一直试图将活泼灵动的阿丽亚追到手,见状连忙劝阻。 瞎子说,去我家坐坐吧。你不是愿意喝酒吗?我家的酒保证你没喝过。 李平安也只好顺势同意了。来到王家府邸,倒真是气势宏伟。 庭院占地广,院落里有几座小楼,甲山上几条小溪潺潺流淌。 俨然是一座王公贵族的居所。 好不容易来一次,王毅自然要好好炫耀一番,带着几人在府内转悠起来。 来到后院,王毅拉来两个年轻力壮的舞者,跟他们耳语了一番。 二人心照不宣地笑了笑,都明白小少爷的心思。 反正闲着无聊,便当即在院子里鄙视起来。 二人没用兵器,比的是拳脚。 拳脚相交,打得难减难分,越打越快。 时有呼啸声响起,清脆悦耳,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就这么一会功夫,二人以对了二三十个照面。 这在阿利亚,胖郡,赵灵儿眼中可比邱峰婷那几场战斗精彩多了。 一个劲儿的叫好鼓掌。 李平安坐在场外,但笑不语。 拳掌相交的声音虽然不绝于耳,可二人耍的功夫都是花架子。 外行看起来十分漂亮。 内行人却看得出来,比起秋风亭那几场战斗,差了几条大马路。 两人也知道并非是真的要分胜负。 主要还是逗逗小少爷的朋友们开心。 反正皮糙肉厚,又多收着力,挨几拳也无所谓。 李平安坐着有些无聊,试图调转体内真气。 却只觉得胸口越来越闷,心烦气闷。 无奈只得放弃,吐出一口浊气。 引得一缕缕清风,驱散了心中的燥热。 道友也是修行中人。 身旁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 李平安微微一愣,方才自己竟然毫无察觉此人到了身边。 想来是刚才因真气乱窜,固执心神烦乱。 只是李平安并未流露出什么表情,平静道。 在下不过是个学过几天功夫罢了,谈不上什么修行之人。 老者微微眯起眼睛,打亮了一眼李平安。 一身素衣,看不出什么法力道横,但沉稳中透着一股清零,显然是一位实力不俗的高手。 李平安不愿在他人面前露窃,只好平住呼吸。 催动体内的真气让自己的呼吸变得顺畅起来。 好香的酒。 老者鼻子微动。 李平安解开酒囊,十余年的佳酿。 这还是上次委托时那个开黑店的掌柜的送免费的。 老者咽了口吐沫,二人当即对应起来。 一面喝酒,一面谈话。 老者瞥了一眼李平安身后的二胡。 先生懂旋律,勉强混口饭吃罢了。 不知老朽可否有幸能听先生一曲。 李平安温温笑了笑,这人谈吐不凡,想必不是王家的长辈便是贵客。 自己冒昧来做客,哪里有拒绝的道理。 当即解开绑在二胡上的绳子,那就现丑了。 老者本是一时兴起,一双眼睛似睁未睁。 只是越听越觉得有趣。 舒服得像是外边下着细雨,雨点滴滴答答地落在窗边。 屋里烤着火,温着酒。 二人对坐,漫不经心地闲闹自己的人生。 随后音符变得迟滞,仿佛遇事痛苦,让人生起一种无力感。 取掉苍凉,洒脱中带着一丝惆怅,一种人生寂寞的悲凉。 当随着这种情绪快要到达极限时,黑暗中呼得有了光泽。 旋律百转千回,从低沉往青月激昂处而去。 高亢的像是九天放歌,杜鹃提雪。 终于发出的一声不甘的嘶吼。 乐声又变了,这一次变得低沉。 故事重新回到了最初的小屋,经历世事,透着一种淡然和超脱。 一曲终了。 扑! 老者手中的酒囊落在地上,身子像是定格了一般,表情古怪。 相比起老者,另一边的己人仍旧是全神贯注地盯着比武的二人。 这回二人改换成了兵器,观赏性更高。 曲子便是这样,听懂的人能感悟许多,不懂的人却只能体会出悲凉。 与其听这些,不如看几段戏来得有趣。 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得人听。 古先生,古先生。 连续几声地呼喊,老者才回过神来。 王毅之父,王家之主王山,诧异地望着古先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刚才偶然路过,听见曲声,好奇地走过来。 这才有了这一幕。 古先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笑了笑。 目光直勾勾地望着李平安。 敢问先生这首曲子叫什么名字,出自何人之手。 李平安回道,二拳应悦,是我一个友人所赚。 古先生面露激动,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此曲若是未能流芳百事,当真是一大汗事。 先生过于了。 王家家主王山观察了一下李平安,拱手道,还未请教先生贵姓,在何处高足。 谈不上什么高足,在街头卖唱罢了。 卖,卖唱? 王山不由得有几分诧异。 爹,这是我带来的朋友。 王毅走过来,解释道。 王山板着脸责怪道,既是朋友怎不通知我一生,这一般没规矩。 能做到王山这种地步的人,自是不会看人下菜碟。 高鹤一句街头卖唱的不配入我家门,然后将人轰出去。 这种人是傻子,也断然不能白手起家,创立这份家业。 王山那是人精一样的人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就是一个乞丐在他面前,王山都能以平常人代之。 唯有这样,方能走得长远。 王山略有些歉意地说道,先生莫要见怪,娃娃不懂事,不如尽寒舍喝一杯。 对对,喝一杯喝一杯。 一旁的谷先生忙随声附和。 李平安略一拱手,冒昧打扰已是唐突,怎好再行叨扰。 李某这便告辞了。 一听其要走,谷先生忙拦住他。 哎哟,不着急不着急,酒逢支几千杯少。 王山心中微微有些愕然,谷先生一向沉稳有度,今日这是怎么了? 盛情难缺,李平安只得陪着他们走进堂下。 王山虽然没什么兴致,但是见谷先生热情, 便让厨房张落了一大桌子好菜。 荷包礼祭,樱桃肉,金灵质,通花软牛肠,光明虾质,等等。 肉质细嫩,口感滑嫩,多吃几块也不会腻。 倒真是让李平安几人想了一顿口福。 通过聊天得知,李平安真只是一个唱曲的。 王山便失了兴致。 但是李树上却一点也不含糊,十分周全。 他看得出来,谷先生对于李平安的小曲十分喜欢。 只要谷先生喜欢,别说对李平安的小曲了。 就是对李平安,那也得办了。 李平安喝了一壶美酒,倒也看得出来谷先生的心思,便道。 谷先生不妨有话直说。 谷先生一笑,恕谷某冒昧。 如果先生,愿意的话,可否将刚才的曲子交于谷某,自然不会让先生白交的。 王山拍了拍手,当即便有庸人拿着一个盒子走了过来。 盒子长约一尺,宽约半尺,上面挂着一把增亮的铜锁。 木盒上还镶着铜条,一看就是价值不菲的东西。 不过真正值钱的,还是里面的大额银票。 略表心意,还望先生笑呢。 李平安笑了笑,二位不必如此客气。 谷先生如此喜爱此曲,李某高兴还来不及呢? 何来报仇一说?若是谷先生想学,在下必当知无不言。 这话倒是令王山眼中浮现出少些的赞叹之情,对方并非富贵之人。 街头卖唱,鸡一顿饱一顿。 可刚才却没有半点迟疑地拒绝了。 谷先生道,谷某身无常物,就是这顿饭也是借着王老板的光。 王山赶忙道,先生这话便是不将王某看作朋友了。 谷先生哈哈一笑,不如这样如何,谷某颇通一些挂数。 如若李先生不嫌弃,谷某愿为先生补上一挂。 听闻此言,王山面色骤然一变。 不可置信地望向谷先生,却见对方全然不是一副开玩笑的样子。 算卦。 李某对这些东西却是很少有了解。 王山沉声道,李先生,谷先生精通奇门遁甲之术,是大名鼎鼎的相士,多少人千金求谷先生一挂尚不可得呢? 王山心中五味杂陈。 他这次请谷先生来到家中。 就是为了能让谷先生为王家补上一挂。 只是谷先生这等高人,又怎会在乎金银珠宝。 王山将其视为上宾,为的就是哪一天谷先生一开心。 为王家补上一挂,那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了。 可谁知,今天一个卖畅的来到府中,拉了个小曲,便将谷先生的挂数求来了。 王山想投何自尽的心都有了。 你喜欢小曲早说啊,整个安北四镇唱曲的老子都能给你找来。 李平安顿觉有趣,便道,那就有劳谷先生了。 只是不知道,谷先生需要一些什么? 生辰八字我可是没有的。 李平安穿越到这个世界,便在乞丐窝里。 哪里会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 谷先生笑了笑,先生小瞧古猛了。 谷先生拿出一方式盘。 奇门式盘主要由地盘八卦,人盘八门,天盘九星,神盘八神,以及三齐六一组成。 巧妙地将像术与五行融合一体。 天、地、人、神盘,及三齐六一,各有所代表之像与术,及各自的五行属性和生杀关系。 信息纵横成网,可迅速、准确、完整地描述时空中天、地、人士的前因后果,或反映事物的发展阶段,或反映事物发展的结果,或反映出避或趋及的发展规律。 谷先生问了李平安几个问头,无非是姓甚名谁,年龄几何? 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李平安的面相、首相。 按照谷先生的说法,单一看面相或首相的,多半都是假的。 因果命运是一个庞大的计算工程,不是你带入一个加减法,便能解出来的。 王毅几人也沾了眼符,在一旁好奇地看着。 胖俊小声地问着,这个谷先生,是什么人? 王毅便在一旁跟几人添油加醋地吹嘘着这位谷先生。 上之天闻下之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人称,赛半仙。 这便是李先生的寿源了。 谷先生指着是盘上的一条线,红色的草口正在不断上升。 谷先生满意地点了点头,李先生有福了。 如果自己算到对方命不久已,那多少,是有些尴尬。 还好从卦象中可以看出来对方的寿命超过了六十岁。 嗯,破一百了,李先生足足能活一百多岁呢。 谷先生话还没说完,忽见草口上的红线已经突破了两百,三百,卧槽。 谷先生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只见草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直线上升。 转眼间便到了这方室盘的极限。 怎么可能? 室盘出问题了? 谷先生最先想到了这个可能。 话还没说完,胸口一闷。 双眼一花,一股热气上涌。 噗! 一口鲜血喷出。 伴随着咔嚓一声响,整个视盘裂成了两半。 谷先生! 谷先生从床上缓缓睁开双眼,身旁传来轻声的呼叫。 谷先生! 谷先生! 谷先生偏过头去,只见床边站着王山和几名医师,还有满脸愧疚的李平安。 陈阴片刻,方才开口。 王掌柜,让他们都出去吧。 未了,又到。 李先生留步。 李平安满怀歉意,手里拿着碎裂的视盘,只能尴尬地笑了笑。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谷先生却道,是谷某人唐突了,先生命格不凡。 后半句话,谷先生犹豫了一下,吞了回去,没有说出口。 日后要学会三肩齐口,莫要轻易给人算命了。 一旁的王掌柜眼神复杂地看向李平安,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 李平安此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从怀里拿出准备好的一张宣纸。 这是二拳应约的谱子,赠予谷先生了,望谷先生能早日恢复。 随后,李平安又嘱咐了几句,便带着一脸好奇的阿里亚离开了。 从这件事情中得到一个教训,以后不能轻易找人算命了。 且说李平安离开以后,谷先生在王家敬仰了三日。 见窗外花开花落,倒是别有一番感悟。 觉得身体恢复了一些,便向王山告辞,准备离开了。 掏扰多日,谷某准备告辞,回山门闭关修行。 王山劝道,谷先生伤病未愈,不如便在寒舍多待一些时日,一路奔波风吹日晒,恐对先生的身体不利。 王山虽极力劝阻,奈何谷先生去意已决。 无奈,王山只能给谷先生准备周全。 四匹乌追马,皆是剑骑。 马车内部也是十分讲究,甚至是让人现做了配套的软棉垫子,又厚又软。 无论是躺,亦或是坐,都很舒服。 临行前,王山率领王家人亲自送行。 行出城门十里之外。 谷先生,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见,恕我不能送您太久。 王山拱手告别。 片刻,马车内传来一个悠悠的声音。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意于,不谋一事者,并不可谋一时。 乱世之中,要想下好这盘棋,就必须谋之有用,谋之有为。 王掌柜虽是伤骨之人,可这自古以来正伤不分家。 谋略则欲做还修,既要谋私利,又要谋公。 既要做小人,又要做君子,事事都要两全。 你的棋落在了大隋的队里面,王家的将来大概是在那小子身上了。 王山激动道,多谢谷先生指点迷惊。 一二,快谢过谷先生。 王毅愣愣地说道,多谢谷先生,多谢谷先生。 不必严险,临别之际,还有一言,还望公子谨记。 从卦象上,看献龙在田,力见大人。 九二属于羊瑶居于鹰卫,属于狮卫,但是位于下卦之中,居中。 二维帝之上,表示,龙已经崭露头角。 如果遇到大人物,可以获得进一步的磨练和栽培。 另外,若得到大人物的提携,会更加顺利。 这个大人,便是你自己的贵人。 王毅露出疑惑的表情,就听一旁的老爹谢个不停。 七月初九,新鬼挑西瓜。 这是一种习俗,传言新鬼,过世未满三年的,要在七月初九晚上挑西瓜。 所以到了这时候,晚上尽量都会少出门。 并且不能把西瓜带到家里,要在自己家门口和窗口插上柳枝,以此来避邪。 只是这种习俗,至今除了一些老人,没有多少年轻人荡一回事了。 街上还是有人在卖已经装扮好的柳枝。 李平安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 挑选了几只柳枝,价钱倒不贵五文钱一个。 李平安正准备回家,却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医馆走出来。 气息锁定,李平安的眼中呈现的是一个人清晰的热图像。 虽然看不清细节,但是能从气息中分辨出对方的身份。 这人,是那日在秋风亭挑战西域剑客的和尚。 好像是叫,常青。 李平安对他有一些印象。 常青手里拿着一包药,脸色有些苍白。 没走几步,整个人忽然踉跄地往地面跌去。 李平安及时出手扶住了他,稍稍检查了一番。 经脉受损,虽然治疗得及时,可对方却并没有得到休养。 反而似乎在那之后,又与人交手,导致身体受损严重。 李平安正想着该怎么办时。 老牛摸地叫了一声,示意李平安将这和尚放在自己背上。 李平安稍稍犹豫了一下,便将人放在老牛背上,暂时将他带回了家。 常青从昏迷中醒来,打亮了一眼四周的环境。 喝点药吧。 李平安端来一碗汤药。 常青忙起身,多谢施主。 不必客气,禅师在秋风亭一战受损严重,应当好好敬仰才是。 常青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既不如人,一笑大方罢了。 李平安安慰道,自古不以成败论英雄,何来嘲笑之说。 常青笑了笑,接过李平安的汤药。 稍稍抿了一口,一仰头便将要喝了下去。 片刻的功夫,顿觉神清气爽,眼前一片清明。 体内仿佛有一股热流,在经脉中奔腾起来。 顺着丹田,流向四肢百骸,不但不再觉得寒冷,反而有一种灼热的感觉。 每吸一口气,都有一股热气。 四肢百骸,舒畅无比。 这…… 常青和尚一愣。 李平安道,自家调配的药方,没什么高明之处,禅师可觉得舒服一些。 常青点头如捣蒜,多谢施主,多谢施主。 想必这药材价钱不菲,奈何小僧身无一物,不知该如何报答。 无碍,举手之劳而已,禅师可否跟寺庙的师兄弟同行,在下也好去通知一下。 常青道,在下独自一人在外游历,并无有人同行。 那禅师便在寒舍休养一些时日。 常青本想拒绝,可想了想自己这身体状况,倒真是不允许他做出别的选择。 阿弥陀佛,多谢施主,平僧感激不尽。 常青和尚便暂且在李平安家里住了下来,一晃眼数日过去了,在李平安的条理下。 常青和尚的身体逐渐恢复了过来。 和尚与瞎子倒是蛮谈得来的。 常青去过许多地方,各地的风土人情、民间故事、旅途经历,都令李平安十分感兴趣。 李平安身上也有许多吸引常青的地方,二人越聊越投机,关系也越来越融洽,虽然只是短短几日,却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日,李平安正在家中除地。 忽然,气净利泄。 体内那股乱窜的真气再度暴走,盘旋着冲入他的丹田。 冲击着他的心脉,令他气血翻腾。 腹部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响声,一股赤红色的血溅从他口中喷出。 李施主! 常青和尚一步跨出,面色微微一变。 一指点向李平安的数个穴位,一股浑厚的真气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一股恐怖的压力直逼常青的五脏六腑,把他的护体真气逼得半散半收,一部分回溜到了丹田之中。 常青勉强撑住身子,化解了大部分力道,用仅剩的真气保住李平安。 半个时辰之后,危险解除。 常青常吐出一口浊气。 待到李平安醒来,天色已晚。 常青守在床边,一边调膝,一边恢复着刚才消耗的真气。 李平安发现自己的心脉近乎快要断了,气血也是微弱到了极点。 如果不是常青的及时出现,恐怕他现在便成为一具尸体了。 想来,命运当真是奇妙。 几日前,李平安救了常青一命。 几日后,常青便还了他一命。 万般皆是命,一切有因果。 谁知道,一个小小的善举,竟会在关键时刻就自己一命。 李施主,感觉如何? 放心死不了,最坏的情况就是费了一身经脉。 能活着就好。 李平安看得很开,最难的日子他都挺过来了,何必在乎这些。 李施主体内有一股极难化解气之源,驱不出,化不掉,降不浮,压不住,倒真是奇怪的紧。 而且,这股气倒像是佛家的气息,施主可修炼过佛门秘法。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 常青看出李平安不愿多说,便也没有进一步探究。 语重心长的道,施主现在体内的真气极其不稳定,不但难以调动真气,还会反噬。 稍有不慎,便会丧命。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驱除施主体内的那股真气。 只是光靠你我二人,恐怕是无法做到的。 还有一方法,不知施主可否愿意尝试。 但说无妨。 李平安本着死马当活马一的心态,在坏能坏到哪去? 佛家功法则以禅修为代表,儒家执中,道家守中,佛家守空。 所以,空字集中体现了佛家功的特点。 而空则是指,万物没有实体,皆由缘而生。 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眼见常青跑题了,李平安忙开口,将话题拉到了正轨。 常青尴尬地倾壳一声,知道现在不是给李平安度化佛家思想的时候。 小僧自幼拜入佛门,又二十余年学一门涅槃经。 以五脏之精神内生气血,进而转移脉络,筋骨,翘穴,改善滋质。 调和其性,使生机焕发,内肃于心,故本培缘,调节阴阳。 施主体内既是佛家之气,或许用此法能控制一二。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佛门秘法,在下红尘中人,恐无法领会其中奥妙。 常青淡淡一笑,李施主慈悲为怀,乐观豁达,我佛自会保佑你的。 小僧愿将佛家秘法相托,一来是报答施主当日救命之恩。 二则不愿施主这样的人,逢此大难,却无解救之法。 当下常青便将涅槃经的心法倾囊相受,又指点种种呼吸,运气之法。 其精妙之处,非外人所能揣摩。 就算有人指点,也要时刻提醒,还需参悟者自己的领悟。 如果没有人指点,没有文字的注解,想要参悟其中的奥妙,谈何容易? 不自觉地,李平安便融入了其中。 果然觉得经脉顺畅,脉息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到了清晨,只觉神清气爽。 不知不觉,又是一天一夜过去,经过这两天两夜的参悟。 李平安越练越有味道,喜得经书中的几世,也有了几分心得。 一眼行,施展起来并不费力。 渐渐地,竟感觉体内的真气似乎壮大了一些,功力也有了一些进步。 长青望着李平安,没曾想,对方短短两日便已有所领悟,小有成就。 不由地深深感叹道,李施主与我佛有缘,若是能入我佛门,当真是一大幸事。 李平安只是笑笑没说话。 离离鼠云散,鸟鸟凉风起。 这段日子,李平安身居简出。 就连每日的拉曲都不长去了,大部分时间都在修炼涅槃经。 修炼多了,杂念也少了。 闻着平日爱吃食物的味道,竟有些提不起欲望。 不过好在成果还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体内那股乱窜的真气,虽然没有被完全消化,却也再翻不起什么浪了。 剩下的便只能交给时间,一点点的消化。 在这个过程,李平安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自己丹田之中的真气,一天一天的增强,比以前更加的旺盛了。 呼吸之间,就像是一根羽毛。 一呼一吸之间,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客观您的菜来了,神仙鸭子,袋子上巢,豆瓣鸡鱼,酸菜鱼,鱼香茄饼,粉蒸鸡。 听着对面酒楼小二的呼喊,别说里面的客人了。 就是外面的人,听了都不由地咽了口吐沫。 李平安摸了摸肚子,他可不想真的成为一个无欲无求的和尚。 当即,大不留心地走进酒楼,豪气地点了一桌子美食。 最后又要了一壶佳酿。 李平安一个人以风卷残云的速度,将整个桌子的菜全部一扫而空。 那场面看得周围的人都不由得有些诧异。 这是,几天没吃饭了。 李平安喝掉最后一杯酒,消了消食,小二,结账。 那边爽快地报了价格,又给李平安抹了铃。 李平安一听,这价格微微皱眉,从怀里摸出钱。 心道,坏菜了,钱不够。 客观。 小二见李平安迟迟拿不出钱,心中生了几分警惕。 李平安有些尴尬地笑了笑,今天出门仓促,钱没带够,见笑见笑。 客观记性可真大,应该不是常在本店吃东西,不如压一些值钱的东西在这儿。 客观回去把钱取回来。 李平安倒真是有些为难了,自从他体内多了那股真气。 便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尾托了,以前都是挣多少花多少,没什么积蓄。 家里的钱都快用光了,想必早也不找出这么些钱来。 小二皮笑若不笑地说道,客观,不是拿我寻开心吧。 正当李平安为难之际,忽见一熟人走了进来。 街头混混刘二。 先前,身为火熊帮成员,负责李平安那条街道的阅历收取。 后来火熊帮被毒蛇帮灭了,刘二转身成为了毒蛇帮的一份子。 凭借着能说会道,现在已然是毒蛇帮帮主的亲信,瞎子。 刘二诧异地看着出现在酒楼中的瞎子,按理说,这种规模的酒楼可不是他能吃得起的。 你怎么在这儿? 李平安笑道,二哥,您还真是急事语。 刘二一挑眉,听李平安说了当前的窘迫后。 拉了拉李平安,低声道,你小子没钱,还跑到这儿来硬装犊子。 李平安颇为无奈地说,一时粗心马虎,不知二哥可还有闲钱,借兄弟我应应急。 刘二瞪了李平安一眼,你吃饭叫我付钱。 说是这么说,可刘二到底还是替他付了钱。 这一桌子的佳肴,价钱当真不菲。 刘二付钱的时候,感觉心都在低血。 客栈二楼,包厢内的王山谈完生意,恰巧看见了李平安。 脸上一洗,正欲开口。 李平安已经先一步抬脚离开了。 刘二在背后不满地嘟囔着,他刚刚得了这月的赏钱,本是想带着相好的来这吃上一顿。 谁知道却替李平安付了钱,来都来了,总不能掉头就走吧。 混江湖的,讲究一个面子。 来一盘凉菜,再来两碗大米饭,免费的汤来一壶。 小二眨了眨眼,没了。 刘二翘起腿,没了。 大爷大鱼大肉吃多了,吃点素的减肥。 二层的王山招手叫来小二,问清楚发生了什么。 小二当即将李平安没钱吃饭,刘二替他付了钱的事情说了一遍。 王山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 古先生临走之时的话音犹在耳。 献龙在天,利剑大人。 如果遇到大人物,可以获得进一步的磨练和栽培。 另外,若得到大人物的提携,会更加顺利。 那一日,古先生给李平安算命,导致是盘破损,自己也昏厥了。 古先生醒来第一句话,便对李平安道,先生命格不凡,是在下唐突了。 王山当时就在当场,听个一清二楚,将两乡联想到一起,便认定李平安便是古先生口中王家的贵人。 叫来随从,傅儿几句。 打扮火辣的女子看着桌子上含酸的凉菜,不满地说道,我们再点个菜吧。 刘二横了他一眼,拿鸡毛点。 这时,一个小司走上前来。 刘公子,这是我们吩咐我交给您的。 说吧,递上来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 刘二不解,你老爷。 谁啊? 王家钱庄,王山。 刘二一惊,不过也是混迹多年的人物,压下心头的惊讶。 王掌柜的,找我有事。 小司呵呵一笑,不是找您,我们老爷说了,这钱是替李先生还给您的饭钱。 李先生? 李平安,李先生。 小司说完,便拱了拱手告辞了。 独留刘二在原地发了好一会儿的声。 等小司回来汇报事情办妥了,王山才命马赴离开酒楼。 县妹的最高境界,不是主动上门虚情假意地送一些名贵珍宝。 送礼的人,要么是有所期待,要么是有所求。 会主观地点人一种不怀好意的印象。 王山混迹多年,自然不会做那种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 而是用自己的需求,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既要在背后默默地把事情做了,又必须让当事人知道。 而且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露面,不会显得自己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这样既能让李平安被动领了自己的情,又能得到对方的认可。 李平安盘歇而坐,嘴中念念有词。 周身的力量缓缓涌动,将他全身的每一处都静润了一遍。 他的身体微微晃动,隐隐带着一种韵律,似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伴上之后,李平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鼻息里满是污秽的味道,但是他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施主,欲速则不达。 长青在一旁提醒道,李平安确实有点心急,不过再这样下去,连饭都吃不起了。 想到这儿,李平安休息了一会儿,便拿着自己吃饭的家伙出去了,来到熟悉的街角。 旁边的乞丐见他来了,连忙让出地方,还用袖口在地上擦了擦。 李平安有钱的时候,时不时地抛给乞丐几文钱。 或者,将家里的旧棉袄被褥送给这些人。 所以,周边的乞丐跟他混得很熟。 也好,实在混不下去了,加入丐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么想着,李平安如往常一样拉起了小曲。 呼得,脑海中闪过一道光芒。 二拳音乐LV3、510000等级三小友成就恭喜宿主获得白色命格、情能捕捉、效果。 当读书、修行时,时间愈长,获得的修行速度愉快。 目前最高为普通修行速度的两倍。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李平安一愣,他倒是好久没有听见系统的声音了。 自从二拳音乐升级到等级三后,积累经验的速度变缓了数倍不值。 等级一的作用是增加寿命、疏通气血、驱失暖身。 等级二提供的奖励则是各种功法。 等级三的作用一直是个谜,直到现在才知道。 命格。 回家试试,具体效果如何? 李平安继续拉着小曲,并没有因为系统的出现便停下。 体现出了完美的专业素养。 一日,晨灯天竹山,山殿朝阳小。 李平安早早起了床,坐在床檐上,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 灭盘经,时间一细细流过,他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经文。 细细品味着其中的含义,竟然豁然开朗。 命格情能捕捉触发,李平安不由自主地进入了忘我的观想状态。 沉浸在玄奥的经文中,心中一片清明。 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平安回过神来。 浑身前所未有的舒畅,仿佛在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之后,突然获得了一种宁静和自由的感觉。 就像是一汪干涸的湖水,被注入了一股活水,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三四日的时光转瞬即逝。 小院中时不时传来破空的声响。 李平安活动着许久未曾动过的身子骨,渐入佳境。 天空湛蓝如洗,带着一丝良意,却又带着一丝清心。 依靠涅槃经与命格情能捕捉,李平安体内的真气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化,融入血脉。 可也绝不会发生上一次险要了他命的事情。 剩下的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本以为接下来的日子漫长平淡,倒是发生了一件趣事。 李平安得知了王山为自己还债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都是得了人家的人情。 不到一声谢,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想来王家府内不缺什么东西,李平安便从院子里那棵椰枣树上摘了一大包枣,略表心意。 王山则顺势将李平安留在府内吃了一顿便饭,趁着吃饭喝酒的功夫。 一边对李平安拉的二胡赞不绝口,一边换来自己的儿子王毅。 想让王毅跟着李平安学习二胡,话说得滴水不漏。 这倒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李平安却不明白王山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想来王山绝不是单纯地想要儿子王毅学习二胡,其中原由李平安没有贸然询问。 如果王毅不想说的话,再问也没用。 李平安推辞了一下,奈何王山坚持。 再拒绝就扫了对方的面子,指得顺势答应了。 王毅第一天上课,骑着一匹枣红大马,一身净装,手里拎着父亲让给李平安带的拜师礼。 李平安身无常物,唯能拉一首小曲。 王毅实在不知道学着拉曲有什么用。 有着时间在院子里多打几趟拳,岂不是更不好? 不过王毅虽是百般不情愿,但父亲千叮宁万嘱咐也只好照办了。 先生,王毅下马给李平安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李平安看着手中的礼物不由地一笑。 王山是个聪明人,送礼不是送最贵的,而是要送最合适的。 那日,古先生想跟李平安学二胡,王山便给了李平安一些大额度的银票。 谁料李平安没有收,反而提出无偿交给古先生。 从这王山就能看出李平安感兴趣的不是金银珠宝之类的,又发现他倒是对美酒加酿十分喜好。 于是便让王毅拿了家中珍藏的美酒。 薔薇露酒,使用古法萃取金贵的薔薇,用所得的薔薇精油加入至美酒中。 工艺精湛,两次投料,九次蒸馏,八次发酵,七次取酒,长时间沉酿而成。 此酒以浓香而著称,世人称其久违开坛十里香收了人家的礼,就要尽心。 既然说要学习二胡,李平安便倾囊相授。 他能看得出来王毅颇有几分聪慧,却对英律丝毫不感兴趣。 能登大雅之堂的琴曲都吸引不到他,更何况是街头一人卖唱的二胡。 不过王毅嫌弃不嫌弃是他自己的事情,静不静心交则是李平安的事情。 西风烈恋,秋景够美,却也凄凉。 窗外的知了,有了一些疲倦,王毅怅然若失地趴在桌子上。 耳边回荡着曲声,只觉刺耳。 十五六岁,正是撒花撂卷子的年龄。 不想受约束,叛逆心里强,让王毅学习枯燥无味的小曲,倒真有些难为王毅了。 李平安对此也十分理解,只是受人之托又不得不叫。 先生,你每天不觉得无聊吗? 王毅趴在桌子上,双眼无神地望着李平安。 在他看来,李平安的生活实在是太朴素了,每天吃饭睡觉街头卖唱,如是反复。 实在是无聊得紧。 那什么又不无聊? 李平安反问。 洗舞,看戏,逛街。 王毅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练舞了,先生我最近新学了一套拳法打给你看。 说完,王毅忽然意识到李平安看不见。 李平安看出来他只是想放松一下身子骨,便道。 无碍,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 王毅大喜,当即起身,快步走进院子里,伸手将腰间的腰带一紧,运起一口气在丹田中。 摆了个拳架,一招一试地练了一遍。 这几个动作招式一气呵成,想来是练了许久。 每一招每一试都恰到好处。 只是翻来覆去,便只有这几招了。 李平安笑了笑,倒是步伐率性可爱。 打了足足半个小时的拳,王毅才满身大汗地跑回来。 先生,怎么样? 厉害吧? 王毅得意洋洋地说道。 确实厉害。 王毅道,先生你看不见。 你若是能看见,便知道我有多厉害了。 三五个壮汉都进不了我的身。 李平安挑了挑眉,竟然这么厉害? 那当然了。 王毅打量了一眼李平安的身子骨,想说,先生这体格子我一个能打八个。 话语出口,又觉得有些不太礼貌。 先生,以后谁欺负你了,可以找我。 李平安笑而不语。 窗外传来月耳的鸟鸣,李平安听见这声响,知道是马三娘找他了。 便道,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嘞。 一听下课,王毅顿时大喜。 王毅离开以后,李平安从后院的小门离开,来到立春院。 找我什么事?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马三娘对着镜子,为自己带上最新款的玉簪。 勉勉强强,有委托。 倒不是,只是有一个赌局,估计你会很有兴趣。 说着,马三娘转过头,好看吗? 李平安毫不犹豫,好看。 真会敷衍,看不见都说好看。 马三娘翻了一个白眼,将话题引了回来。 那个西域剑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那个西域剑客最近可是出尽了风头,地下赌局的盘子也是越来越大。 从最开始的赌谁能打败他,到现在已经细分出挑战者在几步之前倒下。 二人会出多少招? 我们得到消息,这人再过几日便要离开安北四镇了。 怎么样,有没有兴趣打赢他? 到时候,我们狠狠赢上一笔。 李平安沉默片刻,会不会太出风头了? 你到时候蒙更遍不就完了? 马三娘无所谓地说道,李平安,可是我的原则。 赌金四六开,妥了。 快快。 还有最后半个时辰就要收盘了,想要下注地抓点紧。 一个穿着青衫的汉子大声喊道。 刚喊完,那边就有人喊着要倒茶。 汉子忙跑了下去。 楼上赌场,楼下茶店倒是相得一张。 安北四镇的赌方大概有两百余家市井的酒楼,茶店,妓院等都是赌博的场所。 二哥啊,还没想好。 那个西域剑客铁定营,不用想。 刘二吊着一根杂草,为难地看着手上的两张牌。 西域剑客已是长胜将军。 可这一次,丽春院的马三娘下了一大笔钱,赌的是西域剑客败。 马三娘一向不打无把握之仗。 刘二怀疑这其中有什么猫腻,所以迟迟不敢下决定。 正在这时,脚步声响起。 李平安走了上来。 刘二看见他,略微诧异。 瞎子,你怎么也来赌钱了? 李平安将手里的袋子放下,院子里的树接得椰枣熟了,刚好路过,便给二哥带了一些。 上一次替我解围付了饭钱,还没感谢二哥呢。 小事小事。 刘二摆了摆手,忽然又想起什么来。 哎,对了,你跟王家钱庄的王老板怎么认识的? 李平安随口道,王老板喜欢我的曲子,仅此而已。 刘二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上一次,王山替李平安还钱,他还以为这李平安跟王山有什么关系呢? 瞎子,你来得正好,帮我看看,我赌谁赢。 刘二实在纠结得要命,便随口问问李平安怎么说。 赌局本质上就是一个风险性的游戏,一半对一半的概率,与其纠结不如交给命运。 如何交? 刘二问。 李平安探出一只手,握住了刘二又手中的牌子。 待李平安离开了茶馆,刘二回过神来,看着手中的牌子,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雷声千丈落,雨色万风来。 王一看着外面落下的暴雨, 爹,下这么大的雨,今天我能不能不去李先生家学二胡了? 不行。 王山一口拒绝。 爹,我就请一天假。 王一祈求。 不行。 王一知道自己说不动老爹,心中满是无奈。 他当然不是害怕这瓢泼的暴雨,今天是西域剑客在安北四镇的最后一日。 之前的每一场,王一都没有落下。 统宫算下来,败在西域剑客手下的敌人共有一百余号人。 而今天,传言将会有一个神秘高手出手。 地下赌桩的盘子,据说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这么精彩的决战,王一当然不想错过。 可偏偏是今天,他要去学牢十字二胡。 王一太了解老爹的脾气了,说一不二。 他认定了的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无奈,王一只能冒着大雨来到了李平安的小院当中。 屋子内放置着一个小巧玲珑的暖炉。 壁炉前,老牛正懒洋洋地看着炉子里的柴火。 一大块木柴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肉香和松香。 阿丽亚坐在一个蒲团上,舒服得似乎快要睡过去了一样。 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也会跟着李平安一起学学二胡。 醒一醒,李平安敲了敲阿丽亚的脑袋。 王一则心如死灰的,一屁股坐在蒲团上,眼神中充满了对外界的向往。 二胡声悠悠,吹得灯火摇曳。 风一吹,树梢都在摇晃。 雨水顺着亭延流下来。 秋风亭,几棵古树撑起了一片天然的防护。 一道道身影,在裸伞上一一浮现。 有身份地位的人,无意不适让家蒲或下人抬着轿子。 风大且急。 轿子却像是平湖上的一叶偏粥,轻盈得没有一丝晃动。 今时不同往日。 秋风亭安静的只有呼啸的风声和雨落之音。 闲杂人等只能远远地张望着。 虽然也有人想要往里面挤一挤。 只是见四周皆是清一色的汉子或腰配短刀或背着短棍。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股彪悍之气,便不敢再上前了。 盘子越开越大,这种武斗赌局哪里会少得了本地的帮派。 毒蛇帮的帮主虽然在旁人眼里已是江湖地位极高的人物。 只是现在却连轿子都坐不上。 只能混迹在人群中远远地望着秋风亭的方向。 一旁的刘二道,帮主,听说这次立春院的三娘请了一位神秘高手。 而且还下了一大笔钱赌西域剑客书,怎么还没看见神秘高手的人意? 废话,都说是神秘高手了,指定是压轴登场。 也不知道这次谁能赢。 刘二挫着手满脸期待。 帮主得意地笑了笑,废话,指定是那西域剑客我得到的内部消息。 刘二复尔凑近,马三娘这次是跟人联手做局,投了一大笔钱。 显示自己胜券在握,骗一些傻子跟着他一起投钱。 否则赌局怎么会做这么大? 西域剑客的实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刘二满脸震惊,马三娘这么做,自己不也赔钱吗? 说你傻,你就不聪明。 帮主给了刘二脑袋一下。 事成之后,豪身的钱如数奉还,他们一起分那些傻子的钱。 帮主见刘二脸色不好,回道,你不会跟马三娘一起投了西域剑客拜吧? 刘二欲哭无泪地点了点头,嗯,那日,他纠结得要命。 最后听李平安的话觉得有理,交给了命运。 帮主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小子啊,你小子,帮主,我该怎么办? 那可是我半个身家啊。 刘二现在想杀了李平安的心都有了。 帮主象征性地安慰了刘二几句,只是嘴角止不住的笑意出卖了他。 摸李平安听见老牛的叫声,知道到时间了。 便放下二胡,先休息一下吧,喝口茶。 王毅常常吐出一口气,身子厚痒,一脸都无奈。 现在,自己应该在秋风亭外,等待着一场旷世大战的打响。 精彩绝妙的剑法,各种精妙的招式, 强者之间的生死搏杀,而现实却是自己在一个破旧的小院。 听一个瞎子拉着难听至极的小曲,虚度光阴。 喂? 王毅,王毅。 风雨中,似乎有人在喊自己。 王毅转过头,却见院子的围墙上冒出一个人。 是胖倦? 王毅。 走啊。 王毅一愣,走。 去哪儿? 当然是去秋风亭看比武了。 王毅为难道,可我,喂? 你不会怕了吧? 谁说我怕的? 但,我爹你也知道他那个脾气。 放心,不会被发现的。 胖倦摸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我都打探清楚了。 你每次的休息时间大概都在三炷箱左右。 从这儿到秋风亭,我们脚步快一些,只有一炷箱。 往返也只要两炷箱。 王毅仍然犹豫不决。 胖倦道,老大别磨叽了,快来不及了。 王毅一咬牙,回头看向阿丽亚。 阿丽亚走吧。 阿丽亚摇了摇头,大叔会生气的。 唉呀,没事的不会被发现。 王毅拽上了阿丽亚。 想着到时候就算被发现了,有阿丽亚再能为自己分担一下压力。 他倒是不怕李平安,只是担心李平安会将这事情捅到他父亲那里。 二人打着伞走出门外。 赵铃也来了,站在墙边冲他们挥手。 跑。 四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少男少女一起撒了欢的向秋风亭的方向跑去。 当真在一炷箱内跑到了秋风亭,只是此时的秋风亭早已是人满为患。 这也看不见啊。 阿丽亚垫着脚尖,根本连个毛都看不见。 放心,咱们王公子早有准备。 胖骏气喘吁吁地说道。 王毅得意一笑,挥了挥手,跟我来。 四人来到秋风亭对面的一家酒楼。 王毅预先定下了一间房,经过他的观测,那里是观战的最好角度。 赶上了,还好没有来晚。 胖骏松了一口气。 秋风亭那顶轿子还在周遭人影错落。 身穿各色衣衫的汉子整齐的氛围几裂,每一个都是人高马大。 当真是气派无比。 来了! 来了! 胖骏兴奋地叫着。 其余三人顺着胖骏手指的方向望去,不只是他们。 秋风亭周围矗立的所有人都同时望向一个方向。 滂沪的大雨将所有人都笼罩在了其中,模糊了众人的视线。 自东南方向有一道身影缓缓而来。 一身缩衣,头上戴着一顶斗笠。 力帽下垂地几乎遮住了他的脸,仔细一瞧。 对方脸上戴着一顶廉价的猴脸面具,被水一浇,都有些吊晒。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摊上买的。 左手则握着一把短立的燕灵刀。 不是什么珍惜名贵的刀,这种刀相反十分地廉价。 大随上武,所以妖配武器之人并不少见。 武器各有不同,也分三六九等。 这种燕灵刀在市面上很常见,便宜皮实。 但稍微有一些家底,身份的人便不屑于佩戴此刀。 因为佩戴此刀的人多为落魄之人。 久而久之,这刀便有了穷刀一说。 他走向轿子,右手握住刀柄。 枪枪枪。 剑如飞芒,他的身体被割出一刀又一刀的口子。 然而每一剑都是浅尝折指,并没有血花飞出。 仅仅只是划破了缩一。 距离轿子还有六步,在场的人都清楚六步之内倒下了多少所谓的高手。 剑名声不止,每一剑都是雪花般的剑影。 羽目被剑锋丝卷开裂,让每一个目睹这一剑的人都有一种难以承受的感觉。 一步,两步,每一步都沉重无比,每一寸都充满了危险。 明明这么冷的天,旁观的人却手心都在冒汗。 四步,五步,还生最后一步,所有的人的心都被提了上来。 一道明亮的光影现身,突兀的光芒照耀在所有人的眼中。 刺骨的寒意,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被风卷动的雨珠骤然四散,众人或许不知道这一件的奥妙。 但刺目的剑芒,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他们的胸口,让他们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雨越下越大,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 一股股冰冷的感觉从暴雨中传进了每一个人的体内。 剑光交织,密密麻麻。 就像是一张大网,向四面八方散开。 然而直到为止,那人都没有拔刀。 他好像在等,等一个决定胜负的机会。 最后一步迈出。 六步! 所有人心都为之一宁,这是自秋风亭这顶轿子出现后,唯一一次有人走到如此近的距离。 刀出鞘,没有任何声音响起。 想象中刀鸣四龙银的声音,仅存在想象之中。 终归只是一把普通的刀。 然而这一刀,却像是要劈开一条路。 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一刀的威力,至少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法形容这一刀的神韵。 哄! 刀锋像是一条笔直的线,没有任何诡异的角度,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沉稳如山,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以惊人的速度前进。 随后,缓缓落下。 轿子四分五裂,轿子中那名神秘的西域剑客第一次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身影交错。 一切重归寂静,空气中紧绷的杀气消散于无形。 西域剑客沐浴在雨中。 胸前第一个扣子无声地落在地上。 他低下头,正正地望着那没掉落的扣子。 能摘你扣子,就能要你的命。 我输了。 得罪。 收刀入鞘,压了压力帽,向远处走去。 回到熟悉的小巷,从后院入门。 脱下缩衣,缩帽。 虽披着缩衣,但到底还是沾了水。 薄沙粘在身上,又湿又冷。 李平安身子一抖,朝侍衣山上的水滴被蒸气迅速驱散。 浑身烟雾缠绕,热气翻滚。 一滴水珠从额头滑落,片刻便消散于无形。 不一会儿,便再也看不出他身上有半点被遇浇过的痕迹。 李平安走入里屋,老牛眯着眼趴在火炉旁。 屋内早已不见王毅和阿利亚的身影。 李平安便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院子中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完蛋了,大叔肯定会生气的。 两道身影急匆匆地跑入院子里。 小点伤。 王毅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因为跑得太急,身上都被浇透了。 时间赶烫,他肯定发现不了。 我们身上都湿了,大叔怎么会发现不了? 王毅道,你忘了,他是瞎子,看不见的。 二人简单擦了擦湿漉漉的头发,随后走进屋内。 秋风萧瑟,冷人的景。 再加上这无情的雨,二人不由自主地往火炉那边靠了靠。 片刻之后,李平安走了进来。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刚才仅仅只是进屋小咪了一会儿。 继续上课。 阿利亚打了个哆嗦,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变得平和。 可是跑了这么远的路,怎么可能这么快缓过来? 王毅也强忍着呼吸频率,但还是控制不住地喘着粗气。 因为害怕被李平安发现什么破绽,只好主动开口,混淆视听。 今儿的风可真大。 是啊,雨也大。 李平安头也不抬地说。 王毅抿了抿嘴唇,正想找一些别的话题,就听李平安道。 锅里给你们熬了姜汤,屋里还有棉毯,一人披上一箭。 待会儿再喝几碗姜汤,免得受了风寒。 对了,让你们的朋友也进来吧,外面冷。 王毅和阿利亚二人尴尬地对视一眼,心里清楚这是发现他们跑出去了。 裹着棉被,喝了姜汤,四人顿觉身上舒服多了。 外面的雨已经小了许多。 王毅身子后仰,双手撑着。 脸上露出陶醉羡慕的表情,仿佛还没从秋风亭那场战斗中回过神来。 嘴里嘟囔着什么,手作剑指,虚空乱画着。 仿佛他就是秋风亭中那个神秘的刀客。 刚才那场战斗实在是太精彩了。 你说什么时候我能变得跟那人一样厉害。 王毅感叹道,阿利亚将小脸埋在碗里,抬起头来,那个神秘高手为什么要戴面具啊? 王毅说,高手都这样,隐藏自己的身份。 你见过哪个高手招摇壮士的? 也是。 阿利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胖俊道,按照画本小说的设定,这种神秘高手,说不准就是缺了牙的马夫,街头的乞丐,反正不惹人注意就对了。 王毅翻身站了起来,哎,你们说我要是找到了他,他会不会说我为徒? 胖俊摇了摇头,老大,你什么都不知道,去哪找? 只要功夫身铁杵磨成针,不找怎么知道找不到。 王毅坚定地说道,李平安默默地坐在一旁,聚精会神的观想, 聂盘经虽然只有寥寥数千字,但他每看一遍都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每一次回想,他都能感觉到自己意念变得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凝炼。 先生,你会写字? 不知何时,赵俊凑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望着暗桌上压制的几张整整齐齐的宣纸,写着玩玩罢了。 我可以看看吗?赵俊小声道。 得到了李平安的同意,赵俊拿起宣纸,细细看了一眼,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他自幼长在深归,父亲乃是远近闻名的读书人。 家中学识分为浓厚,琴棋书画自然无比精通。 此刻见李平安的字,字是雄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雀。 一横一竖都给人一种气吞山河的感觉。 天行剑,君子已自强不息。 赵俊念罢,愣了愣。 随即抬头看着李平安的眼睛,似乎有点不敢相信李平安真的是个瞎子。 赵俊目光再次落在笔墨之上,两久之后方才吐出一口气。 先生的字当真是极好。 李平安道,平时无趣,写来打发时间罢了。 先生实在是过誉了,安北四镇恐怕贤少有人能写出这样好的字来。 赵俊由衷地说道,这一章也是先生写的吗? 赵俊往下翻了一页,发现这一章跟上一章的笔墨完全不同。 字迹飘风呼举,智鸟乍飞。 寥寥几笔,便有一种扫尽俗气的气度。 那是大牛写的。 李平安指了指火炉旁取暖的老牛。 赵俊儿扑呲一声笑了出来,先生可真会开玩笑。 老牛懒啪啪地翻了个白眼,没礼貌。 外面的雨停了,四人的衣服也烤干了。 便向李平安告辞,准备各回个家了。 临走前,赵俊儿依依不舍地看着李平安的墨宝,随后放回原位。 喜欢就拿去吧。 李平安忽然开口道。 赵俊儿忙摇头,先生的墨宝,铃儿怎好随意拿去。 李平安笑道,什么墨宝,不过是写着玩的罢了。 你要喜欢,就当送你了。 赵俊儿咬着嘴唇,犹豫了一下。 本想再拒绝,可最后还是点点头,那就多谢先生了。 转眼又是三五日的时光。 李平安在院子里和长青和尚对弈。 李平安旗下得很臭,不过在与长青和尚搏杀之中, 也渐渐悟出了一些招数。 再加上命格,情能捕捉队的作用,很快便有了一些造诣。 双方你来我往,两军厮杀。 随着长青强攻不成,棋盘上的形势逐渐偏向于李平安。 李平安脸上露出了颇有成就感的笑容。 不枉自己兢兢业业这么多十日,终于要赢长青一盘了。 长青手捏黑子,皱眉沉思。 忽然,长青将手中黑子放下, 一挥手将棋盘上的棋子打散。 君子已自强不息,命运多舛,国难当头。 你我却只能在这儿玩物丧志空谋时间。 可悲,可叹。 李平安看着被打散的棋盘, 为了不输我,你还真是找了一个好借口。 长青若有所思的昂首脉步离去, 小僧要研读佛法去了。 玩物丧志,玩物丧志。 李平安沉默片刻,那重新来一盘。 那便重新来一盘吧。 长青转过身,过了一会儿。 玩物丧志,玩物丧志。 长青一边叹息,一边转头了。 李平安看着还没有下完的棋盘,不当人子。 寒风动地气苍茫,横吹先背出赛掌。 夜晚的街头,李平安和长青结伴行。 街边人迹罕至,只有寒风吹过两旁的树。 这里蜀城南的平民区,到处都是乱搭乱箭。 只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路。 到处都是废弃的建筑。 忽然长青停住了脚步,望向一个方向。 怎么了? 李平安问。 长青道,那里有冤魂,带平僧去超度了他。 说完,便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长青再次回来,身上的衣服少了一件,鞋子也没了。 阿弥陀佛。 李平安好奇道,这是怎么了? 超度并不顺利,那女鬼非要小僧的衣服才肯罢休。 所以,你给他了? 他非要。 那你就给他了? 他非要。 哦,又走了一会儿。 长青,这是别跟别人说。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嗯,离别,只是没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长青的伤早就好了,只是不放心李平安。 这几日,见李平安身体稳定下来,便向李平安辞别了。 李施主,山高水长,有缘再会。 李平安笑了笑,下一次可不幸下棋耍赖了。 二人互道着,来日方长,自会相见。 却也知天下之大,相见一次哪里有那么容易。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 只要有人,就一直会有江湖。 今日,你我再江湖一段相聚,一段别离。 路不同,注定渐行渐远,终要告别。 得与失,聚与散,忧与喜。 只在一念之间,不必太过在意,不必强求。 希望有一天,你我各自安好,有缘再相逢,再速终长。 命格,情能捕捉,念头通达,便明宫以待。 约莫一盏茶十分,只觉体内一震。 真气如洪流,在经脉中奔腾。 从胸腔中冲出,传遍四肢百骸,似有一条蛟龙,向他喷出一口热气。 突破了。 李平安睁开苍白的双眸。 这些日子,一边观想,灭盘精,一边消化体内那股乱窜的真气。 进步飞速。 龟西宫,92%至93%真气运行到经脉。 只见他全身经脉根根抱起,周身骨骼发出咔咔的爆响。 五脏六腑,如虫之在如动,真气在体内奔腾不息。 深吸一口气,内吸流转,精神未知一振。 但是,李平安觉得自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只是具体是什么,他又说不上来。 总之,为了庆祝自己的成功,李平安决定今天下馆子。 背着手,走在街上。 老牛跟在身后,走得倒是极慢。 人生嘈杂,显得很是悠闲。 伯木的夕阳余辉淡淡地洒在红砖绿瓦之上,清风拂面,增添了几分朦胧和诗意。 瞎子,瞎子。 迎面遇见了满脸春风的刘二。 刘二穿着一身上好的绸缎,腰间系着一条羊皮腰带。 脚上穿着一双软皮靴,跨着一把刀。 一身的行头,当真是价格不菲。 二哥,这是在哪发了价? 李平安笑道。 刘二哈哈一笑,拍着李平安的肩膀,轻逆道。 这都多亏了你小子啊。 当即,便把秋风亭那场赌局的事情,跟李平安说了。 要不是你告诉我,听从天意。 我也不能压对了。 谁知道那西域剑可真败了。 我还以为我输定了。 刘二回想起,当时帮主僵硬的脸色,就不由地震震发笑。 我还真得谢谢那个神秘的刀客,当然最该感谢的还是你。 有没有空? 二哥,请你吃饭,馆子随便挑。 刘二豪气道。 李平安也没有拒绝,想着他能赢钱,自己确实出了理。 李英芬自己一杯羹,于是狠狠宰了刘二一顿。 与此同时,王府的别愿忠。 爹,曲子我都学坏了,以后就不去了吧。 王毅为了脱离苦海,苦修数日终于将这首曲子学会了。 并且现场表演给王山。 只是王山似乎并不关心自己儿子究竟学没学会情,敷衍地应了一声。 王毅眼睛一亮, 爹,你答应了? 答应什么? 不去学二胡了。 王山若有所思, 嗯,照理说,二胡也应该学会了。 那就学点别的吧。 我听说李先生字写得也不错, 明天起你就跟李先生学字吧。 王毅愤怒地站起来, 爹,我学那些干什么? 百无疑用是书生, 有什么用? 混账话。 王山狠狠瞪了他一眼。 学也可以, 但是也不用跟一个瞎子学吧, 我跟一下瞎子学什么书法。 少废话, 让你学你就学。 王毅欲哭无泪, 气得跑到自己的屋子里。 对着木桩就是一顿打, 每一拳砸在上面都会震得他的手生疼。 少年心气比天高。 想的是海阔平愉悦, 天空任鸟飞。 现如今, 父亲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执意将他送在一个瞎子门下。 这让他如何不恼, 如何不弃。 一日, 王山便宴请了李平安。 感谢李平安这些日子对王毅的照顾, 顺势提出让王毅再跟他学学书法。 王山话说得真切, 又是趁着李平安喝了美酒, 心情大好。 当真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来拒绝他, 便也就顺势答应了。 王毅斗不过父亲, 就将怨气发泄在李平安身上。 但也不敢做得太甚, 偶尔博对方几句。 几日下来, 王毅愈加郁闷。 趁着一日天气晴朗, 王毅骑着心爱的黄标马。 沿着田野的小径, 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 在草木和泥土的气味中 感觉到了些许的自在。 这时, 忽闻远处传来破空之声。 不久之后, 一道人影重重落在不远处的灌丛中。 那人浑身是血, 双眼之中满是沙翼, 不哭而立, 嗡鸣作响。 感受着那冰冷的气息, 而令人作呕的含义。 王毅咽了口吐沫, 被吓得呆若目击, 一动也不敢动。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胯下的马也在剧烈地颤抖。 行笔要沉着痛快, 做到稳健、轻便, 才能运笔自如。 李平安耐心地讲解着, 阿丽亚和赵琳在一旁早早地练习起来。 赵琳听说了王山请李平安教 王毅书法的事情, 便也要求父亲想要跟着一起学。 父亲虽然不明白女儿为什么 要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卖唱之人叫书法, 更何况还是一个瞎子。 其离谱程度不亚于让一个瞎子去辨认凶手。 但见女儿坚持, 又见王山也把儿子送去了, 便觉得对方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所以没有拒绝。 李平安觉得一只羊也是胆, 两只羊也是放, 倒没什么意见。 阿丽亚没什么基础, 但好在愿意学。 赵琳自幼学习书法, 喜欢临摹自填。 有一定的书法基础, 是几人中自写的最好的。 你自写的真好看。 阿丽亚看着赵琳的笔墨, 顿觉压力山大。 赵琳笑道, 我只是练多了罢了, 熟能生巧。 二人这边正聊着心得。 一旁的王毅看着窗外, 吹着口哨, 心情大好。 这让阿丽亚和赵琳都十分地好奇。 王毅这些日子都闷闷不乐的, 怎么今天突然转性了? 王毅, 什么是这么开心啊? 王毅黑黑一笑, 秘密, 秘密。 阿丽亚一扭头, 切不说拉倒, 反正肯定很无趣。 这一击果然有用, 王毅正惊危坐。 剑里平安不在, 这才低声道。 告诉你们了, 可不许告诉别人, 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高手。 能够驾驭飞剑, 可牛了。 驾驭飞剑? 阿丽亚和赵琳对视一眼, 显然是不幸的。 于是, 王毅跟他们会声会色地描述了一遍, 自己是如何遇见那个神秘的高手, 又如何帮他买药材, 送食物。 他还答应我, 等他伤好以后就教我绝世武功。 只是任他说的如何天花乱坠, 赵琳和阿丽亚都是不幸有人能凭空遇见的。 王毅便道, 行, 你们不信是吧, 待会儿我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好奇心人皆有知, 听王毅说得神奇。 阿丽亚和赵琳也产生了兴趣。 练了这些时日, 王毅的字毫无长进。 李平安倒觉得有些对不起王山送给自己的美酒, 于是决定多教教王毅。 他让王毅握着笔, 自己则握着王毅的手。 一笔一画地写着, 情能捕捉, 越练便越觉得得心应手。 王毅心浮气躁, 根本不用力, 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 李平安松了力气, 写字跟练武是一个道理, 精气、 神、 学识、 技巧、 缺一不可。 多记多写多练, 等你练好了字, 自然就会融会贯通。 等待的过程虽然充满心酸, 但是结果都是美满的。 学习书法不是一种枯燥的重复, 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不断地提高自己。 这是一个不断锤炼的过程, 困难越大。 你学到的东西就越多, 进步也就越大。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赵琳儿一正, 在心底默默念了两遍。 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眼眸中的光芒流转, 却是想不出这首诗是出自哪一家之手。 王毅倒是不领会其中的意思, 哼了一声。 武文弄墨, 那都是酸秀才做的事。 百无一用是书生, 写这些字有什么用? 上阵杀敌, 保家卫国才是男儿该干的事情。 李平安淡淡一笑, 无用之用, 是为大用。 武将奋勇卫国自然重要, 文臣治国理政也不可守。 只会死读书, 叫百无一用是书生。 把书读活了, 才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王毅嘴皮子说不过李平安, 愤然站了起来。 先生, 要是真有这么厉害, 怎么还在这里只是个卖场的? 何不去考取功名, 一展报复。 只会空口说大话, 书生误国。 不说则已, 一说便觉这些日子受得委屈, 一股脑涌了出来。 伸手将一旁的宣纸拿起来, 撕了个粉碎。 写这些字, 就能庇护天下苍生。 就能念头通达, 我们可不像你, 是个残废。 我们还有大好的人生, 美好的未来。 岂是你能理解的, 迂腐固执。 王爷, 你怎么能这么跟先生说话呢? 赵灵儿自幼学的便是尊师重道, 此刻见王爷如此无礼, 忍不住出声驳斥。 就是就是, 阿丽亚掐着腰, 气势汹汹。 王爷站在李平安面前, 因为自幼习武的缘故。 身姿挺拔, 胸膛挺得很高, 肌肉囚结。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就算先生, 你说破天了。 能抵得住我一拳吗? 见李平安没答话, 王爷冷哼一声, 转身便走了。 李平安倒也没脑, 微微摇了摇头, 捡起被王爷撕碎的宣旨。 轻声念叨着, 勇者愤怒, 抽刃向更强者。 妾者愤怒, 却抽刃向更弱者。 且说王爷离开李平安的宅院后, 便和胖郡碰了头, 起码向着东边山上幽深之地跑去。 老大, 那人真的是个修行者? 胖郡不敢相信地问道。 那是自然。 胖郡兴奋地说道, 那他会受我们为徒吗? 王爷得意地说道, 人家只说过教我一些剑术, 至于你吗? 啊, 老大我可是你忠实的小弟。 王爷哈哈一笑, 放心吧, 以我的面子还不好说, 更何况就算他不教你, 我学会了一样教你。 胖郡笑开了花, 半个时辰的功夫, 二人穿过一座小桥, 来到了一处山洞。 先生, 先生, 山洞里人影一闪, 一双眼睛盯着他们。 胖郡心下一沉, 只觉双腿有些发软, 那是一个长相平平无奇的中年人, 普通道放在人堆里, 绝对找不出来。 唯有一双眸子, 炯炯有神, 给人一种伶俐无匹的感觉。 先生, 我来看你了。 这人是。 孔阳目光紧紧盯着胖郡, 我朋友, 他也想来见见您。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把我的事情跟任何人提起吗? 孔阳沉声道, 王爷尴尬地笑了笑。 先生您放心, 我这个朋友信得过。 胖郡连忙点头, 表示自己嘴巴可言了。 沉默片刻, 冷漠带着沙翼的字样, 从孔阳的口中吐出。 到了阴曹地府, 不要怪我。 嗡。 一声清脆的嗡鸣之音, 在周围响起。 二人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不约而同的惊慌失措起来。 跑。 王爷最先反应过来, 转身便跑。 胖郡亮亮呛呛地追着他, 等等等, 二人以极快的速度跑出山洞, 他们可不认为对方是在开玩笑。 那丝毫没有感情的声音, 仿佛是一柄尖刀刺入了他们的心脏。 孔阳食指中指并拢伸直, 做了一个箭决, 轻轻一点。 三寸长的短箭, 猛地向二人逃窜的方向追去, 闪光滑出一道流畅的弧线。 几乎是在眨眼间, 便追上了二人。 胖子一个亮呛狼狈地跌倒在地。 老大, 救我, 王爷转过头, 目光中满是恐惧。 时间好似在这一刻静止了一般, 天空变得灰暗, 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王爷看着这幅场面, 心中有一丝悸动。 在这一瞬间, 他脑海中闪过了许多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勇者愤怒, 抽刃向更强者, 窃者愤怒, 却抽刃向更弱者。 那轻声的男语仿佛又传到了王爷的耳旁。 一念通达, 就像是一根尖锐的钢针, 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王爷怒吼一声, 一步跨出, 地拳, 胖骏, 跑! 王爷迎着飞剑跑了过去。 就在他踏前一步的刹那, 一股强大的气势就像冰冷刺骨的寒流, 迎面来。 那一刻, 王爷所有的勇气在瞬间消散于无形。 我就这样死了。 嗡! 飞剑翁鸣, 重重弹回。 王爷吃了一惊, 想象中的痛楚并没有传来。 一道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 王爷愣了片刻, 抬起头。 眼睛瞪得老大, 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先先上。 孔阳微微皱眉, 感知到对方并不是修行者, 脸色才好看了一些。 老夫虽重伤, 但仅仅只派了你一个人, 是不是有些太小瞧人了? 李平安道, 阁下误会了。 我只是想把这两个娃娃带走吧。 孔阳笑了笑, 那也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他抬起一只手, 捏起两根手指, 在身前的剑锋上飞快地弹了两下。 像是注入了某种神奇的力量, 三寸短剑发出更加剧烈的嗡名之音。 一剑斩捏。 三寸短剑压着一股锋利的气机, 仿佛绝地泄洪。 真! 剑锋之灵力, 足以令人的血液都为之凝固。 一缕风吹过, 就像是刮起了一场沙尘暴。 凌冽而肃杀, 带着一股毁灭的气息。 短剑消失在感知当中。 下一刻, 从身侧飞出。 这一剑无声无息, 就像是一条从地狱中窜出的毒蛇, 带着一股阴森的死气。 李平安以拐为刀, 凭借着一种直觉, 挥出一刀。 争的一声巨响, 这把剑没有任何力量。 刚一接触, 剑身已化作一道淡淡的光芒。 真正的剑, 挟刺而出, 没有任何招式。 就像是随手一挥, 没有任何剑气和剑风, 暗淡无光。 孔阳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短剑距离李平安的命脉 只有一尺的距离。 而这一尺, 无关紧要。 然而, 本该死之人, 却在下一刻迈出了诡异的一步。 燕子穿云纵40%一尺的距离 在瞬间被拉长到了三尺。 李平安出刀, 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美感, 将这一刀的动作演绎到了极致。 速度之快, 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孔阳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这一刀确实很快, 但可惜的是, 要跨越三丈的距离, 才能够斩到他的面前。 忽然孔阳眼前一花, 一股浓烈的杀意, 笼罩住他。 如同一头发狂的野兽, 让人不寒而栗。 孔阳不敢再拖大, 低贺一声。 调动周遭全部气息, 剑气破空。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就像是撕开了一张大布。 方圆两丈内的一切都在他这一箭之下。 闭眼。 两个轻飘飘的字, 从李平安口中吐出。 王毅和胖郡看着这一幕, 久久不能平静。 因为眼前的一幕, 让他们有一瞬间的失神。 只是那两个字的分量却格外地重, 让人不由自主地听从他的命令。 扑! 孔阳闪得快, 但怎奈身受重伤, 双腿不听使欢, 身子跟不上反应的速度。 一条手臂飞到了空中。 孔阳一咬牙, 一剑指点向李平安的血脉。 他想以磅礴的剑气 灌入到对方的体内, 撑爆对方的经脉。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即使是成了, 恐怕自己也要雪上加霜。 然而剑气入体, 想象中的对方暴体而亡的场景 却并没有出现。 就像是泥牛入海, 咬无音信。 孔阳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扑! 一切重归寂静。 阳光照耀在三寸短剑上 反射出道道寒光。 李平安吐出一口浊气。 龟西宫93% 孔阳的剑气确实锐利。 如若李平安没有消化那道真气, 如若龟西宫没有增长到93%, 给自己身体上带来了质的改变。 恐怕此刻倒下的就是自己了。 修行者果然厉害。 李平安运转真气, 片刻之后, 体内便再无异常。 王毅和胖俊此时也回过神来, 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孔阳, 又看了看李平安。 王毅嘴唇止不住地颤抖, 先先生此件事莫要跟任何人提起。 省得了? 省得二人盲点头。 走吧。 王毅快步跟上, 回头看了一眼。 想起先前的种种脸骚得飞红, 磕磕巴巴地说道。 先生, 原来您那么厉害我之前那样, 对您, 您为何还来救我? 李平安头也不回道。 哪里有大人会跟小孩子计较的? 王毅愣了一下, 平常要是谁说他是小孩子? 他肯定会愤怒地反驳, 只是现在, 在三人走后, 老牛常常叹了一口气, 用后蹄刨出一个坑, 将孔阳的尸体掩埋入土。 心好爱, 这个家没有我, 是一天也支撑不住啊, 天不过蒙蒙亮。 李平安便按时起了床, 洗漱完毕。 先在床上观想了一会儿功法, 又在院子里, 以之为刀。 出了一身大汗, 这才觉得神清气爽。 随后, 一面默念《涅槃经》、 心法, 一面回想与孔阳交手时的得失。 修行者的力量, 当真是常人所难敌。 若是孔阳没有负伤, 那一战, 自己恐怕只有三成胜算。 李平安手一翻, 三寸长的青色短剑, 出现在手心当中。 这是孔阳的剑, 被李平安收了回来。 他能感觉的, 剑身中还藏着一股属于孔阳的气息。 修行者当真是奇妙无比。 没穿越前, 李平安喜欢一些玄幻小说。 剑主角随随便便就能修炼, 随便在哪儿买一本关于修炼方面的书籍, 便能闭门造车。 等真轮到自己了, 才明白现实总是残酷的。 三寸短剑, 摸起来手感温润如玉。 又窄又薄, 宛如柳叶一般。 没有剑饿,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装饰。 但剑风上却有一层淡淡的光滑, 就像是一汪秋水, 薄得几乎透明。 李平安轻轻一弹, 剑身发出一声脆响。 思索片刻, 李平安以真气注入指尖。 随后轻点剑身, 试图将剑身内孔阳残留的气息抹除。 剑尖微微一颤, 发出一声低沉的嘶鸣, 似在抗拒。 灵力地剑气开始抵抗李平安的气息。 李平安灌入的大量真气, 如一片落叶飘进了深不见底的沼泽中。 归西弓, 心面一动, 气自生。 讲究的是, 呼吸绵绵不绝, 使真气如潮水般涌动。 李平安略微喘息片刻, 便再度出击。 如两军交战, 想要彻底打败敌人, 恐怕需要数十次上百次的战斗。 三炷香功夫后, 李平安常常吐出一口气, 额头浮现出细密的汗珠。 只觉得胸口一闷, 真气即将耗尽, 那锋利的剑锋刺入了他的皮肤。 李平安看着手指上的鲜血, 眉头微皱, 比自己想象中的要难得多。 不过, 他并不着急, 慢条丝里地擦拭着剑上的血迹。 自己的真气可以恢复, 可这三寸短剑中的剑气, 可不会再生。 早晚能将剑气驱除干净, 只不过是多花费一些时间罢了。 这么想着, 李平安收起短剑, 迈步离开了家门。 夕阳西下, 天边一片血红, 仿佛预示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不过西南街上, 此时却仍旧热闹的景, 这方地界是有名的美食街, 人们摩肩街中。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味。 食部一摊, 百部一家小店, 李平安则一角落坐下, 一烧酒, 拌三丝, 羊肉串, 还有一份面汤。 香味扑鼻而来, 令人垂涎欲滴。 李平安吃得正开心, 互闻一个熟悉的声音。 先生,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快步走了过来, 惊喜道。 先生, 真的是你? 刘勇? 李平安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见刘勇。 当初自己不忍见刘勇一片赤诚化之东流, 便将他推荐到公主府。 本以为他应当在京城做官, 没曾想, 竟又回到了这里。 不过只是略微一想, 便明白了。 这刘勇不枉自己当初高看他一眼, 放着京城的好日子不过, 偏要来这里保家卫国。 你怎么也来此处了? 李平安问。 多亏了先生, 刘勇才能在夏侯将军手下做事。 夏侯将军为人正直, 受人尊敬, 是难得的良将。 刘勇在将军手下, 才真正有了立足之地。 李平安白白手, 无碍, 我记得夏侯将军驻地不在此处。 你来安北四镇, 可有药物在身。 正是。 刘勇小心翼翼地四处看了一眼, 正要跟李平安说。 李平安却抢先一步阻止了他。 即使药物, 我便不方便听了。 刘勇道, 还是先生考虑周全。 他要办的事情确实是机密, 一般人自然不肯告诉。 只是见识李平安, 这才没有半点怀疑。 刘勇还有任务, 在身不便多留。 于是问到了李平安所住何处, 便匆匆告辞了。 我吃完了。 王毅匆匆吃过了饭, 便下了桌。 母亲在一旁道, 怎么才吃这么点? 吃这么急干嘛? 火急火燎的。 待会儿要迟到了。 王毅头也不回地说道, 他今天本就起碗了, 要是最后一个去, 可就不好了。 王山诧异地看着自家孩子。 前些十日, 让他去李平安的小院 就跟把他送入地狱一样。 可现在却每天盼着要去。 这孩子, 怎么了? 母亲盯着儿子的背影, 面露疑惑。 这个疑惑不仅仅是王毅的父母友, 阿丽亚和赵琳儿 也对于王毅这几天的表现 十分困惑。 怀疑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或者他或许不是真的王毅。 每日也不偷懒了, 专心致志地恋子。 先生, 让做什么便做什么, 不敢有丝毫违背。 一晃十余日便过去了。 王毅想着, 事事顺着李平安的心意, 照着他说的做下去。 说不准哪一天, 李平安高兴了, 就收自己做关门弟子了。 只是渐渐地, 王毅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李平安对他的态度 从未有过改变, 无论是王毅以前 如同叛逆少年一样, 还是现在这般温顺。 李平安只是教他书法, 偶尔教一些做人的道理。 不过分清静, 却也不疏远。 暮风, 夕阳, 就像是一幅巨大的画中的吉比, 有一种舒朗的淡然, 有一种清冷的宁静。 李平安坐在树下, 手指轻轻点在三寸短剑上。 这是一场意志力的比拼。 只要一方稍有分神, 另一方便会对另一方 发动致命一击。 半个时辰后, 李平安的额头和鼻端 都是汗珠, 肌肉像是被火烧了一般, 又麻又痒。 十余日不休止的出兵伐战, 终于将三寸短剑最后的剑气逼了出来。 今日, 或许便是最后的决战了。 李平安深深吸了一口气, 将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了指尖。 嗡! 剑尖剧烈地颤抖起来, 手中的剑化作一道残影, 如莲花般绽放开来。 下一秒, 李平安的手背上多了一个剑洞。 若是他再慢上一步, 这一剑便会刺穿他的咽喉。 李平安有些没想到, 在最后关头, 这柄短剑还能爆发出这样的威能。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心念一动, 真气源源不断地涌入短剑内, 积压了数日的沉重, 让他有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不出片刻, 短剑停止了嗡鸣, 如同失去了翅膀的鸟, 重新落回了李平安的手中。 他放在眼前, 睁开苍白的毛子, 仔细瞧了瞧, 轻轻一弹, 历史一道波纹般的剑光闪过。 好剑! 李平安思索片刻, 念头之中, 似乎多了一根无形的线。 突然间, 那条线变得清晰许多, 光芒也强了许多。 一股奇异的力量, 慢慢地荡漾开来。 三尺短剑缓缓扶空, 划出一道弧线。 几期的功夫, 李平安额头便冒出了汗珠。 嗖嗖! 三尺短剑胡乱飞动起来, 在半空划出一道又快又圆的弧线。 不多时, 落叶便如雨般落了下来。 李平安根本无法控制, 像是手里牵着风筝, 却偶遇了狂风一般。 突然间, 砰的一声轻响, 短剑落在地上。 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李平安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当真是难得要命。 想要完全控制, 还需要一些时日。 李平安抚摸着短剑, 想着应当给他起个名字。 陈阴片刻, 轻声道。 衣上征辰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何是诗人味? 细雨骑驴入剑门。 那便叫细雨吧。 李平安将细雨收入袖口。 乌云, 一大片的乌云笼罩在一起。 黑压压的一片, 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像是一座黑色的大山压了下来。 今日傍晚的立春院与往日不同, 门口只挂着一盏大灯笼, 烛火摇曳。 歇夜了? 李平安微微挑眉, 马三娘那个财迷就连过年都不会歇夜。 今儿这是怎么了? 李平安从立春院的后门走进立春院, 守卫却多了几个。 明显不是立春院的人身穿一袭黑衣, 腰间都挂着斩马刀, 气息彪悍, 身上自带一股沙伐之气。 君旅之人。 李平安心生疑惑, 还没等靠前。 几名黑衣汉子的手便摁在了刀柄上, 警惕地盯着李平安。 这时, 一个认识李平安的小厮走出来, 跟为首的汉子耳语几句, 这才将李平安领了进去。 三儿, 这是怎么了? 进了院子, 李平安才开口询问。 赵三低声道, 您还是去问三娘吧, 她在里面等您呢。 立春院顶楼, 三娘倚靠着栏杆, 望着远处的安北寺镇。 发生什么事了? 身后, 响起李平安的声音。 马三娘扯出一个笑容, 能有什么事, 无非是最近生意不太好仇的慌。 对了, 最近有个委托, 要你护送个人, 明天出发。 好。 马三娘随手将几包捆在一起的药, 丢过去。 你的药? 李平安伸手接过。 沉默片刻, 马三娘转过头。 没什么事就回家吧, 这几天天气多变, 多穿一些衣服。 一日, 李平安简单地收拾了包裹, 挂在老牛身上。 一手拿着竹竿, 背着二胡, 袖口里还藏着细语剑。 又摘了一包椰枣, 便离开了家门。 一手拿着竹竿, 背着二胡, 袖口里还藏着细语剑。 又摘了一包椰枣, 便离开了家门。 车队在了小沙河的东边, 没什么特殊之处。 没有旌旗, 也没有车面, 看上去就像是一支普通的商队。 只是车队里的人, 大部分都是熟面孔, 立春院的杀手。 这些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像是大街上的那些人一样, 很难让人记住他们。 真正的杀手很少有一张精致的五官, 出众的气质充满杀意的眼神。 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 一颗豆子。 融入人群当中, 仿佛豆子混进了一袋豆子中。 除了立春院的熟人, 李平安还发现了几个军旅汉子, 以及刘勇。 刘勇看见李平安的一刹那, 也有些错了。 先生, 你, 路上再说。 车队走在一条宽敞的道路上, 很快便离开了安北四镇。 沿着一条坡度不大的小道, 爬上了一座小山丘。 李平安猜测, 马车上坐得应是某个贵人, 跟夏侯上将军有关。 不然被派去夏侯上身边的刘勇, 不会跟着一起来。 只是为何要用立春院的人马, 既有贵人出门, 不应该派遣一些得力的下属吗? 到现在为止, 李平安只感觉到了, 马车内有一股强大的气息。 这种官家的事情, 一向最忌讳。 马三娘又为何掺和其中? 车队休息的时候, 刘勇终于找到了机会。 走过来, 递给李平安一壶酒。 先生, 尝尝这是岭南的酒, 烈。 李平安用鼻子嗅了嗅, 像是在鉴定酒的好坏。 然后仰起脖子, 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 又烈又香。 李平安留下半壶, 递给老牛。 缓了一口气, 这才问道, 车里的人是谁? 将军的夫人, 还有柚子。 刘勇没有犹豫, 巨石相告。 怎么没有护卫? 反倒用江湖人事。 刘勇道, 夫人出门, 哪里需要护卫? 本就是一等一的高手, 只是出了些许的意外。 我们这些人, 原本在安北四镇执行任务, 是被临时调过来的。 安北四镇, 名义上是属大随控制, 实际上诸侯割据, 突厥人, 胡商家族, 夏侯将军驻守岭南, 胡人好战, 只是缺越不过夏侯将军这座大山。 这些人恨透了夏侯将军, 自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为何找到了丽春苑? 刘勇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好像听说夏侯将军与丽春苑的掌柜马三娘是旧时。 马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据说是个修行高手。 车队往西走, 到了傍晚时分, 马车拐入一条阳长小道。 拐个弯, 就见一片屏壁上有一条小溪流过, 是个歇脚的好地方。 夜晚, 火光在风中摇曳, 忽明忽暗。 偶尔有狂风吹过, 卷起一片黄色的烟尘。 呼啸而过, 一片荒凉。 破旧的帐篷里有一堆微弱的柴火。 火堆上正烤着一只肥兔子和一只野鸡, 浓浓的肉香扑鼻而来。 帐篷里只有一人一牛。 李平安自己带的帐篷, 别的帐篷都是一个帐篷住着三五个人。 因为老牛身躯庞大的缘故, 所以这帐篷里勉强只能挤下李平安一个人。 有人想要跟李平安挤一挤, 李平安便说帐篷里没位置了。 那人让李平安把牛牵出去就好了, 牛是畜生, 哪里会怕风杀? 李平安便说, 不是畜生, 是家人。 细语剑在李平安的操控下, 缓缓飞到兔子肉上, 稍稍一用力, 就把肉和肉分离开来。 经过这些日子的修炼, 李平安已经能简单地控制细语剑, 做一些平常的事情了。 只是初见商人,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命格, 情能捕捉达成成就, 略有小成当读书, 修行时, 时间越长, 获得的修行速度愉快, 最高为普通修行速度的两倍, 提升至三倍, 念头一闪。 李平安观想了一会儿涅槃精, 果然比之前进步更大。 梦! 老牛不满地叫了一声。 李平安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因为自己意念下沉, 导致细语剑乱舞起来, 一不小心捅进了老牛的尾巴上。 李平安笑了笑, 正想安慰安慰老牛。 风声忽然急速起来, 油缓而急, 越来越响。 SOUL! 一枚利剑破开帐篷, 射在了距离李平安三尺的地面上。 李平安愣了一下。 我的帐篷, 嫡妻! 外面有人大吼。 一只弩箭从林中射出, 嗖的一声射入了一人的咽喉。 是突厥人的选弩, 这是为了应对攻城战中突厥人发明的弩, 丝麻护脚为弦, 轻巧监禁, 弹力强劲。 在三百余步的距离上, 仍旧能入硬余目半剑之身, 可见其霸道。 采用足踏, 运用全身之力上弦, 手持稳定瞄准发射。 射程之内, 炉石可贯穿重甲。 远处数十名死士身子厚仰, 脚踩旋弩, 用手紧紧地勾住弓弦。 嗖嗖嗖! 剑如暴雨, 如飞红斑攻向敌人。 刹那间, 营地内的所有人都变成了靶子。 好在立春院的这些人, 全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或闪躲, 或寻找掩体躲避, 行尽自如。 不知是什么缘故, 对方并没有出动多少人马。 两轮射击过后, 敌人放弃了旋弩。 翻身上马, 冲杀了过来。 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 驾马而来, 一字排开。 如同一只下山的猛虎。 小小的一块场地, 顿时聚成了一片人海。 金铁交明之声不断响起。 立春院的杀手很清楚, 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并不与对方正面冲突, 砖砍马腿。 时不时便从暗处刺来一箭, 给他们致命一击。 一匹又一匹战马, 哀鸣着折断了双腿。 一个身着白色长衫的男子, 缓缓走了出来, 身上并未有任何武器, 或者说他自己便是一箭杀器。 脸色极为苍白, 带着病态, 身形单薄的, 好似一阵风都能刮到了一样。 他的步子看起来迈得很慢, 但是几个喘息间便已接近了马车。 行云小步。 休士。 男子的目标十分明确, 直奔马车。 刘勇挥舞斩马刀, 想要拦住他。 可是男子身上却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 一重又一重的气从身上弥漫开来, 惊得狂奔的猎马发出一声惊恐的丝鸣。 浩然悬刚, 大袖一挥。 卷动气浪, 一股狂暴的刚气打在车缘上, 车缘阴声而断。 那匹骏马也倒在了地上, 哀嚎一声再也爬不起来。 当真是恐怖无比。 这时, 马车内那位神秘的修士也在同时出手。 一掌自车内轰出。 没有风雷之声, 没有呼啸之声, 只有浓烈的杀戮之气。 在震耳欲聋的轰响之中, 二人全掌相交。 在两人之间的空间之中, 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力道。 呼的, 男子感觉到一道寒光从他的身上扫过, 让他有一种被刀子割过的感觉。 战场之上, 除了马车上的神秘修士, 还有一位高手。 呼啸的风声中, 一把长刀闪电般地拔出。 这一刀来得太快了, 快地让男子只看到一道白光闪过, 刀锋已经飞到了他的身边。 碰! 男子抬起另只手, 四周的气流立刻变成了黑色, 一股阴冷的气息充斥在整个空间之中。 拦下了李平安的一刀。 然而, 也因分心被马车内的神秘修士占了上风。 男子后退竖步, 稳住身形。 羞! 一声清脆之音。 手指长的五柄细语剑从身侧绕了过来, 直直地袭向男子的咽喉。 男子吃了一惊, 没料到竟然还有一名修士。 不敢大意, 调转气息。 一掌震开了飞剑。 不好! 男子心下一颈, 这飞剑的威力太小了。 不是修士应当有的威力。 李平安俯身, 腰腹部骤然发力, 周身上下气血涌动, 如长河奔流。 全身之力灌注到一招之上。 拔刀树星号斜撩出窍, 划出一道圆圈, 尽力灌骨。 刀锋深深地砍入了男子的胸骨之中。 男子面色骤变, 还想反击。 可马车内的神秘修士, 却万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手并剑指。 在空中划过一刀弧线, 斩起手急。 高手过招, 往往只在一瞬间。 一念之差, 往往便能决定胜负。 厮杀之声, 越来越凌厉, 杂乱。 本以为会是一场血战。 然而, 当天边一抹朝阳升起之时, 战斗却已经抢先一步结束了。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 历春院的杀手, 以最小的代价, 杀死了这五十余名突厥死士。 或许是对方来不及有所调动更强大的力量, 又或许是别的什么缘故。 但总之,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件好事。 李平安抬起头, 听到一种低沉的声音, 使乌鸦在半空中盘旋。 与此同时, 从历春院出发, 离开安北四镇的另外三只马队也遭遇了袭击。 战况却比李平安这边惨烈了许多, 三只马队全面。 他们是诱饵, 是马三娘故意引起敌人的注意, 而分散活力的饵。 后世史书上记载过这样的一笔。 那个为大随挡住突厥三十万铁骑, 护佑边境安宁的下侯上的妻儿, 曾在大随边陲遭遇过突厥人的暗杀。 只是史书上不会记载, 在那场战斗中流淌着一群 岌岌无名杀手的鲜血。 他们明知自己此战或许不归, 却毅然决然地前往。 不是为了家官禁绝, 亦不是轻始流明。 而是为了下侯上在边陲处立的那座高山。 是为了下侯上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 是为了下侯上的那一句不破突厥, 此生不如玉门亦是为了满城十万郎。 夜色如墨, 暴雨倾盆。 马三娘抬起头, 望着窗外。 今年的雨倒是格外地频繁。 立春院, 这里本应是夜晚最热闹的地方。 可是此时却安静地没有一点声音。 所有的庸人, 姑娘, 杀手都被马三娘遣散走了。 这些年, 马三娘收留了不少无家可归之人。 如今这些人便又没有家了。 也是在这样一个雨夜, 她认识了下侯上。 突厥将军骑着马拖行着她怀了孕的母亲, 从东到西。 血肉翻滚, 染红了她的衣衫, 染红了她身下的土地。 还有那个在雨中狂笑的突厥将军。 马三娘就那么看着因痛苦发出惨叫的母亲, 看着她泪流满面的脸, 看着她被血染红的身体。 不知为何, 突厥将军没有杀她, 似乎是想, 这个还未经逝世的小姑娘, 体验世间的残酷。 马三娘拖着早已变成尸体的母亲, 走在荒凉的街道上。 然后, 她便遇见了骑着白马的夏侯上。 他们往哪儿走了? 夏侯上听说了马三娘的遭遇后, 平静地问道。 等她再回来, 手里多了那个突厥将军的头。 马三娘说, 我欠你一条命, 早晚会还你的。 彼时夏侯上笑了笑, 并没有在意。 只是没想到, 多年后的今天, 那个瘦弱的小姑娘当真履行了诺言。 雨还在下着, 风还在不停地往里灌。 两个黑衣人悄无声地从黑暗中走出, 三娘, 邓伯有请。 安北四镇帮派伶俐, 鱼龙混杂。 然而, 各大帮派却并不混乱, 虽然时常相互争斗, 混战, 但都在可控的范围内。 各大帮派都各有各的地盘, 各有各的产业。 当然他们能存在, 只是因为上面有人需要他们存在。 而当他们不被需要的时候, 这些威风凛凛的黑道大佬便会如虫子一般被碾死。 当这个名为国家的暴力机器发动之时, 任何黑道都不过是挡在车轮下的躺壁。 而在安北四镇允许这些黑道存在的是背后的突厥人。 代价是每月的四成例。 而现在, 因为马三娘违背了突厥人的意志, 阅历从每月的四成涨到了六成。 这对于安北四镇的黑道来说, 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立春院的马三娘无疑是惹了众目。 她的所作所为, 不仅连累了整个安北四镇的黑道, 更是让他们的名声一落千丈。 影响到了他们在突厥人心目中的分量。 这对于整个安北四镇黑道无疑是最致命的打击。 因为这意味着, 或许他们该被洗牌了。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马三娘, 自不会被安北四镇黑道所容。 等宅府邸。 这是一座古朴的宅院, 院子里只有青石铺成。 没有树木, 没有亭台水线, 也没有任何遮掩。 像是一头趴在山腰上的巨兽, 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有人说, 安北四镇真正的黑道大佬, 是东师的甲万, 也有人说是柳师万锐, 西师的张静, 九师赵军, 甲光。 但真正清楚的人却知道, 奠定了安北四镇如今黑道格局, 与突厥人相伤的人, 就住在这座并不怎么起眼的宅院中。 邓伯坐在屋檐之下, 把玩着一对鼻烟壶。 年仅九十,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算得上是老寿新浪。 身穿黄衫, 仿佛只是方式中一个普通的老人而已。 宅院内外一张张撑开的伞, 仿佛将世界的一切都遮挡在外。 只留下阳光下的黑暗。 安北四镇黑道齐聚, 将整个宅院围的水泄不通。 半晌之后, 邓伯缓缓开口。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 还很年轻。 你说, 你要混出个名堂。 安北四镇的江湖上, 从来没有过女人。 你是第一个。 邓伯抬起头, 一双苍老的毛子射出一道金光, 直勾勾地看向院子中央的马三娘。 马三娘一袭白水裙, 披着一条鹅黄披肩, 胸前衣巾上勾出几丝蕾丝花边。 明知道自己今日不可能全身而退, 眼中却没有丝毫的距移。 那时候, 你的眼神跟现在一模一样。 邓伯轻轻叹了一口气, 在这儿混的人都要给我递名铁, 算是我的半个弟子,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 我老了, 想找个人接班, 选来选去, 也只有你最合适。 所以, 我不介意在暗地里搞一些小动作, 甚至是帮那些所谓的 无辜之人离开这里, 亦或者是招募几个奇怪的手下。 这些事情, 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许是我太过放纵你了。 你如今竟做出了这等事情, 为了所谓的家国情怀, 舍弃自己的性命, 值吗? 马三娘笑了笑, 邓伯, 您误会了。 从官府舍弃我们开始, 从我娘被突厥人杀死的时候, 我就不在乎什么国家家的。 我只是还一个人情罢了, 值得用命还。 是。 马三娘毫不犹豫, 沉默片刻, 邓伯淡淡道, 这是你那日送进我府内的门帖, 日后你我再无干系。 说吧, 将其点燃。 起身, 在庸人的搀扶下, 回到了屋内。 两扇门缓缓合上, 明明只有数步的距离, 却代表着生与死的界限。 门贴在火中化为灰烬, 便代表着与邓伯再无干系, 周围的一道道目光, 如同冰冷的刀剑。 三娘, 外面请吧, 免得扰了邓伯他老人家休闲。 说话的是东式的假腕。 是啊, 免得脏了邓伯的院子。 这些年, 丽春院马三娘早就被他们恨之入骨。 在这个举世接着的世界, 丽春院偏偏坚坚守着那毫无意义的原则。 丽春院的杀手为那些被街头贵人踩死的女人复仇, 闯入他人的领地将被拐走的孩子夺回去。 往日里, 众人忌惮着丽春院的杀手。 同时又因为邓伯的缘故, 不敢对马三娘出手。 可如今, 马三娘犯了重怒。 惹了不敢惹的人, 丽春院的诸多杀手也都被气遣散。 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马三娘抬起头, 感受着雨水从脸颊中滑过。 闭上眼睛, 似是在回忆。 过去的一切, 似乎历历在目, 又好似模糊不清。 睁开眼, 面对的是整个安北四镇的黑道。 马三娘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目光冷漠地看着这群人。 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手指粗细的刀片, 按照江湖规矩。 这些人会每人一刀刺入马三娘的身体, 直到他死亡。 刀很细, 确保他不会那么快死去。 熊火帮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一股势力。 因此, 刘二才能在人群中不至于被前面的人海挡住视线。 他看着马三娘, 看着这个好似弱不禁风的女子。 心底生起一股同情。 他知道, 立春院马三娘是个好人, 听说过他的种种传闻。 曾几何时, 他也幻想过成为马三娘这样的人。 可是在这样一个世界, 他早已丧失了那样的勇气。 想自己手持木棍, 幻想中惩恶扬善的模样。 长大才更觉得那是年少, 可念不可再来。 同情归同情, 他又能做什么呢? 有些事情, 往往没有选择, 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东市的甲腕最先走过去, 宁笑道。 就历十二年, 杀我一十二门下弟子, 结我财物, 如我爱妾, 这些愁我都一笔笔记着呢。 马三娘冷笑, 一十二名弟子夜宿皇家村, 参加喜宴, 却抢掠了人家的新娘, 事后杀人灭口, 徒人满门。 就历十年, 南洋运送的那是财物吗? 那分明是被你掠来的一群女子。 对了, 还有你那个爱妾, 看人家长得比她漂亮, 就让人拐来, 关进你家水牢里折磨。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一窝的畜生。 甲腕的眼神更冷, 你以为你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这世间本就是地狱。 扑辞, 一刀捅入了马三娘小妇。 可惜啊, 我能看见你的结局, 你却看不见我的。 第二个上前来的是九世赵君。 这样的美人, 可惜了, 当初你若跟了我岂会有今天的下场。 赵君生了一副白白净净的长相, 身上一股浓浓的脂粉味, 一双狭长的眼睛里不时闪过一丝让人不舒服的光芒。 别跟我说话, 看你就恶心。 马三娘丝毫不掩饰嫌弃之情, 哪个江湖大佬没有一些怪癖好? 尤其是在这安北寺镇, 赵君便偏喜欢一个色字。 肉抬盘, 肉屏风, 温柔以, 香拓湖湾的飞气。 当真是应了那句话, 宁为平家父, 不作父家妾。 赵君笑着摇了摇头, 将手中的戏刀插入了马三娘的左胸骨, 缓缓刺下。 四世故意为了让他感受到疼痛一样。 赵君手上的力气很慢, 很慢, 最后还故意发出两声嘖嘖之音。 马三娘从始至终都未曾皱一下眉头, 只是死死盯着他。 从幼时, 亲眼见过母亲被突厥将军纵马托死, 他便不知道什么是痛了。 半盏茶的功夫, 雨水染湿了脚下的一片鲜红。 马三娘的身上多了十几把手指粗细的戏刀, 他嘴角仍然挂着笑, 眼神里毫不掩饰地嘲讽。 以贾万为首的诸位老大, 已没有了刚开始的笑意, 他们的神色暗淡了几分。 心底甚至对于这个疯女人有了一丝敬佩。 不知为何, 贾万不愿这个女人在世上再多活一秒。 那女人的眼神令她坐立不安, 仿佛是一把悬在头顶上的剑随时会落下。 哒哒哒, 一人撑着伞缓步走来, 一身轻衣, 头上戴着一顶斗笠。 脚步落在青石板上发出的声音, 清晰入耳。 那人刚一出现, 兵器出鞘的声音便此起彼伏。 不下数百余名汉子, 或持刀或持棍, 死死盯着对方。 虽然对方身上并无任何兵器, 气势却丝毫不弱。 面对黑压压的数百人, 慢条丝里地走着。 面具人? 修凤婷的那个神秘人。 众人认出了那张猴脸面具。 李平安缓步来到马三娘身前, 点了几指, 为他止住伤口。 随后解开绳子。 你怎么回来了? 马三娘低声道, 走在半路上忽然想通一件事。 你把我们支走, 想必是来一个人赴死的。 李平安淡淡道, 既知我来赴死, 干嘛还来救我? 只是忽然想起来, 你还欠我一个月的工钱, 便宜谁也不能便宜你这个吝啬鬼。 马三娘笑了笑, 李平安将伞笼罩在马三娘的头顶, 为他遮住倾盆的大雨。 抬起头, 面对安北寺镇的诸位黑帮首领。 诸位老大, 风大雨急, 我家掌柜身子娇弱, 便不打扰了。 说吧, 抬脚便迎着人群走去。 显然人群并没有让开一条路的意思。 甲万英深深地开口, 想走, 恐怕没那么容易。 李平安淡笑道, 这条路太窄了, 不过我并不担心。 我想, 这条路很快就会变宽的。 哦, 这次的亮光刺穿雨幕,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紧接着, 四周便响起清晰的剑鸣之声。 众人的脸色奇奇一变。 修行者! 戏与剑虽然目前还不能伤人, 但是装装样子, 撑撑排场倒是没什么问题。 李平安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他本就是一个极为厉害的高手, 身上的气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让人不敢有丝毫的轻视。 略为一抬手, 虽然只是很普通的动作, 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 三寸短剑飞到众人的上空。 众人心底都升起一股寒意。 陈寅片刻, 赵军冷笑道, 修行者又怎样? 是无敌的吗? 难不成这安北四镇的江湖会怕你? 时时务地离开这里, 没你的事。 话说的倒是在理。 李平安点头认同, 不过在下拼的一身修为, 到底还是能杀个八成左右的, 怎么样谁先来? 这话说得轻巧, 听在这群人耳中, 却极为的刺耳。 他们不是战场上汉不畏死的兵族, 亦不是不达木的死不休的死士。 只是为了讨一口饭吃的江湖人。 李平安却并不打算给他们多做犹豫的机会, 迈步继续向前走着。 很快, 所有人都做出了选择, 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走了一段距离, 李平安忽然停下。 今日之事, 还没谢过诸位老大呢? 日后立春院自会相报。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让场间众人的脸色顿时难看至极。 确定无人跟踪, 李平安将马三娘带回了家。 他受的伤并不重, 只是血流的太多了。 之后想做什么? 经此一事, 马三娘在这地界定是混不下去了。 他望着天花板, 还没想好, 四处走走, 找个合适的地方, 说不准就住下了。 沉默片刻, 李平安到, 立春院的宝贝全部分了, 钱也都不要了, 舍得吗? 马三娘一笑, 生不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当真是让我觉得, 日出西方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 李平安站起身, 你安心在这里休息, 我去做饭。 他推开门, 抬脚走出去, 屋内传来马三娘的声音, 谢谢。 客气。 半月后, 马三娘便独自一人离开了安北寺镇, 没有告别, 也没有留下一封信, 只是某个清晨, 他便离开了这里, 就像他当初只身一人来到这里一样。 那一晚, 安北寺镇的江湖上, 发生了两件大事。 先是大名鼎鼎的立春院被拆毁, 随后数位江湖老大先后惨死家中。 东市贾万, 西市的张静, 九市赵军, 贾光, 整个安北寺镇黑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迎来了新的洗牌。 仿佛是有人在用这几人的命来祭奠死去的立春院。 受过这些人欺辱的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 对那位神秘的杀手佩服的五体投地。 压在他们头顶的这几座大山终于被移走了, 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上不少。 然而没过多少十日, 新的人便顶替了死去的那些江湖大牢。 而他们的作为相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世界便是这样, 一批人走了, 另一批人来了便开始重复。 旧的牢笼的确被打破了, 可时代仍然是同样的时代。 李平安杀了那些人, 却没能打倒他们。 社会仍然是这个社会, 时代仍然是这个时代。 血腥残酷, 如果没有奸起天下的本领, 至少也要做到独善其身。 山尽寺太古, 日常如小年。 李平安坐在院子里, 三寸飞溅细雨, 在那棵椰枣树里上下飞舞, 烈烈作响。 经过小半年的修炼, 李平安现在已经能控制细雨见伤人了。 如必指使谈不上, 但也是相当熟练。 念头一动, 剑剑寒光一闪。 这一剑便如一颗流星, 直刺李平安的眉心。 却猛地停在了半寸的距离。 再一飞转, 便安静下来落到了李平安的手心当中。 老牛叫了一声, 提醒李平安该吃饭了。 李平安走到灶台, 下了两碗素面, 配着咸萝卜条。 摸老牛抱怨着伙食的难吃。 随着丽春院的消失, 李平安也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来源。 所以, 日子并不太好过。 李平安摸了摸老牛的身子, 老牛, 要不你奉献出一块肉来, 咱俩吃一碗牛肉面。 老牛翻了个白眼, 端着面蹲到墙角, 跟他保持着距离。 李平安叹了一口气, 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老牛, 晚上洗澡水别到了, 明儿烧开了煮面吃, 至少沾点牛肉味。 一天早上起来, 西北风瓜的足, 去外面喝一喝, 估计今天饭钱就省了。 李平安带着老牛走出屋子, 一边逛街, 一边买了两个烧饼。 刚出炉的饼子, 外酥里嫩, 软糯适中。 吃起来越紧越香。 护闻花香, 这时候才注意到自己逛到了一处园林。 李平安挑了一处地方坐下来, 闲来无事。 一阵风刮来, 风中飞舞着像棉絮一般的落叶。 李平安兴致来了, 解下后背的二胡, 悠悠地拉了起来, 风带着独有的气息从耳边吹过。 楼阁之上, 一条灰白色的小狗悠闲地走来走去。 钟大家坐在一张紫檀椅上, 悠闲地看着亭前的花开花落, 看着天空中的云卷云疏。 闻着花香, 听着鸟鸣。 没有喧闹, 没有烦恼。 天地之间都变得豁然开朗。 偏偏这时, 一道白色的身影落进了楼阁之中。 来人毫不客气地在一旁坐下, 拿起糕点, 大口吃了起来。 顾大家无奈叹了口气, 又去哪儿玩了? 尝了尝这儿的美食, 结果不咋地。 锦鱼说着, 瞥了一眼顾大家身后那张古琴。 老师, 这是你新买的琴。 嗯, 昨日买的, 品相不错。 锦鱼走过去, 打量了一眼, 这叫不错。 比起您那把可差远了。 说着, 伸出手指拨了一下。 云阴鸟鸟, 出乎意料得不错, 琴有四美, 一约良智, 四美即备, 则为天下之善情。 这琴虽称不上绝品, 却也是个难得的上品。 老师, 还是您有眼光。 锦鱼双手合在琴弦, 手轻斧琴弦, 一缕轻柔的琴音响起。 她的手指很漂亮, 像是女人的手。 手指随琴而摆, 时而缓慢, 时而如流水般, 缠缠而下。 带着一种柔和的节奏, 进入了一种陶醉的状态。 大随曾有人以琴入道, 钻研音律之道, 弹奏之时, 音色极佳。 圣人之琴也, 天地万物之声, 皆在其内矣。 锦鱼虽达不到那种极高的境界, 却也是不俗。 琴声飘逸潇洒, 一会儿像一缕清风, 一会儿又像一片自由飘荡的续云, 恰在此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取掉悲凉孤寂, 意境寥寥, 倒跟锦鱼的琴声, 截然不同。 是有水火之意。 锦鱼眉头一皱, 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受到影响。 奏琴者, 心无旁骛。 要是被对方影响到了心境, 那岂不是说明自己学艺不精? 于是, 在这样一个很好的天气里, 一琴一二胡, 各唱各地调, 各吹得号, 像是两军相争, 打得热火朝天。 钟大家本是不感兴趣的, 此刻却来了兴致。 对方的曲调, 如鱼打残河, 零零碎碎, 却不由自主地被带入其中, 仿佛对着冷月孤灯, 缅怀往事, 战斗来得快, 去得也快。 锦玉的梅月舟越紧, 只觉对方的大军 好似将自己包围了一样。 越急越乱, 只听得一声刺耳的声音, 琴弦骤然断裂。 嗡! 锦玉脸色潮红, 大口大口地吐着气。 叮咚! 恭喜宿主, 二拳音乐LV3, 11000, 恭喜宿主获得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效果, 当修行, 读书, 学习时, 大幅提高专注度, 获得意志力的加持, 系统的声音响起。 李平安稍稍一愣, 上一次获得的是白色命格, 勤能捕捉, 这一次则是一心一意, 命格等级分为白青黄红蓝紫金, 这两次获得的都是有利于修行的辅助效果。 不错不错,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收起二胡回家, 准备试验试验新得到的命格。 这一事, 当真觉得不错, 往常需要二十余西, 才能进入观想状态。 如今只需五六西, 并且修行欲加通达, 李平安不自觉地便沉浸在其中, 一夜无眠。 一日, 清晨, 李平安揉了揉额头, 这一夜的修行, 倒比之前四夜的修行都要强上许多。 用沾了水毛巾擦了擦脸, 随后换了一套衣裳, 收拾东西便出门了。 牵着老牛, 来到街头, 一旁正靠在树旁闭目养神的乞丐, 听见声音睁开眼睛, 便扔给他一颗小孩子给的酥糖。 乞丐跟李平安很有默契。 有钱的时候, 李平安时不时给他三瓜两枣, 什么时候不给了? 那就说明李平安没钱了。 往常都只是一段时间, 而如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对方扩了。 李平安放下板凳, 老牛扬了扬头, 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 加书一封十八文, 对联碗连五文。 李平安将一小块酥糖掰开两半, 另一半给了老牛。 这个生意, 李平安已经做了小半个月了。 刚开始时, 没人信一个瞎子会写字, 一天借不到一笔生意。 现在有了几个回头课, 一天大概能写出两封家书, 偶尔还能写个晚联什么的。 大街上就像火炉一样热, 街头热浪腾腾, 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阿丽亚和赵琳夸着小篮子, 欢快地跑在街上。 你慢点。 赵琳道。 拐了一个巷子口, 迎面去撞上了一人。 小姑娘一屁股坐在地上, 小篮子里的一落草纸洒落一地。 赵琳尔喘云了气息, 忙道歉, 对不起。 钟大家淡淡一笑, 手轻轻一扶。 原本随风散开的草纸 被一股轻柔的力量 推到了钟大家的手里。 连雨不知春去, 一情方觉下身。 朗朗上口, 只是有些突兀, 似乎只有半首。 一宵一剑平生意, 赴敬狂明十五年。 一笑出门去, 千里落花风。 钟大家往下翻了翻, 越看越觉得有趣。 不自觉便被吸引住了。 等回过神来时, 这才发觉自己有些唐突了。 双手递环, 唐突了。 赵琳尔微微点头, 散失环礼。 不知这诗词出自何人之手, 老夫怎么从未听过。 二位小姑娘又拿着这些草纸去做什么。 不知怎的, 在这个老人面前, 阿里亚赵琳二人只觉得 有股如沐春风般的舒适感。 这都是我们先生写的, 要拿去买的, 五文钱一张, 你要买吗? 阿里亚问道。 钟大家顿觉有趣, 不由地笑了笑。 好啊, 不过要带我去见现你们那位先生。 带到钟大家跟着两个小姑娘来到李平安的摊位前, 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老师, 你怎么也来了? 锦玉小声道。 你又为何在此? 昨天那个乱我心境的人找到了。 锦玉指了指那头摆摊的李平安。 喂? 老爷爷, 你还买不买了? 阿里亚在摊位前, 招呼着钟大家, 不想放弃这单生意。 钟大家上前, 看了一眼老牛身上挂的牌子。 目光又转移到李平安身上。 老爷爷, 你要哪一幅? 阿里亚问。 钟大家接过, 细细看了一会儿。 自写得极好, 行鱼流水, 纵横挥洒。 藏风处微露锋芒, 露锋处一险含蓄, 垂露收笔处。 假然而止, 四块刀灼销。 甚妙甚妙。 钟大家由心赞叹。 只可惜, 是在这地处边陲的地界, 文化不通, 能赏识的人寥寥无几。 再看诗, 更觉甚妙。 有的写得气势磅礴, 有的写得风情万种。 无一例外, 自己从未听过, 却都是极好的诗句。 这诗是先生所作。 李平安道,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沉没了半盏茶的时光。 钟大家才开口道, 老夫信中, 还未问过先生明慧。 李平安。 李平安。 你可愿老夫进书院。 钟大家满脸爱财之意, 嘴角带着笑容。 书院二字从他口中说出, 仿佛带着荣誉感。 一旁的云眉, 转头诧异地望着钟大家。 不愿。 干净利索地回答。 那你可知我是谁? 不知道。 李平安道。 天下读书人给钟某一个面子, 尊称一声钟大家。 哦, 久仰大名。 他会这么说, 倒不奇怪。 钟大家许许点头。 只是李平安的表现有些诧异, 不似其他学子那般激动。 于是, 钟大家狐疑地问道。 你听说过我。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阁下还买字吗? 买, 但你要实话告诉我。 李平安这才道, 在下孤陋寡闻, 未曾识得先生大名。 钟大家和景玉一并沉默下来。 景玉憋着笑, 强忍着不笑出来。 到底还买不满了? 阿丽亚不满的小声嘟囔着。 钟大家淡淡一笑, 颇有兴致地看着李平安。 我若告诉你, 书院是个神奇的地方, 你愿不愿意去。 多谢先生美意, 在下漂泊二十余载。 早就不习惯了约束, 在江湖上的生活习惯了, 便不愿离开了。 钟大家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半分变化, 反而是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一旁的阿丽亚, 赵灵。 还有给李平安帮忙的王毅, 胖郡。 倒是几个好苗子, 正赶上书院开门迎人的时候, 不知阁下可否愿意将门下的学生送入书院。 李平安道, 这个不要问他们父母了, 我不过是教他们拉拉小曲, 写写字的罢了, 做不了这个主。 钟大家笑着点头, 又让李平安为他写了几幅字, 配上诗词。 付了钱之后,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先生, 他是谁啊? 带钟大家走后, 阿丽亚问道。 李平安道, 钟大家, 李平安知道大名鼎鼎的书院, 和钟大家并不奇怪。 李平安淡淡一笑, 说认识了就很麻烦, 我不适合那里, 倒是你们回去跟你们父母好好说说, 这是一个好机会。 老师, 我们这次来, 不只是要带走那两个小丫头的吗? 为什么你还要那两个男娃? 锦鱼不解地问道, 钟大家道, 或许会很有意思呢。 那个李平安呢? 说来也巧, 这两个小丫头竟都做了他的弟子。 钟大家但笑不语, 赵福, 书院。 赵灵父亲赵凯坐在堂上, 听女儿说了事情, 一口茶喷了出来。 赵凯乃是极富盛名的读书人, 言行举止都极重风度。 赵灵何时见过父亲这样? 不过这也难怪, 书院那是全天下读书人的梦想之地。 赵凯追寻了一辈子都不可得。 赵灵儿平白无故地得到了一个可以进入书院的机会, 倒真是他的福气。 赵凯在堂下来回夺着步子, 书院, 书院, 忽然, 他猛地抬起头。 钟大家何在? 走了。 赵灵儿说, 不会是骗子吧。 赵凯从激动中回过神来, 按理说, 这种天降的好事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 赵灵儿回忆起初见钟大家时的印象, 摇摇头, 女儿觉得应该不像假的。 老爷, 老爷, 吓人走进来。 老爷, 外面有人找? 何人? 给您送了一张拜帖。 赵凯打开接过, 里面放着几行小字, 字迹苍镜。 道爵眼熟得很, 直到看见落款, 钟大家。 这才猛然反应过来, 这是钟大家的字迹。 钟大家的字, 大随的读书人,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有不少人专门研究这种字体, 便形成了如今的钟体字。 爹。 赵凯猛地回过神来, 快, 快有请。 大随的军队, 不是从来不开服到安北四镇吗? 如今这是怎么了? 是啊, 我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呢? 最近这段日子, 还是少出门的好。 一夜之间, 安北四镇便变了天。 大随两万铁骑, 驻扎安北四镇, 声势之浩大, 前所未有。 紧接着, 便是大规模的官场震动。 从京城来的大批官员, 对安北四镇的官员们, 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清角风暴。 有的甚至整个府衙都被封了起来。 在百姓看来, 这是一夜变天。 但尚未人却都知道, 这是公主在为自己登基铺路。 数年的谋划, 加上一场对外战争。 大随终于重新有了底气, 开始名正言顺地管理安北四镇。 而那些曾经在突厥人管理下, 顺从官员, 爪牙, 商人纷纷被抓了点刑。 或打或杀, 一时之间, 众人都陷入了坠坠不安之中。 生怕下一个就轮到了自己。 王府。 王山忐忑不安地再来回夺着步子。 每走一步, 他的心情就沉重几分。 这几日听见的每一个消息, 都足以把他吓死。 自己背后的那些人, 无一例外, 都被牵连了进去。 而那些比自己更有手段, 更有势力的商人, 也都逃脱不掉。 说杀便杀了。 下一个, 会不会轮到自己。 他越想越心惊肉跳, 越想越不安。 这些年, 他确实是在帮突厥人做事。 可这一切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大随对安北寺镇掌控薄弱。 自己要想活命, 便只能依靠突厥人。 只是那些人可不会觉得这个理由, 便可以免自己一死。 哒哒哒哒。 黑暗中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刺破了寂静的夜色。 越来越想, 越来越近。 王山一屁股, 直接跌坐在地。 完了, 完了。 一群身着甲州的士兵走了进来, 领头的官员扫了一眼。 哪位是王山? 王山绝望地闭上眼睛, 在下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我是。 王老爷, 在下是治安管理署的人, 听闻令郎即将前往书院特来道喜。 王山一愣, 道, 道喜。 是啊, 据说还是钟大家亲自来选定的, 这还是书院第一次在安北寺镇招学生, 所以我特地来代表治安官大人向您道喜。 不敢当, 不敢当。 您请坐您请坐。 王山如释重负, 只感觉一瞬间起死回生了一般。 别抓我, 我跟突厥人没关系。 没关系。 大街上, 几个喊晕的人被身穿黑色官府的卫兵拎走。 街上的通缉画像一时之间多了数倍不止。 人心惶惶, 弄得菜价也跟着上涨了。 立春院之前的几位同僚也都先后锒铛入狱。 李平安走在街头, 寻思着是不是该出去避一避风头。 刚回到家没多久。 大叔大叔。 敲门声响起。 阿丽亚向来是不从门走的, 而是直接翻墙。 小时候一样, 现在也是如此。 敲门只能说明门外还有别人。 老牛给他们开了门。 门外站着王山、 赵凯, 还有胖郡的父亲彭勇老牛、 大叔呢? 老牛向主屋的方向扭了扭头, 接着便又回到那棵椰枣树下晒太阳去了。 赵凯和彭勇本来是买了一堆礼品, 但王山太知道李平安的性格了, 便让他们一人拿了一坛酒来拜谢李平安。 李平安正在练字, 见他们来了又赶上中午时分, 便在家里做了几个小菜。 李平安道, 别嫌弃, 都是自家院子里种的菜。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王山道, 这次前来, 除了感谢先生对这四个孩子的教诲之恩, 还有一事想要请先生帮忙。 但说无妨。 此去书院, 要行两千里, 书院又不允许未入门的学子带家仆和庸人, 不允许学子骑马, 所以想请先生帮忙。 李平安并没有给王山他们一个肯定的答复。 过了几日, 这次风波还没有停歇, 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李平安这才决定先暂时离开安北寺镇, 避避风头。 于是便答应了王山。 临行的前一日, 偶然得知刘二也被下了大狱。 说起来, 刘二也算是自己的朋友。 李平安便买了几个小菜, 拎着一坛酒去监牢里看望刘二。 刘二倒是十分豁达, 并没有因为被下狱便为你不振。 上面说了, 我这样的估计要在里面蹲个五六年左右。 刘二咬着鸡腿, 含含糊糊地说道, 近了老子里好, 我有好些个认识的人都被咔嚓斩立绝了, 我这算是幸运的了。 李平安又给他倒了一杯酒, 多喝一点, 以后可能喝的机会就少了。 刘二豪爽地说道, 瞎子, 老子果然没看错人, 你这人够意思。 李平安笑笑, 没说话。 刘二便又道, 别看小爷我现在落魄了, 但是这人生起起落落, 那都是尝试说不准, 哪天我又辉煌了。 李平安见刘二对自己的未来这么有信心, 便也不再担心他的状态。 又托王山给自己之前立春院的同僚们, 烧了一些吃喝。 他不方便露面, 便只能麻烦王山了。 想来,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临行那一晚, 李平安并没有睡觉。 他坐在椰枣树下, 思绪如潮, 想着每一个接触过的人。 想过每一件事, 想着过去, 想着未来。 又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太矫情, 自己又不是不回来。 于是便运转气息, 进入观想状态。 一日, 清晨, 红日像一如沸腾的钢水, 喷泊而出, 金光耀眼。 李平安牵着老牛在镇子口, 拿着拐杖, 背着二胡。 腰间跨着一个九葫芦, 不过巴掌大小。 一看磨损程度, 便只用了许久。 倒是跟他来安北四镇那一年, 没什么分别。 过了一会儿, 四个孩子才匆匆跑来。 他们都背着行李, 四人脸上揭示不同的表情。 阿丽亚似乎哭过, 眼眶红红的, 刚跟姐姐告完别。 王毅则是满脸兴奋, 对着外界的向往。 胖俊啃着果子, 慢悠悠地走着, 并不关心能否进什么书院。 赵琳儿似乎想要努力 装出很淡定的样子, 但是眼中的不安还是出卖了他。 除了四个孩子, 还有王山派来的两名护卫。 崔成, 崔彩。 兄弟二人都是在王府 做了许久的门客, 深得王山信任。 回头看看吧, 再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李平安对几个孩子道, 我王毅一定要出人头店。 王毅大喊, 阿丽亚也喊道, 阿丽亚一定不给阿爹, 阿姐还有大叔丢脸。 王毅对了对胖郡, 胖郡回过神来。 我胖郡, 就平安回来。 结果话一出口, 惹得王毅哈哈一笑。 赵琳儿小声说了句什么, 其他人没听见。 李平安淡淡一笑, 忽然想起一句话。 少年就是少年, 他们看春风不喜, 看夏禅不凡。 想必这一路南下, 都不会太寂寞了。 他们刚离开安北四镇, 便遇见了一个骑着白马的公子。 景玉摘下帽子, 李平安。 我叫景玉, 书院的弟子是特意来接你们的。 书院允许的? 算是吧, 实际上我只送你们到玉门关, 顺道看看你们有没有违反规定。 景玉说的自然是假话, 他来的目的主要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见识见识, 这个能靠二胡, 乱了自己心境的人那边走吧。 景玉是个话牢, 这点在第二天, 众人便深有体会。 原本大家还对他书院弟子的身份十分好奇, 还带着敬重。 结果没几日, 便成了狗不理。 别人但凡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都能扯出长篇大论出来。 非得把你说烦了不可。 胖郡随口问了一嘴, 书院都有什么好吃的。 景玉夸夸其谈, 丹龙金乳酥, 曼陀样夹饼, 巨胜奴, 贵妃红, 清糕面, 生进二十四气馄饨, 等等, 我最爱吃二十四气馄饨, 那滋味。 巨胜奴也好吃极了, 把蜜和羊油置入面中, 放入特殊的调料, 油炸而出。 其实这天气应该吃一些烤肉的, 我知道书院有一家烤肉十分不错, 不过, 价钱就是有一些贵。 提到钱了, 就不得不说, 京城这些年的物价与日俱增, 柴米油炎都贵。 不过, 我倒是不用太担心, 就对了, 说起来, 今年还没买新衣裳呢, 走出来这几个月, 也不知道京城流行什么款式的了。 你们实在不知道, 现在这风尚是一天一遍。 几人默默地都不说话, 加快了行走的速度, 将景玉甩到身后。 哎, 你们等等我啊。 有时候不得不怀疑, 他的嘴似乎是租来的, 倒点了就要还回去。 赶上一场雪, 南下的几人便躲在一间茶滩下。 喝茶赏雪, 真不错。 景玉说, 李平安低声道, 这场雪来的邪乎案里说, 这才五月份, 根本不会有雪。 景玉哈哈一笑, 你们见识太短了, 见光一闪, 还要九州河山, 斩破人间第一场雪。 说不准这便是哪一位剑客在武剑楼里平安默默听着, 轻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时间下雪, 不知有多少轻描, 粮食要毁于一旦, 后面一句话, 则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平白遭难。 李平安想起自己院子里种的粮食, 感同身受。 景玉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点, 听李平安这么一说, 呼得一愣。 转头看向李平安, 想要说些什么? 李平安掰开一块干粮, 背对着它, 喂起老牛来。 景玉秀眉微醋, 望着这片雪, 若有所思。 天气陡然变冷了。 阿里亚几人都没有准备厚衣服, 本来他们自己能背的行李就不多。 这季节带厚衣服也没地方穿, 没曾想走到半路, 突遭了这么一个变故。 倒是苦了四个孩子。 李平安自是不怕冷的, 景玉身为书院弟子, 肯定有些本事在身上。 崔成, 崔才二人也都是习武之人, 身上气血厚重。 这点温度还能扛得住的。 夜晚, 李平安尽量将火升得更旺了一些。 四个小家伙凑在火堆旁, 瑟瑟发抖。 李平安给他们的装水的囊, 装满了热水。 随后走进帐篷里, 将热乎乎的水囊压在他们的小脚丫上。 又在火堆里多添了一把柴火, 喝了一口酒暖暖身子, 便准备进入观想。 景玉凑了过来, 说道, 李兄, 西风, 猎马, 好酒, 不如我们做首诗吧。 我出上句, 你出下句。 纵雪染便千山道, 猎马西风见雄鹰。 见李平安半少没说话, 景玉又道, 李兄, 该你了。 我不会做诗。 李平安道, 别开玩笑了, 李兄, 真的不会, 那些诗词跟我没什么关系。 景玉, 那我们比剑如何? 我比不过你。 李平安说得很轻松。 景玉有些急了, 不比怎么知道, 我很好打的。 那也不打。 景玉咬牙, 那我们比琴。 我不会弹琴。 你拉二胡, 我弹琴。 哦, 那我们开始比。 景玉一喜。 不比。 景玉要被气疯了, 到底怎样? 你才肯跟我比。 李平安无奈道, 那这样如何? 你去前面那个林子里等我, 别打扰到孩子睡觉。 好, 没问题。 景玉一喜, 三步化作两步, 窜进了林子。 待她离开后, 李平安重新定了定神。 进入观想状态。 命格, 情能捕捉, 一心一意, 发动。 两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逝。 一日清晨, 南下的队伍再次出发。 李平安无视身后那道忧怨的目光。 知道关外的荒漠上什么最多吗? 景玉喊道, 没人答话, 景玉也不觉得尴尬。 自问自答, 这荒漠中最多的便是狮鬼君。 遇见他们便麻烦了。 一轮明月被乌云笼罩, 辽阔的大漠汉海陷入了一片漆黑的夜色中。 没有人说话, 没有声音。 只有偶尔从天空掠过的验阵。 李平安听着耳边传来的风声, 呼得捕捉到了脚步声。 是一个脚穿草鞋的汉子, 压着帽子, 看不清表情。 用羊皮裹着一柄刀, 夹在夜窝里。 能否接个火? 李平安做了一个请便的手势。 汉子坐了下来, 将怀里鼓囊囊的东西取了出来。 是一只死鹰。 崔才瞥了一眼这汉子, 警惕地握紧了腰间的武器。 汉子很快便将鹰的内部掏空, 放干净些。 便开始用火烤了起来。 不一会儿, 便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 李平安抿了抿嘴唇, 将酒葫芦递过去。 有酒。 汉子接过酒, 将手中的鹰丝成两半, 递给李平安一半。 李平安接过鹰, 完成了这次交易。 说实话, 他还没吃过这种东西。 今天尝了一口, 感觉味道怪怪的。 没有多好吃, 但也没有多难吃。 兄弟, 并非常人, 即是儒生, 怎地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景玉靠在树叉上, 嘴里叼着一根杂草, 悠悠地问道。 汉子沉默片刻, 早就不读书了。 不读书做什么? 改行了? 景玉一如既往地能说。 李平安只管吃鹰肉, 并没有多说话。 找个人。 谁? 我女人, 她姓燕, 跟我一样, 也是个儒生。 十年前失踪了。 吃完了鹰肉, 汉子到了生谢便离开了。 景玉自言自语地摇了摇头, 犹如转霸, 心口一口力气, 倒真是可惜了这样一个人。 第二天, 南下的队伍继续出发。 晚上十分, 赶到了一处村庄。 村庄不大, 有一些破败, 土墙毛顶, 又矮又脏。 村口蹲着一个勾楼着背的小老头, 手里拿着一根烟斗, 缩着头。 见有人来了, 站起身。 崔才喊道, 老汉, 我们是行路的, 天黑了, 能不能在村子里借宿一宿啊, 我们付钱。 小老头打量了一眼几人, 见对方带着四个孩子。 警戒心才没有那么强了, 行, 那等我走吧。 村子里安静得连狗费声都没有, 这个时间, 想必村子里的人都歇息了。 小老头提着油灯, 走在最前面, 很快, 来到一处院落。 小老头打开门, 村里人都睡了, 老汉我住的屋子太小, 你们便先在这儿对付一宿吧。 崔成到了线, 老汉留了一盏油灯给他们, 便离去了。 感觉这个村子, 怎么有些古怪。 崔才皱着眉, 大哥崔成问, 具体说说。 崔才抿了明嘴唇, 具体的, 我也说不上来, 但总觉得一镜村子, 有股阴森森的感觉。 忽然, 一声惊叫。 锦玉, 你怎么了? 锦玉双眼一闭, 仿佛忽然失去了意识一般, 扑通倒在了地上。 江一旁本就有些胆小的胖郡, 吓了一大跳。 李平安蹲下身下, 检查了一番。 气息, 脉搏都很平稳, 就像是昏过去了一般。 无碍, 将他扶进礼物休息一下。 崔成崔才将昏迷不醒的锦玉, 扶进屋子里。 崔才道, 这小子怎么这么重? 崔才是气血五肤, 身上扛着百八十斤重的东西, 剑步如飞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背着锦玉, 倒真是费了他一把子力气。 看样子, 今晚就只能住这儿了。 崔成说, 希望是我们想多了。 崔才道, 屋子里的食物肯定是不敢吃的, 只能啃身上带的干粮。 这个锦玉平日里大话一套一套的, 到了关键时刻第一个邪才。 王毅撇了撇嘴。 崔才笑笑, 表示对自家少爷话的赞同。 想来这书院也没什么神奇的。 锦玉这样的人都能进。 几人都凑在里屋。 崔成崔才二人今晚是肯定不会睡觉的, 虽然李平安让他们放心睡下。 可二人到底还是不安心。 睡觉的时候, 王毅捡了一块大石头放在自己的手边, 说是如果半夜有人来偷袭, 自己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结果到了半夜, 王毅呼噜打得震天响。 气得阿丽亚用脚丫踹了他好几下, 都没见他有半点醒过来的样子。 风中传来极为细微的声音。 崔才崔成没有捕捉到, 却逃不过李平安的耳朵。 有动静, 我去看看。 李平安站起身。 李先生, 我跟你一起。 崔成抽出腰间的短刀。 二人走出里屋, 打开屋门。 夜色很深, 像是风声, 又像是有人在哭泣。 动静是从靠西边的房间传出来的。 门是锁住的, 不过这种破旧的老锁。 崔成三两下便弄开了。 达之, 一声极为刺耳的声音响起。 李平安走了进去。 借助气息锁定, 李平安知道里面没人。 屋内很暗, 李平安根本什么都看不清。 倒是一旁的崔成吓了一跳, 李先生, 这是个灵堂。 哦? 李平安微微挑眉。 排位, 香岸, 蜡烛, 两侧是鲜花与花篮, 倒是弄得挺齐全。 没有看见灵叔。 不知道是灵叔已经入土了, 灵堂没来得及撤。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崔成饶了一圈, 随后目光定格在香岸上摆放着的精致小巷上。 小巷是用硬纸剪的, 民间有这种习俗。 在纸上画出小巷, 用小刀一点点地划出来。 不过一般都是剪死者模样的小巷。 这怎么一剪, 便剪了七个。 李平安手指划过香岸, 搓了搓手指度。 没有灰尘, 蜡烛也是心放的。 得罪了。 李平安微微抬开排位, 用手摸了摸, 排位下面积攒了不少的灰。 这说明, 这个灵堂已经布置很久了, 只是定期有人来打扫罢了。 而打扫的人一般不会碰排位。 这就是为什么香岸上没有灰, 而排位坐下会有灰的原因。 先生, 先生, 另一边, 崔城颤颤巍巍的声音响起。 李平安沉声道, 怎么了? 崔城手里拿着指剪的小巷。 先生, 这小巷怎么这么像我妈? 先生, 这小巷怎么这么像我妈? 崔城颤颤巍巍的说道, 饶食他胆子再大, 此刻也不免后脊发凉。 如果说一个人像也就算了, 这可是足足七个。 巧合吗? 李平安道, 崔城摇了摇头, 这七人跟我们都能对得上, 唯独少了先生你的。 他们一行人算上锦玉, 一共是八个。 可现在只有七个小巷, 唯独李平安的小巷不在其中。 李平安让崔城将东西放回原处, 二人便退了出去。 这村子果然有古怪。 崔城属实是被那小巷吓得不轻。 李平安道, 过了今夜再说。 嗯, 一夜无事。 一日, 锦玉仍旧处在昏迷当中。 只好由崔城背着他, 一行人来不及跟小老头打招呼, 便准备离开。 村民们早早地就起了床, 今儿似乎是什么节日。 一大早, 便有鞭炮的声音噼里啪啦地响起, 让整个小山村一下子都热闹起来。 村子里的人比李平安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看衣着打扮有许多不是本村人, 应该是过路的商人或者从外地赶来的人。 一行人拒绝了村民们的邀请, 刚走出村子口。 哎呦, 我脚底好酸。 是啊, 总算有个村子能让我们歇一歇了。 几人边走边说, 很快就再次走入小山村。 李平安牵着老牛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有些错愕。 崔城崔彩等人仿佛是湿了意义般, 放慢脚步走在泥石路上。 随后再次来到小老头给他们安排的房间当中。 李平安默默地跟着他们, 发现这几人都在重复着昨日的行为举止, 并且似乎都看不见自己, 说话也没人理。 李平安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怪异之处。 整个村子只有他和老牛不受影响。 李平安冷静地想了一下, 起身走回去。 阿里亚手里捧着热水, 啃着饼子。 李平安二话不说, 将他抱起来, 几个剑步窜出屋子, 直奔山村外。 既然他们走不出去, 那自己便将他们带出去。 一步迈出村子, 李平安只觉似遇见了强大的阻力, 整个人就像是在泥潭里挣扎一般。 越挣扎, 陷得越深, 几乎连一步都迈不动了。 最后, 无奈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 又过了一日, 村庄继续重复着昨日的景象, 李平安想了想, 觉得应该还是从景玉下手。 因为算起来, 除了自己和老牛, 只有景玉是直接昏过去了, 而没有像这些人一样被控制住。 得罪了。 李平安默默念了一句, 伸手给了景玉几个大帖子。 啪啪啪, 力道不断加强, 打得那张白净的小脸红了一片, 也不见对方有醒过来的迹象。 又失败了。 李平安只得将景玉放下, 又为他削了种。 这才走出去。 窗外突然传了一声鸟鸣, 落在院子中的井旁。 李平安走过去, 投了一颗石子, 落入井中。 没有传来动静。 井中一片漆黑, 即使是有阳光, 也探不进去。 那种黑暗是李平安能感知到的纯粹的黑, 仿佛是深渊下的怪物一般。 李平安犹豫片刻, 纵身入井。 一股淡淡的热气, 飘浮在周身上下。 石子探路, 井中十分宽敞。 横在井中央的是一棵树, 树干笔直。 又高又细, 就像是一根插在地上的长枪。 一道身影, 悄无声息地落在李平安身前。 李平安忽然开口, 冒昧打扰, 实属无奈之举, 还望谅解。 真是个奇怪的人, 就连书院的小师弟都中招了。 你竟然能安然无恙? 对方轻柔开口, 是个女人的声音。 阁下也是书院之人。 以前是。 李平安语气平静, 在下送四名学子入书院, 不知哪里得罪了阁下, 还望阁下能行个方便。 女子道, 你们没得罪我, 把你们困在这里, 也非我的本意。 此阵法我已无力控制, 不能放出你的朋友。 除非我解开阵法, 只是此间阵法一旦解除, 我便要消散于世间。 顿了顿, 女子又道, 要怪就怪他们倒霉吧。 我反正是不肯死的, 至于你, 还是抓紧出去吧。 话毙, 李平安一个恍惚, 竟离开了井中, 回到了院子。 在院子站了片刻, 李平安回屋睡觉了。 太阳照常升起, 李平安吃饭, 修炼, 随后在村子里转悠起来。 悠闲得, 像是他本就是生活在村子里的人一样。 来碗面疙瘩, 再来两个酥饼。 得嘞。 李平安正啃着酥饼, 对面呼传来一个声音。 你怎么还不走? 女人白色的裙装随风飘着, 一百一起一落。 微痒的脸精美剔透, 墨发流云般清晰而下, 散落妖际, 李平安喝了一口汤, 答道, 我答应过他们的父母 要把他们安全送到书院, 言而有幸。 那你有办法了? 女人问。 没有, 所以正在想。 别白费力气了,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受阵法的影响, 可要想救那些人难比登天。 李平安没答话, 自顾自地吃着东西。 吃完了之后, 擦了擦嘴, 这才继续开口。 还没问过姑娘姓名燕巡。 李平安想了一下, 之前碰见过一个儒生, 他说他再找一个女人也姓燕, 失踪十年了。 女人微微一正, 沉默半赏, 那儒生长什么样子? 我看不见。 李平安道, 他找的人是你吗? 十年? 已经有十年了吗? 女人喃喃自语。 不如我帮你找到她。 你放了我朋友如何? 女人笑了笑, 我可不想让她看见我这个样子。 女人跟景玉一样, 是个画牢。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 景玉是天生的画牢。 而女人则是太久, 没人与她说话憋的。 她的故事很简单, 不复杂, 也不苟写。 因一场春风相识, 因一场误会而谅解, 因一个承诺而入书院。 快一恩仇床坦荡江湖, 携手快马天涯。 本该成为一段佳话, 但现实却让一切戛然而止。 一次游历, 燕巡意外被人袭击。 包括她在内, 整个村子二百余口皆丧命于此。 冰死之际, 燕巡开启了这方阵法, 让自己在这方土地活了十年。 早先她还是能控制阵法的, 也有人路过, 却都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村子。 只是近一年, 燕巡对于阵法的控制越来越弱, 已无法掌控他人的出入。 故事讲完了, 不长, 也没什么惊心动魄的反转。 三角恋, 背叛, 情杀, 曲折迂回的元素, 一个都没有。 这样的情节, 如果拍成电视剧, 收视率肯定很低。 只是现实就是这样,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 哪个先来。 人生无常, 命薄如指。 李平安道, 你有办法复活? 自然没有, 人死哪有复活的道理? 那为什么要待在这里? 不想死呗。 燕巡笑了笑, 是不是觉得我很自私, 自己不想死, 偏偏拉着一群人跟自己遭罪。 李平安没说话, 燕巡手指轻轻摆动, 其实啊, 只是不甘心罢了, 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死了。 燕巡发现李平安是一个怪人, 意思就是很怪的人。 许是真的憋太久了, 没人说话。 燕巡想要跟这个唯一能跟自己说话的人, 多聊一聊。 可李平安偏偏是个闷葫芦。 哎, 你身边的牛呢? 走了? 走了? 嗯。 然后便不说话了, 观想, 修炼, 拉二胡, 吃饭睡觉。 一连数日, 他的生活规律得很。 问他在干嘛, 他便说, 在找救人的办法。 燕巡说, 你别白费力气了, 跟我聊聊天。 说不准我一高兴, 便不准备活了呢。 李平安问, 聊什么? 燕巡说, 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李平安愣了一下神, 便开始徐徐地回忆起自己穿越之后的经历。 夕阳西去, 一盏茶引到无色, 无味。 没了。 李平安说, 嗯, 然后便到了这里, 如果离不开, 便不是故事, 而是事故了。 你小子故事还真精彩, 又是公主, 又是杀手的, 不会是你编的吧? 燕巡狐疑地说, 李平安没有反驳。 那你有没有喜欢的姑娘? 燕巡笑道, 或者干脆就把公主拿下了, 一辈子衣食无忧。 李平安知道, 他在揶揄自己, 便低着头不说话。 燕巡又说, 那个叫陈楚生的少年, 好可惜。 李平安说, 雷打真孝子, 才发狠命人。 燕子不进寒家门, 家猫不进白虎堂。 叶草不肥并老马, 横财不负命穷人。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燕巡愣了棱, 目光望向远处, 不知在想什么。 小半个月过去了, 李平安仍是没有放弃。 一日, 燕巡有些怅然若失地说道, 外面的世界真好, 可惜再也看不见了。 李平安轻声道,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燕巡一阵, 喃喃地念叨着。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说得真好, 只是世间有几人能想得通啊。 沉默了一会儿, 他忽然站起身。 不错,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新的世界总要有新的生活。 做个交易怎么样? 你陪我玩十天, 十天之后, 我就解开阵法。 李平安点了点头, 本以为会是什么游戏, 结果这姑娘能想到的, 只有下棋, 头壶无聊的紧。 到了第三天, 燕巡就觉得玩够了。 李平安便教他新的玩法。 燕巡能在这方阵法里随心所欲, 按照李平安的要求。 他变化出了一个圆乎乎带着弹力的物件, 还有两颗高高的杆子。 燕巡疑惑地问李平安这是什么? 李平安告诉他, 这叫篮球。 交了足足半天时间, 这姑娘才终于领悟了规则。 玩得不亦乐乎, 这是什么游戏? 我以前怎么没听过? 这是另一个世界的游戏。 李平安说, 人死之后会去另一个世界吗?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或许吧。 十日的时间转眼而逝, 一切都变成了过往, 一切都成了云烟。 突然后悔了怎么办? 燕巡望着夕阳, 一声轻轻地叹息, 从他的心中落下, 眼底划过一抹淡淡的忧伤。 见李平安没反应, 燕巡笑了笑, 逗你呢? 本姑娘说话算话。 他站起来, 背对着李平安。 人间王够了, 走了。 一路顺风, 李平安说, 对了, 你是刀客, 到现在怎么还没有刀呢? 送你个礼物如何? 他手一翻, 院子中那口井一阵激动。 紧接着一缕光芒冲天起, 半夕之内拔升至高空。 宛如一道银色的流光, 越远看越清晰, 将四周照得一片通明。 随后, 落在烟熏身前。 是在井中的那棵树, 树根上长着几根粗壮的枝干, 却并未散开。 仿佛其中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此树名为扶桑, 便送于你, 去打磨出一柄刀来。 对了, 不白送, 扶桑一旦断枝, 并会重新化为种子。 你把种子替我还于南国功夫。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随后点头答应。 好, 你小子重信诺, 倒也不怕你失烟。 燕巡伸了一个懒腰, 颇有些洒脱地说道, 走了, 不玩了。 梦。 这时, 一声牛叫由远处传过来。 十分响亮。 李平安笑了笑, 终于来了。 他抬起头对燕巡道, 你送了我一个礼物, 我再还你一份如何。 嗯? 燕巡挑了条好看的眉毛, 什么礼物? 去村口看看便知道了。 燕巡跟李平安来到村口, 眸光一闪。 十年未见, 添了不少风霜。 野花迎风飘摆, 好像是在青宿中长。 绿草凑凑抖动, 如无尽的缠绵依恋。 带着斗笠的汉子迎风一笑, 总算找到你了。 燕巡笑中带泪, 忽然狂奔过去。 这个禁锢了自己十年的姑娘, 冲出了围墙。 阵法小姐伴随着点点荧光, 姑娘身上亮起一片光华, 开始随风消散。 本姑娘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傻子别等我了。 随着烟狱解开阵法, 整个村子以及村中人 都伴随着一阵光芒消散, 只留下那些一年前 被困在此地的人。 他们仿佛如梦初醒, 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李平安摸了摸老牛, 干得不错。 他将老牛放了出去, 便是去寻找那个 犹如转霸的男人。 我去。 发生了什么? 我脸好疼啊。 景玉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目光迷茫。 一轮明月高悬在广袤的边赛, 平日里柔媚清雅的明月 似乎也变得雄浑和壮丽。 原来是有扶桑术的加持, 怪不得我会被阵法所困。 景玉为自己找了一个 合情合理的理由。 而且, 对方还是书院的师姐, 燕寻。 这个名字, 我听我先生提起过。 嗯, 所以被他困住,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你们说对吧? 没人搭理他。 王毅切了一声, 还是我们先生厉害。 就是就是, 阿里亚随声附和。 景玉嘴角微微抽动, 想反驳, 可这时候又找不出什么话来。 只好信心地对付火架上的烤兔子。 他将扶桑术赠于你了。 带着斗笠的汉子问道。 是。 李平安道, 他说要送我一柄刀, 便把这束给我了。 扶桑术一旦断枝, 便会重新化为种子。 所以, 你打磨的时候, 要小心一些。 李平安摸了摸横在一旁的扶桑术, 明白。 心愿已了。 我此次要回书院一趟, 向师门告罪。 欠你一个人情, 记下了。 李平安笑笑, 我也只是为了能带他们早日离开阵法罢了。 景玉见李平安和书院的师兄聊得热火朝天, 自己被晾在一旁。 多少有一些没面子, 于是便凑过去。 那个师兄啊, 还没问过你是哪位先生门下弟子, 书院几层楼。 汉子瞥了他一眼, 继续对李平安道, 我叫顾西周。 南风之我意, 吹梦到西周。 好名字。 李平安赞道。 景玉倾咳一声, 原来是顾师兄, 在下景玉。 顾西周道, 还没问过兄台姓名。 李平安。 平平安, 不错。 景玉默默地离开了二人的身旁, 目光在其他人身上扫过。 催成催才二人在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 赵琳和阿丽亚两个小姑娘凑在一起。 胖骏正在听王毅吹着牛笔。 想来想去, 景玉走到了老牛的旁边。 语重心长地开口, 老牛啊, 话刚说出口。 老牛站起身, 走到离他稍远一点的位置, 重新坐下。 景玉, 这日子没法过了。 绿洲与黄沙相伴, 飞鸟半驼鳞起舞, 流水缠缠, 沿着沙漠蜿蜒难去, 穿过杨树, 穿过草地, 融入沙河。 长路漫漫, 微风作伴, 飞剑细语不断地攻击着扶桑树, 力度很轻, 耐心地仿佛是在做针线火一样, 扶桑树其实并不大, 只有一人多高, 又高又细, 像是一柄长枪。 只是想要把他打造出一柄刀来, 实在是太费心力了。 你不是修士, 为何能控制飞剑? 顾西周好奇道, 李平安头也不抬, 杀了一个修士, 夺了他的飞剑。 顾西周点了点头, 以纯武夫击杀修士倒是难得。 我也能修行吗? 王毅凑过来, 顾西周笑了笑, 等你到了书院便知道了, 修行仪式从来都是各派有各派的见解, 旁人没得到允许, 是不敢随意交的。 王毅失落地嗷了一声, 顾西周望向李平安, 我听说中大家曾邀请李兄入书院, 结果被李兄拒绝了。 难道李兄不想得长生之道? 李平安笑了笑, 世间求长生者数不胜数, 又有几人能得长生。 落日的余晖给沙漠涂上了一层红色。 有人求道立千山, 有人自在逍遥闲。 我独随风深远去, 唯愿浅犬先凡奸。 其实他想说, 我有外挂, 可以增加寿命。 但又不能这么说, 于是只好换了一个文艺点的说法。 这时, 景玉凑了过来。 心态是好的, 不过很可惜, 你不能修行。 李平安一愣,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顾西周也看向景玉, 等待他的解释。 景玉说, 你搭搭他的脉便知道了。 顾西周当即摸了摸李平安的脉搏, 又用真气探查了一下他的丹田。 先是惊讶于对方体内的气血, 有些骇然。 竟如此强盛, 甚至强过一些普通的修饰。 真气也是身厚, 绵长, 阳火旺盛的, 甚至有些诡异。 并且在李平安诸身的气海穴上, 各有一团乌黑。 顾西周试图查看, 可那一团乌黑诡异得很, 仿佛是能吞噬万物一般, 气海雪山没有任何感知, 身体诸鞘也不通。 当真如景玉所说, 这辈子恐怕都无法踏上长生之路。 顾西周沉阴片刻, 也好, 一入仙门深似海, 做一个普通的武夫, 潇洒一生倒也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李平安笑着缩回手, 得知自己不能修行。 稍微有些失望, 不过也仅此而已。 继续专心致志地, 削着扶桑术。 你要做刀的话, 可有草托。 顾西周说道, 李平安摇了摇头, 我只是想着先削出一个行案。 我认识一个朋友, 在玉门关内是个打铁的好手, 不如让他给你做个刀的草图。 那便再好不过了。 李平安没有拒绝顾西周的好意。 说实在的, 他对于木雕这种技术活并不擅长。 景玉试图跟二人并肩而行, 以表明自己的地位。 这时, 身后的王毅拉了拉他。 大人再说话, 你就不要凑上前去了。 景玉气得要死, 是可杀不可辱。 扬言要把王毅的脑袋拧下来当尿壶。 王毅嗤之以鼻, 说自己打不过先生, 但是打他应该绰绰有余。 景玉吹嘘自己可是书院二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几个孩子纷纷表示不幸, 就连最乖巧的赵琳都眨了眨眼。 心中对于这个书院的好感, 降低了几分。 阿里亚见景玉被气成这个样子, 好心安慰道, 好, 那我们心还不行吗? 你是天下第一。 这不说还说, 一说反倒更让景玉气愤了。 这怎么听着都像是在可怜自己。 恰在这时, 远处黄沙滚滚, 夹杂着大量的飞沙走失。 前面有东西。 是尸鬼君。 景玉哈哈一笑。 你有毛病吗? 笑毛啊。 王毅不解道。 景玉自豪道, 终于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几匹快马急匆匆地向这边驶来, 围首的人大叫。 前面的人快跑。 后面有危险。 王毅挤人看着这副场面。 一股股的旋风把黄沙卷起好高, 向平地冒起的大烟, 浩浩荡荡而来。 见了这场面, 阿丽亚等几个孩子不免有些发怒。 大说, 我们真的不跑吗? 李平安没说话, 前头的顾西周喝了一口烈酒, 眸光更亮。 前面的人, 快跑。 定远镖局的胡强, 诧异地望着前面一动不动的人, 没听见。 接着又加大了几分嗓门。 然而, 这是一匹白马迎着他们冲了过来。 快得仿佛是一柄利剑, 用羊皮纸包裹着刀出鞘。 在空中一晃, 就像是千军万马在厮杀。 喂, 你别跟我抢啊。 等锦鱼反应过来时, 顾西周已然纵马冲了过去。 山丘之上, 立有两道身影。 其中一人年纪甚大, 胸前挂着一串菩提佛珠。 身穿灰衫, 手持缠杖。 另一人黑布裹着身, 身材魁梧。 方面大尔, 三十岁左右。 举手投足之间, 自有一股摄人的威严。 看模样, 二人像是域外的僧人。 灰山僧人道, 便是那一行人了。 安北四镇一口气出了四个书院弟子, 未已绝后患除之。 那个骑马, 穿如服的公子, 是书院的弟子。 先把他引走, 我们方能出手。 黑衣僧人道, 四名孩童正好献与我佛。 话音未落, 一道人影飞尸来。 黑衣僧人猛然一惊, 探出一只波及般的大手。 那抹寒光一闪, 胸前的衣巾扑的一声撕开了一道口子, 鲜血勃勃流出。 好快! 李平安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一指弹出。 在他的阳穴上轻轻一点, 真气震荡。 黑衣僧人脑海一阵嗡鸣, 只觉眼前一黑, 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 灰山僧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周身气血入车轮滚动。 还未等出手, 身后传来一阵寒意。 灰山僧人猛地一掌向后荡去, 掌风拦住了细语飞剑。 李平安一脚横扫而出, 扑的一声扫在了灰山河上的左腿外侧, 将他的下身踢得一歪。 力量霸道无比, 让灰山僧人心中一阵骇然。 青涩命格, 一心一意发动, 念头一闪。 提升战斗中的专注度, 李平安洞穿了对方的动作。 灰山僧人被逼得后退, 先机进尸, 落入了下风。 猛吸了一口真气, 身形腾空而起。 缠战化作西风卷帘, 接着飘出一帐开外, 但他的双脚刚刚落地, 又是一股更强的进风袭来。 进风虽未击中他的胸口, 却让他胸口一闷。 他哪里还敢应接, 又是向后一跃。 仓皇躲避之间, 却已判了他的死刑。 他踉枪后退了六步, 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李平安收手, 轻吐出一口气。 另一边, 大战刚刚结束。 遍地黄沙中, 满是尸鬼恐怖的尸体。 有的血肉模糊, 有的伸手易触, 尸骨无存。 然而顾锡舟的刀却没有半点血迹, 将刀重新收入了羊皮圈中。 催成催财二人吃惊的程度, 不亚于几个孩童。 没曾想, 有生之年竟能目睹这样一幕。 他们只觉眼前的沟壑之中, 刀气如惊涛骇浪。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目瞪口呆。 你小子, 瞧我风头! 唯有锦鱼不依不饶地叫着。 顾锡舟没搭理他。 这时, 李平安也从山丘的一侧走了下来。 冲顾锡舟微微点头, 示意山丘上的敌人已经解决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锦鱼一屁股坐在地上, 倒真像是个孩童一样。 多谢多谢。 定远镖局的镖头, 胡强向众人告谢。 走南闯北, 他倒也知, 这世上有炼气势这等神奇人物。 只不过平日里哪里能说见就见, 何况还是这么厉害的。 不免有些拘谨。 不过好在接触之后, 才发现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架子。 锦鱼可算是找到了倾斜的对象, 拉着一个标诗就天南海北地说了起来。 数日后, 一行人赶到了御门关。 此时天还未亮, 城门虽未关。 守关的士兵却拦着不让人出入。 出关的百姓或想要入关的百姓, 排成了长萌。 众人一直等到日上干头, 关卡才得以放行。 你你你这个, 不是通关文碟检查证件的士兵 磕磕巴巴地说道。 李平安确实没有通关证, 按理说他现在还是被通缉的人员。 所以, 只是通过王山的关系, 搞来了一张假的通关文碟。 王山打了保票说文碟绝不会有任何问题。 事实上, 这种事在大随边境早就司空见惯了。 能打通上下关节制造假文碟的人身份不俗。 也没有守关的士兵会找那个不自在。 所以说, 99%不会有问题。 可今天偏偏遇见了那1%。 今日检查文碟的士兵虽然话说得不利索, 但是却肘得很。 人称一根筋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到了他这里便不管用了。 算上李平安, 今日已经有6拨人因为拿着假文碟被他赶走了。 李平安不知内情, 以为他跟别人一样, 便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递给对方。 请兄弟们喝个酒。 你这是, 是做什么? 小科巴立声道。 李平安混迹这么多年, 这样的人到底还是少见, 不禁有些错额。 你再这样, 就是, 贿赂官差了。 定远镖局的镖头胡强, 知道是自己表现的时候了, 忙凑上前去。 小兄弟, 我跟你们李谦总是朋友, 前阵子还刚喝过酒呢, 行得方便。 小科巴面色未动, 这只是规定, 我不能行方便。 这下胡强也没辙了, 语气有些不善良, 新来的吧? 你这不行, 还是看我的。 锦鱼轻哼一声, 负着手走过去。 小子, 听没听过书院? 认不认识这身衣服? 知不知道, 我手上这块牌子的意义? 一连几个问题, 让小科巴愣了一下。 似乎是在组织语言, 知道书院, 不认识你的衣服, 也不认识你的牌子, 有规规定。 话还没等说完, 那便匆匆跑来一个军官, 把小科巴拉倒一旁。 各位各位, 新来的不懂事, 这是怎么了? 哎哟, 这不是胡老弟吗? 定远镖局在御门关内有些名号, 所以军官自然认得镖头胡强。 这几位是, 军官见李平安等人气度不凡, 尤其是那景欲。 一看便是哪家的公子哥, 不敢得罪。 胡强拉着军官, 低语了几句。 军官脸色骤然一变, 险些没站稳。 咽了口吐沫, 忙拱手道。 主委都是误会, 新来的不懂事, 还望几位大人不计小人过, 甭跟他一般见识。 景欲还想趁机说些什么, 却被李平安拦住。 无碍。 一行人顺利过了关, 李平安回过头。 小科巴正被军官训斥, 委屈巴巴地低着头。 随后, 被骂骂咧咧的军官踹了两脚。 一个人蹲在墙角旁, 仿佛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热丞相虽看不见他的表情, 可李平安却知道他现在肯定委屈极了。 就像自己当初上学时, 第一天当职日生, 在走廊里监督谁乱丢垃圾。 结果抓到了校长, 被老师狠狠骂了一通。 那时候李平安便知道, 有一些规矩对一些人是没有用的。 总算是见到人气了。 景欲抱怨道, 在大漠走久了, 看着人来人往的街头, 众人一时之间竟有些不太习惯。 几个孩子的血早就磨破了, 脚也发酸。 王毅还好, 从小就习武, 有一些底子。 其他三个孩子却都有些顶不住了。 于是, 李平安便决定在这儿先歇两日, 顺便去寻一寻顾西周口中的打铁的好手。 找了一家客栈, 暂且住了下来。 李平安跟着顾西周来到西市的一家铁匠铺。 铁匠铺的一扇门是关着的, 另一扇门也是关着的。 里面红光四射, 锤子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 顾西周毫不客气地推门走进去, 一进门, 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 空气中还夹杂着一股铁匣的味道, 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老莫, 老莫, 来后院。 一个嘶哑的声音传来。 二人走进后院, 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小工厂。 一个身躯庞大的汉子背对着二人, 不断地抡着铁锤。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顾西周道, 找到了就回来了。 汉子停止了敲打, 转过头眼神略微有些诧异。 找到了? 嗯嗯嗯嗯。 随后, 汉子的目光又落在了李平安身上, 准确地说是他扛着的扶桑树。 扶桑? 看来, 你还真找到他了。 这次来找你, 是想你帮个忙。 雪儿临走前, 把扶桑树赠予他了, 并且答应要为他打造一柄刀。 汉子重新转过头, 继续扔起铁锤。 忙我可以帮, 不过锻造扶桑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会让你白帮的。 汉子犹豫了一下, 行, 把扶桑树放这里吧。 李平安把扶桑树留下, 便跟顾西周离开了铁匠铺。 走到半路, 顾西周忽然说道,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一些事。 跟顾西周分开, 李平安在街上转了一会儿。 走到一处摊子, 要了一大碗羊肉泡馍。 馍块在中间, 汤汁在周围。 当地人称为水围城。 吃完后, 碗内无汤无馍无肉。 李平安吃了一大碗, 抹了抹嘴, 觉得不错。 便准备向老板多要几份, 给阿里亚他们带回去。 这时, 街上呼地传来一阵悸动。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匹骏马在街上飞驰而过, 扬起一片尘土。 这里本就是闹市, 人流聚集之内。 仓皇之间, 盲向两旁躲去。 倒是一个妇人拉着姑娘拥挤之间, 被人推倒在地。 眼看那高头大马扬起的马蹄, 便要向那对倒霉的妇女踏去。 恰在这时, 一道身影飞射而出。 身子如山月一般, 重重撞向马身, 双手勒住马的头颅。 脚下青砖碎成脊半, 竟硬生生将冲来的马放倒在地。 李平安站在不远处, 手里的铜钱正要见射而出, 忽然停止了动作。 略有些意外地望着出手那人的气息, 是城门口拦住他们的小磕巴。 四周的百姓纷纷躲到一旁, 一边庆幸自己没有受伤, 一边看着热闹。 锦衣公子被赶来的家仆们扶了起来, 愤怒地冲过来。 你他娘的好大的胆子。 跟小磕巴同路的兵族阿妩嘴角微微抽动, 他虽不认识锦衣公子, 可是对方骑的马, 却已经能代表了他的身份。 周身通体赤红, 没有一根杂毛。 即使是他们见过最大的官签护大人, 也没有这样一匹马。 阿妩知道让小磕巴说话, 这事肯定会闹得更大, 硬着头皮上前。 在下军中阿妩, 这位是我的同僚, 方才为救人情急之下, 才伤了公子的爱马话还没说完, 便也挨了对方一脚。 去你娘的! 这一脚力度不大, 尤其是阿妩还穿着盔甲, 但却装作不行了, 直接瘫倒在地。 希望能给这位公子哥解解气。 锦衣公子又把矛头对准了刚才, 出手阻拦他的小磕巴, 却没想这家伙进上前一步。 你你闹事纵马, 对对军兵动武。 找死! 自古富贵公子多嚣张, 在京城尚且如此, 更何况这是边关, 更是无法无天之地。 嚣张跋扈, 横行霸道, 倒是跟匪徒也没什么两样。 锦衣公子伸手拔刀, 却不料对方说话慢, 出手的速度却一点也不慢。 他手刚摸到了刀柄, 对方的手便握住了他的手。 咔嚓! 锦衣公子脸色骤变, 周围的家仆一见公子被打, 一个个全部冲了上去, 根本不怕对方身穿官服。 小磕巴一脚踹飞一个, 又是一拳打在另一名家仆身上, 将他打得倒飞出去。 没几下, 几名恋家子家仆都倒在了地上, 疼得说不出话。 跟跟, 我去衙门。 锦衣公子冷笑, 好。 好。 你给我等着。 同行的阿妩,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一旦动了手, 这事便可不能善了了。 小磕巴伸手, 必要从后面掏锁链, 给对方扣上。 何人敢在此上, 我家公子。 小磕巴抬起头, 声音刚到, 那人的身形便已来到了身前。 五指如钩, 勾住了小磕巴的脖子。 将他往下一摁, 膝盖扑的一声, 狠狠撞在了他的头上。 小磕巴亮腔地后退了几步, 瞪着眼睛。 来者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 一身滑浮。 倒是有几把子蛮力气。 钱说, 废了他。 锦衣公子揉着被钻得发麻的手, 怒道。 你, 你也要跟我走一趟。 小磕巴道。 老人嘴角泛起轻月的笑容, 好大的口气。 这么些年了, 还是头一次遇见这样不怕死的人物。 他左脚一踏, 右手一扶, 展向了他的小磕巴脉门。 小磕巴侧身一闪, 右臂一梁, 被划开了道口子。 盲向后一跳, 衣袖被扯破, 手臂上也多了一道血痕。 对方一出手便是杀招。 小磕巴双手握拳, 也被惹怒了, 向对方砸去。 老人面色微微一变, 这一拳的力量倒是远超他的预料。 竟让他有些反应不过来。 紧接着又是一拳, 这一拳比第一拳更狠。 老人不敢再硬接, 显之又显地避过这一拳。 小磕巴本能乘胜追击, 却是收了些许的力气。 不想闹出人命, 抬起一脚踹向老人的膝盖, 直出。 你你你说了? 话还没说完, 老人眼中寒光一闪。 猛地探出手指, 如灵蛇出洞, 直刺小磕巴咽喉。 扑呲! 老人哀嚎一声, 手掌之中多了一根筷子。 鲜血鼓鼓而出。 下一秒, 便被回过神来的小磕巴 摁在了地上。 李平安多摸出一文钱, 压在桌面上。 就算是赔给老板的筷子钱了。 这么大的动静, 终于是把寻接的捕块吸引了过来。 捕头一见锦衣公子顿时一惊。 锦衣公子冷笑, 看着小磕巴, 我说了, 你完了? 快! 把袭击刘公子的人给老子抓起来。 几个捕块抽出刀, 将小磕巴包围在内。 捕头赶忙上前去扶起锦衣公子。 锦衣公子一把甩开对方, 想要冲过去教训教训小磕巴, 可以想到刚才对方的伸手。 便猛地停下来, 站在不远处, 宁笑道。 本公子, 今天教你一个道理, 拳头大有时候也讲不出道理。 就在此时, 有人沉声道, 那在下也教公子一个道理, 得饶人处且饶人。 几人寻声望去, 却见一人坐在面摊前, 手里还拿着打包好的几碗羊肉泡馍。 你又是何人? 锦衣公子冷声道, 李平安面不改色, 在下书院, 锦衣。 阿帖! 客栈当中, 正在跟几个孩子玩牌的锦衣打了一个喷嚏。 书院? 锦衣公子心思一转, 正欲说些什么? 却被一旁的老人拉住。 老人细细打量了一眼李平安, 一身青衫带着斗笠。 气质凌然出尘, 完全不像是俗世蠢物。 书院? 阁下是书院的弟子。 在下送安北四镇四名学子入书院, 路过此地, 恰巧目睹公子纵马伤人, 当真是霸道。 安北四镇出了四名书院学子的事情, 早就传开了, 老人自视清楚, 想必也没有蠢货感冒充书院的弟子。 当下脸色一变, 让阁下见笑了。 李平安沉声道, 怪不得老师说要向圣上敬严, 整顿边关的励志, 今日一剑当真是迫在眉睫。 这短短的一句话, 让老人顿时如坠冰枯。 旁边的众多捕快, 虽不知书院的含金量, 但是听对方的老师能直接向圣山敬严, 便悄悄退到了后面。 这种级别的人物, 想碾死他们, 不比碾死一只蚂蚁, 费力多少。 沉默片刻, 李平安挥了挥手。 行了, 滚吧。 众目睽睽之下, 锦衣公子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老人再次拽住了他, 低声道, 公子, 惹不起。 锦衣公子手被拽得生疼, 还是头一次见钱书如此这般。 无奈只得作罢。 告辞, 告辞。 还有一事, 李平安冷声道, 老人和锦衣公子仿佛感觉到了一柄利刃悬在头顶, 一股寒意从心底涌了出来。 浑身上下更是如同僵住了一般, 一动也不敢动。 下次若是再让我知道了这样的事, 公子便为自己准备棺材吧。 如果公子不服, 大可以找我书院锦衣来寻仇。 我锦衣什么都不怕。 客栈。 阿蒂阿蒂。 阿丽亚嫌弃地看着锦衣, 你生病了? 生病? 怎么可能? 锦衣抽了抽鼻子, 好像是有人在背后骂我。 不敢不敢。 老人拉着自家公子, 三步画作两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街道。 锦衣公子的那匹马也被家扑牵走。 小柯巴站在原地, 挠了挠头。 哥哥, 谢谢你, 这是给你的。 刚才被他救起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块酥糖。 小柯巴摆了白手, 不不行的, 官差不能丝丝受贿赂。 阿妩踹了他屁股一脚, 顾不得小女孩拉着小柯巴走到李平安身前。 便拱手给其道谢, 多谢先生救命。 无碍。 李平安想了一下, 不如一起吃碗泡馍。 练武的人, 食量大。 刚刚吃完了一碗, 李平安现在竟觉有些没吃饱。 于是便又要了一大碗泡馍, 扑呲扑呲吃了起来。 你叫什么? 李平安问小柯巴。 秦秦秦。 一旁的阿妩踢他回道, 他叫秦时, 今年十八岁了。 秦时? 才来当兵? 嗯。 秦时点了点头, 你这样当兵, 早晚要出事的。 李平安说, 为, 为什么? 秦时似乎真的不懂。 阿妩道, 先生, 这家伙就这样脑子一根筋, 谁说都没用。 脑子转不过弯, 等吃过亏, 被磨平了棱角便会懂了。 李平安笑而不语, 有棱角的人可能会过得很痛苦, 因为他们有坚定的志向, 对理想滋滋不倦的追求, 与生俱来的强大意志力。 也因此, 他们往往怀着一种悲壮的激情, 在人生最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一场生命的搏斗。 对了, 你练过舞。 李平安想起刚才秦时出手时, 力气虽足, 可是没有章法。 秦时摇了摇头, 没学过。 李平安点了点头, 一身的底子, 不学舞倒真是有些可惜了。 只是李平安在玉门关停留不了多少时日, 否则还真有心教教他。 希望秦时, 这样的人, 能得到老天的垂帘吧。 吃完了泡馍, 李平安便回到了客栈。 几人还没有吃饭, 闻到泡馍的味道顿时来了精神。 景玉看着自己这碗泡馍, 明显分量更大。 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 如此可叫也。 李平安笑了笑, 低声嘟囔, 就当补偿你的了。 补偿什么? 没什么。 一日清晨, 顾西周向李平安告别。 他答应了铁匠, 要为他做一件事情。 铁匠才帮李平安做一柄好刀。 李平安略意拱手, 辛苦顾兄了。 无须客切, 我跟老莫已经说好了。 只是此一行, 恐怕便不能送你们去书院了, 一路多加小心。 二人就此作别。 李平安按着顾西周的吩咐, 下午的时候来铁匠铺找老莫。 那头扶桑树还直挺挺地立在院子中, 并未有丝毫动工的痕迹。 在扶桑树旁还有一位女子。 年龄不大, 看样子方林不过二八。 瓜子脸, 睫毛又长又翘, 眼睛很有神。 个子很高, 腰身也很细, 美中不足的是胸脯有些扁。 见李平安来了, 打亮了一眼。 你找谁? 我找老莫, 昨儿说好的。 李平安指了指一旁的扶桑树。 少女点点头, 冲侧屋子喊道, 爹, 有人找。 老莫从侧屋走出来, 似乎是刚刚洗过脸。 手里拿着手巾, 擦了擦脸上胃干的水珠。 直接了当地问道, 对刀, 你有什么要求吗? 想要做个什么样呢? 李平安从怀里摸出一张图, 他虽然不会画, 但好在锦玉画工不错。 锦玉刚开始, 自是言辞拒绝。 我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去画一柄刀。 说出去, 让人家嘲笑我。 李平安觉得锦玉这人不错, 因为这家伙智商不高, 并且是一个不经夸的人。 你越夸他, 他便越飘飘忽, 不知所以。 什么事都好办。 按照王毅的话说, 就是你给他一个鸡窝, 他都能就着阳光下淡。 于是, 李平安稍微动了洞口舌, 便得来的这幅画。 老莫稍作打亮了一眼, 画得倒是细致。 刀身挟直, 微微向外驱突。 刀背随刃而取, 两侧有两条血槽 及两条纹波形, 指甲印花纹。 柄长四寸, 左右各有两指宽。 老莫点了点头, 目光继续往下看。 刀鞘不是普通的刀鞘, 而是想将刀身藏于拐中。 老莫将画重新合上。 我明白了, 两日后你来取刀。 劳烦了。 李平安略一拱手, 随后便退了出去。 爹, 那人是谁啊? 好奇怪。 带他走后, 少女忍不住问道。 我在他身上, 嗅不到业力。 老莫头也不回地说道, 不要管。 哦, 少女颇有些不满地回了一句, 嘟嘟囔囔。 难不成是天乏之人。 李平安回到客栈, 跟几人说了, 可能要在玉门关再待上两日。 几个孩子自是无比高兴, 巴不得多休息几日。 正值赏午, 滚烫的阳光, 配上滚烫的景色。 让人觉得心烦气躁。 再加上景玉的一张嘴, 喋喋不休, 就连好脾气的赵琳儿, 都有些不耐烦了。 此刻众人便盼着, 这家伙什么时候离开。 景玉曾说, 送他们到玉门关后, 便会自行离开。 只是如今看来, 似乎并没有想要走的架势。 景公子, 景公子。 客栈外, 呼传来声音。 几人都好奇地寻声看过去。 只见一个呆呆傻傻的家伙, 拎着一些东西, 在客栈外面喊着。 喂? 你找景玉有什么事? 王毅开口道。 小科巴情侍抬起头, 我找景公子, 我娘, 让我来答谢他。 呦! 一听这话, 屋内的几人, 都是诧异地望向景玉。 景玉愣了一下, 随后支冷起来。 轻哼一声, 十分得意地说道。 这很奇怪吗? 本公子游历天下, 见义勇为, 侠肝义胆。 自是朋友满天下, 听说我来了, 人家都上门来感谢我。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 景玉副手走了出去。 看着面前的秦时, 景玉一时雨色。 你不是看门的那个兵士吗? 我们之前认识。 秦时摇了摇头, 不不不认识。 那你干嘛喊我? 我, 我, 我找书院景玉。 我就是。 秦时仍旧摇头。 你不是。 恰在这时, 李平安溜弯回来。 秦时眼睛一亮, 忙跑过去, 景景景公子。 李平安愣了一下, 呼地想起来。 自己那日用的是景玉的名字, 不由地笑了笑。 其实, 我叫李平安, 找我何事? 我回去把把事情给我娘说了, 我娘让我来邀请, 你去我家吃饭, 还让我给你送东西。 李平安道, 东西就不必了, 正好我还没吃饭呢, 那便去蹭个饭吧。 哦, 那跟我来吧。 临走时, 李平安跟景玉道了一句, 晚上饭不用等我吃了。 景玉站在原地, 呆若木鸡。 二楼的几人憋着笑。 秦时的家并不富裕, 只有一间小土房, 分东西屋。 秦时的父亲早年间参军死了, 只留下孤儿寡母的, 虽然日子不好受, 但好在有补贴, 也亏着几个战友的照顾。 秦时才得以入了军, 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 秦时这娃娃, 从小脑袋就不好用, 好不容易混了个职位, 还没几日就闯下了大祸, 给李平安剩了一碗鸡汤。 鸡汤味道不错, 看秦时的眼神似乎是好久没吃过鸡了。 秦母把鸡腿给了李平安。 李平安感受到了秦时的目光, 便把鸡腿给了她。 秦时又将鸡腿给了母亲。 母亲瞪了她一眼, 便又将鸡腿夹到了李平安的碗里。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只好笑纳了这只鸡腿。 吃饱喝足, 已是夕阳西下。 夕阳牛被无人握, 带得寒鸭两两龟。 夜幕即将垂下, 日落时带着田径而清明的禅意。 闲暇之时坐在台阶上, 看着石子在手中舒展臣服, 心都静了下来。 你日后想做什么? 李平安问。 秦时想了一下, 出人头地, 然后让我娘过过上好日日子。 李平安温温笑了笑, 将手中的石子丢了出去, 忽然道。 我教你一套拳法如何? 秦时望向李平安, 眨了眨眼。 拳, 拳法? 李平安站起身, 先教你走庄。 走庄也被称之为洞庄, 就是选择一个柿子, 反复席练。 十遍, 百遍, 千遍, 万遍, 实体内的气血沿着固定的轨道巡航, 久久席练就能实现内脉寻精。 全燕云, 全练千遍, 奇异自现。 李平安演示了一遍走庄, 越练越快。 最后一脚, 他在一块脑袋大小的石头上。 脚瞬间发力, 石头发出一声闷响, 随后碎成两半。 这个我也能。 秦石道。 李平安将碎石扫开, 压在下面的一块小石头, 却没有碎。 不是让你用蛮力, 而是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 秦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接着, 李平安又教了他几遍, 待到天色已晚, 这才告辞。 临别前, 李平安对秦石道。 你想不想, 你娘因为你平白无故下了大狱, 或者被人杀害? 不, 不想。 秦石毫不犹豫。 那就要记住了, 当你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与其飞蛾扑火, 不如暗中积蓄力量。 不然, 你非但坚守不到你想要的, 还会伤害了关心你的人。 秦石正正地望着李平安的影子, 被一抹夕阳拉抖无限长。 等他回过神来, 就见母亲追了出来。 哎呦, 李先生走远了吗? 娘, 怎么了? 秦母手里, 拿着李平安放在角落里的一些钱, 算作饭钱了。 十二, 快去追上李先生。 秦石犹豫了一下, 娘追追不上的, 追上了也也没用。 秦母叹了一口气, 真是一个好人。 时而记住了,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报答李先生。 到了十日, 李平安来铁匠铺取刀。 老莫敲了敲烟斗, 将柜台上用破布包裹着的刀取了出来。 李平安接过, 解开布。 真如他所想, 刀鞘变成了那根竹质的拐棍。 而刀便隐藏在其中。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莫名地有些紧张。 摁住刀柄, 缓缓拔出。 李平安的眼中仿佛出现了一缕光芒, 一股灵动的气息在刀身上流转盘旋。 身指在刀身上微微一弹。 叮! 一声清脆之音响起, 寒光四射。 李平安微微皱眉, 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伸手在刀身上佛动, 只觉一股寒意袭来。 仿佛刀刃上蒙上了一层雾气, 温度骤然下降。 李平安不解道, 扶桑木怎么变成钢刀了? 按理说, 老墨的手艺再好, 也不至于直接将扶桑木变了材质吧。 老墨头也不回道, 扶桑, 变化万端, 盖无常形, 亦能分形为百身。 你心中所想是刀, 它便是刀了。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心中直到神奇。 老墨又道, 有了它, 你便可以对抗修士了。 扶桑能破万法, 通俗来说便是, 如果你跟一个练器修士对抗, 它向你喷一口火。 你用普通的刀剑能应对吗? 李平安摇了摇头, 老墨继续解释道, 可有了扶桑刀便不一样了, 扶桑刀的特性便是能中和这些术法。 拿着它, 你就可以展开火焰。 以前你遇见了修士被人家荡成孙子打, 可现在, 你便有了一战之力。 利用扶桑刀, 出其不意, 甚至可以把对方荡成孙子揍。 李平安将整个刀身拔了出来, 试着挥舞了两下。 荡真是趁手无比。 不轻不重, 不长不短。 多谢墨师傅。 无须客气, 我又不是白帮你的。 顾锡周已经替你付过钱了。 李平安和尚扶桑刀, 重新成为一根普通的竹棍。 按理说以我跟顾锡周的交情, 他托我帮个忙, 不应该托三阻四, 只是因果如此。 老墨摸出腰间的酒葫芦。 给你一口酒喝, 也不枉我跟顾锡周一场交情。 李平安本想拒绝, 却又担心服了对方的面子。 于是拔下葫芦筛子, 喝了一口。 辛辣的味道在口腔中久久不散, 喉咙里仿佛是有一团火在燃烧。 一口酒下肚, 就能感觉到一股灼热的感觉, 直冲丹甜。 紧接着, 顺着周身经脉, 蔓延到周身, 将他全身的每一处都静润了一遍。 李平安的脸上泛起了红韵, 久意在周身徘徊, 让他浑身酥麻。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一开始他还有些不习惯。 但习惯了之后, 他就感觉到这股力量似乎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你这辈子与修行无缘, 周身弃血之力却比普通修士还要强横。 你的身体会支撑不住。 老夫送你一口酒, 倒也算便宜你了。 这股力量, 你还需慢慢消化, 不必急于求成, 稳中求胜比什么都强。 李平安拱手, 恭敬道, 多谢前辈。 对了, 这是扶桑树的种子还给你。 李平安小心翼翼地收好种子, 他答应过烟熏, 要帮他将扶桑树的种子送回南国公府。 一日清晨, 歇谢了几日的南下队伍, 整理好一切, 重新踏上了征途。 同行的顾锡周离开了, 景玉也要走了。 景玉临走时, 轮番拍着几人的肩膀。 你们眼光爹, 小爷不怪你们。 等你们到了书院, 便知道我有多厉害了。 说吧, 纵马扬边去。 几人看着他的背影, 倒是不免有些伤感。 虽然景玉挺招人烦的。 王毅说, 其实我知道, 他应该是挺厉害的。 阿利亚点头, 嗯, 只是人太二了。 胖郡点头负荷。 赵灵说, 我父亲说了, 这种平日里吊铃铛的人, 一旦认真起来, 就会很靠谱。 只是没过多久, 便见景玉匆匆地跑回来 挨压妈呀东西, 落客站了, 老是非得骂死我不可。 几人沉默了一会儿。 王毅,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阿利亚摇了摇头, 赵灵头一次觉得, 父亲说的话也不都是绝对的。 心得了武器, 李平安像是个宝贝一样, 怎么拿都觉得有些不舒服。 他丢了, 他碰了, 护得自嘲笑了笑, 怎么有种小孩心性。 移出渡口码头, 太阳升得老高, 映照着岸边的青阳柳。 湖岸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 一眼望去, 竟是一片绿意盎然。 风带着阵阵凉意浮过湖面, 撩起片片连衣。 置身其中, 让人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 不知是坐船的人太多了,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渡口中已经没有大船了。 只有几艘小客船。 南下的一行人来到渡口码头, 李平安走在最前面。 船家, 风水府去不去? 船上有一个年轻半百的老头, 还有两个赤着胳膊的汉子, 看年龄应该是老头的儿子。 老汉走过去, 打量了一行人, 见对方带着四个孩子, 想必是出来游玩的。 可看穿着又不像, 倒像是赶路的。 去的去的, 包船吗? 包船多少钱? 这个时节去风水浮属逆水行舟, 乘船的价格要翻一翻, 算上食杂费, 大概六百文钱。 李平安微微挑眉, 包船的价格却有些贵了。 老汉看出了李平安的顾虑, 便道, 不愿意包船的话, 可以等一会儿与人拼船。 几人便在渡口旁, 一边吃着干粮, 一边等人拼船。 王毅正在滋滋不断地练习着走庄。 他先前缠着李平安要学武功, 李平安便教了他走庄的法子。 实际上, 王毅之前就学过走庄, 只不过这东西实在是太过枯燥无聊了。 可如今先生说了, 王毅便有了十足的动力。 就好像首富给你指了一条路, 只要你走下去, 便会跟我一样成功。 李平安坐在船头, 嚼着干粮。 老牛盯着他手中的干粮, 似乎是想着他吃完了一半, 剩下一半留给自己。 到了风水府, 距离京城便近了, 从关道走脚城快一些, 只需四五日的光景。 听人说, 京城繁花似锦, 宝马叼车厢满路。 李平安笑了笑, 伸手将干粮丢入江水鱼群聚集的地方。 老牛健壮, 赌气似的撇过了头。 我见京城多妩媚, 廖京城见我英如是。 船只驶出渡口码头, 悠然地行驶在江面之上。 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 船身随着江浪起伏, 缓缓前行。 船桨之声不绝, 江水上形成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忽高忽低, 节奏极快, 给人一种飘飘欲鲜的感觉。 王毅还在练习着走庄, 只是船上不比地面。 怎么走都不舒服。 崔才拉拉拉公子, 不让公子走远了。 船上有一伙人, 看起来十分的不善。 为首的人, 身材又高又瘦, 就像是一根竹竿, 长了一副尖诈模样。 到风水府, 需四天的水城。 前两日都相安无事, 到了第三日晌午。 一连吃了两天的鱼, 众人吃得倒是一点也不觉得腻了。 鱼头汤鲜美多汁, 鱼肉又细又嫩, 吃得不亦乐乎。 生炒鱼, 配上少许佐料。 色香味俱全, 清淡可口。 扑通。 众人吃得不亦乐乎, 李平安却捕捉到了一丝生意。 紧接着, 船身猛的一晃, 船上众多乘客纷纷一惊。 立足不稳地被晃得东倒西歪, 险些摔下水中。 哄。 仿佛惊雷滚滚, 万马奔腾, 倒是着实吓了众人一跳。 这时, 传老汉忙从船舱中取出一个人头大小的馒头, 上面裹着一层鲜红。 只见船老汉将馒头扔进浆里, 随后跪下身来。 但却没半点作用, 江水扔就跟沸腾了一样。 船老汉吓得魂不附体, 用近乎哀求的声音向众人说, 诸位爷, 哪个刚才说了让江龙王忌讳的话, 连累了我们大家一起受难? 众人见船老汉都被吓成这副模样了, 更是乱作一团。 这时, 忽然有人道, 是他。 他之前说了, 要把这女的扔下去。 众人寻声望去, 原来是一对外出游玩的男女。 二人都很年轻, 订了婚。 打情骂俏, 男的便随口道了一句, 再不听话便把你扔下江。 女的说, 你舍得就扔啊。 这话本是一日前说的, 按理来说, 就算出事也不干他们的事。 可现在, 众人都病急乱投医了, 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命, 谁还在乎他人的命。 船老汉便走过来, 你们遭了江龙王的计, 现在不把这姑娘扔下江去, 咱们一船人都要没命。 小姑娘哪里见过这场面, 当即人都吓傻了, 小脸惨白。 男的哪里能让人把自己女人扔下河里去, 将他护在身前。 船老汉跟他僵持不下, 坐在船脚的那个瘦高个汉子, 一挥手。 当即身旁的几个汉子便冲过去, 架开了男人。 将女人夺了过来, 便要投进河里。 见那姑娘叫得可怜, 有两个书生想要出面阻拦, 却被瘦高个一把推开。 滚开。 恰在这时, 一道身影跳了下来。 一脚踹在一个汉子的脸上, 大喝道, 放开那个姑娘。 王义小小的一只站在几个汉子面前, 像是兔子堵住了大灰狼的洞口。 谁家的臭小子? 滚开。 令那汉子抬脚便踹。 谁料王义身形灵活, 侧身躲过。 一步跨出, 一拳打在对方身上。 只是却好似打在了钢板。 汉子大怒, 伸手拽去王义, 便要将他一并投入河中。 啪的一声脆响, 那汉子被打了一巴掌, 左夹顿时肿了起来。 嘴角一血, 踉呛着向后退了两步。 崔成, 崔彩。 一人护住自家少爷, 一人拦在汉子面前。 江水滔滔, 祸福难料, 关一个小女子合适。 崔成立声道。 寿高个应孝, 还他娘的挺爱管闲事。 这叫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王义道。 江水更急。 寿高个知道对方手上有两把刷子, 便转头对着船上的众人喊道。 好。 那不把这女的扔下去, 大家一起等死好了, 一听这话, 原本不准备出风头, 在一旁看戏的众人哪里能忍得了。 当即纷纷喊道, 谁让他嘴贱呢? 就是就是, 凭什么要我们跟他一起死? 赶紧把他扔下去吧。 不管我们的事啊。 一群人哭爹喊娘, 生怕一个浪过来将船打翻。 有两个妇人走上前, 你们不来, 我们来。 说着, 便伸手去拽难女子, 却被崔成一把抓住。 那妇人挣扎不过, 一屁股坐在船上, 便嗷嗷地叫了起来。 还有没有王法了? 不活了, 王毅感受着众人恶意的目光, 被千夫所指。 忽然有些后悔了。 这时, 旁边的阿里亚喊道, 你们讲不讲道理啊? 人多就有理啊, 嗓门大就说得对啊。 这一声, 倒是把王毅拉回了神, 脖子一僵, 也跟着喊了起来。 当即有人骂道, 几个毛都没长期的小崽子, 有爹生没娘养的贱种子。 轮得到你们说话了, 咱们这么多人不怕他们。 对对, 一时之间, 群情激愤。 崔成崔才二人, 哪里能拦得住这么多人, 无奈地望向坐在船头的李平安。 却发现, 李平安不动如钟, 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一样。 先生, 将水之上, 忽然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影子。 接着, 一声轻笑。 水面破开, 影子诡异地舒展开来。 一条雪花巨蟒的头颅出现在众人眼前, 张开嘴巴发出刺耳的叫声。 宛如一张血盆, 獠牙如钩, 密密麻麻。 额头上长着一根道脚, 争鸣而恐怖。 众人只觉浑身像僵住了一般, 脊背发凉。 那巨大的舌头一伸一缩之间, 就像是一只离弦之剑一般, 嗖的一声射了出去。 李平安站起身, 翻滚的江水, 建设在他的身上。 却被沸腾的气血化为屡屡飘渺的雾气, 他便站在船头背对着众人面对着巨蟒。 弱小的身躯仿佛在下一秒就要坚持不住狂风, 而被吹下船去。 李平安握住了拐杖的柄端, 轻声道, 第一站可别给我丢人。 说吧, 杖刀出鞘。 一刀斜斩而出。 江水震动, 水气沸腾。 刀光如鹅毛般飘落, 如风卷残叶。 平波无痕的空中像是起伏的水面, 从下道上, 从前到后。 以一起开始, 以一幅收尾。 巨蟒身形微微一致。 哀嚎响彻四周, 凄惨婉转。 李平安合上刀。 杖刀入鞘, 发出清脆的摩擦声。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轻轻抚摸着刀身, 爱意满满。 老牛在一旁, 用哀怨的眼神望着他。 喜心厌旧的臭男人, 传上一片寂静, 只有江水拍打船底的声音。 先生好厉害! 阿丽亚兴奋地道。 王毅双手插腰, 像之前跟他们起冲突的汉子, 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先生, 那个是我先生, 厉害吧? 你们怎么不大呼小叫了? 嗯? 李平安一边驱散身上的水泽, 一边道, 船家将这巨蟒给大火炖了吧, 压压惊。 船老汉足足愣了好一会儿, 才赶忙称事。 这么大的巨蟒, 怕不是成精了。 要是放在以前, 船老汉自食不敢吃的。 可现在仙人都发话了, 船老汉赶忙招呼着自己儿子帮忙。 李平安回到船头, 继续坐了下来。 这下子, 众人都不敢再说话了, 先前那个嚷着醉凶的妇女灰溜溜地走回了去。 瘦高个跟几个汉子也是一言不发, 那对险些遭了无妄之灾的男女来给李平安道谢。 李平安只道了一句不客气, 便不再多言。 赵琳和阿丽亚还是第一次看见李平安出手。 此时, 两个小姑娘正好奇地盯着李平安。 王毅则兴奋地在一旁, 继续练习走庄。 幻想着, 一样厉害。经历这场风波以后, 传老汉连忙将船上一尖雅尖给倒腾出来, 让给李平安他们。 自是被李平安拒绝了。 过了半日, 那头巨蟒便化作了众人的盘中餐。 传老汉特意分给了李平安几人一大碗蛇羹。 这蛇肉吃起来当真是鲜美无比, 尤其是传老汉的手艺还不错。 要的是一个烫, 味道竟在唇齿间。 李平安吃得只觉嘴中寒香, 美不胜收。 便问传老汉这蛇羹的做法。 传老汉此时也缓过神来, 滔滔不绝地跟李平安讲着。 这您可问对人了。 小老汉, 我一生只干三件事, 划船, 摸鱼, 做蛇。 先要将蛇包肉成丝, 聚骨, 用熟猪油掠炒。 烹料酒, 下蛇汤, 味成瓦钵加姜片, 葱条, 雨火, 新月, 浇灰, 两岸杨柳成形。 姜水, 硬得银波滚滚, 家暗垂扬隐婆娑, 阵阵凉风吹来, 只觉眼前风光更加动人。 置身于船头, 一幅古老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 充满了一种田径的诗情画意。 伴随着悠悠的二胡之音, 李平安不由自主地陶醉其中, 脑海中念头闪过。 命格, 一心一意, 命格, 情能捕捉, 两种命格同时发动。 不仅是在读书, 修行上能起到加持作用。 在了二胡时, 也同样能启动效果。 有两种命格相互加持, 获得奖励的速度更加的迅捷。 相当于以前只能用一倍速看视频, 现在却能1.5倍, 甚至是两倍。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150, 二拳音乐LV3, 1500, 100000, 自至, 夏品领鼓, 听风刀法。 90% 领悟新的刀翼, 91% 拔刀树新号邪疗出鞘, 63%至65% 龟西弓, 93% 无增加燕子川云纵40%至42% 技能, 气息锁定, 62%至63% 修炼心经, 涅槃经, 获得宝物, 修行者的飞剑, 细语一枚, 控制程度60%, 扶桑树化为的杖刀, 体内未消化气息, 酒气, 残留佛家真气, 各种念头在李平安脑海中划过。 龟西弓没有增加, 这很正常, 一旦某种弓法达到了80%, 余下20%便只能全凭自己努力。 倒是听风刀法, 之前久久未能突破瓶颈。 莫非是因为刚才那一刀, 一股无形的刀翼涌上心头, 气息温润清凉, 一道又一道璀璨的光芒在心中飞速划过。 这或许不是一种刀翼, 而是一种生命的魅力。 余下的东西增长都不太明显, 也没有什么值得变化。 最令李平安在意的还是体内那股酒气, 还有残留的佛家真气。 佛家真气是自己吞掉舍粒子之后, 便一直徘徊在体内。 险些要了自己的命, 好在长青和尚传了自己涅槃经, 随着不断的观想, 这才将佛家真气消化了不少。 只是还有不少残余。 至于那股酒气, 则是在玉门关时, 打铁的老莫给自己喝的那一口酒。 力量强盛, 丝毫不亚于那股真气, 却并没有破坏他的身体, 反而安分守己地, 像是守在闺房的姑娘。 等待着他的出手。 那股佛家真气以不足为惧, 接下来的任务重心, 便是尽快消化那股强盛的酒气。 礼平安定了定心神。 又过了一日, 傍晚时分。 船终于靠了岸。 这一趟虽然偶有波澜, 但好在有惊无险。 临别之时, 船家向众人告着别。 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 今生能乘坐同一条船, 这缘分也不浅了。 船老汉没有要那对年轻男女的船钱。 毕竟先前做过那种事, 但说到底, 他本性也不坏。 只是愚昧无知罢了。 风水浮的繁华超过了几人的认知。 之前觉得自己是公子哥的王毅, 此刻也觉得自己变成了乡巴佬。 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气势恢弘的院门, 又看了一眼守门的魁梧大汉。 目光又落在街头的行人, 咽了一口唾沫。 第一次来这种繁华之地, 四个孩子不免有些拘谨。 看看他人穿得光鲜亮丽, 再看看自己一身衣物。 因为一路的风波早就失去了颜色。 李平安倒是不慎在意, 走在前头。 如果不是有任务在身, 倒真想在这里多逗留一些时日。 现在也只能把四个孩子送到了书院后, 再回来逛一逛吧。 当夜, 李平安一行人在风水浮流宿, 各自买了新衣上和鞋袜, 随后第二天晌午便从关道直奔京城。 京城? 一英俊男子在城门口, 摇着青扇。 白衣黑发, 衣和发都飘飘翼翼。 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 高挑秀雅的身材, 衣服是冰蓝的上好丝绸。 腰间系着一条白色丝带, 配着一把长剑,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棵玉树。 景玉时不时照照镜子, 心中暗道, 侦探娘的帅死了。 让他们再瞧不起本公子。 只是左等右等也不见李平安一行人的踪影, 算算路程应该到了。 莫非是中途遇见了什么变故? 越想越觉得奇怪, 偏偏在这时原本晴朗的天空呼得阴云密布。 没一会儿, 静下起了暴雨。 街上人纷纷躲到屋檐下, 或钻进两旁的店中, 或狂奔回家。 没一会儿, 原本热闹的街上便看不见人了。 唯有景玉还站在原地。 他望着这长雨。 道是来的是时候, 道是后李平安他们一来。 自己站在雨中, 嘴角在勾起淡淡的笑容。 更帅了。 你们看那个傻缺, 怎么下雨天还在雨里站着? 客栈二楼。 王毅看着窗外, 不由地笑道。 外面雨下得大, 几人都有些好奇凑过去, 看了一眼。 他是不是傻子啊? 阿丽亚没有嘲笑的意思, 与其中带着同情。 胖俊道, 真可怜。 赵琳儿, 不如我们去给他送一把伞吧。 或许是遇见了什么伤心的事情, 还是让他自己静一静吧。 李平安并没有回头, 将二胡解下来。 吃完饭, 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入学。 嗯, 几人点头。 王毅嘟囔了一句, 也不知道锦玉这家伙跑哪儿去了呢? 还说要在京城接我们, 大骗子。 这时, 赵琳儿道, 那个公子的背影似乎有些像锦公子。 怎么可能, 锦玉下雨不知道躲。 他智商再低, 也不至于低到那种程度。 说完, 便又换了一个话题。 几人便没有太过在意。 一夜的暴雨, 第二日清晨。 雨过天晴, 空气又湿又黏。 四个孩子还没有醒。 李平安早早地出了客栈, 却忽得发现一个熟悉的气息站在城门口的位置。 李平安微微一愣, 恰巧那人转过身来, 两相对视。 李平安想起昨日的对话, 二人沉默两久。 京城的早点铺子, 似乎跟别的地方的也没什么区别。 一行人在一张桌子坐下。 旁边还有四个时刻, 看样子像是脚夫, 正各自埋头大嚼着一碗豆腐脑。 见他们吃得香, 李平安也要了一碗豆腐脑。 只是等吃到嘴里才发现, 这豆腐脑竟是甜的。 李平安哪儿能受这种委屈, 当即又要了一份。 只是摊主一脸萌。 咸的? 豆腐脑有咸的吗? 李平安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又问了几家, 最后都是徒劳无货。 无奈直地放弃了豆腐脑。 很快, 一行人吃饱喝足。 桌上的菜有七成都是李平安吃的。 京城的肉包皮薄肉厚, 其余人吃了几个便觉得饱了。 他却像个无底洞似的将多余的肉和包子一扫而空。 李平安食量本就大, 自从喝了老莫那口酒后, 食量更是大了许多, 总觉得吃不饱。 付过钱之后, 一行人向着京郊四十里外的书院而去。 一路上, 遇见了不少同样赶往书院的学子。 因为书院不准学子乘坐马车, 一些住在京城娇生惯养的孩子, 走了一半路便有些支撑不住了。 李平安他们便遇见一个小少爷, 锦衣玉服, 只跟着母亲还有两名家仆, 皆是不行。 吵着闹着, 走不下去了。 他那打扮漂亮, 风韵犹存的母亲只好苦苦劝说。 对比起来, 走了这么多路的阿利亚几人呼绝一阵巨大的自豪感。 不过区区四十里, 阿利亚自豪地挺了挺胸脯。 王毅哼了一声, 就是, 我们可是从安北四镇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 一路上, 所有人都难掩兴奋之情。 一边在林荫小道上走着, 一边欣赏着周围的美景。 一路走来, 总算是见了曙光。 任谁都免不得高兴。 走过一段极长的山路, 众人看见了这次旅途的目的地。 明晃晃的匾额上书四个大字。 怀路书院门口有数位身穿如服的弟子, 正在接待学子。 在景欲的带领下, 一行人交了引荐函, 随后便被接引弟子带走了。 眼看便要和李平安分开, 阿里亚抱着李平安死死不松手。 仿佛一松手就会天崩地裂一般。 李平安笑了笑, 安慰到等考核结束便来看他。 根据景欲所言, 入了书院还需进行考核。 考核通过的弟子才能成为书院的正式弟子。 反之, 则从哪来回哪去? 阿里亚这才和几人离开了, 三步一回头直到身影消失。 感受这四个孩子气息离开, 李平安有心底说不出什么滋味。 有一种自家孩子终于长大了的欣慰, 还带着一些不舍与伤感。 好不容易来一次, 我带你去书院逛一逛。 景欲勾着李平安的肩膀。 李平安说, 书院不是不允许外人探视吗? 景欲哼了一声, 开什么玩笑? 我谁啊? 景欲! 你也不在书院打听打听, 说一不二。 尽管多走, 我看谁敢拦你。 不让进。 如福弟子拦住了李平安一行人。 景欲轻哼一声, 心来的。 我,景欲! 两名弟子对视一眼, 脸上表情有些错愕。 你就是景欲。 景欲双手还胸, 得意一笑。 你就是那个偷看陆师姐洗澡。 结果被陆师姐揍了一顿, 在书院的树上挂了三天的景欲。 李平安默默后退了几步, 与景欲拉开了距离。 老牛也嫌弃地撇了撇嘴。 李平安本就没什么心思逛书院, 顺势也就离开了。 临走时, 景欲让他在客栈等自己, 处理好事情, 晚上找他喝酒。 离开书院。 一众穿着得体, 气质儒雅的学子迎面走来, 只觉清风拂面。 催成催才二人回首, 望着书院。 沉默许久, 长叹了一口气。 满眼皆是羡慕。 如果自己年轻时能有这等福分, 那该多好啊。 直到是, 同人不同命, 同伞不同饼。 时来天地皆同利, 运去英雄不自由。 李平安感受到了二人的情绪, 开解道,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少计较, 不强求。 做好自己, 你才是那个最独特的风景。 与其在这里纠结, 不如去找个好点的馆子。 如何? 催成催才二人皆是一笑, 刚才的感伤消解了不少。 什么破地方? 我家孩子脚都磨破了, 就背了一段路怎么了? 是路上遇见的那名美貌妇人, 还有那名富家孩子。 原来是从京城到书院这四十里路, 那名自幼娇生惯养的孩子, 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妇人心疼孩子, 便忘了老爷的叮嘱, 让仆人偷偷背了一段路, 谁知道入院的时候, 就被直接劝退了。 天底下, 哪里有这般的道理? 丈夫刚刚升了官, 若放在平时, 妇人肯定要好好争论一番。 甚至动起手来, 也未难免。 可这是在书院, 纵使妇人再蛮横, 也不敢在这儿撒泼打混。 所以, 只敢暗自埋怨几句。 娘, 我脚疼。 孩子抱怨道, 阿妩, 还不把少爷背上? 我不要他背, 个得慌, 我要骑马。 这荒叫野岭的, 哪儿有马啊? 我要骑那个。 孩子摇手一指, 老牛瞥了一眼, 嫌弃地翻了个白眼。 妇人顺着孩子, 指的方向看去。 三人一牛, 脚下踩着草鞋, 穿着也净显穷酸, 唯一可以值得一谈的可能便是气质吧。 阿妩, 妇人叫了一声, 名唤阿妩的家仆会议, 走到李平安三人身前。 小子, 今儿你捡便宜了。 那头牛, 我们家夫人要了。 一边说着, 一边扔出一个钱袋。 李平安伸手接住, 不用碰。 听银子在空中相互碰撞的声音, 便知道精良。 李平安淡淡一笑, 将钱袋重新抛了回去。 抱歉, 这牛不卖。 阿妩面路诧异, 嘿, 你也不看看, 里面有多少钱。 多少钱也不卖, 还请另寻卖主吧。 无奈, 阿妩只好跑回去。 不卖。 夫人颇为的不耐烦, 今儿他本来就跟着儿子 走了四十多里的路, 肚子火气。 什么破牛, 当成宝贝似的。 阿妩道, 既然不卖, 不如跟他说, 把牛租了, 驮少爷下山。 夫人挥了挥手, 阿妩又跑了过去, 这才只拿出了钱袋子里的一半。 牛不卖, 租总行吧, 把我家少爷驮到山下。 看没看见, 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 李平安摸了摸老牛, 老牛你的意思呢? 摸。 李平安无奈耸了耸肩, 我家老牛不同意。 阿妩忍不住道, 我看你脑子被驴踹了。 李平安倒是不慎在意, 身后的崔城愤然站出来。 你这人会不会说话? 香八老, 说你怎么了? 你可知我家夫人是。 话还没说完, 李平安便以招呼着崔城崔才兄弟俩, 往山下走。 跟白痴计较, 别人会以为你也是白痴。 那夫人气得不行, 本来自己今日便受了一肚子的委屈。 现在连个香八老都瞧不起他了, 一巴掌扇在阿妩的脸上, 又催又响。 废物。 阿妩忍着脸低着头, 一言不敢发。 只是妇人嚣张虽嚣张, 却也知这是什么地界。 一路向上去, 一旁的孩子一直哭哭啼啼的, 吵着闹着要坐车? 闹得妇人心烦, 走到一处水坑时。 不慎滑倒在地, 水溅了一身不说, 两半又肥又圆的屁股 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哎呦! 妇人一肚子火气, 啪啪又赏了下人几个嘴巴子。 好不容易赶到了山下, 妇人看见了正往这边赶来的丈夫的马车。 怒气冲冲地几步走过去。 妇人, 这是怎么了? 一个中年男人从马车上下来。 什么怎么了? 还不是被人气的。 妇人气不打一出来, 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什么老实子书院? 还有那几个臭香巴老男人疑惑? 什么香巴老? 妇人回头看了看, 只见李平安一行人缓缓从山上走下来。 好不容易来一趟, 自然是要四处好好看一看。 边逛边看, 所以他们的矫程倒是比妇人还要慢上一些。 就是那几个, 气死我了。 男人见妇人这般模样, 免不了回家就是一顿墨迹。 书院自是惹不起了, 便拍着妇人雪花光嫩的小手。 妇人, 莫生气了。 我让人教训教训那几个家伙, 为妇人出气, 还不行吗? 男人挥了灰衣袖, 换来一名黑衣剑客。 找个没人的地方, 教训教训他们, 下手别太重。 黑衣剑客点头乘势, 便跟上了李平安几人脚步。 一前一后, 到了数十丈开外的一处巨石旁。 前面那人是个瞎子, 看不出有什么功夫底子。 倒是身旁的另二人, 走路带风, 脚步厚重。 一看便是习武之人。 也好, 否则要是真让他平白无故去揍一个瞎子, 心中也过意不去。 只能算你们倒霉。 黑衣剑客心道, 打亮了一眼四周的环境, 便快步走上前。 手搭住了李平安的肩膀, 冷声道, 站住。 下一瞬间, 便感觉到了一股寒意。 就像是一盆冰水浇在了他的头上, 从头到脚都是一片冰凉。 李平安微微偏头, 沉声道, 何事? 黑衣人平住了呼吸, 半嗓才回过神来。 你, 肩上有只红蜻蜓, 现在没了。 多谢。 不步不客浅。 黑衣剑客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声音, 都变得有些颤抖了。 正正地望着三人一牛的身影消失, 这才重重吐出几口长气。 李平安三人没有直接回客栈, 而是打听了一处酒好且不贵的地方。 足足喝了两三个时辰, 最后是李平安和老牛将催橙和催彩扛了回去。 李平安躺在床上, 也有了几分的醉意。 增值一分则太长, 减值一分则太短。 醉意恰好。 他常常舒缓一口气, 开口道。 房上的君子寄来了, 便下来喝一杯。 没得到回应。 过了片刻, 气息消失。 李平安微微挑眉, 走了。 自己才进京城便有人监视。 李平安回想了一下, 自己在京城也没有敌人。 至于朋友, 恰在这时, 屋外闪进来一个人影。 是来找李平安喝酒的景欲。 喝酒去? 李平安晃了晃酒糊落, 示意自己刚刚喝完。 你喝的那是什么破酒?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月色满天, 风中却带着初秋的凉意。 一道黑影掠过, 从十里停的桥头飞掠而过。 随后落到一处暗象中, 对着黑暗中的那顶轿子, 轻声道。 人找到了。 滑灯初上, 一片繁华, 一片淫泥。 属于清月阁的夜生活, 才刚刚开始。 各色马车停在路口, 预示着一夜的繁华。 四四主管弦之声入耳, 像是一手走掉的小夜曲。 李平安被景玉拉扯着走进去。 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问得好, 光喝酒, 多没意思啊。 景玉道。 一进门, 便有个风姿绰约,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宝迎上前来。 哟, 杨公子, 您可好久没来了。 景玉爽朗一笑, 前些日子有事, 这不是刚回来, 就来你这儿了。 杨公子? 李平安困惑。 你什么时候改名了? 废话。 哪里有人进这种地方用真名? 景玉低声道, 我用的是我大师兄名字。 说完, 坏笑起来。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头。 学到了, 学到了。 老宝凑到李平安身前, 这位公子看着面生, 第一次来吗? 怎么称呼? 景玉正在那边跟熟人打招呼, 并没有注意到这边。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景玉。 老宝微微一笑, 公子, 名字起得真好, 这波, 这波叫学以致用。 上了二楼, 桌子靠着栏杆, 微微低头便可尽情欣赏美色, 当真是秀色可参。 这地方好吧。 景玉得意道, 李平安听着私逐之声乱耳, 觉得有些吵闹。 不过该说不说, 这里的酒确实不错。 如果是三五个知己, 闲暇之时喝上一杯, 倒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这酒可不是寻常的酒, 是我干了半年的活, 才从老师那里弄来的。 你少喝一些, 这酒香甜却醉人。 景玉解释道, 片刻的功夫便来了两个姑娘, 一个抱着琵琶, 一个拿着古针, 都是衣着华贵。 打扮得艳丽, 却又不失清新。 拿着古针的姑娘, 神色微微有些羞涩, 一看就是刚出到不久, 颇有几分大家闺秀的味道。 二位公子, 想听什么曲目? 美酒配家人, 便来一首最红颜。 景玉笑道, 琵琶声轻柔婉转, 轻柔悦耳。 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 就进入了一种梦幻般的境界之中。 仿佛是蜜糖调油, 胭脂调粉。 又甜又腻, 又香又焦。 两个姑娘打量了一眼景玉和李平安。 景玉一身顶级打扮, 身上那枚玉佩, 一看便知价值不菲。 与之相比, 一旁的李平安倒更像是个吓人。 抱着琵琶的姑娘, 自然而然坐在了景玉的身旁。 人之常情, 倒也难免。 手持古针的羞涩姑娘, 则坐在了李平安的一边。 四五杯酒下肚, 当真如景玉所说。 有了一种飘飘乎乎不知其所以的朦胧感。 景玉喝得有些醉了, 便从怀里摸出一些赏钱。 相当于小费, 开桌费都只是小钱。 大头还是那些达官贵人的赏赐。 景玉躺在那姑娘的腿上, 脸上带着笑意。 景玉是常客了, 跟那姑娘相识, 姑娘便也没有生气。 这里不比普通的青楼, 姑娘可不是给钱就睡的。 讲究的是文雅二字。 虽大多是官家女子, 获罪之人, 可背后靠的是礼部。 哪个敢在这里放肆, 就等着被参吧。 给李平安弹琴的姑娘名叫陈湘。 前些日子因父亲获罪, 抄家, 而和母亲被送入了这里。 初来乍到, 日子自是不太好过。 曲调中也带着些许的悲凉。 她知道, 如若客人喜欢哪个姑娘, 便会多打一些赏钱。 有了钱, 和母亲的生活便能好过一些。 只是这位客人, 却迟迟没有掏银子。 莫不是嫌自己弹得不好, 还是今天的妆化得不好看。 陈湘咬着嘴唇, 目光无意间掠到大堂上。 大堂之上, 一位俊美的少年郎, 坐在堂下的桌子上。 肌肤白皙, 面容清秀。 布农不淡的见眉下, 狭长的眼眸, 似潺潺春水。 外表看起来, 好像放淡不拘, 但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金光, 让人不敢小看, 令人怦然心动。 公子不知姓名, 却出手阔绰, 一至千金。 这一日, 更是带来了一枚 戴帽香金欠珠宝珠镯。 光彩夺目, 宝器华盛, 当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这镯子的价格, 自然不言而喻。 小四朗声道, 我家公子说了, 今日哪个姑娘 能做一首令公子满意的诗词, 公子便将这镯子赏赐给谁。 小四的声音, 回荡在大堂内, 吸引了多数人的注意力。 陈湘盯着那镯子, 微微有些愣神。 心中一动, 若是能得到这件宝物 我身上的钱不多了。 李平安忽然开口。 陈湘转过头, 疑惑地望着她。 李平安淡淡笑了笑, 你取谈得不错, 只是我身上的钱不多了, 还要回家呢? 我这位朋友倒是有钱, 可她好像醉了。 锦玉睡得跟头猪一样, 呼噜声震天。 一点也不文雅。 我看别的姑娘都有赏钱, 在下身无常物, 只能借花献佛。 刚才那公子说, 谁诗写得好, 便将那镯子赠予谁。 李平安支撑起身子。 锦玉带来的酒, 当真不是寻常酒。 刚喝时不觉得, 此刻竟真的有些觉得醉了。 陈湘姑娘正正地望着李平安, 很快反应过来。 多谢公子美意, 陈湘本是卑贱之人。 公子能听上一曲, 便是陈湘的福分了。 哪里还敢要赏钱? 不要白不要。 李平安说, 陈湘姑娘微微咬着嘴唇, 眉眸流转。 对方身上有几分少年的义气, 却带着一股子稳重和成熟。 当真是奇怪的警。 陈湘还欲推辞, 却被一旁的姑娘伸手拉住。 意思很明显, 不妨让对方去试一试。 否则陈湘今夜, 怕不是又要空手而归了。 劳烦姑娘帮我拿一些笔纸。 陈湘取来笔纸, 还有一盒严好的水墨。 李平安打了个酒隔, 握笔。 一笔一画, 提案顿挫之间, 净显功力。 笔一内脸, 筋骨潜藏。 带着一种韵绿般的韵绿, 起起伏伏, 行云流水。 小厮将李平安那符诗拿下楼, 音声喊道, 陈湘姑娘流失。 众人齐声望去, 距离那贵公子 喊话不过稍许的功夫。 怎会有人这般迅速? 莫不是早就写好了, 就待今日。 众人纷纷上前好奇地围观。 二楼的陈湘姑娘 也紧张地张望着。 小厮将宣纸平铺在桌子上, 大大方方地展开。 随即清了清嗓子, 朗声独到。 咒以微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 暗暗生天际。 清月阁外, 李平安扶着东倒西歪的景欲踩在青石板的路上。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平安依。 你把书狂徒一醉, 对酒当歌, 抢乐还无味。 小厮的声音在清月阁内响起。 月光如流水一般, 静静地卸在小巷子里, 将青石板的小鹿点缀得斑驳陆离。 今晚月色很美, 风也温柔。 仿佛在等待着最后的高潮, 思绪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空灵的状态。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厮的喉结忽然动了动。 衣带见宽中不悔, 未衣消得人憔悴。 像是说书人最后的一声结尾。 金唐木响起, 将所有人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远处的声音随风摇曳而逝。 在众人的目光齐聚那个名为沉香的姑娘时, 却发现沉香急切地四下寻找着什么? 公子呢? 刚才明明就在这儿的。 我要撒尿, 锦玉醉醺醺醺醺的准备解开裤子。 一道残影在夜空中一闪而逝, 无声无息, 落在二人不远处。 什么人? 锦玉立声道。 以为本小爷喝醉了, 就能趁机偷袭我。 一想天开。 李平安, 大哥, 麻烦说话的时候把裤子提上。 来者微微躬身, 在下并无恶意。 说着, 从腰间拿出一块金牌。 锦玉哼了一声, 凑上前去。 借着月光仔细一看。 当即愣了一下, 眨了眨眼。 一阵风吹来, 酒劲醒了不少。 打了个宝格。 呃, 锦玉揉了揉脸, 又擦了擦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忙停起腰板, 一边整理仪容, 一边思绪飞转。 公主? 公主怎么会来这里? 莫非也是来清月阁玩耍的? 没听说清月阁, 什么时候有男宠了呀? 看这架势, 难不成是来找自己的? 自己韬光养晦多年, 才华终于被人发现了。 当朝公主确实曾在怀路书院读书温养身心, 可住的是小阁, 锦玉一直未曾有幸得其言。 锦玉深吸一口气, 一聊一袍, 铿锵有力地说道, 钱都带路。 不是找你? 啊? 那人畏畏攻身, 李公子, 请。 李平安点了点头, 脚步有些虚晃地走了过去。 锦玉指了指自己, 那我呢? 就在这儿站着? 那人犹豫了一下, 你蹲着也行。 锦玉, 拐了一个弯, 感知当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气息。 身段高挑的美人坐在石阶上, 袖口, 袖着深色的云朵, 外面套着一件薄薄的白衫, 卸下了裹身的黑衣, 白衫勾勒出比例近乎完美的身段。 在月光的映衬下, 更添了几分神秘和朦胧的美感。 怎得喝了这么多酒? 味道深浅便嗅到了一身的酒气。 时隔几年, 语气中倒是没有半分生疏。 酒好喝, 贪杯了一些。 李平安慢条思理地说道, 在一个不近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轻轻吐出一口气。 你的手, 嗯, 好了, 沉默了一会儿。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还能有什么打算? 四处逛一逛, 觉得累了便回去了。 柳韵轻出一口气, 当真是拿他没半点办法。 美眸凝视着脸庞愈发坚毅的李平安, 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脸上强行装出淡然来, 却又立马土崩瓦解。 黑了不少。 嗯, 边关的阳光太盛了。 那个刘勇, 我送他到夏侯上那里去了。 原本想让他留在京城, 没曾想他, 还有几分傲骨。 这人不错, 多加培养, 日后可堪大用。 李平安点头, 来之前我遇见他了。 他都跟我说了。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柳韵险些忘记了此行的目的。 一旁的轿子中走下来一位老者。 满脸皱纹, 两鬓斑白。 仙鹤羽毛般雪白的头发, 却有着儿童般红润的面色。 青天坚负坚政。 青天坚不同于任何部门, 只效力于皇帝陛下。 坚政地位与一国之首府平起平坐。 今儿, 柳韵能把坚负请来。 可见其着实费了不少力气。 老者打量了一眼李平安, 点点头。 也不知是用了什么手段, 使得长公主这般在意。 连我这个老家伙都得亲自上门给你看病。 柳韵三岁时便识得了肩负, 交情自然非同一般。 这个玩笑是开得起的。 所以, 柳韵只是眼波微闪, 翘眉的脸颊上流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 李平安微微拱手, 有劳前辈了。 老者一挥一袖, 让老夫看看你的眼睛。 眼眸苍白, 似乎是天生眼疾。 老者不甚在意, 觉得长公主未免有些小题大做。 自己堂堂腹肩, 却做起了江湖大夫的活。 不过长公主在乎此人, 那便无可奈何了。 老者手中荧光微微闪烁, 赫然是一根寸许长的细针。 银针入体, 李平安没有感觉到刺痛, 反而是痒痒的。 可下一秒, 随着银针的深入。 嗡。 脑子嗡的一下, 像是炸开了一般。 老者眼急手快, 轻轻一指, 便令李平安不能再动弹半分。 老者以气机注入银针, 眉头不由地皱起。 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 仿佛能吞噬一切一般。 老者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凝视着黑暗。 似乎在面对一种难以形容的威胁, 拼命地想要在黑暗中找到一条生路。 只是到处都是一片死寂。 周围的温度, 骤然降低了数度。 老者嘴角微微抽搐。 娘大。 大意了。 本以为是炸鱼, 结果误入高端局, 一枚金色耀眼的针从老者的手心之中掠出。 柳韵脸色一变, 握紧了拳头, 强压制下心中的不安。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者收回金针。 原本璀璨的金色, 此刻竟暗淡了几分。 而先前的树莓银针早就失去了色彩, 与平常银针无异。 老者眼角抽动, 心在低险。 沉吟了半晌,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天罚之人, 无药可救。 李平安强撑着自己没有倒下, 一手扶着墙,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如同窒息了一般, 嘶哑着声音道。 何为天罚之人? 老者沉生道, 不沾因果业力, 却也终身入不得修行之道。 身体有残缺, 却在某个方面拥有极强的力量。 简单来说, 就是不为天地之法所容, 徘徊于规矩之外。 更通俗一懂一些, 你不属于这个事件。 短短一句话, 让李平安心中遗憾。 他当真不属于这个事件。 莫非这就是自己穿越来的代价? 老者常常叹了一口气, 天罚之人虽然极为罕见, 可像你这样这般强烈的别说贱了, 闻所未闻。 李平安咳嗽了几声, 脑中还是嗡嗡作响。 老者最后看了一眼李平安, 做一个普通人, 安稳过一生也不错。 说完, 便跟柳韵告辞离开了。 一边走, 一边嘟囔。 倒了八辈子, 血没了。 柳韵上前扶住李平安, 担忧道, 没事吧。 浮香扑面, 芬芳席人, 肌肤盛血, 温润如枝。 李平安不动声色地抽回了手, 无碍。 柳韵微微一震, 一双美眸缓缓地转动着。 这次多谢了。 李平安指的是柳韵为他请人之眼睛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那老者的身份, 不过从其谈吐, 周深气息便能感觉到对方绝非常人。 我先回去了, 今夜酒喝得有些多, 下次有机会再见。 说完, 没等柳韵回答。 李平安已转身离开了。 扶起蹲在地上睡着的景欲, 一步步离开了。 头疼欲裂。 李平安深刻地体会到了, 这是什么样的滋味。 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只能强迫自己观想涅槃精。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记得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 应该是天亮了。 李平安才逐渐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景欲正坐在床边,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李平安揉了揉脑袋, 怎么了? 老实交代, 组织可以考虑放你一码。 交代什么? 废话, 昨天你跟公主是什么情况? 你俩认识? 算是吧。 李平安随口道, 什么叫算是吧? 说清楚一点, 就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你骗鬼呢? 普通朋友能大半夜来寻你, 普通朋友能找青天肩腹肩来找你治眼疾。 李平安挥了挥手, 不想再多解释。 打发了景欲, 李平安简单吃了一顿饭。 十二个肉包, 三碗粥, 一碟咸菜, 十个罐汤包, 三张糊饼。 最后又买了一盒桥点心, 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去继续睡觉了。 一连几日, 李平安都四在醉生梦死当中。 他喝的那些酒, 本就不是反酒。 而是景欲从书院中带来的佳酿, 再加上青天肩肩负的银金针催化。 若不是李平安身体强盛, 恐怕睡上个把来月都不是问题。 短短几日, 京城风雅之地, 便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有人在清月阁一至千金, 只为一名风月女子的一首诗词。 这种故事情节, 向来都受文人雅式的喜欢。 一时之间, 这首诗词在京城盛行起来。 而后众人得知, 作者首词的, 不是风月女子, 而是书院之人。 名唤景欲。 那日, 李平安留的姓名便是景欲。 他人问陈湘姑娘那首诗的主人, 陈湘便如实相告。 书院。 景欲, 你身为书院学子, 竟然不知廉耻去那种地方。 景欲看着被打得通红的手心, 委屈巴巴, 满脑子的疑惑。 我他娘的, 怎么暴露了呢? 在河边走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试过血。 怎么这次不但暴露了? 而且闹得人尽皆知。 甚至还莫名传出来一首他写的诗词。 瞇着嘴, 眼中泪光闪烁。 钟大家提着戒齿, 目光严肃地望着他。 沉默了一会儿。 景欲正想为自己求求情, 呼听老师道。 那首诗真是你写的? 我我不知道啊。 景欲当时喝得烂醉, 一出门便遇见了公主。 之后的事情, 便是莫名听见了自己的大名, 流传在各个纪远青楼的事迹了。 随后便被钟大家叫来训斥了一顿。 不知道。 钟大家困惑。 那首诗词, 你可还记得? 景欲摇了摇头。 钟大家手一幅, 一张宣纸从桌子上无风而起, 精准地落在景欲眼前。 这自然不是李平安当日写的那张, 而是钟大家摘抄的。 字同样是极好。 朴实无华, 而兼纳乾坤。 助以微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 暗暗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平安逸。 你把书狂徒一醉, 对酒当歌, 抢乐还无味。 景欲深吸一口气, 正正地看着最后两句一带见宽中不悔, 为一霄得人憔悴。 景欲忽然站了起来,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想起来了, 这首诗词是我写的。 钟大家双眼一眯, 无字漆, 声音不大, 却如红中大缕。 景欲心一紧, 像是要爆开一样, 急忙说道, 应该大概可能, 或许不是我写的。 那是何人用了你的名号? 景欲回忆了一下, 很快就锁定了对象。 老师, 好像是李平安所作。 钟大家眉头一皱, 那为何要用你的名字? 是不是因为, 我请她去朴景欲连忙改口, 请她去风雅之地喝酒聊天, 她便将这首诗词赠予我了。 钟大家一缕胡须, 现在看来, 似乎只有这一个解释了。 她虽然接触李平安时日不多, 但也知对方是个低调之人。 景欲的目光, 重新落在那首诗词上, 拿起笔墨, 在上面添了一行小字。 天元十六年, 由于景欲由清月阁油杆而发, 所以作词赠予景欲。 一首极佳的诗词流传于世。 即使是在市井小巷, 对于一个儒学修士日后的发展都是极好的。 更何况这诗词, 想必用不了多久便会成为一代佳作。 钟大家皱了皱眉, 长叹一口气。 大随儒学衰败于私, 而等不想着如何弘扬儒学, 却整日计较这些。 悲哀! 悲哀! 说着, 便拿起笔。 又多添了一行字。 便成了天元十六年, 紫游之游与弟子景欲由清月阁油杆而发。 遂作词赠予子弟子景欲。 钟大家, 紫游, 景欲, 老师, 您真能蹭啊。 昏昏沉沉了三四日, 李平安才觉得有些恢复过来。 酒精消散了不少。 走出客栈, 明媚的阳光洒在身上。 当真有一些不切实际之感。 他走到客栈的后院, 在马圈中找到了老牛。 老牛哀怨地望着他, 仿佛是在说, 你小子总饭吃到来了。 一连饿了几日, 老牛, 我跟这群家伙抢东西吃。 呃, 急了, 就甜甜马耳朵, 尝尝肉的味道。 现在这群家伙, 都以为我是变态呢。 李平安笑了笑, 摸着老牛的头。 抱歉老伙计, 今儿带你吃好吃的去。 李平安牵着老牛, 离开了客栈。 京城柴米油盐都贵, 太好的东西, 自然是吃不起的。 再加上一路行来, 钱也不剩下多少了。 跟人家打听, 有没有便宜吃东西的地方。 一路向西, 眼看着就要出城了。 京城不是所有地方, 都是繁花如景, 阳光灿烂的地方, 黑暗必不可少。 比如李平安脚下, 这条街道, 人声鼎沸, 却是又脏又乱, 交通不便。 左边的巷子又窄又长, 透着一股霉味。 两边都是门面寒酸破旧小饭馆, 冒着黑烟, 呛得行人咳嗽不止。 还有有鸡窝一样的小茶馆, 京城的繁华, 仿佛跟他们完全不搭边一样。 先来一碗面开开胃。 李平安忍痛, 要了一碗馒面。 老板, 把事先处理干净的馒鱼捞出来, 把鱼肉合入面中。 在这之前要先蒸烂, 拆去鱼骨, 入鸡汤轻揉汁, 擀成面皮。 小刀划成细条, 入鸡汁, 火腿汁, 蘑菇汁滚。 加入馒鱼肉和鸡汤后, 原本没有味道的面条 也就变得鲜美, 味道也变得更加醇厚。 再配上一些辣子, 酱汁又酸又辣, 又香又滑。 吃上一口, 再配上大蒜, 美得要死。 正赶上饭点, 面瘫上人很多。 跟李平安挤在一桌子的 是一个母亲 带着十四五岁的姑娘。 二人长得虽不如 清月阁里的花魁, 却也十分耐看 清水出芙蓉。 吃了一会儿, 李平安就觉浑身冒热汗, 喝了一碗清凉的茶水。 前几日的不舒服, 一扫而尽。 恰在这时, 一群带刀卫兵将这里围住。 身穿斗牛服, 盲手牛角, 头上双脚向下弯曲 如牛角状, 手持腰刀, 正是大随大名鼎鼎的锦衣卫。 街上竖旗缓缓而来, 每一匹马上都坐着一名 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 飞鱼服不是每个锦衣卫 都有资格穿的, 而是须有一定品级, 大抵是属于锦衣卫大小头领 才允许穿着飞鱼服。 而现在一口气出现了十余人。 走! 走! 少废话! 一群人不由分说的 便要将面摊上的人全部带走。 面对锦衣卫这些人 别说大喊大叫了, 喘口气都得小心翼翼的。 李平安不明所以, 犹豫了一下。 自己出来乍到, 没招惹到什么人。 也没犯什么事, 深正不怕影子闲。 于是便一口气将剩余的面全部吃完。 面摊的老汉颤颤巍巍地走到一人面前, 估计是认识那人。 刚要开口, 却被对方一脚踹翻。 全部带走! 面摊上包括李平安在内的十余名时刻, 都被平白无故地抓走了。 街上的锦衣卫少说也得有几十号人, 气息一个比一个强。 李平安还捕捉到千呼大人的字样。 幸好, 老牛免遭遗难。 李平安便将杖刀留下, 交给老牛看管。 待一群人被锦衣卫带走以后, 老牛望着李平安离开的方向, 含泪吃了三大碗面条。 锦衣卫又来抓人了? 这几日是怎么了? 鬼知道, 说不准正找替死鬼呢, 逮着谁算谁倒霉。 众人议论纷纷, 目睹了全过程的王小二, 目光贪婪地盯着那头大黑牛。 他刚才可是亲眼看见, 这牛的主人被抓了。 泽泽, 平白无故捡了这么大的便宜。 王小二快步上前, 生怕被人抢先了。 随手拿起一根鞭子, 便要将牛往自己家赶。 一个黑脸汉子窜了出来, 与王小二一样直奔老黑牛。 哎, 你干什么? 又一个白面书生走了出来。 白面书生道, 刚才被带走的是我大表哥, 这牛我要帮他赶回家去。 我呸! 黑脸汉子义正言辞地说, 刚才那人是我好哥们。 眼看三人争执不下, 旁边一人替他们出了注意。 你们既然说都是主人的亲戚, 那自然认识这头牛了, 看这头牛跟你们谁走 不就知道是谁的了吗? 这个主意好, 公平公正。 三人也都没说什么, 开始一个劲地叫着黑牛。 结果, 黑牛根本不搭理他们。 这时, 机智的王小二发现了什么。 在呼喊时, 手里多了一根大香肠。 黑牛看见香肠, 果然向他走来。 baby! 黑脸汉子也赶忙去一旁卖包子的地方, 买了几个大肉包。 黑牛吃完了香肠, 果断奔向大肉包。 如是反复, 老牛打了个宝格。 回味了一会儿, 随后摇着尾巴, 慢悠悠地离开了。 独留三人在风中凌乱。 三个傻叉, 锦衣卫大牢。 正正方方的监牢里, 人满为患。 李平安靠在一脚, 打着盹。 锦衣卫素有门流和寄收的做法。 这本是一种临时拘留的措施, 但锦衣卫常常将那些无辜的证人及有关人员一概收紧。 借机向他们敲诈勒索, 不满足这些官吏的要求便不予释放。 以至于监牢里常常人满为患, 甚至不给口粮, 让他们活活饿死。 再或者擅自对犯人严刑拷打, 将他们折磨致死。 有了案件, 抓不到罪犯。 便罗之罪名, 居所无辜的平民, 然后将他们弄死。 手段之残忍, 令人发直。 当然, 这些人也不是傻子, 抓人一般都去京郊之地, 抓那些看起来就是平头百姓, 没什么背景的人。 抓了之后, 便关进牢里, 允许他们联系家里人。 如果真看走了眼, 有人深藏不露, 家事背景都硬。 那也能及时补救, 不至于酿成什么大祸。 确保万无一失, 多年的官场之道, 他们早已门清了。 李平安出来乍道, 自然不懂这些, 原以为是协助办案什么的。 听同监牢的人说了, 才恍然大明白。 唉, 这次事可不小, 锦衣卫千户亲自上街抓人。 有人哀声叹息地说道, 点卯完毕。 理想今天的任务不是循接, 而是去监牢看管犯人。 刚走马上任三天, 理想对于锦衣卫的一切都好奇得很。 不像是其他浑浑噩噩的老油条,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吃饭付钱, 不去清楼。 认认真真巡逻, 教训街头有背景的混混, 只是没人太当一回事。 像他这种人, 锦衣卫中的老油条件多了。 谁刚迈入社会, 不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 想着清清白白做人, 拱拱正正当差。 可被社会毒打以后, 不都是变成了随波逐流所谓的成熟人。 犯人只有早晚各有一顿饭。 理想负责的是晚饭, 吸的不能再吸的粥, 配上几块咸萝卜。 钉字号尖牢。 理想一边给犯人承舟, 一边好奇地问道, 你们是犯了什么罪? 这牢房里的犯人, 未免也太多了一些。 问话的对象, 畏畏缩缩缩地看了他一眼, 不敢回答。 理想觉得有些蹊跷, 连续问了几人, 都没有问出自己想要的答案。 甚至连回答都没有人敢回答。 不知道, 正吃面呢, 忽然就被抓了。 这时, 一个声音悠悠地响起。 理想寻声看去, 只见一人靠在墙边的一角, 手里的粥早就见了底。 是个瞎子, 跟我仔细说说。 李平安指了指自己的碗, 理想便又多给他盛了一碗。 李平安细心地将粥喝了底朝天, 一滴不剩。 随后又舔了舔嘴唇, 我好像闻到了白面馒头的味道。 理想犹豫了一下, 将自己手里的晚餐递给了对方。 李平安接过馒头, 这才缓缓说道, 城里出了要案, 上面震怒。 让锦衣卫整理治安, 多抓一些犯人给上头看。 锦衣卫便抓一些平头百姓, 烂鱼冲树。 幸运一点的, 能逃过一死, 做个几天的大牢就出去了。 不幸的可能连命都没了。 李平安在这儿住了一夜, 打听到不少消息。 无法无天。 理想愤然站了起来, 李平安淡定道, 这话别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找他们去。 理想说完, 转身便走。 李平安打来的哈气, 没太抱什么希望。 正欲要对付手里的白面馒头, 却呼地感受到一道炙热的视线。 小姑娘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李平安, 准确地来说是李平安手中的馒头。 随后被母亲拍了拍, 小女孩才收回视线, 将头埋在碗里。 喝着跟水一样的米粥。 李平安笑了笑, 将手里的馒头掰开两半, 一半递给她。 小姑娘一愣, 大眼睛眨了眨, 抿了抿嘴唇, 却不敢伸手去接。 一旁的母亲道, 我们不吃, 你吃吧。 没事, 我喝饱了。 小姑娘看了看母亲, 在得到母亲的准允后, 这才怯生生地伸手接过馒头。 脆生生地说道, 谢谢。 煎熬的生活, 无聊的紧。 除了固定的时间节手, 就是在牢里干坐着发呆, 或者逗逗那个名交月儿的小姑娘。 李平安在地上画了一个九宫格, 交月儿玩三子棋的小游戏。 双方依次在九宫格棋盘上摆放石子, 率先将自己的三个石子走成一条线, 就视为胜利。 这游戏简单得很, 掌握了规律, 大多数时双方都能打成平局。 到了第三日, 一群人被锦衣卫赶着通过涌道, 转了个弯式一条约一米多宽的胡同。 胡同的两边是两排低矮的肩房, 关押一般的杂贩。 胡同的南镜头, 往东拐直角弯是内间所在, 专门关押死刑重犯。 一群人蹲在屋下的两旁, 忐忑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堂内时不时传来嗷嚎声, 以及板子落在屁股上的啪啪啪声。 听的人不寒而栗。 几个锦衣卫走来走去, 讨论着哪家青楼新来了姑娘。 小声嘀咕着, 今年的替死鬼会是哪一个, 甚至下了赌注。 李平安默然听着, 胡同很矮, 可是屋檐却遮掩了大部分的阳光。 黑暗笼罩在每一个角落, 一旁的年轻锦衣卫理想阴沉着脸握紧了刀。 想必是昨天去告状, 结果碰了钉子。 李平安用膝盖都能想到。 这时, 一个身穿飞鱼服的男子走进来, 卑职参见百户大人。 锦衣卫纷纷弯腰拱手行礼。 张公微微汗手, 审得怎么样了? 已经审出好几个了。 张公露出满意的表情, 嗯, 干得不错。 今年的指标完成了。 这些日子, 兄弟们辛苦了, 晚上请兄弟们喝酒。 随意地扫了一眼, 目光落在蹲在一旁的一个少女身上。 一个眼色, 手下立即会议将那个明幻月的姑娘揪了出来。 理想脸色刷的一变, 似乎是意思到了什么? 大人, 这是做什么? 张公诧异地看了一眼理想, 冷声道, 你这是在跟我说话? 周围的空气似都凝固了几分。 张公可不是普通的百户, 爷爷观至锦衣卫阵服使, 虽然现在退了下来。 可他父亲, 两位叔叔, 皆在锦衣卫任职, 级别都不低, 妥妥的官二代。 理想却丝毫不拒, 大人, 卑职昨日便查清了, 这些都是无辜之人。 锦衣卫以张大为首的众人网罗罪名, 陷害无辜百姓。 您现在要带走的是一个十三岁窦寇之年的孩子。 这话, 一下子便得罪了周围所有的同僚。 众人无不阴狠地盯着理想。 张公冷笑一声, 无辜不无辜, 是你说的算吗? 敢问您现在是什么级别? 莫不是已经成了锦衣卫的指挥使了? 周围的同僚低效, 这新人找死。 上级要做什么? 难道还要跟你汇报? 张公一边说着, 一边用指头狠狠戳了戳理想的肩膀, 将他戳得亮呛着后退了几步。 理想硬着头皮, 我怀疑大人要图谋不轨。 张公被气笑了, 一脚踹开偏房的门, 将少女扔进去。 进去几个兄弟, 让这名罪犯好好享受享受。 当即便有几名锦衣卫就要走进屋内。 理想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当即便要拔刀。 张公伸长了脖子, 鸣笑道, 来, 来, 往这儿砍。 理想牙几乎都要咬碎了, 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锦衣卫家法三严对上级动刀, 不但自己活不了, 家人还要受牵连。 张大人, 今儿怎么了? 火气这般大。 这时, 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 一个摇着折扇的翩翩公子, 面带微笑地站在门口。 张公转过身, 锦公子怎么有闲功夫来锦衣卫? 锦衣一笑, 来接一个朋友。 锦公子的朋友? 哪一位? 锦衣寻了一下, 摇手指着角落中的李平安。 就他。 张公没功夫搭理锦衣, 带走吧。 他对于怀路书院的这些学子, 向来没什么好印象。 一群只知道空口说白话的穷秀才, 不过也没必要得罪, 属于井水不犯河水。 锦衣摇着折扇, 在下方才一进来, 便见张大人欲侮辱无辜少女, 不知是所为何事。 张公皱眉, 不耐烦道, 锦衣卫的事还轮不到你来管。 锦衣几步走到张公面前,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更何况张大人所做之事, 在下实在是看不下去。 张公沉声道, 你一介不一, 身上未有半点功名在身。 老子让你把人带走, 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他娘的别给脸不要脸。 说完, 便冲在偏房门口的几个锦衣卫和道, 还愣着干什么, 去给咱们锦公子掩饰一番车轮战。 眼见一个无辜的可怜孩子要经受这种遭遇。 锦衣顿时急了, 试了先前的风堵, 搬出了杀手锏。 你可知我老师是谁。 张公冷笑, 知道啊, 钟大家, 同样是一介不一, 无权管理锦衣卫。 你, 锦衣被呛得说不出话来。 钟大家虽然名声响欲天下读书人之间, 可确实只是一介不一, 并无任何功名。 锦衣索性将腰间的佩肩握在手中, 今儿你要是敢动他, 本公子就。 有人在锦衣卫行凶。 话还没说完, 张公便高声喊道, 历人出窍的声音同时响起, 监牢内外的锦衣卫闻声而来。 不一会儿, 便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锦衣见了这场面, 眼角微微抽动, 恢复了些许的冷静。 他是怀路书院的弟子不假, 可并不代表他能无法无天。 更何况近几年年, 陛下对于怀路书院一直颇有不满。 尤其是在这锦衣卫里。 他一无身份, 二无合法的理由。 一旦被下了狱, 日后就甭想考取功名了。 稍微重一点, 恐怕性命都保不住。 锦衣咬紧牙关, 目光看向偏房那个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少女。 他娘的? 这帮畜生连孩子都不放过。 若今日袖手旁观, 不仅良心过不去, 恐怕日后修行之心都要蒙尘。 一滴汗珠从锦衣的额头划过。 张公见锦衣没什么反应, 轻蔑一笑。 小子, 在这儿装什么好人啊? 其他的锦衣卫则抱着手, 在不远处看戏。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他们身上的官服并不是公平正义的符号, 而是权力的象征。 李平安在锦衣卫的帮助下, 解开了沉重的锁扣和铐链。 伸了个懒腰, 表情平静。 仿佛对现在发生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要么砍死我, 要么待会儿我就带着兄弟们去。 张公挺了挺胯, 嘿嘿一笑,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锦衣的眸中闪烁着阴光, 手死死地顶在剑鞘上。 仿佛下一秒便要拔鞘而出。 然而, 最终他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手无力地垂下, 低着头, 不敢再去看任何人的目光。 理想跟现实从来都是两码事。 张公得意道, 来人, 送咱们锦公子和他朋友出去, 然后咱们关起门来, 好好享受享受。 尽量别弄得太大声, 免得激起了锦公子的恻隐之心。 话音刚落, 枪! 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张公的脖梗划过, 张公连锁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带得光芒泯灭, 众人只看见一滴鲜红的血珠滴落。 紧接着, 张公脖子上的一条红线 慢慢变得鲜红无比。 他正正地站在原地, 随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再无声息。 装你麻痹。 李平安轻声道了一句,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拔腿变走。 张公父亲张德鸣前些日子出去执行任务, 这两日返回京城。 此刻还没有到家。 张家老爷子主事虽然退了下来, 但四个儿子接入了锦衣卫, 并且张家现在也没有分家。 张老爷子早年间坐锦衣卫时, 见那些门阀贵族联姻结亲, 休妻与共, 便也萌生了成为一个想法。 既然咱生下来不是门阀, 那么就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门法。 当然, 光靠自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 但是他有儿子, 儿子的儿子, 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于是张老爷子为了实现自己这个梦想, 趁着年轻共生了七个儿子, 三个夭折了。 另外, 还有四个女儿。 妄想着有朝一日, 能够登上枝头变凤凰。 不好了, 老爷, 老爷。 正在跟家人一起吃饭的张老爷子, 微微抬起头。 何是如此慌张? 大公子, 出事了。 片刻后, 张老爷子在家人的陪同下, 看见了自己孙子张公的尸体。 一刀斃命, 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 都没有用。 谁干的? 张公二叔, 张德海暴怒。 是, 是一个犯人。 手下人回答, 犯人? 到底怎么回事? 手下人便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诸位。 等我们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逃了。 书院的那个人呢? 张德海沉声道, 在里屋喝茶呢? 小的们没敢让他离开。 张德海怒道, 喝茶? 喝个屁茶? 把他给老子关进牢里去。 老子待会儿去审问他, 他肯定跟那个凶犯是一伙的。 手下人本想提醒对方是书院的人, 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合规矩。 但是见张德海的脸色便不敢再问。 很快, 景玉便被投入了大牢。 地牢内。 景玉靠在墙角, 双眼无神, 心如乱麻。 胸口像是压着一个沉重的东西,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小子, 看来你也知道自己惹上事了。 张德海站在牢房门口, 后面还有张老爷子等一行人。 说! 那人姓甚名谁, 是什么身份?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的? 景玉斜了他们一眼, 眼中近视不屑。 你们动不了我。 声音冰冷如铁。 景玉确实不敢在景玉未闹事, 但是景玉未也绝对动不了他。 真正让他变成这般样子的, 不是因为自己恐怕要被牵连, 而是方才那一幕。 自己没有初见, 无论是哪一家的修士, 都在乎四个字一念通达而就在刚刚。 这四个字在景玉的心中轰然崩塌, 见心蒙尘。 以前他常听老师讲, 此刻才终于明白是什么滋味。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没有初见? 是怕了吗? 是啊, 我怕了。 君子修行, 当以天下为己任。 上不负君主, 下不负黎明。 偏偏有一个人的刀比他快。 没有任何犹豫, 仿佛出那一刀就是为了杀人。 就是为了平凶中一口恶气。 念头通达。 景玉苦笑, 深深地埋下了头。 另一边, 张德海还在疯狂叫嚣着。 要给景玉上行, 要让他一辈子关在监牢里。 然而, 不出两个时辰。 上面便让他赶紧放人, 据说是指挥使亲自传的话。 当然, 那家伙分明跟杀了我侄子的凶徒是一伙的。 张德海站在镇府使大人面前, 愤愤不平地说道。 镇府使先是安抚了他一通, 见不起作用。 便道, 你有证据吗? 凶徒是凶徒, 他是他。 你小子不会不知道他老师是谁吧? 钟大家亲自去找的守抚大人, 你赶紧给我放人。 为了, 又安慰到一定会把凶手抓住, 给死去的张公一个交代。 在景一卫监牢杀人, 杀的还是景一卫, 相当于打了所有景一卫的脸。 这件事如果不处理好, 景一卫的微信定会大打折扣。 雨越下越大, 房顶上、 街上都溅起了一层白蒙蒙的雾。 钟大家听着外面的雨打在屋脊上。 现在景一卫满大街的搜捕, 恐怕你很难逃出去, 后悔吗? 李平安笑了笑, 做都做了, 有什么好后悔的? 如果当时我不动手, 才会后悔。 道士先生您, 在下现在可是逃犯, 为何怨住我? 钟大家沉阴片刻, 如果老夫在场, 也会砍下那一刀, 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 只是可惜, 一刀毙命, 便宜那小子了。 要是老夫定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多谢, 只是连累了景欲。 此事因我而起, 害得他心境崩塌, 渐心蒙沉。 李平安歉意道, 钟大家佛了佛首, 不必自责, 问新官。 这是他必须要经历的一劫, 如若跨过此劫, 便是逾越龙门。 反之, 那只能说明他的修行还远远不够。 锦衣卫的势力很大, 近些年身受陛下器重, 你杀的又是张公。 他父亲, 叔叔, 爷爷都在锦衣卫任职, 很有背景, 京城暂时是出不去了。 老夫在书院, 有个狐心小亭, 你便暂时去那里歇息吧。 帮老夫摘抄摘抄点击, 量他们也想不到, 你会藏在书院, 更不敢去书院搜人。 李平安拱手, 多谢先生。 最近一段时日, 京城流言蜚语, 从家长里短, 变成了锦衣卫三个子。 锦衣卫百户长张公, 在监牢被人杀死。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事情的真相如何, 便成为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说张公借是欺人, 抢抢名女, 还是一个斗寇之年的小姑娘。 简直禽兽不如。 一些御史言官趁此机会, 煽风点火。 纷纷上奏, 弹劾锦衣卫无法无天, 欺上瞒下。 长公主借势推了一把。 惺惺之火燎原, 锦衣卫一时之间, 成为了人人过街喊打的老鼠。 为了以凭名分, 转移注意力。 不久, 张家父子被隔职待办。 张老爷子的门阀梦彻底告破, 但名分归名分。 歹人赶在锦衣卫监牢行凶杀人, 这是不争的事实。 锦衣卫无处宣泄的怒火, 便全部放在了搜捕这个罪魁祸首身上。 各大地下帮派, 暗庄, 倾巢而出。 甚至, 请动了青天间的术士, 然而一无所获。 这个人便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狐心小婷。 一狠长堤, 一点小婷, 一介孤舟。 一杯酒, 一曲乐生, 一片山水化。 一连秋风, 一如蚕烟, 一壶灼酒。 李平安坐在长亭上, 面朝湖面, 拉着二壶。 清风徐徐吹来, 明月追赶晚霞。 岸边的柳树, 在风中飘扬。 像秋千一样, 越飘越高。 这几日清静, 一日三餐都有人供应。 闲来无事, 便是拉曲, 抄写点击, 练功。 倒是多了几分自在, 悠闲。 观想《涅槃经》, 也有了许多新的体会。 并且今天, 他决定发展一个新的爱好。 钓鱼。 据他观察, 湖心亭四周的湖水中有鱼。 虽然没有看出是什么鱼。 但是看模样便知道, 味道应该不错。 他事先向每日给自己送饭的小书童打听过, 这壶的鱼能不能钓。 毕竟自己是借助, 不是这儿的主人。 得到的回答是, 小书童不屑地哼了一声。 你要是能钓到, 便算你的本事。 说完, 便和夏产手拉着手离去了。 鱼竿有了, 李平安手上的拐杖便是一根竹竿。 鱼线和鱼钩就拜托春秋和夏产两个小书童, 为自己买来。 用鱼线穿过竹竿, 直通到底并绑个钩子。 一个鱼竿就这么成了。 李平安划着孤舟, 飘荡在湖中。 一手拿着竿子, 一手啃着饼子。 后背靠着老牛, 老牛则打着盹。 因为承受了老牛的重量, 所以孤舟压水压得很深。 这鱼当针不好掉, 眨眼的功夫两个时辰便过去了。 鱼竿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李平安并没有着急。 归纳吐熙, 运转归熙宫。 坐时一无所着, 不思过去, 不思未来。 不念现在, 自在祭兆, 常在久住。 不受内外援镜转变牵扯, 亦不要制止鸭服。 天边渐渐泛起了鱼堵白, 愈发让天空显得清澈。 光线柔和, 随后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 呼得竹竿一动, 李平安手一甩。 雨雪亮的身影在半空中 划出一道弧线。 宛如一道淡淡的弧光, 轻轻一闪。 嘖嘖, 掉了泥叶, 总算是上钩了。 万事开头难。 很快, 便来了第二条, 第三条老牛, 一大早咱俩就有口福了, 回去吧。 老牛摸得叫了一声, 随后把后只腿探入水里, 扑腾扑腾地倒腾起来。 孤舟缓缓地向暗中心的小亭游去。 老师对他还真好, 又是馅饼, 又是包子的, 看着我都饿了。 春秋走在前面, 语气里带着些许的不满。 夏禅道, 别抱怨了, 还是想想, 咱们今天能不能钓到西西。 春秋叹了一口长气, 甭想了, 都钓三年了。 夏禅忽然想到, 哎, 上次胡心亭的李先生朝咱们要了鱼钩和鱼线, 他是不是也想钓鱼啊? 春秋翻了翻眼睛, 西西要是能那么好钓的, 以你我的天资, 能钓了三年还没有钓到。 夏禅点了点头, 也是哦, 那要不要跟他说一声, 免得他白费力气。 春秋想了一下, 让他去钓呗, 反正也钓不到。 要是我们一说, 他会误以为我们小气不让他钓呢, 反正他一天也没什么事。 二人边说边走, 很快来到胡心小亭。 先生, 我们来送饭了。 夏禅喊道, 一股香味随风传来。 什么味道好香? 春秋鼻子动了动, 夏禅点了点头, 确实好香。 李平安正在煮鱼汤, 老牛去接一下他们。 老牛便坐上船, 扑腾着后蹄, 划着小船来到了岸边。 照例, 春秋和夏禅都是将食物放在船上便可以了。 可这次李平安却喊道, 上来吧, 我炖了鱼一起吃一些。 炖鱼? 哪来的鱼? 春秋和夏禅一愣, 忽然脑海中想到了某种可能, 但随即便被他们否定。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等到了湖中心的小亭, 香味更甚。 李平安笑道, 等一下, 马上就能吃了。 这里的调料有点少, 所以味道可能不太好吃。 哪儿哪儿来的鱼? 春秋磕磕巴巴道, 狐狸钓的呀。 春秋不可置信地叫道, 不可能。 李平安不解, 怎么了? 夏禅上前一看, 真是细细。 盆子里还有两条。 李平安一共钓了四条, 两条炖了。 还有两条便放在盆里了。 春秋凑上前一看, 喉咙动了动。 随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哇的一下哭出了声。 见他一哭, 夏禅也跟着哭了起来。 李平安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这是怎么了? 之前他还特意问过春秋, 春秋告诉他随便钓。 两个娃娃一个劲地哭, 问什么也不说。 过了好一会儿, 小娃娃夏禅才止住了哭泣。 支支吾吾地告诉了李平安事情的原委。 老师说了, 我们俩寿命短, 这稀稀是大造化。 什么时候能钓到了, 我们俩才能活下来。 否则到了明年冬天, 我们就要死翘翘了。 这狐狸一共只有四条袭袭, 全被你调走了。 呜呜呜, 夏禅要死翘翘了。 夏禅小手抹着眼泪, 贬着嘴唇, 模样甚是可爱。 春秋, 春秋也要躺板板了。 李平安忍不住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毫不在意地说道, 这还剩下两条活的呢, 那就送给你们了。 此言一出, 两个娃娃顿时止住了哭泣。 诧异地望着李平安, 真的吗? 这可是大造化, 我们老实说了, 这笔千金还要值钱呢。 李平安笑笑, 指了指锅里的鱼。 我的千金在这儿呢? 直到李平安将两条袭袭交给他们。 二个娃娃才确定了李平安不是开玩笑, 从地上站起来连连道谢。 随后捧着袭袭便要离开, 生怕李平安反悔一样。 等等, 两个娃娃身子一僵, 莫不是反悔了鱼汤还没吃呢? 呼, 二人常常松了一口气, 看着锅里的鱼汤春秋夏蝉心中百般不适滋味。 李平安给他们盛了鱼汤, 安慰道, 这鱼确实很难得, 我等了一夜才钓到四条。 本是安慰的话, 结果二人表情顿时不好了。 心想自己辛辛苦苦了三年, 结果被对方一夜就掉走了。 吃完了鱼, 二人恭恭敬敬地给李平安鞠了一躬。 多谢先生。 李平安挥了挥手, 事宜不用客气, 两个娃娃乘船还没到岸边, 便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 师兄! 等凑近了, 两个娃娃吓了一跳。 短短几日不见, 师兄景玉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 变得完全陌生, 景玉看了一眼他们手中的袭袭, 挤出一个笑容。 摸了摸他们的头, 去吧。 景玉一身白衣, 深深望了一眼湖心亭中的李平安。 脚步轻点, 轻飘飘地落到水面, 一落便是树杖之外。 脚尖点在水面上, 如履平地。 短短几步便走到了湖中心。 衣经飘荡, 长袖如水, 深如流云。 当真有几分仙人的风采。 李平安微微一笑, 就知道你不简单。 平日浪荡不羁的外表, 只是你的伪装, 下一秒, 景玉扑通一声落进了水中。 李平安微微皱眉, 却是没有动。 这种时候, 景玉不会搞这样的节目效果。 所以只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 又等了半盏茶的功夫, 不见景玉从水中出来。 该出来了吧? 这小子, 不会溺水了吧? 景玉,景玉。 李平安忙跳入水中, 不多时, 便将景玉从水中捞了出来。 景玉吐出几口水, 终于缓过气了。 你他娘的, 怎么不早点来救老子? 老子差点淹死。 李平安尴尬一笑, 转移了话题, 锅里还有点剩余, 正好咱俩喝着酒, 给他全吃了。 缓了一会, 景玉清吐出一口气, 喃喃道。 淹死我得了。 沉默片刻, 他忽然问。 那时候, 为什么拔刀?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看他不爽。 是啊, 看他不爽。 可是我犹豫了, 甚至放弃了。 如果当时你不在场, 我肯定, 就会就会走了, 什么也不敢做, 连剑也不敢把, 他的语气极为低沉, 像是临死之前的吐气若丝。 李平安淡淡道, 你跟我不一样, 我一人吃饱, 不饿。 江湖人士, 没有那么多顾虑, 随心所欲。 而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人, 做大事, 便要讲究分寸。 谋的不是一子, 也不是一局, 而是千秋万事。 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你便要小心翼翼, 甚至违背本心做事, 遵守你不得不遵守的规矩。 你要救的, 不是那个被锦衣卫侮辱的姑娘, 而是要让成千上万的底层百姓, 再也不会遭受这种无妄之灾。 说到这儿, 李平安顿了顿, 至于我, 目光短浅, 没什么未来。 凡事惹了我的, 我看不顺眼的。 一刀斩了便好, 然后换个地方继续游历。 他拍了拍锦衣的肩膀, 笑道,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要请我喝一杯酒吗? 锦衣一正, 随后咧嘴一笑。 喝, 今天喝他的痛快。 张德鸣在得知儿子张公身死的消息, 匆匆赶回了京城, 好在紧赶慢赶, 总算是赶上了张公入馆。 对于儿子的死, 张德鸣全程一言未发, 阴沉着脸, 坐在大堂上。 空气似乎都凝固下来。 锦衣卫权力大, 张家也有关系。 俗话说,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跟着父亲和几位叔叔办案, 耳濡目染。 没学到多少真本领, 倒是敲诈勒索, 公保私囊, 威逼利诱的手段学了不少。 再加上张公是嫡子, 从小娇生惯养, 养成了飞扬跋扈的性格。 上一次, 闹出事情同样也是因为张公酒后强暴了一名仆人的幼女。 那名仆人家中恰巧还有一位亲戚, 在一名严官家里做庸人。 险些就酿成了大祸, 好在张德鸣及时出手。 找了许多关系, 又塞了钱。 这才将这事平了下来。 没想到, 刚没过多久, 张公便不长记性。 不仅张公生死, 整个张家都被连累。 张德鸣彻职查办, 二叔张德海本来今年便能升职的。 现在风声这么紧, 想必也无望了。 能保住官职便不错了。 大哥, 下面的帮派我都打过招呼了。 那小子绝不能离开京城, 他肯定还在京城藏着呢。 张德海道。 张德鸣闭目沉思, 半上开口道。 那个书院名叫锦玉的家伙盯死了。 放心吧, 大哥。 此仇不报非君子, 我定将他碎尸万断。 感受到了大哥狂暴的气息, 屋内的几人不由地平住了呼吸。 咔! 木桌发出咔嚓一声巨响, 鹰声断裂。 张德海眼前一亮, 惊喜道, 大哥, 你突破了。 先前已经有了迹象, 本以为是一件好事, 谁知道祸福相依。 张德鸣长叹一口气。 狐心小婷。 李平安抄录着点击。 老牛趴在地上, 看着点击的原文, 摸摸地叫着, 念给李平安听。 李平安边听, 边写。 效率倒是提升了不少。 这次抄录的是, 儒家关于修行一说, 这些都是不传之法, 市面上书籍是绝对看不见的。 倒是让李平安长了不少见识。 儒家是天下庙堂的正统, 把持着九州万邦大半世俗王朝的权柄。 辅佐各朝君主, 帮助帝王凝聚以及镇压异国契运。 其中以为臣三术, 最为扬名。 屠龙术, 扶龙术, 从龙术屠龙术指, 限制皇权。 目的是让国家成为国天下, 而不是家天下。 扶龙术指, 辅佐皇帝治国。 从龙术指找准一个皇子辅佐, 日后他得到你也能升天。 而能成为一国之帝师, 则是每个儒家学子的梦想。 读书, 读至与圣人会心处, 又有文运这一说, 先慢慢来, 再破镜如飞。 修一股浩然正气, 是立身安命之机, 也是自我修炼之手。 儒家修行从格物至之, 明得正身开始的。 开辟灵台, 于灵台之中, 见一尊小人, 便是仁宗所修的君子相。 笼共分为一至九品, 一品静, 梵静, 明得正身, 二品静, 灵台, 开辟灵台, 三品静, 君子, 在灵台中生成君子相, 四品静, 心静, 自上而下灌顶浩然之气, 以浩然之气脆体, 五品静, 格物, 自丹田之中, 萌生浩然之气, 然后冲破尼丸宫, 六品静, 文宫, 体内灵台化作一方小世界, 君子, 持征, 以立四方。 七品静, 命缘, 生成命缘, 言出法随, 口含天线, 八品静, 神通, 获得本命字, 九品静, 大儒, 在身体内编织规则, 可将体内小世界的规则投影到现实世界之中, 有点类似于领域。 至于九品之上的圣人, 儒门历史上成圣者极少, 凤毛麟角, 大千世界, 修行之法千千万万, 这还只是儒门一家的修炼体系。 李平安摇了摇头, 修行之法, 当真是奇妙无比。 可惜自己终生不能修行, 有些可惜。 说起来, 锦玉是什么境界, 中大家又是何等境界。 不过境界这种事情, 只可依惠不可言传。 何况, 这是每个人的小秘密, 就像为你胯下之物有多大一样。 终归是不太礼貌, 所以想想就算了。 你倒是挺有闲心。 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李平安头也不回, 不然干嘛? 在这儿抄露书籍修身养性, 我觉得不错。 锦玉道, 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想听哪一个? 随便。 李平安满不在意。 阿丽亚他们已经被书院录取了。 李平安点点头, 这个消息确实算得上好消息。 坏消息是王毅没有被录取。 李平安表情平静, 手上的动作不停。 他现在在哪儿? 锦玉道, 还在书院, 按照规定明天就要哪来回哪去了。 当然陆飞书院会报销的。 那小子兴气高, 傲气足, 四人来却只有自己被淘汰了。 估计现在正郁闷呢? 李平安点了点头,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们? 一日, 胡心小婷多了四位小客人。 大叔! 一见到李平安, 阿丽亚便倒腾着两条小短腿, 飞奔过来。 牛牛! 阿丽亚是老牛为数不多, 愿意让其摸的人。 阿丽亚从怀里摸出四五个红红的樱桃。 大叔大叔, 你快看, 这就是书上说的樱桃。 前个书院里的先生给我的, 接着点七脚, 对李平安低声道。 我就分给了铃儿, 胖骏, 王毅一人一颗。 给大叔和牛牛留了五颗, 给姐姐留了两颗李平安笑笑, 那自己有没有吃? 阿丽亚鼓着小脸, 违心地说道, 阿丽亚不喜欢樱桃。 李平安让景玉准备了一些食材, 在小婷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 考核通过, 入住书院, 又与李平安相逢。 几人都很开心, 唯独王毅在一旁, 有些闷闷不乐。 四人当中, 王毅心气最高, 可现在却唯独他没有录取, 估计换谁都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先生, 我没脸回去了。 王毅耸拉着脑袋, 有气无力地说道, 李平安知道小孩子, 你讲什么大道理, 很少有能听进去的。 便闭上眼睛, 装模作样地说, 先生早就料到了。 王毅抬起头, 先生早就料到了。 李平安若有所思, 你觉得自己是一辈子 碌碌无为之人吗? 王毅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绝对不是。 那你为什么没有被书院录取呢? 王毅眼神中透着疑惑, 等待着李平安的解释。 李平安悠悠道, 因为你的路不在这里, 你想想你喜欢读书, 写字, 听夫子教会吗? 王毅犹豫了一下, 随后又摇了摇头。 李平安一笑, 用一种高深莫测的口吻道, 你的机缘还在后头呢? 真的? 王毅大喜? 先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王毅一直将李平安视作标杆, 李平安说的话, 自是在他心中极有分量。 此刻听李平安这么一说, 顿时喜笑颜开, 将这几日的烦恼抛之脑后。 没错, 书院有什么了不起的?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上车饺子, 下车面。 身为穿越过来的北方人, 李平安特意准备一些饺子。 在北方传统习俗中, 有上车饺子, 下车面一说, 这是指送行的时候给被送人吃饺子, 接风时给被接的人吃面条。 因为饺子是包起来的, 象征团聚。 所以, 送行吃饺子的寓意就是盼望团圆。 一日, 阿里亚, 赵黎儿, 胖骏三人正式入住书院。 王毅独自一人下山去了。 崔城崔才二人想着带小少爷四处逛一逛。 一来, 是为了缓解缓解小少爷的郁闷心情。 二来, 好不容易来一次京城。 不四处逛一逛, 那倒是真可惜了。 怀路书院。 一处雅堂。 房间当中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 岸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 并数十方宝燕, 以及一叠古书。 比海内插得比如树林一般。 香炉冒出栩栩白烟, 清香席人。 黑子与白子在棋盘之上相互交错。 棋盘之外, 却是一片祥和。 老者长眉细目, 红光满面。 浑身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雅之气, 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 怀路书院院长。 而在他对面的, 极有可能便是未来帝国接班人的女子。 红衣裹身露出线条优美的景象和清晰可见的锁骨, 眉宇间透着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 即使是一身素衣, 也给人一种仙子般的感觉。 蜿蜒的长廊外, 占满了披甲士兵。 小书童站在一旁, 眼睛不由自主地去瞟那位胭脂榜上大名鼎鼎的美人。 公主, 已有许久未上山了。 柳韵苦笑, 是啊, 琐事繁忙, 每日焦头烂额, 睡觉都不踏实。 亏了院长的安神香, 每日才能安心入睡。 早年间, 柳韵在淮路书院修行, 便是由院长亲自教导, 说起来, 院长也算是柳韵半个老师。 当初院长虽对柳韵倾囊相授, 却死活不愿意受拜师礼。 这让当时的人十分困惑。 谁都知道, 陛下十分有可能让他这位女儿继位。 一旦柳韵继位, 院长便是名副其实的帝师。 只是院长并未说明其中缘由, 到现在还是一桩怪谈。 公主, 此次上山并未是为了看看我这个糟老头子吧。 院长笑道。 柳韵神色平静, 微微一笑, 恰到好处。 院长说笑了, 大随向来尊师重道, 常乐来看望老师自是礼数所在。 只是政务繁忙, 抽不开身才怠慢了。 公主, 封号常乐公主, 只是, 话风一转。 此番前来, 却有一事, 想要劳烦院长。 院长落子, 公主, 但说无妨。 常乐有意有人, 侠义心肠, 待人厚道。 常乐本欲寻名师, 引他入修行之道, 奈何天公不作美。 他常年游历江湖, 难免会遇见危机之事。 好在他武艺不错, 只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妖魔鬼怪, 师妹亡凉。 若是遇见普通武学无法解决的事情, 那便束手无策了, 恐怕还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 常乐想求院长一支笔, 赠予有人。 院长微微挑眉, 能让公主亲自求笔, 想必此人跟公主关系匪浅。 柳韵表情不变, 心情却有些复杂。 以他的身份, 自是什么样的男子都曾见过。 世家大祖子弟有之, 王公贵咒有之。 一步登天的才子亦有之。 也有不少曾大胆地向其表达心意。 不过, 柳韵却是没有半点感觉。 能让他如此上心的, 恐怕也只有那个不爱功名利路, 漂泊在江湖的瞎子了。 我欠他许多。 伴赏, 柳韵才轻轻吐出一口气。 即使公主所托, 老夫自是没有拒绝之礼。 院长一挥手, 书童便将岸上的笔架端了过来。 不知公主想要哪一只。 柳韵道, 常乐多谢院长, 贸然索要笔墨已是不尽。 不敢多有所求, 还望院长能为有人挑选一只。 院长微微一笑, 你倒是机灵, 知道若是你自己挑。 万一挑到了不好的, 不仅欠了我一个人情, 还可能让你那有人日后陷入危难之中。 若是我挑, 必不能给你挑之坏的。 柳韵淡笑不语, 说着, 院长抽出靠左侧的一只笔, 既是侠肝义胆之人, 那便是这只把笔名, 侠客。 侠就是家, 左边是人, 右边是义, 头顶灰天, 脚踩泥地。 只因存爱, 所以存恨。 只因心慈, 所以心悲。 只因城王败寇, 所以济若福清。 只因天下无道, 所以义武犯尽。 没错,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公平的。 有人马踏轻苗, 只为寻乐, 有人屠杀幼子, 亦为寻乐。 十户守篇之, 凤凰差一只。 可偏偏有一些人, 要为那些弱者求一个公平, 可屈身世人, 尽忠之志。 亦可拂袖而去, 不出恶声。 可拔尖而起, 快意恩仇。 与随手厮杀, 鱼肉无辜的匪徒, 势不两立。 名曰, 侠客。 胡心小婷的鱼一共只有四只。 李平安一晚上就全掉光了, 说起来还真是无趣。 与胡心小婷的冷清不同, 整个京城皇宫 却是十分的热闹。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长公主受担。 按理说, 长公主过生日, 引由内务府操办, 礼仪规模不宜太过隆重。 可今年却大为不同, 由礼部亲自操办。 凡事在京的文武百官, 收到礼部的文书, 虚穿着与身份相符合的蟒袍补服。 并且, 长公主受担前后三日, 民间禁止宰杀牲畜。 县府衙门也不能够处罚刑事案件。 礼部安排如下, 饮食入宫向陛下请安。 随后便是接受皇族宗室文武百官, 乃至外来依附国家的使臣朝贺。 接着入宗庙, 再回内宫接受诸位兄弟姐妹的祝贺。 外地官员的各个寿礼也分批进入皇宫。 稀释珍宝数不胜数。 甚至还有人送出了高达九九八十一件之多的礼品。 这一切都是皇帝才该有的待遇。 而如今, 在皇帝的默许下, 礼部为长公主安排了一切。 谁都明白, 皇帝这是在为公主接班铺路。 皇宫内外一片热闹欢快的气息。 到了夜晚, 四十八门礼炮响彻夜空, 同样也是皇帝该有的待遇。 一切的一切皆不言而喻。 宴席上, 六部尚书, 诸多大臣, 甚至是内阁首府, 轮番敬酒。 柳韵来者不惧。 他幼时在淮路书院修行, 十三岁入道家龙虎山, 十六岁与帝师学治国之道, 琴棋书画占了四样。 帝师称之为治国为士之才。 或许, 大随在他手里真的会再次虎聚九州。 湖面倒映着月亮, 波光零零。 李平安端坐在亭中, 身躯正直。 俗话说, 身正则气正, 气正则心正异响抱着一个红色火球, 两手在左右, 上下轻轻旋转。 带两掌间的火球实感形成后, 再用意念将火球送入腹内。 两掌配合动作, 然后两手倾贴于旗部。 稍停在做丹田内气轻缓微柔的转圈运动。 一到哪里, 气就往哪里运, 行随事而动, 力随事而动。 很快, 身体那份酒气, 便开始消散融化到体内。 不多时, 李平安便感受到了醉意。 老莫给他喝的那口酒, 当真是神奇。 直到现在, 体内那股力量还没有消化。 甚至还不及十分之一。 李平安每一次都要耗费许多精力, 去消化这股力量。 只是获得的奖励也同样丰厚, 每消化一分, 便强一分。 只会副作用也很明显。 消化完之后, 会陷入虚弱状态。 并且还会产生醉意, 用真气驱散不出。 果不其然不消片刻, 脸颊便红润起来。 吐出一口热气, 昏昏沉沉。 正准备回屋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岸边的船去缓缓地向湖中心驶来。 嗯? 来者感应不到气息, 小船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动。 李平安眉头微皱, 手握着拐杖。 偏偏在这个时候, 由于片刻, 手上的力气松了几分。 这里是怀路书院, 恐怕还没有人敢在这里行凶。 船上那人走上了亭子, 也不说话, 便站在那里。 气息锁定, 无法锁定。 在李平安的感知中, 对方就像是一个隐身的人一般。 片刻, 李平安松了一口气。 你来, 怎么也不说一声, 吓我一跳。 你怎么猜到是我的? 我明明带了玉佩, 无品修饰都感知不到的。 对面那人声音轻冷。 闻到的。 李平安放下拐杖, 挪出一张凳子, 怎么有空来我这儿? 来看看你。 柳韵自然地坐下, 四下看了一眼, 颇为感伤地说道。 我当时求学, 便住在这里,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 李平安笑道, 以你的身份, 不应该建一个八进八出的大宅子, 再配上一百多个仆人。 自己翻了个俏丽的白眼。 你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一切都好。 沉默了一会儿, 柳韵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这个送给你。 这是什么? 院长的笔, 你不能修行。 若是遇见妖魔鬼怪, 或者修士找你麻烦, 他可保你性命。 李平安虽不懂其中含义, 但是怀路书院院长的笔分量, 可值一二。 这礼物太贵重了一些, 无功不受禄。 李平安笑笑, 我本想找人帮你复明, 只是, 想来想去, 也只有这个礼物送给你了。 你救我一命, 我又在你家躲了半年, 你又送我出城。 欠你的太多了, 这个东西你就收下吧, 就算是让我安安心。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这才接过笔。 那你我两清了。 柳韵呼地抬起头, 双眸一宁。 两清? 这是什么意思? 还没等他说什么? 李平安便扯开了话题, 这个笔怎么用? 李平安将笔拿了出来, 倒是没什么特殊之处。 平平无奇, 笔豪圆满如枣河之行, 毫毛充足。 这笔是院长年轻时常用的一只, 你佩戴着它, 等闲妖魔鬼怪不敢靠近。 而且, 也能温养心性, 安神尽弃, 对你的修炼有很大的好处。 最重要的是, 它蕴含着院长的部分规矩。 李平安微微挑眉, 哦? 你试着写一个字? 写什么字? 柳韵略一思索, 比如一个斩字。 李平安当即在宣纸上, 写了一个斩字。 笔力雄魂, 蕴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给人一种玄而又玄的奇妙之感, 仿佛有一尊神王站在他的面前。 刚刚写了一个偏手, 便让李平安身体沉了几分。 再要落笔, 手中的笔却好似千斤重一般。 李平安额头浮现出虚汗。 他刚刚消化完体魅的酒气, 此刻正处在虚弱期。 一咬牙, 艰难地写完了这一笔。 斩! 带着一种诡异的韵律, 仿佛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李平安重重吐出一口气, 在柳韵的指引下, 将那张斩字以气引入刀身。 杖刀顿时好似承载了千斤重担, 寒光耀眼。 李平安握着便成了数倍的杖刀, 感受着刀鞘中传来的阵阵寒意。 心底生起一股诧异的感觉。 原本雪亮如冰的杖刀, 此时却变得暗淡无光。 像是一面破碎的铜镜, 上面布满了裂纹, 又像是封印着什么强大的力量。 一刀挥出, 这一刀没有半点破空之声, 周围寂静如丝。 仿佛所有的空气和风都被这一刀吸收了一般, 形成了一种泰山压顶的气势。 半夕之内, 远处湖面上刀锋锁止之处, 乍起一道水墓, 哗啦一声, 无数水珠化为一缕氢烟消散在空气中。 果然神奇。 李平安说。 柳韵满意地笑了笑, 你喜欢就好。 说完, 他看了一眼李平安, 又看了看一旁的孤舟。 犹豫了一下, 低声道。 时间上早, 不如我们乘船去湖里转转。 我许久没来了, 怪想这里的。 好。 柳韵提着裙子, 免得沾了水, 小心翼翼递上了船。 整理了一下衣衫, 看着湖面, 漫不经心地望着湖面。 幽兰的月色映照在他的脸上, 让他的脸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韵。 有一种梦幻般的朦胧。 不知是今夜的酒喝得有些多了, 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挺翘的鼻尖还沾染着月色的俏皮, 饱满的双唇迎着月光微微上扬。 带着淡淡的笑意。 李平安走过来, 开动。 柳韵一愣, 接着惊奇地发现船真的动了。 美眸亮了亮, 不动声色地盯着李平安。 过了片刻, 才发现是老牛在船板上蹬着两条腿滑行。 眼神幽怨, 似是受了什么委屈一般。 柳韵抬起头, 望着夜幕, 天上星河转, 人间连木垂。 灯火万家城四盘, 星河一道水中央。 真美啊。 李平安静静地没说话。 他的世界只有黑暗, 也只有在光线明亮的地方, 才能有一丝光明。 二十多年, 似乎早就忘记了夜空的模样。 这时, 就听柳韵在一旁向他介绍着天上星星的情况。 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又在哪边? 李平安笑了笑, 呼得一个亮呛, 身子直挺挺地倒下。 柳韵连忙扶住, 微微平促。 平安? 你没事吧? 李平安? Omega ZZZ呼半声, 柳韵才反应过来。 他这是睡着了。 修行之后的疲倦, 再加上又用侠客写了一个斩字。 早就疲惫不堪了。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脸上。 李平安伸了一个懒腰, 昨夜的疲倦一扫而空。 柳韵已经离开了。 李平安摸了摸肚子, 每次修炼完都需要大量的进食。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听人家说修饰到了一定的境界, 便能避骨。 一颗避骨丹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想来, 真是奇妙。 过了一会儿, 春秋和夏禅便为李平安送来了早饭。 自从李平安给了这两个娃娃洗洗后, 两个娃娃便将李平安当成了救命恩人。 每日的饭菜不仅更加丰盛了。 时不时还带来一些京城的特色美食, 供李平安品尝。 两条鱼便换来这么多东西, 李平安觉得很值。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补充完体力, 李平安顿觉神清气爽, 又消化了一些酒气。 看来完全消化这些酒气, 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随后, 李平安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柳韵送给他的这支笔上。 虽然昨日自己刚刚修行完, 身体虚弱, 但是血斩自食后, 那种压迫感却是半点没有夸大。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再次握笔。 这次没有血斩, 而是写了一个火字。 笔尖微微颤抖, 一股巨大的力量从掌心之中传来, 让他浑身一震。 真气在慢慢地凝聚, 李平安将这些真力引导到了自己的手上。 半晌之后, 一个火字完成。 额头浮现了不少汗水, 感觉精力消耗了大半, 将火字融入杖刀之中。 杖刀顿时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仿佛藏在窍中的不是一柄刀, 而是一条蛰伏的火龙。 如果说得到扶桑刀, 自己是得到了一柄能够与修饰对抗的力气。 那么这支笔便是给武器附加魔法攻击。 又研究了两日, 李平安有了不少新的发现。 这笔限制很大, 以自己现在的身体。 一天最多能写两个字。 即使是有力气写到第三个字, 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并且写下的字最强的时候, 便是落笔的那一刻。 如果放置不用, 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失去作用。 维持时间最长为三日。 虽然限制多, 但是带来的效果, 却是极为惊人。 更重要的是, 它不仅能有提升站立的效果, 李平安试着写下一个镜子, 将其吸收, 顿时脑中一片清明。 气血通畅, 精神未知提振。 思维也更加清晰, 更加轻松。 又过了一日, 景玉来胡心亭找李平安。 真让你猜着了, 他们要动手了。 李平安点了点头, 嗯, 知道了。 你准备怎么做? 景玉问。 话音刚落, 景玉表情猛被一变, 师生叫道。 侠客? 怎么在你这儿? 李平安淡淡一笑, 别人送我的。 谁? 一个朋友? 朋友? 景玉吞了口吐沫, 脑海中思索片刻。 只有一种可能了。 是公主? 李平安没有否认。 景玉抽了抽鼻子, 忙将李平安扶到了凳子上。 半蹲在他面前, 尊敬地说道, 李兄, 以后你我就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等你与公主日后, 掌控了这大随的天下, 千万别忘了你我之间的情分。 小弟别的不多要, 就那个住钱的地方让我管就行, 还有教方司, 那种勾拦之锁。 那种污秽之地, 比人愿意为李兄分忧。 李平安笑骂, 时间那么大, 你怎么不去看看? 什么意思? 景玉疑惑。 滚。 张家。 大哥, 下面的人传来消息。 张德海匆匆跑进来。 没等他说完, 张德鸣猛然站了起来, 人找到了。 张德海摇了摇头, 不是, 是跟他一起进城的人。 一个叫王毅的孩子, 还有两个武夫, 他们明日准备离京。 张德鸣眼睛一转, 好, 明儿把他们拿了。 那, 他们做什么? 废话, 当然是逼那个家伙出来。 张德海, 他应该不会这么傻吧, 明知道我们在找他, 他会出来。 而且我打听过了这个孩子, 跟他飞京飞过, 他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张德鸣音音一笑, 你知道他为什么动手杀官吗? 张德海愣了一下, 因为他跟公儿有仇。 张德鸣笃定地说道, 不对, 他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种人不像你我这种人渣, 他们还有良心, 但这也是他们的弱点。 张德海, 内心吐槽, 真是狠起来, 连自己都骂。 虽然咱们是人渣, 可也不用说得这么直白吧。 对了, 大哥, 督察院的人, 开始查我们以前办的那些案子了。 我有朋友跟我说, 可能有点麻烦。 张德鸣额头上的黑线, 多了几道。 他们办的案子, 没有几个经得起查的。 上有好者, 下必圣烟。 张公是个禽兽,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几位叔叔伯伯, 也都好不到哪里去。 张家如今这么大的家业, 靠得自然也不是什么正路。 别的不说, 光是被张德鸣害死的无辜之人, 便有几十人之多。 这些事情不查则已, 一查便是祸事。 张德鸣眼神阴郁, 不管了, 先去对付那家伙。 现在只有他死了, 我们的注意力才能被转移。 明白。 张德海道, 带多少人? 别叫外人, 救我们兄弟四个。 好。 催成催才带着小少爷王毅买了一辆马车。 京城柴米油盐贵, 一辆马车的价格在安北四镇足可买三辆。 趁着天色未晚, 乘着马车向城外驶去。 京郊外, 一辆马车刚刚驶出京城, 向着官路一路狂奔。 驾! 不多时, 两匹快马在前面便堵住了去路。 赶车的小丝一惊, 看着驾驶像是打劫的。 这可是官道, 而且刚刚出京城不久。 各位大爷, 没等他多说话, 张家兄弟便一下子围了过来。 大哥! 马车没人。 张德铭沉声道, 怎么回事? 娘的, 中计了。 回去。 一行人匆匆往回赶, 只是现在, 哪里还来得及? 大哥, 现在怎么办? 张德铭面色阴沉, 扮赏之后, 忽然道, 那对母女呢? 哪对母女? 张德喊一愣, 就是那对被公儿要侮辱的母女。 放回去了。 抓回来。 大哥, 张德海面色为难, 咱们现在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这么做, 不是等着给别人抓把柄吗?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张德还咬了咬牙, 那我让人去打听打听, 那对母女的踪迹。 九月人营, 京城有雨。 雨下得很快, 月下越大。 宛如银河决堤, 千百道瀑布从天而降。 屋檐上溅起的水花, 各有各的奇形怪状。 今日, 我要出城了。 李平安平静地对景玉说道, 景玉没想到会这么快, 不过也确实合情合理。 张家兄弟要完了。 他打听到, 督察院正在查处张家兄弟的罪名, 共有五十八条之多。 滥用职权, 逼粮为娼, 贪污受贿, 有关系的人命, 就有不下数十人, 几乎每一条都是死罪。 估计现在张家兄弟, 正被弄得焦头烂额。 没空搭理李平安。 景玉醒过神来, 我送你吧。 离开书院, 景玉和李平安来到京城的一处街边面摊。 这里距离张家的府邸很近, 拐个街口, 不到五百米的距离。 老板, 三碗葱花面, 加一叠咸菜, 再看着弄点熟食。 李平安坐下, 这顿我请, 多谢这些日子的照顾。 突然, 一道闪电划过, 硬生生地, 把本已被乌云撕碎的天空, 披成了两半面来露, 李平安戴上梭帽, 我去剪一下手。 景玉闻着香喷喷的葱花面, 快一点, 不然这面该凉了。 嗯。 李平安朝着雨中, 快步走去。 雨滴从空中急速落下, 在风的作用下, 拉出一道道细长的白线, 在青石板的地面上划过, 拐个接口, 却没有去茅厕, 而是走到一处府邸。 上面的匾额写着四个大字, 紫阳适则张家府邸。 砰砰。 扣了扣门。 估计是雨大风急, 里面的人没听见。 李平安加重了力量。 片刻的功夫后, 里面终于传来声音。 紧接着门被打开。 请问您, 找哪位? 李平安沉声道, 我找张德铭, 张大人。 张家大堂, 张德铭正在堂内翻看着这些年的卷宗。 试图从中找出一些能给自己辩解的东西。 这些案子, 只在许和不许之间, 也就是说, 只要上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己便可以逃过一劫。 这是官场横古不变的规律。 人家要是纯心整你, 你辩解得再好也没有用。 现在就盼着能快一些找出那对母女, 然后把那个杀了自己儿子的混蛋逼出来。 张德铭和尚卷宗, 揉了揉额头, 长叹一口气。 挥手招来管家, 那几个女孩都处理了吗? 还没呢? 正好, 去放松放松。 张府有一处偏房, 专门是用来关押一些从外地拐来的女子。 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只是, 现在正在风口浪尖, 张德铭便让管家将这几个女孩处理了。 好在管家下手, 没有那么快。 张德铭提了提裤子, 当站起身。 一个带着缩帽的人忽然走了进来, 不是府里的庸人。 何人? 来人抬起头, 张大人好差的记性, 一直满京城地找在下。 怎么这时候反倒把在下忘了? 张德铭眉头一皱, 猛地认出了那张脸, 跟画像上的胸徒完全吻合。 是你? 张德铭周身气息暴动。 没曾想, 对方的胆子竟然这般大。 直直地找上了门。 找死! 张德铭一脚踹飞了岸上的梨花桌。 与此同时, 脚下地砖瞬间碎裂, 便如一道积湿而出的飞溅, 刹那间冲向唐下那道有些单薄的人影。 刀光滑破雨幕, 张德铭一拳轰然落下, 狂暴的静气直接将李平安镇推至墙角。 你就拿一根竹棍? 张德铭冷笑, 继而跨出一步。 单脚弹起, 气血便如这院子中的瓢泼大雨, 直压而下。 整个人如同炸出糖的炮弹, 周遭的空气发出一声炸雷般的响动。 李平安被震得飞出树杖开外, 身后的墙壁轰然倒塌, 似乎整个大糖都在摇晃。 张德铭的皮肤变得暗红, 仿佛有股可怖的力量隐藏在其中, 正带宣泄。 嗡! 一阵刺耳的嗡鸣之声响起。 飞剑星号细雨, 张德铭目光横扫, 抬臂。 如金铁骄鸣, 当的一声挡住了这一剑。 甚至连张德铭的皮肤都没有刺破。 骨皮淬炼两次以上, 早已变得极为凝实。 李平安手握刀柄, 杖刀出翘半寸。 全身肌肉紧绷, 上身微弓, 左腿向后, 蹬地微曲。 拇指将刀形推开, 右手掌心搭于刀柄之上。 张德铭抡起右拳, 带着万军之力, 砸向李平安。 竟然妄想跟修士搏杀, 不自量力。 一刀无形无掷, 一闪即逝。 然而灵力的刀锋却是撕裂了空气, 在周围撕开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杖刀安静地插在翘内, 仿佛从来没有拔出过一样。 一个筷子在杖刀内缓缓消散。 张德铭的身子忽然僵住, 双眼瞪得滚圆。 一道血线从胸口蔓延开来, 血红一片就像是一张被撕开的血盆大口。 张德铭身子无力地倒下, 李平安平静地转身向着偏殿走去。 大哥, 张德海闻声赶到。 怎么了? 呼得, 后急猛地冒一层冷汗, 飞溅细雨, 直奔眉心。 张德海下意识地抬手, 他的修为不比张德铭, 细雨刺穿了他的手掌。 鲜红的血珠流了下来, 但也仅此而已。 只是身后, 一柄刀光无声无息地划过。 哒哒哒哒! 脚步声继续响起, 院内惊叫声也在此起彼伏地响起。 张德山听见动静, 忙将哭泣的少女甩开, 穿好裤子。 正要冲出去, 门缝中间便射进来一柄箭。 张德山反应不及, 细雨箭插入到小腹当中。 好在他及时地抓住了剩下一半的剑身。 哄! 下一刻, 整扇门都被距离轰开。 李平安一刀下去, 纵使他铜皮铁骨, 却也挡不住扶桑刀。 一刀封喉! 李平安随手捡起地上的一块布, 将刀身上的血迹擦拭干净。 呼得感觉有些不对, 步上似乎带着热气。 似乎是肚肚。 抱歉! 李平安将肚肚放下。 没有理会其余人的尖叫, 不须不及地执行着早就定好的计划。 整个院子在他脑海中格外地清晰。 张家四兄弟接连倒在血泊之中。 扶桑刀, 破甲, 侠客笔, 腹膜, 外加打了的对方措手不及。 这场战斗来得快, 去得也快。 做完这一切, 李平安轻车熟路地从后门离开。 表情平静, 仿佛他刚才真的只是撒了泡尿。 嗯, 回来了。 锦玉抬起头, 问道, 解个手, 怎么这么久? 李平安落座, 不须不及地解下缩帽, 解释道, 顺道买了一壶酒, 葱花面有些驼了。 李平安搅拌了一下, 加了辣子, 香油, 随后大口吃了起来。 接下来准备去哪? 锦玉问, 去广陵, 南国公府, 我答应过殷勋姑娘将扶桑树的种子归还给南国公府。 半盏茶的公府, 一碗面吃完。 大街上有人匆匆跑过, 杀人了。 杀人了? 锦玉好奇地张望了一下, 怎么回事? 李平安没有理会, 重新戴上缩帽。 阿丽亚他们就拜托你了, 帮我多照顾照顾他们, 有缘再会。 他正要离开, 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对了, 替我跟钟大家道一声线。 锦玉道, 临走前, 能不能再跟我比一场? 比什么? 比情。 锦玉今日特意带了自己的情。 我可不会弹情。 你拉二胡就行。 李平安不解, 这是什么比法? 你都要走了, 救了我这个心愿吧。 先前, 在安北寺镇, 锦玉弹情, 被李平安扰了心境。 如今, 度过了问心关后, 锦玉心境与先前有着云泥之别, 便有了再次挑战李平安的想法。 李平安笑笑, 时间好像来不及了, 等下次见面吧。 下次, 锦玉一愣, 看着李平安离开的背影, 喊道。 喂? 下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啊? 李平安挥了挥手, 有缘自会相见。 源于江湖, 相逢可期。 从京城到广陵府, 陆陆盘查得言。 李平安现在是通缉犯, 所以选择了水路。 而且, 水路相较于陆路时间上, 也要节省不少。 李平安联系的是, 本地的一个地头蛇帮派。 他们专门做这种生意, 正好有一趟船, 要跑广陵。 不过人家一听说, 还要带头牛。 当即便不乐意了, 哪里有乘船带牛的。 李平安是将全部家当都付了船钱, 这才得到了对方的准允。 现在李平安真是一穷二白形容了。 一头牛, 一把二胡, 一根竹竿, 窍内含着杖刀。 竹竿上缠着鱼线, 随时可以钓鱼。 腰间还别着一只平平无奇的侠客笔。 好在船上管饭, 不然只能吃土了。 李平安坐在船舱里, 过了半个时辰的功夫。 不齐了。 包括李平安在内的二十多号人, 都被安排在了最里面船舱内。 又急又窄, 还散发着刺鼻的恶臭。 这环境还真是够恶脸。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一群人相互看着对方, 心里都明白。 能在这条船上相聚, 都不是什么纯善之辈。 这时, 一个身穿破马甲的矮小男人走了出来, 冲众人略意拱手。 各位大哥, 在这遇见便是缘分, 在下枣子门草上飞。 一个刀疤脸冷哼一声,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偷鸡摸狗的, 还有脸在这二人刺抱家门。 自称草上飞的汉子,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善善地走到一旁, 挨着李平安坐下来, 对着李平安拱了拱手, 在下草上飞。 李平安, 滚地龙久仰大鸣, 久仰大鸣。 草上飞道。 李平安忍着笑意, 心说这个草上飞, 还真是会搭话。 兄弟的眼睛, 看不见。 哦, 草上飞点了点头, 船只就像树叶子一样, 在江心颠簸得晃晃荡荡。 海浪一次又一次地拍打着老旧的船体, 溅起了闪闪发亮的灵光。 江水像是一条银蛇, 清风徐徐地吹进来。 李平安听到的, 只有船桨的声音。 他仿佛看到了江水一掌一降, 有节奏地拍打着防波堤的笔直的低暗。 四周的船只许多, 却十分有秩序地行驶着。 柳韵站在岸边, 静静地望着江山的船只。 公主穿多些刚刚下过雨, 天寒, 宫女给她披上一件厚厚的衣服。 周遭的护卫不明白为什么公主忽然有了闲心, 想要来这里看风景。 柳韵望着承载着李平安的船, 她的脸庞就像是一块被江水浸透的白玉, 温润如水。 看着孤帆援影, 看着柳枝思绪飘向了遥远的京都。 莫名地想到, 如果自己不是将来帝国的继承人, 会不会也像他一样? 随心所欲,四海为家。 想到这儿, 她忽然自嘲地笑了笑。 终究不过是妄想而已。 梦! 在船上的老牛发现了柳韵, 叫了一声。 走吧! 柳韵转身, 走向自己的帝国。 而李平安终将顺着江海, 飘入自己的江湖。 心垂平也阔, 月涌大江流。 转眼便是三日过去了。 船上的伙食师傅做菜实在是太难吃了, 船舱内的人无不抱怨着难吃。 甚至有一天做的螃蟹, 拿筷子去夹。 结果却被螃蟹反手夹住了筷子。 刀疤脸看着今天依旧像狗屎一样难吃的晚饭, 一气之下直接将碗倒扣在地上。 他娘的, 狗都不吃。 就是, 这东西就是给狗吃的。 狗才吃。 一旁立即有人附和。 他娘的, 我之前吃狗屎都觉得比这好吃。 众人纷纷望向说话那人, 似乎是暴露了什么。 老牛默默停止了进食, 感觉有被冒犯到。 李平安不管不顾, 吃得正香。 却被老牛拦了下来, 那眼神仿佛是在说。 能不能有点骨气?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李平安, 船老大也无可奈何, 船上做饭的师傅, 临行前, 有事来不了。 这些操老爷们, 哪里会做饭呢? 就是将食材放入锅里, 然后倒入调料。 搅拌在一起, 便出锅了。 这东西能好吃才怪呢。 这群人闹起来, 可不得了。 无奈船老大指得道, 你们有谁会做饭的? 做几天饭, 我开几天的工钱。 没人站出来, 都是混迹江湖之人, 刀口上填写, 谁他娘的学做饭啊? 我。 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李平安站起身, 你会做饭? 船老大狐疑地 看了一眼李平安的眼睛。 李平安道, 会做, 平常在家里, 便是自己做饭。 那便试一试吧。 来到伙食房, 李平安先是查看了一下食材。 米面粮油倒是管够, 螃蟹鱼什么的更是不缺。 于是, 李平安撸起袖子, 将手洗干净。 想了一下, 准备做一些蟹黄面。 螃蟹一桶桶的装, 听说有的地方这东西 比大米还要便宜。 蒸好后, 将螃蟹去腿去壳去腮。 从中间掰断, 将蟹黄与蟹肉踢出来。 李平安将这个任务 交给了原来的 不会做饭的伙食师傅。 葱姜均切丁状, 红辣椒切丝, 装盘备用。 锅中加油, 放葱爆出香味, 葱白变得焦黄后, 放入姜粒和辣椒丝。 一旁不会做饭的伙夫 看着李平安熟练的动作, 又诧异地望着他的眼睛。 这是瞎子! 再加入蟹黄与蟹肉, 小火慢炒至出现红花油, 加入各种调料。 最后将蟹黄蟹肉 铺在面条上, 尝尝味道如何。 李平安将面递给一个 离他最近的伙夫。 那伙夫舔了舔嘴唇, 正要吃。 先拌匀了。 伙夫便将面上的蟹黄 全部拌匀了。 一口下去, 顿时露出惊喜的表情。 嗯! 好吃好吃! 船老大站在甲板上, 望着远处的河面, 咬着棒棒硬硬的大饼子。 他娘的, 这帮人做得真难吃。 果然一个船上, 绝不能离开了一个 会做饭的伙夫。 再这样下去, 估计船还没等到地方呢。 这帮人先不干了。 不行, 还是得靠岸请个靠铺点的厨子。 一旁的手下道, 那瞎子不是去火房了吗? 你指望一个瞎子 能做出什么来? 正说着呢, 忽然闻到一股香味。 什么味道? 我操, 好香! 二人转头看去, 只见船上的汉子 端着蟹黄面, 一个个跟看见了 没穿衣服的 白花花大姑娘似的。 船老大咽了口吐沫, 赶忙凑过去, 也要了一碗。 一边嚼着大蒜, 一边咕噜咕噜地喝着面汤。 蟹黄油润欲滴, 咸香中带着一丝辛辣。 先没可口, 越吃越想吃。 说到底, 也不是李平安的手艺有多好。 他的手艺 也就跟普通厨师差不多。 只是这船上的人 一连吃了几日的猪食。 一对比, 就觉得 简直就是 此面只因天尚有, 人间能得几回闻。 众多汉子大口大口地吃着面, 根本停不下来。 李平安还特意多做了一些, 结果到最后完全不够吃, 连汤汁都没有留下。 传老大大喜过望, 当日便给了李平安半钱银子。 果然, 只要有一门手艺, 就饿不死。 玉门关。 戈壁仿佛在炉上烤着, 拙人的热浪 席卷着每一寸土地, 使人喘不过气来。 一辆马车从远处的关道, 驶入玉门。 少爷, 快到家了。 崔城说道。 王毅伸着头, 看着外面的景色。 虽然之前在李平安的开导下, 已经想通了, 可现在还是不由得有些伤感。 去的时候, 明明七个人, 回来就只剩下三个了。 一种误视人非的感慨, 浮现在这个少年的心头。 不多时, 进了玉门关。 今夜便要在这儿住下了。 因为回来的时候遇见歹人, 崔城和崔才的武器都丢了。 等使出玉门关, 只会更危险。 没有武器, 显然是不行的。 我记得李先生曾跟我们说过, 一家铁匠铺。 崔城忽然道。 崔才也想了起来, 我记得那家。 铁匠铺。 少女在院子里踢着剑子, 101, 102, 103, 第104个的时候。 剑子飞到了门口。 王毅接下了这第104个。 少女伸手将剑子抓到手中, 明眸眨了眨。 你们找谁? 小姑娘, 你家大人在家吗? 不在。 崔城道。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一会儿吗? 不可以。 崔城笑道, 这是为什么? 你家大人今天不回来吗? 我爹待会儿就回来了。 崔城说, 那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我们是来跟你父亲做生意的。 哥, 这儿的武器真不错。 崔才四处看了一眼, 少女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 于是便道, 我爹不会跟一般人做生意。 崔城和崔才结实一笑。 王毅愤愤不平道, 小爷才不是普通人呢? 不是普通人? 你是什么人? 这时, 身后响起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王毅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转头一看, 只见一个身高九尺的汉子虎背熊腰地站在指尖身后。 对上他的一双眼睛, 王毅嘴角抽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爹, 你回来了? 少女开心地叫道, 崔城道, 师父, 我们是李平安李先生的朋友, 想买两柄冰器。 老莫仿佛没听见, 李也不理他们, 静止走到院子里, 洗了一把脸。 崔城和崔才二人不由皱了皱眉, 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师父, 不卖。 老莫干脆利落地回答了他们, 王毅硬着头皮道, 嘿,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老莫坐在凳子上, 翘着二郎腿, 为自己点上烟斗, 吐出一口烟雾, 颇为玩味地说道, 想让我帮你们做兵器。 那个剑侠看见了没有, 里面的剑, 只要你们能随便拔出一柄, 我就帮你们。 不就是个剑侠吗? 崔城不屑地哼了一声, 大步走过去。 剑侠朴实无华, 就那么随意地摆在地上, 共含了四柄剑。 崔城伸出一只手, 握住一柄剑柄, 想要将它拔起来。 可是刚一用力, 便有一种自己仿佛要将一座山拔起来的感觉。 表情微微一变, 深吸了一口气。 气血涌动, 手部发力。 崔城尴尬一笑, 这剑还挺沉哈。 说着, 不再拖大令之手, 也握住了剑柄。 这一次用尽全力, 额头青筋抱起。 只是那剑侠中的剑, 却是仍旧纹丝未动我来试试。 崔彩不幸邪地走过来。 结果两兄弟围着剑侠, 发出类似便秘的叫声。 半晌之后, 二人终于认清了现实。 崔城喘着粗气, 想到了一种可能。 你这个里面是不是有机关? 没等老莫解释, 少女走过去。 伸手握住其中一柄剑, 轻而易举地拔了出来。 晃了晃, 随后又插了进去。 崔城和崔彩沉默片刻, 打扰了道辞。 王毅可不甘心这么走了, 凑过去。 卯足了镜, 握住离他最近的一柄剑, 便往外拔。 嗯。 少爷, 走吧。 崔城和崔彩二人一左一右拉起少爷, 转身便走。 李先生并非常人, 那么他的这位古怪朋友也绝非常人。 他们这些凡夫俗子, 还是少沾边的好。 站住。 身后老莫的声音忽然响起。 三人皆是吓了一跳, 莫非是惹怒了人家, 不准备让他们走了。 老莫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剑侠中, 靠最左边的一柄剑。 剑柄微微脱离了原先的位置, 含着的剑锋露出了半寸。 老莫的目光呆至了片刻, 随后又落在王毅身上。 那目光让王毅不由地遍体声寒, 催成催财二人连忙将小少爷护在身后。 你叫什么? 老莫沉声道。 王毅咽了口吐沫, 我没叫啊。 老莫双眼一咪, 你觉得自己很有幽默感。 王毅闭上嘴巴, 不再说话了。 愿不愿意跟我学打铁? 老莫话锋一转, 忽然说道。 打打铁? 王毅一愣, 随即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不学。 老莫冷笑。 你可知这世上有多少人想跟我学打铁, 都求不得呢。 王毅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竟吹牛。 嘴上道。 我可是将来要成为像先生一样厉害的大人物, 才不要学打铁呢? 我要学习武道。 老莫吐出一口长烟。 你先生是那个天罚之人? 王毅疑惑地眨了眨眼。 叫神来着, 李平安对吧? 王毅点头。 老莫道。 他的刀就是我给他做的。 你说我厉不厉害? 王毅若有所思地说道。 应该是有一点厉害, 但是绝对没有先生厉害。 老莫表情依旧冰冷, 站起身。 右脚重重一踏, 地面出现一道细微的裂痕。 仿佛是一条黑线般不起眼。 紧接着, 黑线迅速延伸, 笔直地冲向门口的一棵巨树。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轰得一声巨响, 树叶如同雪花般飘落下来。 树根猛烈地扭动着, 轰然倒地。 别说王毅了, 催成催财二人此时也被这惊天动地的一幕 惊得说不出话来。 怎么样? 现在改主意了吗? 王毅缓过神来, 连忙点头。 学? 学? 我要学? 老莫点了点头。 那我要做什么? 帮您打铁。 一想到自己, 马上就能学到绝世神功。 王毅满脸的惊喜。 先把那棵断树清理干净。 老莫淡淡道, 王毅便在老莫这里站住了下来。 催成催才不放心, 小少爷陪着住了几日。 随后才回去向老爷汇报。 毕竟如果老莫真图谋不轨, 直接出手便好了, 用不着拐弯抹脚的。 王毅很是开心, 虽然每天的任务只是清理那棵巨大的断树。 老莫在院子里翘着腿, 望着王毅跑来跑去的背影。 有些差异道, 我让你天天干活, 你不觉得烦吗? 不觉得。 王毅道, 为何? 先生说过, 先苦后甜,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 老莫, 倒是个名士里的, 他说你就听。 那当然了。 老莫忽然来了兴趣, 那你现在觉得是我厉害, 还是你先生厉害? 王毅脱口而出, 那当然还是先生。 这又是为何? 你虽然很厉害, 但是我先生很早就来料到了这一切。 老莫冰冷的表情第一次有了变化。 王毅继续说, 我之前没被书院录取, 先生就跟我说我的大纪元在后头。 然后, 我便遇见了你, 所以说这一切早就被我们先生料到了。 老莫眉头皱了起来, 什么? 王毅点了点头, 对啊, 先生早就料到这一切了。 老莫, 他一个天乏之人, 怎么可能窥探天机? 王毅哼了一声, 先生可厉害了呢, 你根本想象不到。 阿T远隔万里的李平安, 轻轻打了个喷嚏。 算算日子, 已经过去七八天了, 江面起了雾。 四周白茫茫的可见度很低, 水也很浑浊, 让人很不舒服。 只是这些, 却影响不到李平安。 他是个怪人, 这是传上其他同伴对他的评价。 每日定时起床, 定时睡觉。 什么时候闭目观想, 什么时候该在外面溜达, 什么时候又该去甲板上, 用他那个二胡拉曲子。 都被安排得紧紧有条, 闲下来便静静地坐在那里, 听同传的人闲聊天。 偶尔搭话, 但大多数时候都在闭目沉思,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又是一个夜晚, 李平安坐在老牛身旁, 哼着歌。 老牛, 我们送完扶桑树的种子就回家吧, 好不好? 老牛, 猫你想再四处看看。 去哪儿? 猫猫。 李平安笑了笑, 行, 你想去哪儿, 咱们就去哪儿。 我听人说九州很大, 大的一辈子都走不完。 不过好在, 咱们有手艺不怕饿死, 寿命也长。 那咱们就慢慢走, 什么时候累了就回去。 老牛,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猫大哥, 那船都在后面跟我们三四天了, 会不会是截船的? 小冬有些担心, 怕什么? 船里那些人哪一个不是手上见过血的? 船老大满不在意, 我就怕他们在背后搞小动作。 船老大犹豫了一下, 把船靠过去。 好嘞。 两艘船逐渐靠近, 船老大瞥了一眼甲板, 并没有看见人影。 这是一艘典型的曹船, 用来大规模运粮。 喂, 船上的朋友? 船老大高喊了一声。 听声音便知道是个炼家子, 中气十足, 声音洪亮。 声音回荡在江面, 却并未听到对面的回答。 大哥, 有点不对劲。 小冬皱眉道, 去船上看看。 两艘船这时, 已靠得很近。 小冬当即和另外一名船员, 一个起跃落到曹船的甲板上。 有人吗? 仍旧没人回答。 船上静得十分反常。 二人莫名地紧张, 手摸着刀。 小心翼翼地走进船舱。 船老大望着曹船, 等了片刻。 小冬! 得到的是一片死寂。 船老大心一紧, 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又喊了几声。 船舱内正在打坐的李平安 忽然感受到了侠客的异常。 笔端散发出淡淡的温润光芒与热量。 白雾漫空白浪深, 周如竹叶性浮沉。 弥漫的白雾让空气变得无比压抑。 潮湿的雾气像是瘴气一样。 雾浴浓, 天浴黑, 像是无穷无尽的墨汁从天空中倾泻而下。 船老大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脏发出咚咚的声音, 一股危险的气息袭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一群人匆匆从船舱中钻了出来。 那条船上有问题。 李平安跟着人群慢悠悠地走出来。 侠客笔散发着不安的气息。 走去看看。 咱们这么多人还能怕他不成。 刷刷刷。 历史便有树道人影落在了那条草船上。 正要钻入船舱中, 砰。 船舱的门便被一股距离破开。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条白零大蛇, 人面蛇身。 诡异程度不亚于看见了一只鸟长了老虎的脑袋, 给人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 众人表情骤变, 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那人面蛇身的怪物吐着杏子。 白森森的皮肤在微弱的月光的映照下, 给人一种阴森可步的感觉。 这是什么妖怪? 蛇腰一扭身, 没入了水中。 等众人反应过来时, 早已消失了身影。 小冬! 船老大赶忙扶起小冬。 小冬二人没有大碍, 只是昏了过去。 经历了这事, 船上的人都是心有余悸。 担心那蛇腰再度袭来, 忙加快了速度。 那是什么东西啊? 真他娘的吓人。 是不是传说中的化蛇? 他会不会再来啊? 船舱内众人意润纷纷。 他们过的都是刀口填写的日子。 如果是遇见了什么劫道的匪徒, 自不会害怕。 可这神神鬼鬼的东西, 便不在他们的认知范围内了。 不过好在没有闹出人命。 那蛇只是迷晕了小冬二人, 并未伤害他们。 接下来的日子, 也都相安无事。 众人就逐渐放松了下来。 将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 唯有李平安默默地提了几分警惕。 侠客笔时不时地发出异动。 很明显那条蛇腰并没有离开。 而是一直在跟着他们的船。 又是一个清晨。 李平安从观想中回过神来。 行至此处, 水似乎急了。 船身比先前摇晃了一些。 喝点粥。 草上飞端着一碗粥走过来。 船摇摇晃晃, 他手里的粥却很稳。 这人是有些功夫的。 草上飞也是要去广陵府, 据他说是回家探亲。 得知李平安也要去广陵府。 草上飞便对他亲近了几分。 这船虽说是去广陵府, 可实际上要去广陵府的人寥寥无几, 都是顺路去别的地方。 草上飞豪爽道, 放心, 有我草上飞在, 一路上保你平安无事。 李平安笑笑, 不由地想起了安北四镇的刘二。 二人倒是有些共同之处。 晚上, 李平安坐了一些鱼。 在船上吃鱼, 有一条规矩。 吃鱼不能翻面, 因为这暗示着船会翻。 骨头, 吃剩下的一面。 类似的, 还有姓陈的人不能坐船, 陈与陈同音。 倒是蛮有意思的规矩。 有人的地方, 便有江湖。 船舱内也分大小。 比如, 有本事的人便睡在里面, 没本事的, 只能睡外面。 在船上每日无事, 便欺负欺负人, 为自己找找乐子。 李平安因为会做饭的缘故, 所以被船老大特别照顾。 倒也没有人去欺负他。 俗话说, 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厨子。 毕竟谁也不知道他会在你饭里加一些什么。 哎, 你们听说京城张家被灭门的事情了吗? 一日闲聊, 刀疤脸忽然道。 刀疤脸是几人当中通缉榜上金额最高的匪人, 据说是杀了五六个捕快。 所以, 在这船舱内, 坏人堆里以他为尊。 这谁不知道啊? 张德鸣, 张德海, 四兄弟一日之间全部惨死。 据说那张德鸣, 已是四平五夫了。 刀疤脸道。 那你们知道杀他的人是谁吗? 有人道, 这个倒没听说。 对了, 说好像是一个瞎子。 有人提了一嘴, 在锦衣卫监牢, 杀死锦衣卫, 又去灭了锦衣卫一家。 这消息对于江湖中人可以说是相当的轰动, 所以多多少少还清楚一些。 只是知道的并不全面。 听说那人是个杀人狂魔, 见谁不爽就杀。 吃饭做小孩那做, 就因为小孩没给他敬酒, 便把小孩全杀了。 谣言越传越离谱。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乎的目光全落在李平安身上。 咱们这儿不就有个瞎子吗? 李平安平静地笑了笑, 这世上的瞎子多了去了。 众人倒也觉得, 是了。 这时, 又有人道, 听说还拿着一个绿色的竹竿。 竹竿? 众人的目光再次落在李平安手中的竹竿上。 李平安, 这绿色的竹竿用的人也多了去了。 倒也能说得通。 众人互相交换着知道的信息, 很快便把完整的形象抽丝剥茧抽了出来。 对了, 听人说他还背着二胡。 李平安摸了摸后背的二胡, 会拉二胡的人也蛮多的。 还带一只牛。 李平安抿了抿嘴唇, 这世上的牛也多了去了。 众人呼得沉默下来。 那人好像叫李平安。 李平安忽然有了底气, 我就说你们误会了吧。 我不叫李平安, 不信你问草上飞我叫什么。 草上飞道, 他叫景玉。 除了遇见蛇妖, 这一路上倒还算是顺利。 这一日, 远远地便看见了一处又脏又乱的码头。 他们这些人都是有暗底的人, 直接在广陵府的大码头停靠,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只能绕到龟驼城, 从龟驼城出发去广陵府, 还续二十余日的路程。 传老大对众人道, 龟驼城规模不大, 没什么好玩的地方。 唯有龟神词, 可以去看一看, 拜一拜保平安。 众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 纷纷下了船。 诸位, 有缘再会。 传老大意拱手。 众人纷纷还礼。 平安, 走啊。 草上飞回头叫道。 李平安下了船, 站在岸边并没有着急离开。 李平安道, 不急, 等一个东西。 等什么? 草上飞不解。 蛇妖一直跟在船后面, 李平安原以为这蛇妖 是奔着一船人来的。 可现在下了船, 却发现这家伙似乎是冲自己来的。 既然如此, 不如现在, 就解决了, 省着麻烦。 李平安手指捏着一张射字。 这是他前一日便写好的, 虽说有杖刀在手。 可对付这些妖魔, 万不能大意了。 江水拍打着岸边, 溅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出来吧。 过了片刻, 一双白骨般的手从水里伸了出来。 紧接着便是一个人头, 以及被白鳞覆盖着的蛇身。 草上飞一屁股坐在地上。 望着那猙獰的头颅, 蛇身在水里翻腾着。 吓得险些没尿出来。 反应倒是挺快, 拉着李平安。 兄弟, 快跑! 没拉动李平安, 无奈只得几个奇约落到了树杖之外。 这草上飞的名号, 倒真不是浪得虚传。 李平安捏着射子的手, 握住了刀柄。 咱俩有仇。 蛇妖摇了摇头。 李平安? 那为什么跟着我? 你, 你很奇怪。 蛇妖的声音嘶哑低沉, 听起来十分的奇怪。 就像是有人嗓子里堵着一大口浓潭一样。 李平安微微挑眉, 这是在骂自己。 眼看着李平安必要出手, 蛇妖赶忙道, 我在书院曾见过先生, 书院。 先生一夜间调了四条席席, 为春秋和夏禅送了一个大造画。 所以, 在下就想偷偷跟着先生, 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指点。 书院, 有叫无泪。 李平安倒是听锦鱼说过, 在书院你还能看见微画形的狗熊, 捧着书在学堂上。 那画面要多诡异, 有多诡异。 既是书院学子, 为何无故伤人? 蛇妖, 在下不是无故伤人, 他们身上都有恶果。 在下与书院有过约定, 每月最多能吃四个, 拥有不下四个恶果的恶人。 先前那曹传上是一群专门杀人掠获的匪徒, 恶果太重。 在下没有忍住就全部吃了, 还望先生莫要告诉书院, 否则在下又要挨罚了。 李平安去书院的事情, 鲜少有人知晓。 至于赠给春秋和夏禅鱼, 除了当事人, 也只有锦鱼知晓。 从这点来看, 这蛇妖的话, 确实可信。 见李平安不再戒备, 蛇妖和善地笑了笑。 只是那笑, 却比哭还难看, 十分圣人。 李平安道, 你还是回去吧, 修行一事, 我一无所知, 不要白费力气了。 蛇妖犹豫了一下, 在下既已至此, 还是将先生送到广陵府的为好。 一来, 难免有些萧小之徒, 打扰先生清修。 在下虽本领不大, 但是对付这些鸡鸣狗盗之辈, 还是足够用的。 二来, 若是老师问起, 在下也好, 有个说辞。 恐怕这第二, 才是最主要的吧。 李平安猜透了对方的心思, 倒也没有揭穿。 对方即是书院之人, 自己便要给几分薄面。 毕竟欠了书院那么大的人情。 李平安说, 那便随你吧, 只是你这个样子, 会吓到人的。 蛇妖当即一甩蛇身, 不消片刻便变化出了四肢。 只是身上的皮肤, 还是苍白无比。 蛇妖不知用了什么神奇的物件, 取出来一件黑色的斗篷, 给自己披上。 学着人的模样, 拱手道, 在下书院子房。 子房? 李平安笑笑, 倒是好名字。 草上飞对于路上多了一个同行的妖怪一事, 很是抗拒。 李平安做了许多保证, 这蛇妖不会无缘无故伤人。 草上飞才稍稍安下心来。 子房信誓旦旦地说道, 自己之前吃的都是有恶果的人。 草上飞没有恶果, 所以并不会吃它的。 李平安有些好奇, 你能看出一个人的恶果与善果。 子房点了点头, 在下刚得灵志便拥有了这项天赋。 在一次游历时, 意外遇见了钟大家。 老师说我天资聪颖, 是修行的苗子。 于是便问我愿不愿意入书院修行。 果然, 能被书院录取的人或非人, 绝对是有某种特殊的天赋或能力。 那我是恶果多一些, 还是善果多一些? 李平安又问。 子房恭敬地说道, 先生并无恶果。 哦, 难道我全是善果? 先生也并无善果, 无善无恶, 子房什么也看不出来。 李平安微微有些错愕。 想起之前青天间的腹肩正说自己是天乏之人, 没有业力因果。 或许跟这个有关系。 怪不得子房觉得自己奇怪。 子房心道, 先生定是有大神通的人。 子房至今为止看不透善恶果的人, 只遇见两个。 一个是老师中大家, 一个是书院的院长。 现在又多了一个李平安。 归陀城。 是一座小孤岛, 三面环水。 成形如归, 俗称瓮城, 民间称归陀城。 传说瓮城每逢夏季, 洪水泛滥, 巨浪过树。 所以, 有神归陀城, 让瓮城永无水患。 李平安想着在这多留几日。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自然是要四处走走, 掌掌见识。 最关键的是听草上飞说, 这归陀城的火锅是一绝。 再加上这天气转凉, 吃一些铜锅, 再饮一杯酒。 晚来昼雨, 天遇冷, 瑟瑟秋风。 看亭堂, 笑语欢声, 其乐融融。 一碗麻酱撒香蜜, 三盘肥扬酒满中。 铜锅亮, 香汤白雾熏, 辣油红。 一头尘, 自西蒙。 黄瓜条, 肉鲜浓。 酒花香油葱, 味个不同, 李平安的味蕾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过了码头, 走入城中。 只是并未有想象中的热闹。 龟陀城的百姓大多麻木, 来来往往, 却是透着一种诡异的安静。 随处可见有神龟造型的建筑, 还有一些身着奇怪服饰的人。 巨大的神龟雕像俯瞰着这座小城, 透着一股诡异的压抑感。 草上飞解释道, 龟陀城因龟神的保佑才风调雨顺, 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 当地官民无人不信奉龟神, 以其为尊。 甚至还诞生了一个特殊的教会, 神龟教在当地神龟教教主的权利, 甚至要大过当地的县令, 如若在龟陀城有人不尊敬神龟。 轻则人头落地, 众则轻足都要受牵连。 李平安问, 官府不管。 草上飞道, 凡是皆有两面, 这龟神教虽然飞扬跋扈, 可是, 对于龟陀城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更何况, 有龟神这个名号, 龟陀城在周边地区也算是颇有名望。 否则就这个小城, 谁能想起来。 也因此每年得到的拨款, 收上的赋税都是其他县的几倍。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世间从来都是非非非白, 而是一道精致的灰。 走到这里, 三人都有些饿了。 有草上飞带着走进路边的一家客栈。 各种冬日火锅在各地都是十分常见的佳肴美味, 民间有暖冬风俗。 时常有人举办暖炉会, 吃的便是这火锅。 能吃的东西几乎都能涮上。 我跟你说这家的火锅绝了。 我之前吃过一次, 别的地方的火锅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草上飞兴致冲冲地说道。 很快的功夫, 小二便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铜锅。 热气翻滚。 肥羊肉、肉丸、血豆腐、 各类蔬菜在铜锅里滚烫焦融, 香气肆意。 扑别来,令人垂涎欲滴。 李平安囊中羞涩, 好在子房出门时带购了银子。 李平安便写了欠条, 想着等有钱的时候还给人家。 毕竟人家一个小蛇妖, 每月在书院的月里也不多。 小二端着另一个火锅, 来到院子里。 将火锅放在老牛的眼前, 嘴里嘟囔着。 真塌娘的奇了怪了, 头一次见人给牛吃锅子的。 老牛翻了个白眼, 没见识, 围炉锯吹欢呼处, 百味笑容小腐中。 李平安加了几片块羊肉涮着麻将, 每每吃下肚子。 草上飞的调料则是简单的香油和蒜泥。 子房这儿的龟神, 你觉得是正统的神司吗? 子房道, 像这种神在大随境内还有许多, 大随国力鼎盛时期, 无论是山神江神, 都是要得到官方的认可, 方能正道。 李平安又加了数片的羊肉。 子房继续道, 但现在大随国力衰弱, 这些不是正统的神也就多了。 大随无力管辖, 只要不惹出太大的乱子, 便也随他们去了。 李平安点头赞同, 又捞了一大筷子。 子房, 有的地方确实给百姓带来了好处, 可有的失去了约束, 久而久之便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太对了, 一针见血。 李平安将盘子里的肉塞进嘴巴里。 听到李平安的表扬, 子房面色一喜, 顿时滔滔不绝起来。 李平安一边点头称事, 一边与草上飞, 挥舞筷子不断地在铜锅中捞来捞去。 子房将自己的见解一股脑全部说了出来, 见李平安他们吃得香, 自己也觉得饿了, 正准备吃一些东西。 低头一看锅子, 哦, 那几大盘肉呢? 吃饱喝足, 天色不早。 几人便准备休息一晚, 明日再去四处逛逛, 掌柜地给他们开了两间房。 屋子倒是没什么可说的地方, 一切正常。 只是屋子内的东南角供着龟神的神龛, 颇为诡异。 掌柜地给三人介绍道, 咱们龟驼城的规定, 无论是外来的游人也好, 还是本地的百姓都要供奉龟神老爷的神像。 须每日供奉才行, 否则这屋子我是不敢租于你们的。 龟神老爷也会找你们的麻烦。 子房低声道, 哦, 我不攻他, 他还会找我的麻烦? 这是什么道理? 掌柜忙道, 客人不要胡说, 犯忌讳。 前些年, 走马上任的主部来到龟驼城, 扬言要铲除龟神老爷。 结果一家老小, 全都不明不白死了。 一些外来的游客有的不信龟神老爷, 没给龟神老爷上香, 大多都没什么好下场。 李平安有些没想到, 这龟神竟如此嚣张。 不上香便取人性命。 从中可见, 大隋无论是励志腐败, 还是对于周府县山野, 江河之神教条法规都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地步。 老皇帝估计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 近些年一直为接班人柳韵铺路, 希望他继位后能改革除弊。 临走前, 掌柜的又千叮宁万嘱咐了鼠变。 绝不能怠慢了龟神老爷, 随后才不放心地离去。 子房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是儒家弟子, 怎么能拜这种乌七八糟的野神? 李平安却是不慎在意, 入乡随俗, 还是不要惹麻烦的为好, 既来之子安之。 更何况, 还是在人家的地盘, 上炷香又不会花钱。 神灵授丰于诫命, 可以享受香火供奉, 借助此力量修行。 而这些对象, 多是当地死去的人杰, 自然生灵。 或者偏远地区盛行的胡黄百柳辉, 五大仙盖妙借香火修行, 不过明不正年不顺。 与佛家的供奉, 无甚差别。 但显然龟陀城的龟神, 没有经过这八经的授丰, 却也可以像山神, 水神可以控制一方山水。 宝风调雨顺, 与民同乐。 李平安手持三柱香, 便对着神龛像模像样地虚败了三败。 败都败了, 自然不能白败。 李平安心中默念, 保佑平平安安, 无灾无难, 万事如意。 说完将三根香插入香炉当中。 随后, 李平安明显感受到体内的气息飘出去一缕, 就像是一盆水中洒出去了一滴水一样。 虽然十分微弱, 却还是被他敏锐地捕捉到。 这莫非便是香火之烈? 微弱的气息顺势飘荡而去。 归陀城, 广阔的宁江水面卷起一道道雪白的巨浪, 比起此幅。 与波涛汹涌的江面不同, 江河之下却是无比平静。 一座宏伟的府邸平静地矗立在那里。 大门上, 树立着一块匾额。 上书四个大字, 乾坤府。 殿内的京漆雕玉宝座上, 坐着一位轻袍老者。 底下, 歌舞升平, 衣袖飘荡。 名中激庆, 月升悠扬。 檀香, 烟雾缭绕。 奇怪的是, 这府邸明明坐落在水下, 殿内却连半点水迹都找不到。 就好像是在陆路上的一座富贵宅院一般。 当真是神奇无比。 青袍老者面目春风, 正是这归陀城中家家供奉的归神。 早年间在归陀城修行数百年, 寿元已到了极限。 谁知一次偶遇两位大能以归陀城为局, 相互落子厮杀。 老龟偶然得了造化, 这才有了今天这番成就。 还得了其中一位大能赐名, 宁宴宁宴站起身, 举起酒杯, 这杯敬大家。 敬归神宴。 众人齐声道, 堂下皆不是寻常人。 最左边第一位, 乃是他的独子宁铁柱。 当初宁宴喜得一子, 甭提有多高兴了。 取名为宁长青。 结果命格不顺, 险些夭折。 后来迫不得已改名宁铁柱, 这才勉强活了下来。 但天资不佳, 修行之路不顺。 或许这便是上天对宁宴的惩罚。 宁宴还有一女, 名为宁宁龙。 女儿倒是天赋齐家, 是个修行的好苗子。 只是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 早些年便搬出了家。 这时, 脚步声响起。 一条肥年鱼化作人形,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老干! 归神爷的宴会, 你也敢迟到。 说话的是肥年鱼的死对头, 一个身材妩媚的女人。 真身则是一只水蛇。 肥年鱼一笑, 将一颗人头抛落在地。 归神爷, 这就是前几日那个放了狂言,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小的已经将他杀了, 他身边那个女的让小的给嘿嘿, 二人的尸体都头盒里喂了鱼, 给归神爷泄粉。 这二人皆是年轻的散修, 途经此地。 见归神在此次无法无天。 归神教信徒更是明目张胆地在街上对清白姑娘强取豪夺。 年轻修士当即出手, 教训了对方。 还当街痛骂了一番这老狮子归神。 事后, 似乎也明白自己惹了事, 便迅速逃离了此地, 没想到还是被对方找到。 宁燕微微点头, 看了一眼那年轻散修的头。 随后嫌弃地收回视线, 这是干得不错, 赏。 肥年鱼拱手, 谢归神眼。 一旁的水蛇妖, 翻了个白眼。 宁燕挥了挥手, 将这家伙的头拿走, 免得挨落我的眼。 话音刚落, 宁燕表情呼得一僵, 紧接着一口血喷了出来。 就像被一块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 疼得他浑身一颤。 归神眼。 堂下重腰皆是一惊。 这好好的吃个饭, 忽然这是怎么了? 宁铁柱一马当先, 扶住父亲, 父亲。 宁燕被搀扶着重新坐下, 眼神有些涣散。 平平啊啊。 四个大字如耳旁乍响惊雷, 震得宁燕心弦嗡嗡作响。 气海翻涌起, 汹涌如万马奔腾。 周遭体内各个翘穴一道, 仿佛山摇地动。 如惊涛骇浪, 又如万边抽打。 宁燕双眼一黑, 胸口如遭重击。 闷哼一声, 心神险些被震碎。 挖的一声, 又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形一晃, 倒在地上。 顿时江水浮底一阵混乱。 而与此同时,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李平安。 刚刚拜完龟神后, 便坐在一旁, 进入了观想状态。 一旁的子房, 仔细观察着李平安。 一呼一吸之间浓厚绵长, 似是一个五夫。 子房脸上, 微微露出不解之色。 随后忽然想到一个词。 大道至简。 对他来说, 并不是简单的四个字, 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含义。 不一会儿的功夫, 李平安结束观想。 方才一遍又一遍地 在心中念着涅槃经。 细细品味着其中的含义, 似有所悟。 在一遍又一遍的莫颂中, 努力地寻找着 可以思考和追求的东西。 体内那股残留的佛家真气 似乎又消耗了一些。 想必再过不久, 便可以完全融入自己的身体当中 为己所用了。 李平安随口问道, 我之前听人说, 这世上除了练气势, 还有五夫一说, 练武的人也能得到吗? 子房一愣, 月光下惨白的皮肤 非常可怖。 心中狐疑, 先生怎么会忽然问这个问题? 却还是老老实实地说道, 五夫不同于炼气势, 他们并没有修行天赋。 所以, 成为不了炼气势, 只能退而求其次, 追求武道。 五夫虽然蛮横无比, 据传甚至能跨修为战斗, 但是寿命太短, 炼气势夺天地造化, 长生久世。 而据书院记载, 最长寿的五夫 也就只有四百余年的寿命。 炼气势追求的是长生, 本身就不是为了与人争斗。 所以, 在战斗方面, 炼气势略逊于五夫, 但是在其他方面都碾压五夫。 李平安又问, 五夫寿命, 为何会这般短? 子方答, 五夫只炼肉身, 不打磨魂魄魄, 用的是一口纯粹的真气。 就像是悄悄板, 一头过重, 自会失去平衡。 更不用说五夫战斗时, 还常用一命搏命的法子。 每战斗一分, 身体便消耗一分, 久而久之, 自是不会长寿。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修炼五道损耗寿命, 自己的系统可以增加寿命。 萧萧乐, 李平安将这个念头暂时放下了。 子方看起来也知道的不太多, 毕竟他现在连完全化形都做不到呢。 走着走着, 时不时就露出尾巴。 还是等日后有机会再说吧。 时间在我, 没什么可着急的, 一切顺其自然便好了。 睡觉! 一日清晨, 二人一蛇一牛, 十分新奇的配置走在街上。 旁人倒是看不出什么异样来。 这龟陀城当真是没什么有趣的地方, 只有一座龟神庙称得上是风景名胜。 只是进去了免不了又要上香, 子房自是不干的。 而且在庙里上香可不是免费的。 所以, 几人只是在江边逛了逛, 便又去吃了那家火锅。 除此之外, 龟陀城的酒也是酒富盛名。 最著名的当属龟陀城的特产宁江酒, 只是价格十分高昂。 李平安虽然喜酒, 可是听说价格以后也只能望而却步。 宁江水下的乾坤府, 龟神宁宴的长子宁铁柱, 正焦急地四处夺着步子。 随着父亲修为的舰长占领了这片水域后, 已经许多年没有受过如此重的伤了。 宁铁柱跟几名手下一商量, 觉得应该是之前的仇家用了某种巫术, 或者他们从不知晓的诅咒之类的。 否则父亲不可能无缘无故受伤。 如果对方趁着父亲病重杀过来, 这当如何是好? 水蛇妖道, 少主, 不必担忧。 龟神虽昏迷不醒, 可是咱们兄弟也不是吃单饭的。 再者, 对方既然用这种卑劣手段, 就证明他不敢正面现身, 绝没有杀上门来的实力。 所以当务之急, 一, 应该是调查凶手。 二, 帮助龟神尽快恢复。 宁铁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此言有理。 此言有理。 随后他那不太聪明的小脑袋瓜, 转了转, 说道, 通知下去, 从今天开始, 城里所有百姓从一日一份龟神, 增加到一日两份。 香火怨力纯粹, 不仅能为父亲增加修为, 还能为父亲疗伤。 智商超强拧铁柱。 水蛇妖, 少主英明。 什么? 一天一份不够, 现在要一天两份。 子房语气中颇为不满。 一个小小的野神, 竟如此贪得无厌。 掌柜无奈道, 没办法, 这是教会下的命令, 必须执行。 子房正欲再说些什么, 却被李平安拦了下来。 没关系, 不就是多烧几炷箱吗? 掌柜的放心便是。 掌柜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位明示里。 先生, 这野神实在是太贪得无厌了。 带掌柜走后, 子房忍不住抱怨。 李平安淡淡道, 多插几炷箱而已, 又不费什么力气。 子房吐了吐杏子, 心里有些嫉妒, 这个老实子归神了。 能让先生这样的人物供奉香火, 想必他授意不少。 此刻, 授意不少的宁燕 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缓缓睁开了双眼。 父亲, 你醒了? 宁铁柱惊喜道。 宁燕缓缓吐出几口气, 我昏迷了多久? 整整一天一夜了, 父亲您可吓死我了。 孩儿已经让小的们关闭了水府, 全面警戒, 防止有人趁机偷袭。 宁燕微微点头, 自己这个儿子天资愚笨。 不过, 在他一步步的培养之中, 也逐渐可以独当一面了。 正要夸夸自己的好蛋, 又听命铁柱说, 我还让他们将香火的供奉 从一日一次, 改成了一日两次。 宁燕表情一僵, 他之前便感受到 是香火之力出了问题, 只是没来得及说便昏迷过去。 此刻听儿子这么一说, 猛然想起来。 郑鱼说话, 噗! 一口老血再次喷了出来。 平平啊啊! 无灾无难! 那如滚滚红泪般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虚空之中仿佛有某种力量 在强迫他, 承受着这句话 所带来的因果业力。 父见! 父见! 宁燕强忍着一丝力气。 香! 没说完便再次昏死过去。 府门外! 少主! 现在该如何是好? 肥年鱼急切到。 宁铁柱沉思片刻。 父亲昏迷前说的, 不香这是什么意思? 哦, 是香火之力还不够。 宁铁柱恍然大悟。 不用慌。 去请薛神医卫, 我爹枕脉。 另外, 从即日起, 香火供奉从一日两次, 增加到一日三次。 重要! 少主英明! 又在归陀城待了一日, 李平安一行人便准备离开这里了。 实在是归陀城没什么好玩的地方。 临行前, 李平安不忘掌柜嘱咐, 又给归神上了三炷香。 保佑一路平平安安, 无灾无难。 岸边一眼望去连人影都望不见, 更别说船了。 等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看见了一条小渔船的影子。 划船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扎着大辫子, 脚上踩着一双浅绿色的鞋子。 看起来, 就像是荷花池里的一朵青莲。 姑娘, 去广陵吗? 女子道, 去的, 不过进不了城。 进外城是要收购路费的, 往返一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可以, 那船钱怎么算? 不要船钱。 女子出乎几人意料地说道, 草上飞只觉得是捡了便宜。 子房低声道, 先生, 这不是人。 李平安微微点头, 已经注意到了侠客笔的变化。 无碍, 上船再说。 江风遇冷, 越吹越刺骨。 女子笑盈盈地对子房道, 没完全化形便跑出来, 若是遇见了斩妖除魔的修饰, 可便不好了。 子房抬起头, 略微有些诧异, 反驳道, 你不也是一样? 女子道, 我可是化成人形的了, 再说, 我也没做什么坏事。 每日就在江上载人渡河, 还不收钱, 人家才不会欺负我累。 子房道, 我是书院的弟子, 才不是什么也胡缠呢。 李平安来了兴趣, 这位姑娘真身是一只狐狸。 女子并不介意, 直言道, 在下真身是一只龟。 眼看几人说得热闹, 一旁的草上飞缩了缩身子, 藏在角落里。 有些委屈巴巴, 又遇见一个妖精。 李平安道, 那龟驼城的龟神跟你是亲戚吗? 一提到龟神, 女子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 冷声道, 是仇人。 李平安饶有兴致地听着。 女子娓娓道来, 那个老不死的叫宁燕, 占据了宁江一片区域, 作威作福。 横行多年, 又与官府勾结在一起。 在这里, 她便是土皇帝, 掳掠百姓, 无恶不作。 我娘便是被她掳去的女子之一。 子房插嘴道, 那她得有多少子女啊? 女子冷笑, 反正那畜生只有一个傻瓜儿子。 估计是遭天遣了吧? 普通女子哪能承受得住, 怀上灵胎, 所以几乎都是痛苦而死。 母子巨王, 只有我娘侥幸活了下来。 那畜生没想到我能活下来, 把我娘和我当作了她的耻辱。 之后, 她的孩子陆续夭折, 这才重新重视起我来。 为了不让人知道, 我是人类女子所生, 于是害死了我娘。 子房狠狠催了一口兔沫, 义愤填膺道。 人渣? 不对, 龟诈。 难道从始至终就没人管吗? 女子又是一声冷笑, 管。 管什么? 那老龟跟当地的官员狼狈为奸, 上下其手。 他就是龟驼城的土皇帝。 李平安轻声道, 随其原队,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女子苦笑着摇了摇头, 若真是有神明俯瞰于世间, 又怎会有这么多灾荒激活, 妻离子散。 我现在就盼着, 熬到这老畜生寿命到了尽头, 再把他杀了, 替我娘报仇。 李平安随口道了一句, 嫩草怕双双怕日, 恶人自有恶人魔。 他种下的鹰, 早晚要尝到恶果。 倒是姑娘心结太重, 可是对你的修行不利。 女子下意识地转头, 望了一眼李平安。 先生也是书院之人。 没带李平安回答, 一旁的子房抢仙道。 先生虽不是书院之人, 可却跟我们院长是至交好友。 院长甚至将自己的笔赠予先生了。 跟我的老师中大家时常坐而论道。 那首轰动文坛的情诗你没听吗? 衣带见宽中不悔, 未衣消得人憔悴。 就是先生协定我师兄景玉的。 他二人的爱情不为世俗所容。 李平安, 前面的谣言也就算了, 跟景玉的爱情不为世俗所容是什么情况。 李平安气的眼睛险些都要复明了。 女子虽有些不明所以, 但是书院的分量自是清楚不过的。 书院院长, 钟大家, 都是大名鼎鼎的大儒。 据说儒家修士到达了某种境界, 便可言出法随, 口寒天陷。 对付一方萧小之徒, 自是手道擒来。 那么, 与二人相交的李平安, 自不是寻常人。 女子当即跪下身来, 小女宁宁龙恳求先生舅舅归陀成的百姓。 小女今生今世, 定当竭尽全力报答先生。 李平安伸手扶住宁宁龙, 宁姑娘快快请起, 在下可受不起你这一败。 先生答应了。 宁宁龙只觉自己终于看见了曙光。 李平安苦笑, 在下也很想惩恶扬善, 还姑娘以及归陀成的百姓一个公道。 只是在下实在是能力有限, 自保尚且困难, 更何求去杀一方的江神。 先前那些话, 不过是传言。 在下只是一个普通人, 估计都不是宁姑娘的对手。 宁宁龙眼中的光芒逐渐暗淡了下去。 沉默片刻, 可能是怕宁宁龙日后都失去希望, 一蹶不振。 李平安突然又到了一句, 宁姑娘不必担忧, 据我观测, 那老龟估计活不了多久了。 宁宁龙低着头, 没说话。 心里清楚, 这是对方在信口安慰之久。 龟的寿命本就漫长, 动辄便是百年。 得到之后, 更是活千年, 数千年之久。 而那老龟现在正处壮年。 一旁的子房也颇为不解地 看了一眼李平安。 只是心中所想, 却跟宁宁龙不太一样。 先生绝不是坐视不理, 冷眼旁观之人。 或许是另有图谋吧? 某妃是已经将这事 禀报给了朝廷。 一路无话, 到了广陵府外, 众人便要分开了。 子房离开书院太久, 若是再不回去, 恐怕会被发现。 于是, 李平安和草上妃 朝着广陵府而去。 子房则跟着宁宁龙 返回归陀城。 一路上, 宁宁龙性质都不高。 本以为遇见了希望, 谁知道又是失望。 子房看出了她的失落, 安慰道, 宁姑娘不必担心, 等我回去之后, 将此事禀报书院, 定没那老龟好果子吃。 宁宁龙挤出一个笑容, 天高皇帝远, 书院里的大能修士, 谁会来这种地方? 再说, 那老龟跟当地官府沆瀣一气, 当地还有不少痴迷的信徒。 就算书院想管, 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放心吧, 我都习惯了。 宁宁龙道, 子房想了一下, 不如宁姑娘跟我回书院, 届时跟书院提起, 也好有个证明。 宁宁龙看出, 对方是真的想帮助自己, 心生感激。 略意犹豫, 随即点了点头。 好, 带我回去收拾一下。 二人当即来到宁宁龙的府邸。 宁宁龙的府邸, 是一座驻扎龟驼城外围的, 一座破庙里。 香火不多, 龟魔比起龟神庙, 更是云迷之别。 只是宁宁龙是真心帮助百姓, 不死那老龟别人不给他上香, 动辄便要起性命。 子房打量了一眼这破败的环境, 长叹一口气。 这个世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这时, 一只小妖匆匆跑进来。 老大, 老大, 宁宁龙道, 什么时候这么慌慌张张的? 那小妖气喘吁吁道, 那老乌龟, 他他。 他怎么了? 来杀我了。 宁宁龙冷声道, 他, 他死了。 宁宁龙顿时睁大了双眼。 什么? 千真万确, 咱们安插在他府邸几个探子都传来了消息。 现在宁江水下好些个水妖也都在疯传此事。 宁宁龙激动地抓住小妖, 到底是怎么回事? 巨人说, 那老乌龟前一秒还好好的跟大家一起吃饭呢? 结果忽然就吐了血。 随后又连续吐了几次的血, 没几日便一命呜呼了。 惊喜来得太突然, 就像是龙卷风。 宁宁龙一时之间有些恍神。 子房, 恭喜! 你爹终于死了。 伴赏, 宁宁龙缓过神来。 是, 先生! 是先生! 他神精致地喃喃念叨着。 先生! 子房疑惑不解。 随后回想起零行时先生说的一番话。 这老乌龟活不了多久了。 子房恍然大悟。 怪不得, 原来如此。 是先生出手了。 宁宁龙朝着广陵府的方向, 郑重地跪下为自己死去的娘亲, 为这么多年归陀成死的百姓。 向李平安拜了三拜。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随着神龟的生死盗销, 整个龟陀成的局势骤然大变。 宁铁柱完全就是个二傻子, 又蠢又坏。 修为平平, 却也不乏一些支持者。 与之相对应的, 便是以肥年鱼为首的一些骨干力量, 反对宁铁柱代替龟神的位置。 不久双方, 爆发了大战。 之后更是摩擦不断, 皆是损失惨重。 倒是让宁宁龙捡了便宜, 他先前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 不同于宁铁柱, 宁宁龙天资聪慧, 修行天赋高。 再加上顶着神龟之女的名号, 很快便笼络了一批手下。 李平安尚且不知道自己的几炷箱, 几个虚败。 给龟陀成带来了何等巨大的变化。 此时的他正坐在一处巷子口, 耐心地等待着。 广陵府外城, 有一座巡洋桥。 桥下有一条河, 小桥上拴着一条袖迹斑斑的铁链, 流行堂的帮派, 平日收取一些过桥费和保护费为生。 每经过一次, 都要向他买录。 看货多少, 送上平安钱。 来来往往的船只, 也不能例外。 这每月下来也是一笔大生意。 然而, 此时的流行堂却遇见了不小的麻烦。 最近一段时日,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名为老龙帮的狗杂种。 黑道有黑道的规矩, 像是货不及其二。 帮派斗争, 不能惊动官府, 不能在闹市上亮铁器等等。 可这帮家伙完全就是一群疯狗, 根本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 专门在背后对敌对帮派的家眷下黑手, 已经连续吞并了两个帮派。 现在目标直指流行堂。 所以, 流行堂的堂主准备雇人杀了这老龙帮的帮主。 李平安此番前来, 便是为了应聘这份工作。 一, 是为钱, 流行堂价格开得不菲。 二,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广陵府内进出盘查慎言。 李平安现在是通缉之人, 要想进城没那么容易。 草上飞离去之前, 给自己介绍了这个活。 如果帮流行堂办成了事, 流行堂答应会送他进城。 缠声随风而起, 在风中飘荡着。 一轮弯月挂在柳树之头, 朦朦胧胧。 仿佛是蒙上了一层乳白色的雾气。 李平安一身青衫端着一杯茶, 吃着白给的免费小点心。 而他今天的岗位竞争对手, 一个身高九尺的汉子正靠在一旁闭目养神。 一滴墨, 浸入了清水中。 慢慢蕴染开, 勾勒出每个人心底的江湖。 是飞马快剑, 是快意恩仇, 是美人长袖。 而李平安便觉, 江湖是自己手中的免费小点心。 为了钱就搭上命。 值吗? 那闭目养神的汉子忽然说, 似乎是想下跑李平安。 李平安道,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能进内城。 汉子微微挑眉, 那咱俩目标倒是一样。 你也要进城。 嗯, 我婆娘生了, 我要回去看她。 不消片刻, 李屋走出人来。 一个穿着大褂的中年, 正是流星堂的堂主马玉。 手里捏着两颗铁担子。 你们俩都是我从茫茫人海中选出来的。 李平安心道, 不是一共就四个吗? 马玉, 但是可惜, 杀手只能有一个。 我去。 汉子上前一步, 我保证完成任务。 李平安正要说什么? 就听汉子道, 价钱我只要一半。 李平安略意犹豫。 汉子大手一挥, 钱我不要了, 只要你把我送进内城。 李平安抿了抿嘴唇, 汉子立即道, 我再到达你二两银子。 李平安, 马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李平安。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李平安摇了摇头, 我还说个屁啊。 再说一句, 待会儿那汉子都得把腰子搭上。 临走时, 汉子冲李平安一拱手。 兄弟对不住了, 只是我答应了婆娘要回去看她。 李平安并不在意。 这是一两银子, 就当请兄弟喝个酒。 汉子从钱袋里摸出最后一钉银子。 李平安笑笑, 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叫什么, 这钱赶名还你。 在信铁, 李平安将银子揣进口袋里, 准备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汉子一笑, 男娃叫铁二狗, 女娃叫铁妞。 我没啥子文化, 兄弟可认字。 能否给孩子取个好听些的名字? 李平安略意思索, 水落于两浅, 天寒梦则深。 男娃叫铁两浅, 女娃叫铁梦深。 如何? 汉子念了两遍, 随后一拱手。 多谢兄弟。 缠声逐渐远去, 李平安在桥洞底下醒了过来, 晚风吹拂在他的脸上, 带着几分暖意。 牵着老牛, 昨夜用汉子给的一两银子 喝了许多烈酒, 不愿驱散酒意。 此刻脚下像是踩在棉花上, 有些飘飘然。 来到一处菜市场, 空气里充满了各种味道。 摊主们一边吆喝着, 一边催促着食物的香味。 各种口音的叫卖声 混杂着鸡鸭身上发出的骚臭气。 李平安在一处小摊坐了下来。 小摊上只有一个时刻, 面前摆着一壶酒, 一碟小菜, 还有一碗阳春面。 此方临走时, 给李平安留一些钱。 倒是足够应付几日的伙食了。 两碗阳春面, 不要葱花, 不要香菜, 多放面就行。 李平安道, 面摊的摊主倒也不介意, 遇见这种人已经不足为奇了。 当即上了两碗满满的大面条。 无酒无菜, 这面也少了许多滋味。 正吃着呢, 呼听身后传来声音。 哎呦, 瞎眼。 您怎么在这儿快, 跟我回去吧。 来者是刘新唐的一个白纸扇, 白纸扇江湖上的一个称呼。 有这个称呼的人, 就相当于是一个帮派老大身旁的智囊军士。 怎么了? 李平安疑惑。 白纸扇道, 刺杀失败了, 那汉子死了。 李平安想起昨日说着要回去看婆娘的汉子。 自己还用他的一两银子喝了顿美酒, 不免有些惋惜。 随后对面摊的老板道, 老板, 再来两份猪脚面。 不要面, 全要猪脚。 老龙帮。 这是广陵府城南最近新崛起的一个帮派。 为首的帮主曹广山是从北派来的全师。 在北边饭了是, 便带着几个弟子跑到了广陵一带。 为人心狠手辣, 在江湖上得罪过不少人。 奈何手上功夫了得? 来到这里以后, 曹广山有一个习惯。 每日吃了晚饭, 都要沿着荷花塘的长亭走上几圈。 称之为走山, 据传是曹家祖先曾得一本影视留下的全谱, 走山泉, 这才保了曹家几世富贵。 如今年过五旬。 曹广山却与四十多岁没甚差别。 穿着一件朴素的灰色镜衫, 叼着一个烟斗。 大不留心地走着, 仔细看便会发现他不是在乱走。 步伐带着一种韵律, 每一步落下脚步都会变成几分。 地上随之便会出现一道清晰的脚印。 这段时日, 荷花塘这条路被他踩满了脚印。 一度惹人惊奇, 迎面来了一个人影, 面目全部藏在斗笠的阴影当中。 仿佛是不愿让人看见他的面容。 曹广山似乎完全不在意那人, 自顾自地迈着脚步。 但是他的眼睛, 却一直在盯着对方的手。 观察着对方的每一个动作, 非常仔细。 那是一双练武的手, 一看便知。 对方现在还没有出手, 只不过在等待机会而已。 谁的人? 刘兴堂。 曹广山立即锁定了凶手背后的人物。 想必昨日的刺杀也是他们做的, 此事之后定要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 砰砰砰。 沉重的脚步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二人的速度不减, 身躯愈拢愈近。 三丈, 二丈, 一丈, 八尺。 曹广山凭住一口气。 十步之内, 自己的拳头不惧怕任何武器。 最后一步, 击重。 脚下的地面向下凹陷半寸。 曹广山那双比寻常人大上两倍的手忽然动了。 在空中发出一声闷响, 就像是一根巨木倒下, 又像是马车急转弯的声音。 李平安向右前方侧滑了一步。 前掌向外一拍, 带着一股劲。 两个动作就像是一个连环的动作。 收放自如, 极为自然。 随后, 绕过曹广山, 从头到尾, 双方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这一动一径之间的变化, 就足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差距。 曹广山身躯在秋风中摇曳, 像是一片落叶。 随后僵硬地跌在地上。 李平安微微皱眉, 又是一个武夫。 只是不知道是何品阶。 像这种大地方还真是高手如云, 以后要小心才是。 这一路走来, 算上这次。 总共成了三次船, 李平安倒也习惯了。 流星堂兑现了诺言, 用一艘小渔船将李平安送入了内城。 李平安坐在船尾, 手里拿着一根鸡腿。 如水的凉风, 轻轻地荡去了白天的喧嚣和浮躁, 让人的心变得无比的宁静。 白纸扇摇着扇子, 轻轻摇晃, 微风拂面。 正给李平安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广陵府内的各色游玩之地。 谁家的酒好喝, 谁家的饭糖伙食味道香, 亦或者讲着这广陵府的江湖之事。 李平安端着酒一脸的惬意, 似乎对江湖上的纷争并不感兴趣。 一门心思应付着桌上的韭菜。 到了码头, 李平安一脚跨过去, 将怀里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抛还给白纸扇。 白纸扇忙伸手接住。 这是不久前, 刘兴堂从账房拿出的二百两银子, 算作此次刺杀的报酬。 钱袋中的银子碰撞在一起, 发出清脆的声音, 十分悦耳。 白纸扇不明白, 瞎爷, 这是何意? 还没有见过杀手杀完人之后, 把报酬还回来的事情。 昨天死去的那个汉子, 找到他家人, 把这些钱给他老婆吧。 白纸扇一愣, 随即竖起一个大拇指。 由衷地说道, 爷, 仗义, 要是让我知道你贪了这钱。 没等李平安说完, 白纸扇忙在身后道, 爷, 您这话就太看不起我了, 混江湖的一字当头。 您出去打听打听, 我们流行堂办事最受规矩。 李平安转身迈入夜色当中, 倒不是他仗义, 而是前日那汉子给他的一两银子, 全让他用来喝了酒。 那酒不错, 叫睡得也香。 这二百两算是付过酒钱了。 秋风, 月影, 寒水, 空流, 夜市千灯照避云, 高楼红袖可纷纷。 出陵广陵, 不跳远处, 只看街星。 浮光掠影, 繁华转瞬极达。 亭台楼阁交相辉映, 占尽深秋风情。 处处到尽广陵美, 游人入醉谋。 出则繁华, 入则静谜。 可赏白云避杖入画, 亦可置身繁华, 寻觅新归处。 官儿赏其妙, 威儿月其香。 李平安手持竹竿, 牵着老牛行在光影之下。 老牛嬷嬷地叫着, 给李平安讲述着这广陵府一颈一帽。 一人一牛走得很慢, 满街的月光把青石路面照耀的雪亮。 行人如知, 有的站着, 有的骑着马。 在地面上留下一道淡淡的影子。 老牛给李平安介绍着街上富人的穿着, 比京城的还要开放许多, 打扮得花枝招展。 在大街上扭来扭去, 他们挤在一起。 搞得整条街就像一条五颜六色的河流。 李平安忍不住道, 老牛别光介绍女人的模样。 老牛拱了拱李平安, 仿佛是在说你小子该找个对象了。 走着走着, 四周的人便少了许多。 也不知道多久以后, 李平安坐在一处茶滩下, 轻轻吐出一口气。 在这里有人风光过, 有人落寞过。 有人来了, 就有人走了。 李平安想着自己离开的时候, 不奢望能获得什么, 至少不要失去什么。 李平安来了兴致, 取出二胡拉起了熟悉的曲调, 胡声就像是清泉, 山石, 鱼打芭蕉。 时而悠长, 时而轻柔, 植入人心。 常言道,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广陵府多的是情声消悦, 倒是这二胡拉的这么好的人, 倒真是少见。 不多时便为了好些人。 不断有人扔出钱。 内城的人大多都是家境富裕, 谁也不在乎那几个钱。 少爷, 我们去看花灯吧。 丫鬟蓝月道, 燕石三笑着点头, 却忽得注意到一处围着好些人。 不由的好奇凑了过去, 与他想象中的江湖一人不同。 一身青山, 系着斗裂。 面色平静如水, 颇有几分大家气质。 胡声缓缓入耳。 燕石三本是好奇一听, 谁知那单纯的音色, 却一下子吸引住了他。 悠扬且缓慢的旋律, 在冥冥中曲折流淌。 欲奏欲急, 欲让人沉迷。 仿佛深夜里涌动的潮水, 阵阵揪心。 又如孤寂得心灵中流淌出来的声音, 包含了悲凉心酸的音乐。 让人的心无法不随之颤抖。 燕石三深吸一口气, 胡声在便带着一丝淡淡的失落, 遗憾与惋惜。 却又带着一丝倔强, 诉说着常人无法理解的苦涩。 丫鬟蓝月, 只觉得悲伤。 燕石三却能感同身受, 母亲去世后身为私生子。 受尽冷落与白眼, 遭人嫌恶, 小小年纪却已尝尽人情冷暖。 这首曲子仿佛是一种感情, 一种意境。 已经超越了任何一首曲子, 纯粹是一种内在的情绪。 一曲终了。 周围沉寂片刻, 随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哗啦啦啦, 头前声音不断。 燕石三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半赏回过神来。 少爷, 你怎么哭了? 没事。 燕石三苦笑, 蓝月, 我们还有钱吗? 蓝月拿出半钱银子, 还有一些是留着给少爷买鞋子的。 燕石三便将半钱银子拿了, 却不是扔, 而是郑重地放在地上。 少爷, 蓝月很是不舍, 无碍, 就鞋子也能穿一穿。 燕石三笑了笑, 随即又深深望了一眼二胡之人。 先生, 我府中缺一个月师, 先生可有兴趣。 有人喊道, 李平安笑笑, 多谢美意, 只是在下还有要事在身, 恕不能从命。 每月无两银子, 管吃管住。 要知道, 普通客栈的伙计, 一个月也就二千银子。 这无两银子已是高价, 不过李平安还是拒绝了。 那人也只能信心作罢。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有人起哄, 李平安便又徐徐拉了起来。 第二遍听, 虽是一样的曲子, 但感觉却大不相同。 燕石三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 不知听了多少遍, 走了一波又一波的人, 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人。 直到夜深了, 瞎子放下二胡。 今日便到这里吧。 像是在对自己说, 又像是在对周围的听众说。 燕石三拉了拉蹲在一旁打着短的蓝月。 走了。 嗯, 少爷, 燕石三温柔地笑笑。 月光照射在少女的脸庞, 令她的眼眸熠熠生辉。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150-160, 二拳音乐LV3, 1600-100000, 辞至, 夏品灵鼓, 听风刀法, 91%无增加拔刀术星号邪疗出窍, 65%-68%归西弓, 93%无增加燕子川云纵42%-43%技能, 气息锁定, 63%-64%修炼心经, 涅槃经, 获得宝物, 修行者的飞剑, 细语一枚, 控制程度70%, 扶桑术化为的杖刀, 侠客笔, 笔内残留儒家圣人锁定部分规矩, 体内未消化气息, 酒气, 残留佛家真气, 已完全消化, 命格, 白色命格, 勤能捕捉,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提声都不太大, 只是拔刀术星号邪疗出窍, 从65%直接升到了, 足足升了三个百分点, 倒是令李平安有些诧异, 脑中有轻微的电感, 手握在刀柄, 能明显地感觉到和之前的差别, 刀身在空中猛地划过, 在黑暗中撕扯出一片荧光, 转瞬即逝, 微风拂过周遭, 刀光如一汪碧波洒开, 不错不错,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气息锁定和燕子穿运纵的提声不太明显, 却也能细微地感受到与之前的差别, 竟然是个好日子, 李平安蹲下身子将地面上的钱一一捡了起来, 老牛, 看来这几日的花销都不用愁了, 早知道在京城也该多了一些小曲, 老牛, 摸李平安打了个哈气, 重新站起来, 接儿睡一觉, 明儿去南国公府还扶桑树的种子, 老牛, 你说那龟驼城的老龟是不是真显灵了, 我前脚刚拜过他, 后脚就得了好运, 白天的广陵府则又是一番风景了, 李平安趁着吃早饭的功夫, 向人打听到了南国公府的位置, 走在宽阔的大街上呼听一阵破风声, 李平安抬起手, 食指和中指轻轻一夹, 一个圆形不足马眼大小的物件便出现在手中, 原来是几个富家公子哥在花月阁的二楼, 睡过了花魁, 闲得无聊, 便带着穿着暴露的花魁, 在二楼用弹弓打戏耍行人, 然而这些人非但不生气, 反倒凑过来, 让他们打, 关键在于, 他们打出去的妃子十分特别, 不是普通的石子或者什么铁珠, 而是实打实的金珠子, 要是捡到了这一颗金珠子, 这一颗金珠子可是抵得上普通人家小半个月的吃喝, 被打了无非是脑袋上起一个小包或者痛一会儿, 但这可是实打实的真金, 李平安摸了摸这颗金珠子不由得有些好笑, 当真是走了好运, 走在大街上都有钱捡, 哎呦, 烟绍, 那人身手不错, 一个锦衣公子笑道, 被称作烟绍的那人身穿水墨衣, 生得风流韵质, 浩浩中不识文雅秀气, 烟金阳, 南国功夫的子嗣, 自视阔得很, 烟金阳当即又拉起弹弓, 瘦, 金珠子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落在了李平安面前, 李平安脚步不停, 丝毫不受影响, 将第二颗金珠子也放入了怀中, 花月阁的二楼传来花魁们的笑声, 烟金阳脸上又有些挂不住, 这次上了两颗金珠子, 手上多沉了几分力气, 两颗金珠子在空中嗖的一声, 化成了两道金光, 常人看不出, 只觉得这次的担子更快了, 稍微有些捂到底子的人便能看出来, 这烟金阳倒是有几分手法, 李平安单手钻拳, 一颗金珠子浮现在大拇指上, 轻轻一弹, 手上的金珠子和空中的一颗金珠子相撞, 发出清脆的声响, 紧接着伸手抓住了另一颗飞过来的金珠子, 空中那两颗互相撞在一起, 而后齐齐掉落的金珠子, 正好又掉在了他的另只手里, 这一幕, 看得楼上的公子哥和花魁姑娘们忍不住叫好, 烟金阳也颇为意外地望着对方, 哎, 好像是个瞎子, 这时有人说道, 我草, 还真是, 神了呀, 有点功夫在身上, 有个公子哥, 饶有兴趣地喊道, 喂, 那个瞎子, 上来喝一杯, 礼平安全当作没听见, 很快便消失在街头, 一人道, 切无趣, 今儿是广陵府的大日子, 老祖宗受淡, 仆人们忙里忙外不断地穿梭其中, 有的摆桌子, 有的台礼品, 迎来送往, 前呼后拥, 场面越摆越大, 燕家先祖, 曾为大隋开国皇帝征战沙场, 立下汉马功劳, 战死三子, 二女, 大隋开国后, 太祖皇帝赶面其有功, 赐国公爵位, 其子孙可施习南国公爵位, 广陵烟士因此得了数百年的繁荣昌盛, 然而到了如今, 这广陵烟士倒真是金玉其外, 败续其中, 家中子弟大多都是保时中日, 无所用心的贵族派头, 沉溺在醉生梦死的生活里, 毕竟什么也不用干, 便吃喝不愁, 顶着国公的爵位, 家族里又做着生意, 当真是应了那句话,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李平安来到府前时, 府门前早已聚集了不少人, 有的在低声交谈, 有的互相挥手致意, 李平安有些狐疑, 怎么这般热闹, 他尚且还不知情, 今儿是南国公府老祖宗的寿旦, 广陵府上上下下, 有头有脸的人物几乎前来观礼, 甚至还有一些京城或者其他地方的贵人, 虽不能来, 却也让家仆送来了贵礼, 或者派家中小辈带为祝贺, 李平安好奇地问了一下, 这才知道今儿是南国公府老祖宗的寿旦, 想来人家过寿旦, 自己不能空手来, 想起怀里的扶桑树种子, 勉强算是祝贺的礼品吧, 这时, 一个仆人走上前来, 见李平安穿着朴素, 手里拎着一根破拐棍, 后面还牵着一头牛, 道像是去赶大吉的, 绝不是什么达官贵人, 只是这江湖上卧虎藏龙的人物海了去了, 真正的大人物, 偏偏便不愿意穿得高调, 身为南国公府的仆人, 自然懂得几分眼色, 上前作衣, 笑道, 小的眼镯, 不知这位爷如何称呼, 李平安道, 在下姓李, 哦, 原来是李爷, 劳烦李爷让小的看一眼请柬, 李爷便可入府了, 李平安道, 在下没有请柬, 是燕巡姑娘托我来给燕家带一个信, 燕巡, 仆人将这个名字在脑海里过了一下, 南国公子四岁多, 可并没有哪位叫这个名字, 这位爷, 您是不是记错名字了, 府里头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主子, 仆人露出微微疑惑的表情, 燕巡自幼离家, 随后又失踪十余年, 仆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现在家中已很少有仆人能知晓燕巡这个名字了, 在下却没有记错, 李平安道, 还是劳烦帮在下禀告一声, 这个时候家主繁忙, 仆人自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去打扰家主, 便跟仆人中一个小管事的人说了一声, 小管事的瞥了一眼李平安, 满不在乎, 估计又是来蹭饭的, 带他去外面凉棚, 仆人道, 我看这气势不像啊, 废话, 能让你看出来, 这已经是今天第八拨人了, 赶紧弄走, 南国公府的大日子, 自然吸引了不少想来蹭吃蹭喝的, 五花八门的理由都有, 李平安的理由在其中算是最朴素的一个了, 还有更扯淡的直接说是哪个哪个老爷的私生子, 南国公财大气粗, 干脆就在外面搭了个凉棚, 将这些想来蹭吃蹭喝的人全安置在凉棚, 好酒好菜, 只要不捣乱就行, 当然, 也没有哪一个赶不要命, 来南国公府捣乱, 仆人再次走过来, 虽然内心多了几分厌气, 然而脸上笑容不减, 并不会像一些没头脑之人出言嘲讽, 而是带着李平安来到凉棚, 十分委婉地说道, 李爷, 这边的菜随便吃, 不够了, 有人会加, 有事直接找我们就行, 李平安无奈也只能暂时坐下, 桌子上的菜当真不错, 李平安鼻子动了动, 依次闻了出来, 四喜完肘子肉, 拌羊肉, 烧鸡, 盐水大虾, 糖醋里脊, 这一桌足足有二十多道菜, 外加四道汤, 像这样的一桌从街头摆到街尾, 还只是给这些外头来蹭吃蹭喝, 身份的人吃的, 要是里面的人指不定吃什么山珍海味, 兄弟, 哪里人, 这时, 旁边的一个汉子道, 李平安, 外地人, 汉子瞥了一眼李平安身后的老牛, 兄弟, 占便宜的高手啊, 出来蹭吃蹭喝, 还把自己家牛给带上了, 李平安一笑, 老哥, 过奖了, 叫我留桥就行,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娘子, 左边的妇人跟李平安微微点头示意, 那个是我爹, 老汉手里拿着个鸡腿, 那个是我娘, 老太太正端着盘子, 喝着花生米那边那个是我大姑, 三舅, 三姨夫, 我妹妹我妹夫, 我侄子, 还有我三姨奶, 老姨老, 李平安, 李平安举起酒杯, 兄弟, 敬你一个, 刘桥看了一眼李平安身后杯的二胡, 兄弟, 会拉二胡, 李平安点头, 会一点, 我这儿有个活, 你接不接, 过两天, 人家办白事, 给人家拉取, 有钱花还有吃的, 李平安, 多谢大哥, 我考虑考虑, 这还考虑啥, 我不会坑你的, 那家给的钱蛮多, 不远处, 梁匹马正缓缓驶来, 梁匹马街是近居, 一匹马黑里透红, 油光发亮, 双腿又长又肥, 双眼炯炯有神, 一看便是一匹梁居, 马上坐着一位风流少年, 自是在花月阁上用金珠子打人的烟金羊, 另一匹马, 一身雪白, 没有一点杂毛, 闪闪发亮, 就像劈了一身银丝, 俊马上坐着一位少女, 柳梅信念, 梅艳中透着一股逼人的阴气, 一身流苏红卷, 头上挽着一个邪迹, 乃是清和苏家之女, 苏星兰, 二人来到府前, 当即便有小私营了出来, 燕京阳扫了一眼凉亭上吃相不佳的众人, 颇为嫌弃, 这是怎么一回事, 哪来这么多人, 仆人道, 是大奶奶吩咐的, 说是今儿大喜, 让这些人念得老祖宗的好, 燕京阳心中不屑, 当着苏星兰的面又不好表现出来, 呼得他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在凉亭中蹭吃蹭喝, 正是在花月阁楼下连接了自己几个金珠子的瞎子, 李平安也感受到了燕京阳的气息, 对方出手不菲, 虽隔得老远, 人声嘈杂, 可李平安的一双耳朵, 却一字不落地捕捉到了他与仆人的对话, 得知对方是这南国公府的公子, 于是便走过去, 略意拱手, 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燕京阳一皱眉, 他是在花月阁遇见的李平安, 若是此时对方当着苏星兰的面说出来, 那他在苏星兰心中的地位和形象, 可就全毁了, 又见面, 你谁啊? 燕京阳装作不认识对方, 反正对方也是一个瞎子, 到时自己不承认, 别人也只会当他是来故意讨关系, 李平安不是不识抬举的人, 对方这么一说便不在这多做计较,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在下想麻烦燕公子, 话还没说完, 燕京阳便抬手制止了李平安, 给仆人使了一个眼色, 仆人赶忙上前, 拦在了李平安面前, 燕京阳转头对苏星兰道, 星兰, 我们进去吧, 苏星兰瞥了一眼李平安, 这人似乎是找你有事, 燕京阳笑了笑, 都是骗吃骗喝的, 见多了, 没事我们进去吧, 苏星兰是客人, 字不好再多说些什么, 便跟着燕京阳一起进去了, 仆人这回是真有些生气了, 你老老实实吃饭, 就得了, 表情些不善, 狠狠蹬着李平安, 却忽得发觉他看不见, 便加重了几分语气, 那是我们家的三少爷, 你疯了, 我告诉你再这样, 你连饭都别吃了, 李平安被赶回了凉亭, 一旁的刘桥道, 兄弟, 胆子挺肥呀, 凑到贵人面前讨赏, 这种事, 我劝你以后还是少做,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随口道, 为什么, 刘桥四处看了一眼, 压低了生意, 这种贵人杀你, 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 他们兜里怎么可能有小钱, 都是一些价值连城的东西, 不舍得赏给你, 反之, 你要是惹他不高兴了, 轻则被捶一顿, 重则小命难保, 尤其是那个燕金阳, 他可是攒广陵, 刘桥顿了一下, 没再继续说下去, 来, 不说了喝酒, 他没继续说, 李平安也没追问, 燕金阳就算是天王老子, 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少爷, 今儿穿着身型吗? 兰月今儿穿了一身翘绿色的衣裳, 保养的倒是崭新, 只是早已过时了, 还有些不合身, 燕十三看着自己这个唯一的丫鬟, 不免面露苦涩, 这身衣服, 还是是一年前给他买的, 府里别的丫鬟穿金带银, 兰月却因为跟了他的缘故, 一直未能想上什么服, 赶明儿该去给你买件布料, 做一身新衣裳了, 兰月不在意道, 这身衣裳就挺好, 干嘛还买新的? 二人走出偏院, 来到主宅, 此时早已是高朋满座, 文人雅士, 青宁樱花, 或品名论道, 或推杯换盏, 谈笑风生, 净显大家风范, 燕十三寻了一下位置, 这时, 一个丫鬟走过来, 一个丫鬟走过来, 燕十三认得她, 是二夫人身边的丫鬟, 二夫人便是燕金羊的生母, 大夫人虽是正妻, 可二夫人受老爷宠爱, 这府中二人说话常常免礼藏针, 互相较劲, 到了近几年, 大夫人身体抱恙, 这府中便是二夫人主持家里是了十三少爷, 二夫人说了, 今儿客人多, 让您去外面帮忙招呼招呼, 这是什么意思? 蓝月一听这话顿时极了, 自家少爷虽不受府里待见, 但到底还是姓燕的, 说好听点是去外面招呼招呼客人, 难听点就是, 今儿人多? 你别在这丢人现眼, 去外面凉快凉快, 蓝月, 燕十三拦住了正欲发作的蓝月, 我们走吧, 燕十三和蓝月走出府门, 蓝月气得胸脯起伏, 小脸尽是愤怒之色, 燕十三却早已习惯了, 扫了一眼凉亭筋吃饭, 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我看这儿的伙食不错, 咱俩在这儿吃一口吧, 燕十三正寻这哪儿有空位, 忽得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 快步走过去, 正是昨夜在路边拉二胡的那人, 燕十三没想到, 在这儿还能遇见对方, 不由一喜, 怎么是你? 李平安听了声音, 微微一愣, 燕十三解释道, 先生定是不记得我了, 昨日有幸听先生一曲, 感同身受, 李平安恍然大悟, 笑道, 咱们倒真是有缘分, 燕十三的蓝月便坐了下来, 刘乔走江湖, 自来熟, 便对李平安道, 你朋友, 介绍一下, 李平安给燕十三介绍了一下刘乔, 介绍燕十三的时候, 才想起来自己并不知道对方名字, 燕十三也不隐瞒, 在下燕十三, 燕十三? 刘乔略一寻思, 脱口出, 你便是燕家那个坠絮, 说完, 当即恨不得把自己舌头剁了, 这两杯酒下肚, 说话便不够脑子了, 当即狠狠给了自己两个嘴巴, 瞧瞧小人这张嘴, 该死真该死, 燕十三摆摆手, 颇为大肚, 无碍, 这广陵府谁不知道, 他是即将入他门的坠絮, 燕十三早就习惯了他人异样的目光, 李平安却颇为惊喜, 并没有在意坠絮二子, 对方姓燕, 是燕家的公子, 于是开口道, 燕公子, 在下是受了燕家之女燕巡所托, 将扶桑树的种子还于燕家, 不知可否劳烦公子替在下禀报一声, 燕巡? 燕十三微微一惊, 这个名字既陌生又熟悉, 陌生的原因是, 燕十三从未见过燕巡, 只是幼年时常听母亲提起过燕巡, 这燕巡乃是燕家长女, 自幼在老祖宗膝下长大, 对老祖宗宠爱, 天资聪颖, 饱读诗书, 九岁便便的数位书院儒生, 哑口无言, 十岁便入了儒家一品镜, 明德正身, 不出半年, 开辟灵台, 两年后, 入三品镜, 在灵台中生成君子相, 并且获得了南国公府扶桑树的认可, 想当年燕家祖先便是手持扶桑树所画的长刀, 所向披靡立下汉马功劳, 只是知那以后, 燕家族人再无人获得扶桑树的认可, 直到燕巡的问世, 燕家人无不引以为傲, 只是十余年前, 燕巡忽然失去了所有的下落, 再无消息, 老祖宗时常以泪掩面, 在得到青天间术室的补挂, 燕巡大概率已经死亡的消息后, 老祖宗险些一命呜呼, 现如今十余年过去了, 燕家大多仆人或年轻一代, 早就忘记了燕巡的名字, 可是上了年岁的燕家子弟, 自是不会忘记这个曾经燕家的骄傲, 半晌, 燕十三才缓过神来, 正正地望着对方, 似乎是在确认对方是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一双仓墓中无波无痕, 令人不由地心生敬畏, 燕十三犹豫了一下, 先生此话当真, 自是千真万确, 好, 那我这边去通禀一声, 李平安略意拱手, 有劳燕公子了, 刘桥狐疑地望着燕十三匆匆奔去的身影, 又看了看李平安, 有些不明所以, 兄弟, 你这是, 没什么大事, 带人还一个东西吧, 李平安加了一个肉丸子, 刘桥沉默片刻, 那过两天那个白活, 你还干不, 为了, 又加了一句, 待遇着实不错, 燕十三走入燕客厅, 瞥见了带着自己名字的座位, 果不其然, 在一个极为不起眼的角落里, 倒也真是难为他们了, 明明看自己碍眼, 却不得不给自己安排的座位, 这时候, 老祖宗还没有来, 稍等了一会儿, 燕金阳和苏星兰走了进来, 燕金阳见了燕十三, 冷哼一声, 并未给什么好脸色, 二人的恩恩怨怨, 一时半会儿, 倒也是说不清, 燕十三只当作看不见, 倒是苏星兰拱手, 并未因为是燕家私生子, 坠绪等身份, 瞧不起对方, 十三公子, 许久不见, 燕十三回礼, 嘴角带着几分苦笑, 苏姑娘, 不由得便想起幼年时, 自己母亲在世时, 苏母常带着苏星兰串门, 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 在后院撒鸭子狂奔, 燕金阳美好气地说道, 十三, 我记得, 你不是去外面招呼客人吗? 客人招呼完了, 燕十三面无波澜, 堂兄, 十三有要事, 要禀报老祖宗, 燕金阳微微挑眉, 要事, 是你的婚事吧? 十三你着急也没用, 那林家推迟毁约, 摆明了是想毁婚, 你去求老祖宗也没用, 大庭广众之下, 这话便等同于当中打了燕十三的脸, 苏星兰微微醋眉, 对燕金阳的做法颇有些不满, 虽是坠续, 却也不能如此侮辱, 再看燕十三, 出乎意料并没有动怒, 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面色平静, 堂兄误会了, 十三并不是为了此事, 而是另一桩事, 什么事? 燕金阳追问, 事关重大, 燕十三淡淡道, 燕金阳脸色已有了几分怒涩, 事关重大, 这么说我不能听了, 燕十三沉默, 燕金阳便是最看不惯他这副模样, 明明是个私生子, 母亲无名无分, 如今又是燕家的耻辱, 却总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上前一步, 狠狠道, 燕十三, 你别给脸不要脸, 一旁苏星兰看得分明, 心道, 这燕金阳当真是孩子脾性, 恐怕成不了什么大气, 道是燕十三虽身份为人所不齿, 可这份心思便不知道比燕金阳高出多少倍来, 这时, 呼听门外有丫鬟的声音传来, 老太君道, 私下称呼老祖宗, 到了外人面前, 称呼必要改上一改了, 一位病发如瘾, 衣着华贵的老妇人走了进来, 便是这南国功夫的燕老太君, 众人无不起身道喜, 燕老太君被两个儿子搀扶着, 满目春风, 劳烦诸位还惦记着我这个老太婆子, 众人哈哈一笑, 纷纷逗着老太君开心, 老太君笑得合不拢嘴, 还未等落座, 就听燕金阳道, 祖母, 燕十三有要事, 非要与祖母禀报, 燕十三微微皱眉, 他方才还在犹豫, 这个场合出生恐怕不太好, 老太君本就嫌弃他, 可没成想, 这燕金阳先生夺人, 老太君本是春风拂面, 一听燕十三的名字, 笑容僵住了半秒, 瞥了身旁的二儿子燕齐一眼, 燕齐表情略微有些尴尬, 这燕十三就像是他喉咙里的一根鱼刺, 吞不进去, 吐不出来, 难受得很, 这大好的日子, 他偏偏来添堵, 有事待会说, 燕齐道, 燕金阳煽风点火, 十三说了是要事必须非说不可, 燕十三面不改色, 这话无疑是把他架在火上烤了, 若是待会儿自己说不出什么重要的事情, 亦或者那拉二胡的瞎子是个骗子, 恐怕他又要挨罚了, 老太君摆了摆手, 十三, 你有何事? 燕十三站出来, 清吸一口气, 丙祖母, 外面有一人求见, 什么人? 是一个拉二胡的先生, 瞎子? 燕金阳皱眉, 一下子就联想到了, 方才那个来找他说, 有事要办的瞎子, 那瞎子便正好背着一个二胡, 不会, 燕十三继续道, 他说, 它是受燕巡姑姑所托送扶桑树的种子, 归还燕家, 此言一出, 满堂皆经, 扶桑树? 燕巡? 扶桑树一直便是燕家的圣物, 只是十余年前随着燕巡失踪, 这两个名字, 哪一个对于燕家长辈来说都足够震撼, 尤其是燕家老太君, 燕家老太君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声音嘶哑, 你再说一遍, 燕十三心中祈祷, 这拉二胡的瞎子不是耍自己玩, 否则今天这场面很难收场啊, 不过事到临头, 也没有什么退路了, 便又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老太君大口喘着粗气, 两个儿子忙扶住了老母亲, 老太君倒还真是见过风浪的人物, 很快便冷静了下来, 换来管家, 快让那位先生进来, 兄弟, 那白氏你给我个准信, 到底有没有兴趣? 刘桥还没有放弃, 李平安这时也吃饱喝足了, 抹了抹嘴, 这时候燕十三都没有出来, 看样子, 今天是去不了南国公府了, 明日再来吧, 兄弟, 等等, 刘桥这时递给李平安两个大纸包, 里面装着一些没吃完的剩菜, 另一个纸包则是剩下半只鸡, 那个白氏你再考虑考虑, 李平安笑笑, 正要道谢, 这时就见一个身穿黑袍的中年人急匆匆地跑出来, 目光扫了一下, 随后落在丫鬟蓝月身上, 又看了看李平安, 以及他身后背着的二胡, 向蓝月确定了一下, 是他吗? 蓝月点头, 管家便道, 这位先生, 我们老太君有请, 李平安一愣, 哦, 您这边请, 看着李平安被管家拉走, 刘桥愣了一下, 随即叫道, 哎, 过两天那个白氏, 你到底去不去啊? 雁客厅, 此时, 整个雁客厅的重心因为被燕十三的一句话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堂内众人无不再窃窃私语, 燕家诸位子弟也在谈论着什么, 此时老太君的心情十分复杂, 十余年来再一次得知女儿的消息, 激动, 却也害怕, 在她的内心深处, 多希望自己的女儿只是躲在了某一个地方, 然后, 忽然有一天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喜, 千呼万唤使出来, 在众人的期待下, 管家终于跑了回来, 身后还跟着一道不虚不及的身影, 人群中的燕金羊更大了眼睛, 还真是他, 老太君万寿, 李平安略意拱手, 到了人家, 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老太君点点头, 不知先生明慧, 师从何处, 无名无师, 不过是个跑江湖的罢了, 堂内的众人, 无不在打量着李平安, 其中也不乏练弃高手, 却半点也看不出对方的深浅, 只是对方的造型, 实在是一言难尽, 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青衫, 补丁有些多, 倒还算是干净, 一手攥着竹竿, 一手拿着包着剩菜的油纸, 一双草鞋, 老太君只顾点头, 他倒不是真关心对方的名字, 这只是客套话, 总不能上来, 便直问人家, 有了前几句的铺垫, 老太君总算是问出了最想问的问题, 小女烟熏, 现在如何? 李平安沉默片刻, 老太君请节哀, 虽说早有预料, 可真当正事以后, 老太君眼前一花, 险些昏了过去, 娘! 无爱! 半晌, 老太君缓过神来, 言启迫不及待地道, 先生, 方才十三所说我妹妹将扶桑树的种子交给你了, 此话当真, 李平安从怀里拿出背部裹着的扶桑树种子, 物归原主, 众人无不瞪大了双眼去看, 扶桑树早已随着烟熏消失十余年, 此刻却再回南国公府, 当真是一件轰动的大新闻了, 扶桑树种子被人送到老太君和两位家主眼前, 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当真是扶桑树的种子无疑了, 做不得假, 烟家众人无不是激动万分, 这扶桑树乃是烟家的圣物, 丢失十余年再度被找回, 当真是一件性事, 老太君当即起身, 老泪纵横, 老深本以为死后无言面对列祖列宗, 没曾想有朝一日还能再找回扶桑树, 先生, 请受老深一拜, 老太君轻败, 在座的烟家子弟哪里还敢站着, 连忙站了起来, 便要跟着老太君一起拜下去, 李平安抢先一步, 扶住老太君, 老太君, 折煞晚辈了, 老太君忙对一旁的管家道, 快, 给先生安排一个上位, 先生, 您是我燕家的恩人请上座, 燕十三心底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自己赌对了, 有人欢喜, 有人愁, 燕金阳阴狠狠地看了一眼燕十三, 老太君没有忘记, 今天这些人, 全部是来给自己祝寿的, 举起酒杯, 有劳诸位千里迢迢, 来为我这个老太婆子喝寿了, 老太婆敬大家一杯, 众人纷纷起身, 供饮了一杯, 随后, 早就准备好的戏班子走了进来, 老太君最爱看戏, 这个戏班子, 在江南可是赫赫有名, 独具特色的江南枪, 让人怎么听都不腻, 南国功夫, 花了五万两银子, 买下了这个戏班子, 燕会很快便热闹起来, 然而今日的老太君, 却无心听戏, 一门心思拉着李平安问东问西, 十三, 你这是做得不错, 燕起难得夸赞了, 自己这个私生子一句, 燕十三并未动容, 只是微微汉手, 表尊敬之意, 燕起扫了一眼燕十三的穿着, 微微醋眉, 府里没给你阅历吗? 穿得这般破烂, 像什么样子? 让人去帐房取一些银子, 做几套衣服。 燕十三, 谢父亲, 李平安面前的桌子上, 唯有一盘酱牛肉, 是他认识的。 牛肉薄如纸, 嚼起来又人又鲜, 别有一番风味, 还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唇香。 这牛肉老牛应该喜欢。 堂下时不时便有人将目光投向李平安, 对这个为燕家带回扶桑树种子的人, 十分好奇。 李平安坐在主位的一旁, 不像是客人, 倒像是主人, 宴会持续了小半天。 老太君年纪大了, 不能长时间出席, 只能由自己的子孙们代替自己接待客人。 老太君喝了一杯茶, 眼下屋内除了李平安便全是自家人了。 李先生, 这么大的恩情, 我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才好啊。 李平安道, 李某只是为了完成友人所托。 老太君要谢, 便谢那位把我引进门的十三公子吧。 如果不是他, 在厦门还进不来呢。 坐在角落里的燕十三, 没想到李平安会提到自己, 呼得抬起头来。 堂内燕家子弟的目光, 纷纷望向他。 老太君点点头, 虽对燕十三百般厌恶, 却还是道。 十三也是有功的, 既然李先生都说, 那便赏赐他一些。 燕金阳心中烦躁, 有些后悔。 方才在府门时, 自己怎么不多听这瞎子多说一句。 他倒是不在乎那些赏赐。 只是让燕十三平白无故, 捡了这么大的便宜。 老太君也因为扶桑术回归的喜事, 而看燕十三也顺眼了许多。 这令燕金阳感到糟透了。 既然如初, 李先生便一定要在府中多留一些时日, 也好让我们静静地主之意。 老太君和燕家的几位长辈一再坚持。 老太君想念女儿, 自是要多留一留, 这位最后见过女儿一面之人。 李平安推辞不过, 便只好答应了在府中多留一些时日。 南国公府的空院子很多, 给李平安倒腾出一间清新雅致的院子, 仅用了小半天的时间。 位置极佳, 靠着湖边, 院中涌入香咸, 山石点缀, 颇有几分趋近通幽质感, 圆灵韵味。 李平安将先前没吃完的酱牛肉, 老牛, 尝一尝, 是你哪家的清浅? 老牛用牛角拱了拱李平安。 所以年过三十, 然滋容不减半分, 一双长眉下, 一双丹凤眼, 熠熠生辉。 身段风鱼, 腰枝纤细, 隐隐一握。 再往下, 却是一张粉臀, 让人怦然心动。 倒也难怪迷得燕府的大老爷, 神魂颠倒, 备受宠爱。 金阳, 卫娘准备了一些礼物, 女儿你去送给那位住在湖畔的李先生。 燕金阳道, 送他东西做什么? 今儿老祖宗不是送过了吗? 老祖宗是老祖宗的, 卫娘是卫娘的。 现在老太太极为关注那李先生, 咱们送一些礼, 老太太知道了, 定会高兴的。 二夫人顿了顿, 继续道。 而且卫娘见那李先生气度不凡, 绝非常人。 娇食一下, 并非坏事。 燕金阳心不在焉道, 知道了。 二夫人又道, 过几日那林家要来, 估计是要跟老太太提与燕十三婚约的事情。 燕金阳露出幸灾乐祸的笑意, 料到了, 毕竟谁也不想自己女儿以后嫁给一个废人。 二夫人道, 之前两家有过约定, 燕十三机身二品镜, 便可入赘到林府。 想必林家便会拿这个约定, 出来说是推迟婚约, 搞得现在南国功夫都跟着一起丢人。 燕金阳说, 四年了, 他本就是散修, 估计这辈子都选。 行了, 别在这幸灾乐祸了, 明儿别忘了去看李先生。 放心吧, 娘。 隔天, 燕金阳便将这事给忘了, 跟着几个顽固子弟去郊外遛马。 一大早, 便有人给李平安送来了早餐。 足足一十八样, 街市冒着热气, 似乎是刚刚出锅, 控制好时间就为了将食物最美的香味留在这一刻。 吃过早餐之后, 李平安正在观想修行。 呼听脚步声传来, 先生, 冒昧打扰了。 是烟十三和丫鬟兰月。 李平安道, 李某本是客人, 来此借助, 公子何来打扰一说? 先生在这里住的可还习惯? 江湖中人住哪里都习惯, 鸡脚胡同桥洞底下。 李平安为二人泡了茶。 早上的时候, 有仆人送来了几盒桂花酥, 说是老太君赏的, 李某便借花献佛了。 蓝月眼前不由的一亮, 抿了抿唇。 这种桂花酥香味浓郁, 甜而细腻, 价格也十分高昂, 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老太君才会赏赐一些给燕家的子弟。 而燕十三自是分不到的。 蓝月曾有幸吃过小半块, 是伺候其他主子的丫鬟分给他的。 蓝月舍不得吃, 便想着拿回去分给自家少爷。 谁知道太过兴奋, 在半路跌了一跤。 小半块桂花酥也落入了水中。 为此, 蓝月哭了小半天。 燕十三安慰他, 以后一定会带他吃个够。 看着眼前的桂花糕, 燕十三嘴角带着几分苦笑。 月儿, 吃吧。 少爷先吃。 这姑娘就是这样, 跟熟悉的人风风火火, 在不熟悉的人面前, 谨慎得像是一只小兔子。 燕十三拿起一块糕点递到蓝月手里, 又跟李平安聊了几句, 呼地注意到他腰间别着一只笔。 看了一眼李平安的仓墓, 不由地好奇道, 先生会写字。 李平安随口道, 略懂略懂, 只当是消遣消遣, 没什么大用。 不思燕公子, 日后若是能考上功名。 再有燕家的身份, 前途不可限量。 燕十三苦笑着摇了摇头, 李先生不了解内情, 再下入了见辑, 这辈子与功名无缘。 哦? 李平安微微挑眉。 堂堂南国功夫的子弟, 虽不受人待见, 但也不至于入了见辑。 燕十三解释道, 大随律法坠序, 一律是见辑, 与商人同恋。 所谓坠序者, 多戏家平难以滋养, 故出坠为序。 坠序一词, 最早史书记载。 仁之子点压给妇人做奴隶, 称坠子过期不熟, 主家给坠子娶妻, 仍做奴隶。 称坠序。 李平安听出了燕十三语气中的苦楚, 安慰道。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行而不错, 未来可期。 燕十三微微一正, 品味着这句话的含义。 先生, 你觉得我还有希望? 李平安看出了对方的心结所在, 淡淡一笑。 难不成我觉得公子没有希望了? 公子现在便跳入湖里不活了不成? 你不是为任何人而活的, 不要让咸语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更不要因为一些咸语而阻碍了自己的人生。 燕十三正正地望着李平安, 自从娘亲离世后, 身边除了蓝月, 再无人跟她说过这种话。 听过最多的便是讥讽, 见过最多的便是白眼。 虽早已习惯, 表现得风轻云淡。 可燕十三, 今年不过十六岁。 日积月累, 自己都不知晓别人的偏见, 早已成为了心中的一座大山。 这或许也是他为什么多年来止步一平静的原因。 也是心结所在。 李平安放下茶杯, 语气轻缓许多。 且让流言随风走, 任凭飞雨春夏秋。 我笑于鸟飞自在, 不学伤感独自由。 闭谋懒看命人泰, 色尔不闻凌家愁。 行衰背前微微熏, 再无闲事挂心头。 燕十三却对文章诗词颇有研究。 细细一品这诗, 却是荡真气和他如今的状况。 不由得赞道, 先生, 好文采。 诗词力量最能振奋人心。 燕十三虽不是儒家修士, 但同样能感同身受。 多谢先生开导。 燕十三感激得冲李平安一败。 李平安对燕十三的印象很好。 想起那日自己出入广陵, 拉一曲二拳, 燕十三在一旁默默听了许久。 如若不是经历人情冷暖, 知晓世间百般无奈。 万不能被那首曲子牢牢吸引住。 所以, 李平安愿意多开导开导对方, 反正也只是花一些时间。 而他最不缺的便是时间了。 于是, 便铺开一张宣纸, 抽出侠客笔燕公子 昨日帮了李某一个忙。 李某也还燕公子两个字如何。 燕十三是心结所在, 李平安觉得 侠客笔或许能帮到他。 当即在纸上挥舞笔墨。 温馨! 燕十三走上前来, 纸上二字好似带着一股射人心魄的力量, 让他心猛的一沉。 只觉得眼前一片迷雾。 似乎有什么联系, 又像是杂乱无章。 一股无形的重压,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心莫名其妙地跳得厉害。 燕十三, 你深入见急, 早已无药可救。 何苦为难自己, 莫非你还对自己的人生抱有一线希望。 李平安的声音在燕十三耳旁, 如春雷般乍响。 他心中猛的一阵胸口浊气翻涌。 眼前仿佛是出现了一位圣人法相, 缥缈的蚊子浩如烟海, 浩然之气充斥天地, 脚下皆为蝼蚁。 那是一种高傲, 一种僻逆天下。 却又与众生融为一体的气度, 让人无法抗拒。 每说一句话, 便扣人心弦。 燕十三的身子在颤抖, 仿佛有什么东西想要从心底破土而出, 却被一块又一块巨石死死压住。 燕十三, 你忘了你母亲对你的期盼? 你忘了遭受过的不公, 继无破釜沉舟的勇气。 你便老老实实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把利剑, 刺入了燕十三的心脏。 心中仿佛有一股热流在涌动。 十三, 娘看不见你长大了, 以后一个人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别跟我们一起玩, 你不是燕家的人。 少爷, 你别哭了, 蓝月会一直陪着你的。 许久过后, 万物归于沉寂, 李平安微微醋眉。 失败了? 不, 不。 燕十三的声音自尘埃之下响起, 像是要把自己最后的力气都用在了这个字上, 透着一股决绝之意。 老子才不信什么狗屁的命运? 去你妈的, 上天注定! 请客间, 圣人法相化作一缕青烟, 消散于无形。 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 伴赏, 燕十三缓过神来, 体内生起一股奇妙的感觉。 心结已破。 这是破镜的征兆。 其实严格来说, 燕十三早入了二品镜。 只是常年受心结影响, 一直没有完成那最后一步, 因此, 只不一品巅峰, 迟迟不能前行。 修行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如今心结已破, 自身修为, 自然迈上一层楼。 先生, 大恩无以为报, 荣十三缓上几日, 再向先生道谢。 燕十三告了谢, 便匆匆离去了。 体内力量翻滚, 现在必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静心修行。 稳固修为才是, 几日后。 南国公府, 会客厅。 老太君以及府中二老爷烟起, 二夫人正在颇为热切地 与一位美貌妇人交谈着。 美貌妇人便是林家的大夫人, 谢夫人。 前些日子, 老夫人大寿, 日夜兼程还是未能赶上, 疏忽怠慢, 还请老夫人勿怪。 谢夫人歉意地说道, 老太君笑道, 无碍无碍, 不过是一个寿蛋罢了。 如若不是家里, 这些人嚷嚷着要大半, 老太太我就想着吃碗面就行了。 这次给老太君带了一些礼物, 还望老太君笑纳。 礼物全放在了堂下, 其中最为气派的, 当属于一座整块美玉雕成的玉座观音菩萨。 当真是稀罕之物, 又聊了半课多种。 谢夫人才终于觉得合适了, 便将今儿的目的说了出来。 放下茶杯, 轻叹一声。 想当年两家老爷子莫逆之交, 让人算了八字, 定下了这婚约。 本是一桩美事, 可这两老爷子也不知怎么想的。 偏偏要让十三公子修行之路到了二品镜, 才履行婚约。 可谁知道, 如今十三公子修行之路停滞, 怕不是要耽误了这两个孩子。 谢夫人顿了顿, 观察了一下众人的脸色。 这才继续说道, 但是两家老爷子已经先逝, 二人的约定也成了遗愿。 咱做小辈的, 也不能违背了他二人的约定。 又怕耽搁了两个孩子婚约。 我家老爷跟我说了, 不如辩解了两个孩子婚约。 这样也算是两全其美了。 听了这话, 燕家之人皆是面色变了变。 倒是特意跟着母亲前来的燕金羊, 一副看热闹不嫌失大的模样。 谢夫人温和地笑了笑, 老太君, 意下如何? 大厅之中, 气氛有些寂静。 苏星兰皱了皱眉头, 虽早有预料, 可以想到燕十三因此要遭受不知多少冷眼嘲笑。 心中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幼年时, 两家母亲交好, 说起来苏星兰和燕十三也算半个青梅竹马。 沉默片刻, 老太君的声音清冷了几分。 只能是十三没这个福分。 谢夫人松了一口气, 忙道, 老夫人话不能这么说, 只能怪两个孩子有缘无分。 不妨将十三公子叫来, 我也好亲自给他赔个罪。 这件事, 无论如何, 也是要告知当事人一生的。 于是, 老太君便派人去叫燕十三前来。 不久后, 一身轻衣的燕十三大步走了进来。 一出现, 便吸引了堂内所有人的目光。 有担忧, 有不忍, 有嘲讽燕十三给祖母请安, 给父亲请安。 随后, 又向其他人行礼。 少年表情平静, 既不恭敬, 也不失礼。 站在中央, 眉宇见一股阴气, 骨子里透着一股刚毅之气。 灵府的谢夫人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 这燕十三模样, 真是不错。 不似普通少年那样轻浮, 给人一种沉稳如山的感觉。 只是可惜, 一想到待会儿场面, 燕金阳嘴角勾起轻笑。 老太君道, 十三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灵家的大夫人谢夫人。 灵家? 燕十三微微一愣, 心中猜到了某种可能。 晚辈拜见谢夫人。 谢夫人须于尾仪地夸赞道, 十三公子都长得这般高了, 当真是一表人才。 燕十三淡淡笑了笑, 燕起看着自己这个私生子, 眼神终止不住地嫌弃。 退婚的话, 让谢夫人再说一次, 就连他这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 便直接开门见山。 十三, 这一次, 谢夫人是来谈。 嗯? 燕起忽然一愣,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当即摒弃名神, 师生道, 十三, 你你破镜了。 短短一句话, 让在场的人都是一愣。 燕十三当初不足十一岁, 便入了散修一品镜。 当真是惊艳了燕家众人。 只是谁能想到, 一品镜足足困了他六年之久。 此后, 众人本以为燕十三一辈子, 便也就这样了。 毕竟没有修炼资源, 没有明师教导。 再加上散修本就是最难走的路子。 再想破关难如登天。 谁知今日十三, 你入二品镜了。 二夫人诧异道, 燕十三略一拱手, 十三已入三品。 声音不大, 却掷地有声。 又如平地响起了一声惊雷。 众人无不震惊。 足足过了数息的时间, 燕起大步走上前来, 不可置信地检查了一番。 沉生道, 错不了, 三品镜。 从一品直月三品, 苏星兰瞪大了眼睛。 燕京阳的眼神变了又变, 喃喃低语。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多么希望, 是舒服燕起误判了。 只是燕起身为无品修饰, 自然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十三, 让为父看一看。 不仅是燕京阳狐疑, 就连燕起都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燕十三深吸一口气, 自体内荡开一股强烈的气息。 空气中发出清脆高亢的响声, 似有川金烈石之威, 凌厉之极。 但气息内敛, 一听便知还有余力。 这下子, 再没人怀疑了。 堂下众多燕家子弟皆是神色复杂。 他们自幼修行, 得家族大量资源倾斜。 可现在却被老太君从史智中神色都未有什么变化。 沉声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燕十三如实到来, 前些日子, 十三去看望李先生。 先生看出我心结所在, 便用特殊之法考验于我。 好在十三经过了考验, 解开心结, 迈过此关。 李先生? 众人皆是一愣。 老太君最先反应过来, 可是湖畔的李平安, 李先生? 正是。 二夫人神色一变, 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儿子燕金阳。 燕金阳的表情则更加复杂。 那日母亲还特意让她去带着礼物看望李先生, 只是她没当一回事。 转头就忘记了这茶, 跟朋友去郊外遛马了。 李先生, 苏星兰默默念了两遍, 想起来是那日在老太君寿宴上, 送上扶桑树种子的那人。 一旁前来退婚的谢夫人此刻有些猛。 然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稍稍抿了一口茶。 心绪飞转, 这个李平安是哪位大家? 之前也没听说过南国公府有兴礼的客亲。 还有这燕金阳怎么直接便突破三平了? 本来是一场好戏, 结果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 好戏比想象中的还要精彩万分。 谢夫人没有再提退婚的事情, 借口舟车劳顿要在南国公府歇息几日。 而燕十三入三平静的消息, 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南国公府。 相信不久之后, 这件事便会被广陵府的一些豪门世家所知晓。 我前些日子便让你带着礼物去看望那李先生。 结果, 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倒好反倒是让那个祸害捡了这么大的便宜。 回了房间, 二夫人少见地对藤爱有加的儿子动了怒。 燕金阳自知理亏, 苍白地辩解道, 孩儿, 孩儿给忘了, 谁知道。 谁知道燕十三抢了仙, 得了一个这么大的造化。 二夫人恼道, 娘更没跟你说过。 那李先生看气度绝非常忍, 你骗不信。 燕金阳垂下头, 娘, 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 都怪儿子有眼无珠。 二夫人换来贴身的丫鬟, 让其带着人去库房里准备一些礼品。 燕金阳道, 娘, 现在再去送礼品, 显得是不是有些别有用心了。 二夫人轻声道, 无妨, 那燕十三不过是个遭老太君嫌弃, 尚不得台面的子孙。 你娘我是府中长氏, 你又是我儿子, 受老太君喜爱。 那李先生没理由不站在我们这边。 何况身为府中长氏, 咱们去看望一下燕家的恩人, 也是理所应当。 于是, 母子二人当即便和丫鬟, 带着礼物前往李平安暂住的湖畔院子。 湖畔小院? 二夫人带着儿子燕金阳, 以及一众仆人匆匆赶来。 大门敞开着, 只是一行人并未走进去, 丫鬟在外面喊道, 李先生, 李先生在吗? 没有得到回应, 反而是听见了一声牛叫。 猫, 他去外面溜达了, 丫鬟又喊了几声, 没听见回应。 娘, 似乎是不在, 现在怎么办? 去里面等一会儿。 一行人走入院子当中, 屋内空无一人, 人也不知是做什么去了。 丫鬟搬来了凳子, 二夫人和燕金阳坐下。 燕金阳脸色阴沉, 一想当那个坠绪迈入三品镜, 他便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忍不住抱怨道, 谁知道这个瞎子, 还是个室外高人, 穿得跟个要饭的一样, 我上哪儿判断得出? 二夫人正色道, 物要失言。 他又不在。 燕金阳小声嘀咕了一句, 随即发现一旁的老牛, 目光悠悠地望着自己。 他忽然有一种错觉。 这老牛似乎听懂自己说什么了。 燕金阳不由地笑了笑, 自己怎么会冒出这么个荒唐的想法? 小二, 上酒。 酒之风土, 一见地方风物。 对于李平安来说, 有酒喝,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更不用说眼下正值今秋十月, 正式吃蟹的好时节。 所谓九慈石雄意为, 农历九月吃母的, 十月吃宫的。 故有九月团棋, 十月间之说, 此时的螃蟹最鲜嫩, 各大。 也是蟹膏最多的时候, 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 自古以来, 吃蟹就是一种雅士。 与赏菊、 饮酒、 饮食作画一样, 是一种享受。 吃一口蟹黄, 喝上一口黄酒。 美哉美哉, 李平安要了一大盘子螃蟹, 准备一次性吃个爽。 一口黄酒下肚便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配上一口蟹黄, 更觉美味无比。 不由得兴致勃勃, 将一碗酒一饮而尽。 可惜老牛不愿意动弹, 这份美味注定是享受不到了。 这时小二走过来, 歉意地说道, 客观实在对不住, 今儿客人太多了, 小火炉都没有了。 黄酒虚热, 热了之后的黄酒, 酒香浓郁, 酒味柔和。 不过加热时间不宜过酒, 否则酒精容易挥发掉。 只是这个时间, 大家都出来喝黄酒吃大螃蟹, 导致客栈内煮黄酒的小火炉不够用了。 不然, 您再等一会儿, 或者我让人去厨房给您热一下。 厨房热得定没有那般仔细, 出来吃便一定要精致。 不必了, 用墨盒纸吗? 小二不解, 有事有, 只是客官要这个做什么? 李平安笑而不语。 不一会儿, 小二将墨盒纸拿了过来, 掏出腰间的侠客笔, 笛笛春风。 在纸上写了一个火字。 小二先是一愣, 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客官, 这是何意? 写一个火就能生出火了? 小二怀疑, 这客官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李平安将成放黄酒的酒中压在火字之上。 小二一笑, 客官, 您可别跟我开玩笑了。 李平安没有多解释, 自得其乐。 小二知觉对方是在自娱自乐, 而且也没有因为小火炉而为难自己。 所以等一下, 便给李平安赠送了一盘甜品。 过了一会儿, 有小火炉空出来了。 小二第一个想到了李平安, 只是李平安摆摆手, 示意自己不需要。 小二转过头, 嘀嘀咕咕, 这哥们, 还玩上瘾啊。 夜幕降临, 店内的人少了许多。 小二也终于得空喘了一口气, 目光看向坐在角落里的李平安。 不由地被他桌子上落着小山高的螃蟹壳, 惊住了。 这是吃了多少个螃蟹? 又过了许久, 李平安才终于打了个宝格。 结了账, 一抹嘴, 拿着小竹竿, 走了。 客官, 慢走。 小二拉长了声音, 小二一边收拾桌子上的残物, 一边低声嘀咕。 真是个怪人, 应该是智商有些问题。 说着, 伸手去抓向酒中。 哇, 一股灼热的感觉传到手心。 这酒中好热, 小二不由地想起方才的种种, 瞪大了眼睛, 抬头望去, 却早已见不到身影了。 小二咽了一口吐沫。 我操, 还真是遇见高人了。 秋缠过躁, 夜色沉寂, 不知哪棵树上的蝉 突然脱长吊子叫了一声, 惊起了一群的鸟。 凉风带着秋的凉意。 李平安护得停住脚步, 面前是条小巷子。 这条纵向又窄又偏僻,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平日几乎无人经过, 像一条安逸又幽密的长道。 两个幼小的身影缩在角落里。 月光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偶尔有微风吹过, 将路边的树叶吹得速速作响, 却掩盖不住他们急促的呼吸声。 李平安微微一愣, 走过去。 除了两个幼子, 他还感觉到了另一个气息。 草上飞? 二人从京城坐船相遇, 到龟驼城, 再到广陵。 入了广陵府后, 便分别了。 李平安还蹭过草上飞几顿饭。 草上飞着急回家与亲人团聚, 便将李平安介绍给了刘兴堂。 李平安才得以躲避盘查, 入了内城。 没想到广陵府这般大, 二人竟还能相遇。 两个幼子见有人来了, 小的男孩吓得立马退到了姐姐的身后。 李平安温和地笑了笑, 我跟你们父亲是朋友。 草上飞躺在地上, 酒气弥漫。 显然是喝醉了。 秋风虽不急, 但是在这儿睡一觉。 难免会染上风寒。 李平安扶起草上飞, 叫了树声。 草上飞才终于勉强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李平安。 哎? 你怎么也在这儿? 走! 喝酒去! 一开口, 满是酒气。 你这到底是喝了多少? 自己喝就算了还带着孩子, 也不怕出事了。 草上飞一笑, 出事? 出事了更好, 死了一聊百聊, 比活着痛快。 说完, 便栽倒在李平安怀里。 李平安无奈只好让两个幼子, 带着自己去他家。 两个幼子乖乖地带路, 七拐八绕, 两个孩子绞成慢, 足足走了半个时辰, 挨着水边的一户人家。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李平安问。 稍大一点的小姑娘低着头, 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声音滴滴地说道, 娘亲还有弟弟。 小姑娘打开门, 娘亲, 我们回来了。 屋内没有开灯, 可这并不影响李平安。 两个奇怪的人影出现在李平安的感知中, 让他不由得一正。 半晌, 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便是草上飞的娘子。 黑暗中的风烈烈作响, 将树叶吹得东倒西歪。 屋内正中央摆放着一个酒瓮, 这没什么稀奇的。 稀奇的是, 酒瓮中盛放着一颗人头, 双眼无神, 嘴唇微动。 杀了我, 杀了我, 似乎只会这一句话一样。 前世, 李平安在书上读到过。 人质? 不过等书读多了, 也知道了人质在古代不太可能存在。 以古代的医疗技术, 砍断四肢后, 人不可能还存活。 只是在这个世界, 李平安沉默了许久。 娘, 喝水。 一旁的男孩, 端着一瓢水。 酒瓮中的女人, 却看也不看。 念叨着, 杀了我, 求求你。 活不要多久了。 草上飞不知何时醒了, 估计也就这两天了。 我找到她的时候就这样了, 上街买菜的时候, 被一伙人贩子给绑了。 我不在, 家里只有三个孩子和她, 那伙人估计是早就盯上她了, 草上飞蹲在地上, 望着明媚的月空。 李平安道, 我刚才闻到酒瓮里, 有一些特殊的药材。 这个团伙还蛮专业的, 应该不是一般人。 李平安没有说后半句话, 以现在的医疗水平。 他不认为, 把一个普通人砍断四肢后, 还能存活。 除非是练气势, 只抓到了两个跑腿的畜生, 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 草上低沉着声音, 杀了我, 求求你。 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 听得人心酸。 她一直让我杀了她, 让我给她一个解脱。 可是我他妈的下不去手, 我怎么可能下得去手啊? 说着说着, 草上飞低声抽气起来。 沉默片刻, 李平安道, 把孩子带走, 我给她一个痛快。 三个柚子正凑在一起, 包着李平安送给他们的螃蟹。 那原本是李平安带回去, 留给老牛的。 草上飞走进来, 站在后面, 你们三仙跟爹出去一下。 两个小男童老老实实地放下了手里的螃蟹, 跟着草上飞往屋外走去。 稍大一点的姐姐, 抬起头看着李平安, 似乎是意识到什么。 将手里的蟹黄递到母亲嘴边, 娘, 这个好吃。 等母亲吃完了, 才走了出去。 三个孩子各自抱着螃蟹, 靠着一棵树, 将油纸铺在地上。 我打听到了, 先生说, 这世上有能够起死回生的神仙。 要是能找到神仙, 娘亲的手脚就能重新长出来了。 小男童道, 另个小男还点头, 那我们明天就去找神仙。 稍大一点的女童默默地不说话。 不一会儿的功夫, 李平安重新走出来。 草上飞似乎是想要站起来, 可是双腿软得跟面条一样。 多谢, 我送你。 走了一段路, 钟声悠然地传来, 伴着朦胧的夜色。 李平安忽然停下脚步, 你还有钱吗? 草上飞摸了摸身上, 却只掏出一文钱了, 苦涩地笑了笑。 就剩一文了, 一文也够了。 草上飞将一文钱抛过去。 李平安伸手接住, 对了, 还没跟你介绍过我的职业。 我是一个杀手, 专业的。 草上飞一愣, 李平安继续道, 这钱就算作用金了。 你的仇人我帮你处理。 按照丽春院的规矩, 你是要活的还是要死的? 啊? 草上飞还没有回过神来? 活的, 我要活的, 片刻后, 草上飞咬着牙说道, 李平安, 活得得加钱。 多少? 我去见。 草上飞心里盘算, 自己大概能凑个二三十两银子。 李平安, 活得两文。 草上飞一愣, 回到南国公府的湖畔小院。 二夫人和燕京阳久等李平安不见回来, 早已离去了。 只好想着明日再来。 老牛, 摸摸李平安微微挑眉, 哦, 有人来过了, 还说我坏话。 老牛哼了一声, 要不是我? 你小子在背后被别人骂了都不知道。 给我带着吃的呢? 李平安两手空空, 歉意地笑了笑。 原本给你带了大螃蟹, 结果出了点意外, 又想着去街边给你买点。 可时间太晚了, 都关门了。 摸! 老牛气得拱了拱李平安。 你个没良心的。 李平安坐在台阶上, 轻叹了一口气。 老牛, 你说有的人为什么这么坏? 坏得没有理由, 好像就是纯粹为了看别人痛苦, 他们就会开心一样。 老牛趴在地上, 赌气得不理他。 李平安自顾自地说着, 我之前听人说人质, 只觉得有些残忍, 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可今天见识过之后, 才知道不仅仅是残忍这么简单。 尤其是那女人的孩子们, 还在想着找神仙, 让他们母亲的手脚重新长出来。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从小心肠就软。 所以才把给你带回来的螃蟹, 给了他们。 老牛又拱了拱李平安, 仿佛是在说, 好吧, 那我原谅你了。 一日, 燕十三一大早便和丫鬟蓝月, 前去湖畔小院, 看望李平安。 走到半路, 正好遇见了二夫人和燕金阳。 相比较二夫人和燕金阳带着的礼品, 燕十三的东西实在是拿不出台面。 蓝月拉了拉燕十三的袖子, 少爷, 我们无碍, 咱们心意到了就够了。 等日后, 有钱了再报答先生也不迟。 蓝月点了点头, 二夫人瞥了一眼燕十三, 明知顾问地说道, 十三, 这是要去干嘛? 燕十三道, 回婶婶的话, 十三正要去湖畔看望李先生。 二夫人点了点头, 正好我也要带老夫人去问候一下李先生。 你便把礼品交于我吧, 我带你送过去便是。 毕竟, 你现在的身份去拜访李先生, 总归是不太好的。 燕十三忽略了对方言语中的嘲讽之意, 十三蒙先生指点, 解开心结。 得以登堂入室, 迈入三品镜。 有幸与金阳表哥并驾齐驱。 这等恩情, 怎能不亲自去拜谢。 燕金阳太阳穴跳了跳, 气得牙根痒痒。 想他多少年勤学苦练, 名师指点, 丹药辅助。 才得以迈入了三品镜的门槛。 谁知道这小子走了狗屎运。 让燕金阳顿绝多年努力, 全部复之东流。 湖畔小院。 李平安正在温着茶水, 等待着自己的客人。 没一会儿, 外面就响起了脚步声。 不过都不是他要等的客人。 李先生, 人还未等, 便传来了热切的声音。 二夫人笑着走进来, 冒昧打扰, 还望李先生莫要见怪。 原来是二夫人, 有失远迎, 勿怪勿怪。 二夫人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 老太君受淡, 前几日迎来送往的, 客人繁多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 不过想着, 李先生是自家人, 应不会见怪。 这不, 终于忙活完了。 我儿子金阳便一个劲地催促着我, 说要好好来谢谢李先生。 李先生是我燕家的恩人。 这话说的李平安, 险些都要信了。 不愧是人精中的人精。 二夫人拉着燕金阳, 向李平安介绍道, 先生, 这便是我金阳。 金阳, 还不见过先生? 李平安, 金阳公子, 你我可真有缘分, 这是咱们第三次见面了吧。 燕金阳善善一笑。 二夫人一喜, 第三次见面, 金阳想不到, 你与先生这般有缘。 燕金阳则更加尴尬了。 第一次见面, 是在花月阁。 燕金阳用弹弓设李平安。 第二次见, 则是在府门。 李平安让燕金阳帮忙床的话, 结果被燕金阳无情拒绝了。 二夫人见自家儿子脸色不太好, 便猜出了八九分。 估计前两次见面, 给李平安留下了什么不好的印象。 忙改口, 金阳年轻不懂事, 如若冒犯了先生, 还望先生能够见谅。 李平安白白手, 无碍无碍。 随即又招呼着燕十三, 蓝月主仆二人一起坐下, 多拿出几个茶杯, 为他们各自倒了一杯茶水。 二夫人在场, 从礼数上来讲, 燕十三便不能随便说话。 而且二夫人那张嘴, 口若悬河, 能说会道。 想要在他面前, 见缝插针, 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只是任由二夫人一张瞧嘴, 如何天花乱坠。 李平安却是不为所动, 既不施礼, 却也不被对方花言巧语所迷惑。 二夫人抿了一口茶, 终于忍不住说道。 先生, 听说您为我家十三解了心结, 助他一步迈入三瓶镜。 李平安微微一挑眉, 自己都有些吃惊。 之前对方还说自己是一瓶镜, 没过几日竟然直奔三瓶。 一直没找着说话机会的燕十三, 终于开口道。 先生, 多亏了您, 十三才能解开心结, 大恩大德, 十三永世难忘。 李平安说, 我只是帮了你一个小忙, 能有今天是你自己的不懈努力与坚持。 二夫人道, 先生谦虚了, 先生大财。 略微指点一二, 便已经让这些小辈受益不尽。 布满先生说, 我家金阳和老十三关系, 自由便十分要好。 听说老十三终于突破了心结, 别提有多高兴了。 燕十三, 就连亲儿子燕金阳都有些听不下去了, 不自觉地摸了摸鼻子。 又听二夫人继续说, 布满先生说说, 我家金阳半部三瓶, 一直未能登堂入室。 这次前来, 就是想请先生指点一二。 李平安笑了笑, 夫人过欲了, 在下只是一介凡人。 十三公子纯粹是心魔所致, 平安稍加辅助。 十三公子凭借着自己的毅力破除心魔, 这才极身三瓶。 至于金阳公子, 在下实在是能力有限, 看不出金阳公子有肾心魔。 还望夫人, 莫要见惯。 这便是明明确确地拒绝了。 二夫人面不改色, 依旧热情。 一旁的燕金阳的脸色, 却是早已冷了下来, 片刻后, 见事情无果。 二夫人便只好告辞了。 临走时, 瞥了一眼燕十三, 热情道。 十三, 正好一起回去吧。 婶婶让人去库房里, 给你取一些阅历。 她自然不是什么好心, 而是怕自己走后, 这燕十三留下来。 万一李平安再次传给她, 什么特殊秘法。 燕十三一眼看穿了她的伎俩, 婶婶和堂兄先回吧。 十三待会儿去库房自己取便可以了, 不劳烦婶婶。 二夫人微笑汗手, 转头一张脸, 却是冷若冰霜。 回去的路上, 二夫人面露愁容这个燕十三 当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哎, 燕金阳低着头, 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 她心里可能除了后悔, 便没有其他了。 若是自己当初在府门外, 没有拒绝李平安为其传话的请求。 若是当时母亲吩咐她, 带着礼物去拜访李平安, 她没有忘到脑后。 那么, 一切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她不指望, 李平安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变化。 但是她绝对不想看到那个废材, 突破心结, 迈入三瓶镜。 这是她绝对接受不了的。 心魔滋掌。 燕金阳放慢脚步, 看向跟在一行人身后的灰袍老者。 我说, 那个李平安的修为到底如何? 灰袍老者摇了摇头, 沉生道, 看不透。 待众人全部离开后, 李平安要等的人才终于来了。 刘新棠的白纸扇。 当初李平安入内城, 便是跟刘新棠合作, 杀了老龙帮的帮主。 如今, 李平安又找上了他们。 白纸扇一路走来, 恨不得多长一双眼睛。 原来这位虾爷跟南国公府还有关系。 不同凡响。 虾爷, 您让我打听的事情打听到了。 最近广陵府确实是有一个帮派, 拐卖妇女。 不过很奇怪, 他们既没有卖到青楼换钱, 也没有送出城去。 李平安抿了一口茶水, 安静地听着。 白纸扇又道, 虾爷, 有用得着的地方, 您一句话。 这帮畜生便交给我们, 我们老大说了, 虾爷, 您的事就是我们留心堂的事情。 何况这帮人太不讲道义了, 拐卖妇女小孩, 破坏行规。 说完, 白纸扇等待着李平安的回应。 李平安却是忽略了他的话, 留下两颗金珠子, 算作报酬。 辛苦了。 虾爷, 这钱我可不能要。 李平安白手, 一马是一马。 一辆马车缓缓行驶到胡同口, 胡同口有两个老人正在下棋。 马车掠过二人, 在一处民宅停了下来。 车夫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手里拿着一根鞭子, 掀开车帘。 当即便有两个人 拖着一个姿色较好的女人走了下来。 女人早已昏了过去, 被他们抬着走进了院子里。 院子里还有十余名三十多岁的汉子, 胸膛敞开着, 腰间揣着一把尖刀。 一个洛塞湖汉子从屋里走出来, 怎么就带回来一个? 老大, 这段时间风生起。 洛塞湖汉子狠狠瞪了一眼手下, 无奈指得道, 先带进去。 一个僧人正跪在蒲团上, 敲着沐鱼, 嘴里念着经文。 洛塞湖推门而入, 恭敬道, 碧青法师, 人带来了。 碧青和尚停止了念诵经文, 头也不回。 怎么只有一个? 声音清冷, 带着一股寒意。 洛塞湖咽了一口唾沫, 最近丢失妇女多, 风声有些紧, 不好抓。 堂内陷入了沉默。 洛塞湖心紧紧绷着, 大气都不敢喘。 许久之后, 才听碧青悠悠道, 去手去脚。 声音很轻, 却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洛塞湖松了一口气。 是。 阿弥陀佛。 碧青和尚嘴角露出一丝慈祥的笑容, 在他面前的也根本不是什么佛像, 而是一排, 整整五个酒瓮。 酒瓮上, 各自有一个人头。 碧青和尚正在用经文, 来驱散他们心中的怨气。 这个月只有五个, 也不知道会不会耽误了师父修行。 我佛慈悲。 忽然一声惊呼响了起来。 那个刚被绑来的女人, 中途醒了。 碧青和尚微微皱眉, 似乎是见不得这场面, 再次把眼睛闭了下来。 我佛慈悲。 洛塞湖让人堵住女人的嘴巴, 拖进一处偏屋。 屋内昏暗, 一进门。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便扑鼻而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无辜之人, 在这里丧了命。 洛塞湖取出还手刀, 嘴含一口酒喷在上面。 女人发出乌叶声。 希望你能挺得住。 洛塞湖早已习惯了。 举起刀, 狠狠落下。 女子闭着眼,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然而, 却并没有鲜血溅出。 反而是发出枪的一声金铁浇鸣之声。 洛塞湖汉子倒退两步, 手中的还手大刀崩开一个缺口。 一抹银色的流光出现在半空之中。 这是飞剑? 一阵阵清风吹过胡同, 戏弄着路上的枯叶, 响着一片轻微的速速声。 李平安站在胡同口, 弯着腰, 嘴里叼着一根杂草, 注意力全部放在两个老头之间的棋盘上。 他已经等了半天了。 其中一个臭棋篓子总算是回家吃饭去了。 李平安坐下来, 大爷, 咱俩来一盘。 大爷爽快地答应了。 李平安拿起一颗白子在棋盘的一角敲了一下, 发出一声脆响。 老牛嫌弃地翻了个白眼。 就你那技术, 也就能下过长青和尚。 那家伙, 还是一个赖皮毛子。 院中有风, 不断穿梭其中。 时而被风吹来, 时而夹杂着沐鱼的声音。 一盏明灯, 在风中摇曳, 散发着淡淡的黄光。 飞剑惊鸿般掠过, 荧光微微一偏, 撞在了院子里的一块巨石上。 躲在巨石后的汉子, 身子一僵。 口中吐出大量鲜血, 瘫倒在地。 迎见在空中飞舞, 血花飞剑, 小院里一片死寂。 两扇门狠狠被撞开。 沐鱼声停止, 碧青和尚微微皱眉。 身姿不变, 荧光从身后狠狠撞在他身上。 叮! 一声尖锐的脆响, 溅起一阵火星。 阿弥陀佛! 碧青和尚的周身, 隐约浮现一层金色的气罩。 随后, 叮当之声不断响起。 迎见滑出的剑木, 越转越快, 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光墙。 一圈银色的剑光将碧青和尚的身体笼罩在其中。 碧青和尚眉头越皱越紧, 念诵佛经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哎, 我说你这年轻人下棋就下棋, 手指老动换什么? 大爷忍不住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只见李平安一手捏子, 一手食指中指并拢伸直, 无名指和小指弯曲, 在半空中不断地晃动着, 有清风萦绕。 李平安笑笑, 没什么, 正在跟一个畜生切磋切磋。 大爷脸色一变, 李平安忙道, 不是说您, 过了一会儿, 被李平安认为是臭齐篓子的大爷, 步步为营, 眼看便要奠定胜局。 大爷露出得意的笑容, 年轻人, 还是太毛躁了。 李平安皱眉沉思许久, 这局怕是解不开了, 没办法, 只好用绝招了。 李平安表情沉重, 挥袖, 将棋盘打散。 起身, 不完了。 动作一气呵成。 大爷, 说完, 转头便走。 不理会大爷在身后的甜言蜜语。 推开院门, 李平安大步走了进去。 院子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不少人都没有死。 只是全都动弹不得了, 所有人的脚筋和手筋几乎都被挑了。 只有一两个, 李平安没有控制好力道。 不小心给杀了。 静止走入堂内。 碧青河上倒在血泊之中, 浑身是血。 早已没有了任何反抗的力气。 听见声音了, 扭头望去。 阁下是何人? 不知与平僧有何冤仇? 有人花钱, 买你的命。 多少钱? 碧青河上心中生起了希望, 对方拿钱办事, 那么自己也可以给他钱。 一闻。 李平安淡淡道, 碧青河上愣了一下。 一, 一闻。 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不对, 一定是自己听错了。 梦。 老牛见了酒问上的姑娘, 气愤地给了碧青河上一脚。 畜生, 牛都看不下去了。 我问你答, 说一句废话要你命, 懂了吗? 碧青河上, 懂。 你幕后的主使是谁? 我师父, 感业司的住持。 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为了长生? 师父说, 为了长生死一两个人不算什么。 李平安默然。 老牛又气愤地给了碧青一脚。 死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母亲, 一个妻子, 一个女儿, 一个家庭。 甚至是几个家庭。 我的问题问完了, 我饿了, 厨房里应该有什么吃的, 你要吃吗? 碧青河上以为李平安是在与自己说话。 心中顿时大喜, 对方这是准备放过自己了。 阿弥陀佛, 施主果然慈悲。 佛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碧青河上看见了一个手拎着柴刀的矮小汉子。 草上飞胸口一口恶气, 双眼瞪得老大。 手还在发抖, 清晰的牙齿摩擦声音传来。 碧青河上猛然意识到什么? 咱们有话好好说, 诉诸于法律好不好? 都是文明人。 话还没说完, 草上飞便已像野兽一般冲了过去。 一柴刀砍在和尚的胸骨上, 想拔却似乎勾在了骨头上。 怎么也拔不出来。 疼得碧青河上哇哑哑地直叫。 草上飞干脆放弃了柴刀, 抡起拳头。 一拳拳地砸在对方的脸上。 老牛也凑过来, 时不时在旁边补上一脚。 给你一脚。 李平安则走到厨房, 翻找了一下食物。 只有一袋银丝挂面。 于是便升起火来, 没一会儿的功夫。 面便煮好了。 挑起三碗面条, 走出去。 院子里血腥味更重了。 草上飞正一个个的沙, 发泄着心中的戾气。 院子里时不时传来惨叫声, 惊得树上的乌鸦乱飞。 倒是碧青河上, 之前被李平安打得只剩下一口气。 又被草上飞狠狠折磨了一通。 竟然凭借着强硬的体魄, 还没有死。 你是修佛的? 李平安在他面前坐了下来, 大口吃着面条。 语气像是闲聊天一样。 我只知道儒家的修炼体系。 你们佛家是什么体系? 毕青和尚冷笑, 似乎是知道自己今天死定了。 也不再求饶, 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 老牛一口便将碗里的面条吃完了, 随后眼巴巴地看着李平安碗里的。 李平安挑了一大筷子, 放在老牛的碗里。 你师父? 放心吧, 过几日我便把他送下去陪你。 你,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是跟你说了吗? 杀手,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外面的风阴冷地嚎叫着, 屋檐上的瓦片也在不停地颤抖着。 草上飞亮亮腔腔地走回来, 满身的血污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李平安问, 吃点面? 草上飞接过面, 恰巧脑袋上粘着的一块血肉掉入碗里。 哦哦哦。 草上飞再也忍受不住, 趴在一旁嗷嗷地吐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胃里实在是没什么东西了。 一屁股坐下来, 抱着头痛哭。 过了好一会儿, 伸手接过李平安递过来的东西。 以为是抹布, 正要擦嘴, 却发现是银票。 从那个和尚怀里搜出来的, 带着你孩子走吧。 草上飞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也太多了, 你留着吧。 李平安耸耸肩, 死人的东西不能拿, 否则对方会变成厉鬼来找你的。 我怕他找我, 所以只能给你了。 这样, 他就不会找我来寻仇了。 草上飞知道他在说笑, 勉强笑了笑。 李平安拍拍他的肩膀, 明天早上就走吧, 离开这里。 为什么, 帮我。 这可不是帮你, 咱俩是雇佣关系。 李平安举起手, 手指中央夹着那一枚文钱。 草上飞望着李平安的背影, 郑重地说道。 谢谢你景欲。 书院。 景欲狐疑地感受着 莫名其妙出现在体内的一丝力量。 嗯? 什么情况? 这是独属于儒家体系的教化之力, 类似于佛家的功德之力。 佛家普度众生, 儒家教化众生。 儒生到达一定境界, 都会拥有自己的本命字。 当世人写此字时, 都会给儒生带来不同程度上的力量。 而本命字的雏形, 便是儒生自己的名字。 所谓轻始流明, 便是儒道体系的一个体现。 许多儒家子弟都会在出师后, 游历四方或地方做教书先生, 或在朝为官, 整理古籍, 编撰文章。 教化众生, 从而获取教化之力。 这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 但大体来说总离不开教化的方向。 景欲疑惑地挠着下巴。 自己最近这段时间也没做什么好事啊。 给教方司的姑娘们送钱算不算? 不仅送钱, 还安慰那些寂寞空虚冷的姑娘。 莫非这也算是教化之力? 滂沱大雨像开了闸门似的卸下来, 地上射起无数箭头。 老牛看着外面的雨景, 雕琢笔, 在纸上写写画画, 随后拱了拱李平安。 莫李平安道, 老牛, 你写什么呢? 莫, 作战计划。 莫, 这么多。 老牛翻了个白眼, 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于是, 老牛全方位地给李平安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作战计划。 老牛定下了一套完整的进, 杀, 退的计划, 制定出了一套相当有针对性的战术。 在这套战术的后面, 还有许多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如何禁机, 如何出手, 如何退走, 如何结束, 都写得紧紧有条, 后面还附了一张详细的地图。 感业寺。 长生, 长生, 长生。 老住持在房间里, 跳着诡异的舞步。 他的寿源即将到达极限。 死亡带给他的恐惧, 让他变得愈加痛苦, 狂躁不安。 因此入了魔道, 希望以此达到长生。 砰砰。 外面传来敲门声。 老住持停止了诡异的舞步。 住持。 怎么了? 毕青师兄托我给您带个话。 毕青。 老住持微微皱眉, 毕青已经消失了两天了。 他还以为这小子出事了呢? 随即打开门, 毕青何在? 一只手奔住了他的头。 白光一闪而逝。 寺庙里唯有雨声, 一只老乌鸦躲在房檐下, 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 突然大叫一声, 飞了起来。 回到湖畔小院, 李平安解下缩帽。 老牛叫了一声, 摸怎么样小子? 我的计划用上了吗?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呃, 算是用到了吧? 一边说着, 一边擦拭杖刀身上残留的血迹。 老牛眨了眨眼, 摸屋里, 给你留饭了。 看着李平安走进屋子里, 老牛将自己写的几大篇计划书 全部吃进了肚子里。 果然没用, 雨下到半夜就停了。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李平安搬了一个凳子, 跟老牛坐在小院子里, 嘴里嚼着南国功夫送来的饭菜。 不愧是大户人家, 做的就是好吃。 老牛表示赞同, 尤其是牛肉管购令他很是满意。 腰间的侠客笔似乎有了某种变化。 李平安解下侠客笔, 握在手心当中, 总觉得笔以前更加衬手了不少。 侠客笔侠长为客, 因为有力量, 因为有良心, 因为想对抗这个世界。 所以, 他们总是站在这个强权的另一边。 他们翱翔九天, 隐藏在人群中。 在风雨飘摇中, 总能挺身而出。 也所以他们一直是丧家犬, 流浪无处可去。 而此时此刻, 侠客笔带给李平安的, 可不只是心境开明。 李平安握着笔, 脑中似有一阵电光闪烁。 提笔, 一连写了十个字。 这才感到历劫。 呼, 李平安长吐出一口气, 笑了笑。 还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千里之外, 书院院长站在山栏之上, 苍迈的手指动了动, 同样笑了笑。 感叹道, 还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湖畔小院? 老牛吃饱了, 正在湖边溜达。 碧绿的湖面云雾缭绕, 两山加一湖, 俨然一幅老牛引尖的古画。 李平安则坐在一块巨石上, 全神灌注, 呼吸吐纳。 空气中的真气成流, 似容未容, 浸透了他的心和身体。 镜中声明, 循序渐进。 心如止水, 以神欲气, 困于归西。 如泉如肾, 归西宫, 李平安无法修行。 只能靠着系统和自己的努力, 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力量。 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 这是他每天的功课。 练得很勤, 不断地精进。 不久, 他就感觉到了一种很舒服的疼痛。 这说明他的力量在增长, 骨骼也在发生着变化。 老牛, 你说咱们的未来是什么样? 老牛能预知有限的未来, 时常告诉李平安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 让他趋吉避凶, 或为他带来益处。 比如救下柳韵, 再比如往哪儿走能捡到银子, 哪一道关卡关兵盘查的盐。 老牛只当作没听见。 一匹飙肥体壮的黑马, 拴在池塘的一棵柳树上, 两个人靠着树根坐着。 燕十三是不时的望向远处盘坐着的李平安。 怎么了? 十三? 苏继网到。 苏继网, 苏星兰的长兄。 为人生性豪爽, 仗义。 兄妹二人与燕十三的关系都不错, 并没有因为其身份便对其有其事。 如今燕十三入三品镜, 苏继网自是要来好好道喜。 顺便让燕十三请他喝一顿酒。 二人边喝边说着江湖上的趣闻一事, 只是燕十三是不时望着远处的一个人影。 让苏继网有些好奇, 不由得到。 那人是谁啊?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李先生。 苏继网点点头, 便是他, 助你破开心结, 迈入三品的。 燕十三点点头, 那为何不叫来一起喝杯酒? 先生在清修, 还是莫要打扰他了。 燕十三道, 苏继网看不出什么名头, 他似乎只是在普通的搬运气血。 燕十三笑了笑, 先生的境界, 我们怎么会懂? 苏继网喝一口酒, 有些不以为然。 一抬头, 发现李平安呼地骑上了牛, 往回奔去。 苏继网来了兴趣, 正好, 叫来一起喝酒。 燕十三道, 别冲撞了先生, 先生骑牛可是很快的。 苏继网不在意地笑了, 牛能快过我胯下龙骑? 苏继网十一岁入军武, 曾在下手上将军任职。 在虎山战役中, 跟随三百精兵一夜奔袭千里, 与杨马河歼灭敌人二十余步。 战后, 夏侯将军将突厥将军胯下龙骑马, 赏给苏继网, 以示嘉奖。 龙骑马一仗多高, 全身有黑。 像黑段子一样, 油光放亮。 长须及西, 尾锤地, 鸡如丹。 筋骨强健, 肌肉囚结。 苏继网翻身上马, 驾。 骑马打了个响鼻, 昂首亭耳, 鬃毛直立。 四体如飞, 快如闪电。 宛如一缕黑烟, 直向李平安离去的方向奔去。 老妞, 快一些。 李平安修炼修得忘记了时间, 险些忘了一件大事。 接儿厨房说有闸凤尾虾。 他特意打听过了, 闸凤尾虾的最佳食用时间是在出锅后的大约一刻的时间。 约磨三盏茶的功夫。 而现在眼看着, 要过了三盏茶的时间。 勇敢妞妞, 不怕困难。 驾驾驾。 苏季网越跑越觉得不对劲。 刚才还能远远地看见李平安的背影, 此刻连牛屁股都看不见了。 苏季网不信邪地挥舞着马鞭。 龙骑马长银一声, 仿佛是在说别他娘的打了。 老子追不上, 正在这时, 苏季网眼前一亮。 牛屁股。 对方的速度慢了下来。 苏季网笑了笑, 我就说嘛。 一头牛, 怎么可能跑得过我胯下龙骑马。 对方一定是用了什么福转, 短时间内提升了牛的速度。 驾。 苏季网加快了速度。 你刚才一直跟着我, 有什么事吗? 李平安问。 李先生, 我是烟十三的朋友, 邀请您去喝一杯。 刚强的气血之力夹杂着霸道的声音, 好像不是来邀请, 而是来准备打劫的。 李平安嗷了一声, 稍等我片刻。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马上回来。 苏季网豪爽道, 不如骑我的龙骑吧, 更快一些。 老牛不满地叫了一声, 瞧不起牛咋爹。 李平安淡淡一笑, 不用, 我习惯骑牛了。 说吧, 拍了拍老牛的屁股。 走了, 待会儿有人请喝酒, 要是跑得再快一点, 奖励你一包牛肉干。 梦。 老牛发出一声咆哮, 鼻孔里喷出两道白气, 眨眼间便消失了身影。 苏季网望望着李平安消失的方向, 嘴角微微抽搐。 平湖秋月, 泛舟湖上。 湖岸上, 柳树, 空蚁, 轮廓, 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秋色。 深浅不一, 高低不一, 远远近近, 形成了一幅赏星月幕的秋景图。 一经逐高梯船尾, 两幅青木幅船头。 鱼有靶展, 悠哉悠哉。 苏季网是豪爽之人, 在军营中便与士兵们同吃同住。 丝毫没有豪门贵族的一些臭气,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和燕十三成为朋友的原因。 燕十三和李平安也皆是爽快之人, 丝毫不扭泥作态。 没一会儿便熟络起来, 弹笑风声。 一杯又一杯的美酒下毒, 意气风发。 一顿酒从下午喝到傍晚, 可谓是情投意合, 酒逢之急。 苏季网醉醺醺地躺在船舱上, 老李, 听十三说你胸中有秋鹤, 腹内有乾坤。 称呼不知何时从先生改成了老李, 更显清静。 李平安含含糊糊地摇手, 不敢当不敢当。 这么说我实在是。 苏季网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 嘿嘿一笑, 老李, 你真谦虚。 谁料李平安继续说, 这么说我实在是有点谦虚了。 苏季网哈哈大笑, 我就喜欢老李这样的人, 咱俩再走一个。 明月友情, 洒下一道荧光。 再风地带动下, 水面泛起了鱼鳞般的涟漪。 苏季网道, 老李能不能以今天这情景做首诗。 李平安笑着摇了摇头, 醉呼呼地说, 我会做什么诗啊, 都是别人写的。 先生, 谦虚了。 烟十三道, 三人喝的是苏季网从边关带回来的烈酒。 酒一上头, 飘飘渺渺, 自不舍得用真气消散。 坐一手, 这酒, 女儿我让人给你送三坛。 李平安打了个酒格, 沉吟片刻,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青梦鸭星河。 苏季网是习武之人, 对诗词文化了解甚少。 所以, 只是捧场地说了三个好字, 然后便打起了呼噜。 另一边的烟十三也早就睡了过去。 李平安笑笑又喝了一大口酒。 全是我的了, 苏家, 流原是苏家诸多园林中最为别致的存在。 虽为人造, 宛如天开。 全园景致简朴, 落落大方, 不以宫桥取胜, 而以自然为美。 俗话说山是园林之风骨, 水是园林之命脉。 无山则无景观, 无水则无生气。 山得水而活, 水得山而媚。 而这流原正是古典园林的精髓所在。 苏季网穿过一处假山, 经过拱门。 一条白石小镜, 通向一座六角小亭。 这是园中最为僻静之所。 苏季网一身静衣, 不似寻常公子, 总是一身华服。 他偏偏喜欢这些朴素, 贴身舒服的衣物。 昨夜的酒气, 已然散去, 六角小亭中有一女子和一名老者。 兄长, 昨夜又去哪儿? 苏星兰则问道, 不回来, 也不知道带个话, 母亲忧心忧忧的。 苏季网道, 我刚才已经去见过母亲了。 你兄长, 我这么大人了, 能出什么事? 说着, 走过来抱拳。 见过张先生, 老者名为张泰, 常州人。 赫赫有名的儒师 广陵三角之首。 自女皇登基后, 便一直隐居, 以诗话自语。 十年前, 苏家竭力相邀, 再加上张太监苏星兰天资不凡, 便答应下来留在苏家, 为其教授学艺。 苏星兰鼻子微动, 秀眉微醋, 兄长, 你又去喝酒了。 苏季网一笑, 十三迈入三品镜, 我怎能不去好好庆祝一番。 而且, 这顿酒不白喝, 还交了一个好兄弟。 苏星兰瞥了一眼, 谁不是你的好兄弟, 见了面就拉着人家喝酒, 拜把子。 张泰嘴角不由地泛起一抹笑意, 为苏季网倒了一杯清茶。 苏季网摆摆手, 这个不一样, 老李既有文人的书生义气, 又有匹夫的豪爽。 不喜欢摆架子, 太对我胃口了。 说到这儿, 苏季网忽然想起来。 对了, 我好像还答应了老李奥 给他送三坛酒来着, 我得去准备酒了。 苏季网正要离开, 却又停下, 对张泰道。 张先生, 麻烦你个事呗。 何事? 张泰语气温和, 想让您帮我品鉴一首诗。 张泰笑了笑, 哦, 苏公子还会作诗? 谁都知道, 如希苏家的公子精通武道, 却不善诗词作画。 胸中无半分点磨。 苏季网却毫不介意 别人说他没文化。 先生, 你就别笑话我了, 是一个朋友做的诗。 公子说说看。 苏季网略一思索, 缓缓念叨。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青梦鸭心河。 一旁正在练子的苏星兰, 呼的手一顿。 张泰本是玩味的表情, 眸光一闪, 喃喃地念叨了两遍。 苏星兰回过神来, 忍不住道, 好美的诗。 以诗入景, 三人中属张泰学问最深, 又是如师。 眼中之景, 已然不局限在这世俗的园林当中。 仿佛已经半睡半醒之间, 望见水中星空的倒影, 在银河之上飘荡, 沉睡在一片星光灿烂中, 憨然入梦。 两酒, 张泰深吸一口气。 下一句呢? 苏季网皱眉沉思, 呃, 好像是没了, 也有可能是我忘记了, 当时喝醉了没听清。 苏季网忽然发觉, 张泰看自己的眼神不太对。 像是撒尿撒一半, 忽然被人堵住了水龙头似的。 苏季网看向自家妹妹, 这诗很好吗? 在得到妹妹肯定的答复后, 苏季网得意一笑, 他苏季网的兄弟, 自是不一般。 南国功夫, 堂内。 母亲, 你看, 现在十三已入了三品, 是否应当给他寻一位老师了? 二夫人试探性地问道, 一方面是打探老太君的心意, 另一方面, 如果老太君真的同意了, 二夫人也能掌握主动权, 将寻老师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 也好方便做手脚。 找老师? 有什么用, 不过是侥幸而已。 老太君喝了一口茶, 满不在意。 终究不是咱们燕家的人, 随他去吧。 二夫人笑了笑, 却没有附和着老太君说什么。 老太君可以说, 燕十三的不是。 但他这个做婶婶的, 当着老太君的面, 便不能如此说了。 老太君, 二夫人, 鸭帆走进来。 苏公子, 苏小姐还有张太先生在门外等候, 拜见老太君。 张太? 老太君和二夫人同时一惊。 大如张太早已隐居多年, 而后被苏家请去做了苏家小姐苏星兰的老师。 当时南国公府也是费了好一番力气, 想要请张太入南国公府, 哪怕是挂一个名号。 但可惜张太不看重名利, 一眼相中了苏星兰。 入了苏家。 这些年, 张太一直身居简出, 但不妨碍, 她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 快, 有请。 片刻后, 苏家的苏星兰、 苏继网和一位中年人步入堂中。 老太君起身, 笑道, 一别十五载, 张先生别来无恙。 张太回礼, 老太君安。 托福, 身体安康, 请坐。 几人聊了一会儿。 老太君打句道, 当初先夫在世, 极力邀请先生, 入我南国公府。 奈何被先生婉拒, 必是十余载。 今日先生再入府门, 真是令我小小的南国公府 彭壁声辉。 张太笑了笑, 老太君说笑了, 张太一介不一, 不过是教书十字讨口饭吃罢了。 说着, 拿出一份画卷。 老太君大寿, 张某身无常物, 也唯有一幅山水画卷, 还望老太君笑呢。 老太君笑道, 先生实在是谦虚, 张太张静远的话, 乃广陵三角之手。 得一幅画卷, 胜过万般西式珍宝。 劳凡先生, 特意亲自来府门一趟。 张太这时才终于提出了, 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 老太君, 在下这次前来。 一, 是为了向老太君问好。 二, 则是为了见一个人。 在场的人都清楚, 这二才是关键所在。 哦, 什么人? 听闻南国公府有一位客亲, 名唤李平安, 在下偶然听过其人所作诗词, 特来请教一番。 二夫人心中暗惊讶, 怎样的诗句竟惹得张太亲自前来。 老太君恍然, 原来是李先生。 忙换来身边的丫鬟, 去湖畔小院请李平安。 不多时, 丫鬟匆匆赶回来。 禀老太君, 李先生正在午休。 老太君望向张太, 张先生不如稍等片刻, 评评我南国公府的茶。 张太笑笑, 既然李先生正在午休, 张某还是亲自去湖畔小院拜访的为好。 此时的张太就像是看小说, 看了一半却突然被断了后文的读者。 恨不得直接冲进作者家里。 没多时, 众人来到湖畔小院。 微风吹来, 湖面泛起一道道迷人的光波。 院子中, 李平安躺在摇椅上悠然入睡。 一旁还有两个人影, 分别是燕十三和他的丫鬟蓝月。 燕十三向诸位一一行礼。 二夫人微微醋眉, 却是转瞬即逝, 说道, 十三, 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来帮李先生抄录书籍。 燕十三道。 二夫人笑道, 下次也让京阳一起跟你来吧。 这要问李先生的意思。 二夫人皮笑肉不笑, 自然而然地转移了话题, 李先生可醒了。 自然是醒着的。 李平安打了的哈欠, 从摇椅上站起来。 不知诸位前来, 有失远迎, 勿怪勿怪。 张太上下打亮了眼李平安, 走上前自我介绍。 李先生, 在下姓张, 明太, 自敬远, 有幸听闻先生诗句, 特来讨教。 李平安微微挑眉, 哦,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青梦鸭心河。 张太声音徐徐, 如一缕春风, 飘入众人的耳中。 老太居与二夫人, 皆不是寻常女子, 对诗词之道知之甚多。 此刻一听, 面色都是一变。 二夫人心中忍不住又是悔恨, 埋怨自己那个诚实不足, 败事有余的儿子。 若是当时结交了李平安, 哪里还有燕十三的便宜点? 现在李平安明显是, 看中了燕十三。 张太满怀期待地望着李平安, 等待着后半句。 李平安一愣, 昨夜酒喝多了, 张太一提他才想起来。 他倒是不在意, 告诉张太前两句。 西风吹老洞停播, 一叶香菌白发多, 只是就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洞停, 有没有所谓的香菌。 所以略意犹豫, 笑道, 偶然所得并没有后半句。 张太的表情顿时不好了, 仿佛是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断更的作者。 本想让他威胁他继续写书, 结果发现他死了。 张太长叹一口气, 摇了摇头, 难免有些失态。 不过却是对李平安的兴趣越来越浓。 李平安为气泡了茶, 张太在李平安的屋子里 转悠起来, 观赏着李平安的笔墨。 泽泽称奇, 一个瞎子能写这么好的字。 说来也怪, 李平安在某些方面 确实是有着超群的天赋。 譬如琴棋书画。 想来, 或许这便是青天兼复兼正所说, 天乏之人。 先天残缺, 却在某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 自然李平安现在还未发现其他特殊之处。 张太正感叹着, 自己写的字可能都不如一个瞎子。 忽然看见一旁的老牛嘴里叼着一根笔, 在纸上写着什么。 张太不由一笑, 就连这头牛都有样学样。 可见李平安平日里有多么努力练字。 张太好奇地走过去, 一看, 撕, 张太看着牛, 牛也瞥了一眼张太。 梦, 走开, 你挡亮了, 没看正练字呢吗? 张太抿了抿嘴唇, 这牛写得也不错。 张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即诧异地望着这头牛, 似腰飞腰。 还真是奇了怪了。 以自己的修围镜看不透对方, 想不通则不想。 张太摇了摇头, 又看了一眼一旁超书的燕十三。 燕家的坠绪, 张太对于燕十三有所耳闻, 今日一见, 却不似传闻那般不堪, 便随意与其聊了几句。 只是这一聊, 让他重新认识了这位少年郎。 许久之后, 张太笑道, 不错不错, 着实不错, 无论是谈吐, 还是心性, 都不似寻常之人。 幼时的磨难让少年的心性愈发坚毅, 常言道, 艰难方显永逸, 魔力使得欲成。 苦难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有意义的是能从苦难中吸取的教训, 总结的经验, 通过克服苦难而提升的能力。 张太欲看燕十三, 郁家觉得喜欢。 这少年不错。 李平安忽然悠悠地说道, 只是可惜无人教导。 肆意有所指, 张太眸光一闪, 能得到李先生的认可, 说明燕十三着实不错。 李先生的意思是要老夫教导这燕十三。 二夫人见张太与燕十三聊了甚久, 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便听张太道, 燕十三, 你若是愿意, 每日可随新兰一同来老夫的小院。 苏新兰吃了一惊, 诧异地望向张太。 她之前也曾想将燕十三介绍给张太, 只是被拒绝了一次之后, 便不好再开口。 没曾想, 今日张太竟主动提出, 燕十三没有立即答应,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都是要询问老太君的意思。 毕竟她现在还是燕家的人。 二夫人笑得恰到好处, 张先生有惊天伟帝之才, 怎好让先生教十三。 不瞒先生说, 我已经为十三物色好了老师。 这种小事, 还是不劳烦先生了。 张太看了一眼二夫人, 心中清明。 温和地笑了笑, 十三, 你的意思呢? 燕十三上前行了一礼, 十三愿意跟随张先生。 眼见二夫人还要说些什么? 张太抢先一步, 对老太君道, 老太君, 我与十三公子实在是投缘, 还望老太君给再下几分薄面。 话都说到这份上, 老太君自然是不再好拒绝。 张太上门收徒, 哪里有不答应的道理? 这要是传出去, 指不定广陵的人要怎么看待自己呢? 两夕之后, 老太君缓缓点头, 能得到张先生的指点, 是他的福分。 吹烟四起, 晚霞灿然。 燕十三望着天空, 仿佛还没有回过神来。 短短数日, 他便从一个不待见的家族废财, 不仅入了三品, 日后还能得到大如张太的指定。 这便相当于是张太的半个弟子, 日后他人万不能死以前那般轻视自己。 大起大落, 如梦如幻。 燕十三此刻便是这种感觉。 而这一切的一切, 他转身望向李平安。 如果说李平安是他的恩人, 也不为过。 为他破开心结, 今日张太又本是寻李平安而来。 燕十三恰巧在此, 又因李平安那一句可惜无人教导, 才让张太临时起义。 想至此, 燕十三郑重向李平安行了一礼。 多谢先生, 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少年之声响彻了整个湖畔, 李平安淡淡笑了笑, 转身挥了挥手。 与我何干, 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要谢, 便谢你自己吧。 燕十三, 路就在脚下, 无论前方有多么艰难。 只要想走, 脚下得路便如履平地。 少年振了片刻, 随即又郑重地鞠了一躬。 谢先生解惑, 那燕十三被张太说为半个弟子了。 燕金阳语气低沉, 看着湖中的景色。 自从那个瞎子来了以后, 那家伙就好运不断。 他迟早, 迟早会骑在我头上的。 燕金阳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冬天。 明明是任意被人欺负的燕十三, 却因为燕金阳在他娘寄日那一天, 故意藏起了燕十三攒了许久的纸钱。 让燕十三没有烧纸钱给他娘, 还故意说没了纸钱, 他娘在地下便会被冻死或饿死。 那时候, 燕十三只是一言不发地走了。 燕金阳没太荡一回事, 谁知晚上回家的时候, 被突然窜出来的燕十三用石头砸在脑袋上。 燕十三早早地救入了一瓶颈, 那时的燕金阳根本不是他对手。 险些被对方活活给打死。 后来, 虽然燕十三受到了家伐处置, 丢了半条命, 让燕金阳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可那次的经历却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随着年岁渐长踏入修行之路, 久而久之竟成为了自己的心结。 我说,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身穿灰袍的吴佩童站在一旁, 沉吟片刻。 人与人之间的命格不同, 有的可以互补合作, 有的排斥。 一个人的运势也会影响到周围人的气韵。 李平安一来, 燕十三的气韵便高涨。 燕金阳握紧了拳头, 那若是他死了呢? 吴佩童神色微微一变, 燕十三无论地位如何低微, 亦是燕家子孙。 你可欺他辱他, 万万不可动杀念。 否则, 燕家不会容你。 燕金阳低下头, 我说的不是燕十三, 而是李平安。 湖畔明月, 静夜泥南, 微风拂柳。 二人坐于亭内, 身着灰袍的吴佩同占于一侧。 燕金阳亲自起身为李平安道酒, 李先生, 我敬您一杯, 咱俩之前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 李平安道, 公子说笑了, 咱俩何时来的恩怨? 李平安真不觉得自己和燕金阳什么仇什么怨。 当初在花月阁, 燕金阳打的金珠子, 让李平安平白无故, 捡了几日的酒钱。 在府门, 燕金阳未帮李平安禀报。 俗话说, 帮是勤奋, 不帮是本分。 所以, 李平安认为, 二人实在谈不上有过节。 燕金阳沉默片刻, 举杯一饮而尽。 先生宽宏大量。 燕金阳连喝了三杯, 先生, 我便不绕弯子了。 我与那燕十三自幼有仇, 他是我的一个心结。 我若是要一念通达, 继续走这条长生路。 日后, 燕十三定被我所杀。 但是, 如今在先生有意无意的栽培下, 燕十三得了这么多的便宜。 金阳实在是心烦气躁, 倘若先生愿意从此不与燕十三来往。 南国公府自会对先生感恩戴德, 金阳也会感激先生。 李平安愣了片刻, 似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又想起二夫人的精明伶俐, 再看看他的儿子。 忍不住心里胡疑, 燕金阳真是二夫人的亲生儿子吗? 怎么可以这么愚蠢? 几期过后, 李平安徐徐开口。 金阳公子与十三公子的恩怨, 与在下并无任何干系。 至于要断绝与十三公子的往来, 恕再下不能接受这个无礼的要求。 李平安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直白点就是, 你他娘的谁啊? 老子跟谁交往, 用你说三道四? 燕金阳的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深吐出一口气, 站起身。 我记得先生之前说过, 自己并不是修行中人吧? 李平安点点头, 不错。 燕金阳盯着李平安脸部的每一个细节, 似乎是在确定对方有没有在撒谎。 随后他站起身复着手, 走出庭内。 庭内, 置于站立的吴佩童和李平安, 感受到对面的杀意。 李平安愣了片刻, 随后不由地一笑。 原本以为这燕金阳只是单纯的唇响, 现在才发现错了。 这家伙, 唇得很特别。 俗称, 特别的唇。 刺叫了。 吴佩童略微一拱手, 从手中寄出一片叶子。 叶子落地, 划一根根粗大的青藤。 入雨后春笋。 吴佩童猛地抬手, 一根根巨大的青藤如同蟒蛇甩尾一般。 在空中打出巨响, 向李平安砸去。 李平安向后跃去, 轻而易举地躲过一击。 又是一声巨响,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大, 狂风呼啸。 支撑亭子的粗壮柱子, 直接被拦腰斩断。 极品。 李平安判断不出, 只是在他的感知中。 这一根根看似威力巨大的青藤, 却如同枝叶一般脆弱不堪。 原以为对方会更强一些的。 李平安刚站稳身子, 一根青藤从脚下窜出。 很快便缠遍他全身, 把他牢牢地勒住, 使他动弹不得。 吴佩童冷哼一声, 你果真不是修行者。 别怨我。 他的手重重一握。 青藤发出令人胆寒的声音, 别说是人了, 就算是一头大象, 此刻也会被碾得粉身碎骨。 可下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猛然爆发。 归西弓。 李平安从幼年时积累的气, 已经让归西弓无比庞大。 像是一颗炸弹, 自体内爆发。 青藤化作一团绿色的粉末。 吴佩童面色阴沉, 张开五指。 青藤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剑刃, 从四面八方刺向李平安。 李平安闪躲而过, 表情仍旧轻松。 仿佛是在逗弄孩童。 吴佩童嘀吼一声, 无数青藤蜿蜒而来。 从四面八方压来, 让李平安闭无可避。 你是吉平, 走的是哪一门的路子? 李平安忽然问。 吴佩童双眼尽是杀意, 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李平安右手落在杖刀的刀柄, 喃喃道, 我只想确认一下, 自己如今的实力在吉平。 以后遇见了炼气室, 也好知道吉平该跑, 吉平可以揍他。 刀入鞘, 李平安却觉得有些浪费笔墨了。 在吴佩童落败的一瞬间, 燕金阳转身想逃。 再动一下, 刀会偏, 可能会砍在脑袋上。 声音顺着湖水落下, 燕金阳不敢再动。 李平安从他身边掠过, 尸体交给你处理。 理由估计你也会编好, 尽量合理一些。 你是南国公的子嗣, 杀了你会很麻烦。 但若是再发生一次这种事, 即使麻烦, 我也不得不送你一程了。 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 如果有机会, 跟你娘做一下亲子鉴定。 李平安深刻怀疑, 燕金阳并不是二夫人亲生的。 随即便踏着月色向湖畔小院走去。 在南国公府待了几日, 想来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虽然有些不舍南国公府的佳肴美味, 但扶桑树种子也送到了, 再蹭吃蹭喝便有些不礼貌了。 老牛, 你说接下来去哪? 老牛, 摩里平安本想跟老太君告了别, 便要离开南国公府。 至于该去哪里? 既然老牛不想这么快回安北四镇。 那么, 走到哪里便是哪里了? 反正路就在脚下, 无论要去哪儿, 无论有多远。 一步一步走, 总能走到的。 李平安最不缺的便是时间。 只是刚收拾好东西, 湖畔小院便来了一位客人。 来人一身不一, 脸色有黑。 一双宝金风霜的眼睛炯炯有神, 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 顾熙舟! 顾熙舟为了让老莫帮忙打造扶桑刀, 答应对方替其办一件事。 随后二人在玉门关分别, 李平安送阿利亚四人入书院。 金色的落日沉入湖底, 一片朦胧, 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 一杯酒, 伴着清风, 在微醺晚风中与秋夜干杯事情解决了。 李平安问。 顾熙舟点点头, 有些麻烦, 不过不是什么大麻烦。 二人架起了一方铜锅。 锅里的肉, 丸子, 蔬菜都在锅里翻腾。 喷腾的热气, 翻滚的汤汁, 仿佛都在舌尖上融化开来。 二人都快速地挥动筷子。 顾熙舟目光如电, 紧紧盯着锅里的肉。 李平安顾及重施, 跟我讲讲老莫到底拜托了你什么事吧? 我很感兴趣。 顾熙舟看穿了他的伎俩, 一筷子挑走一大块肉。 一边吃, 一边敷衍。 小事小事, 无趣得很。 说着, 还不忘给李平安下套。 跟我讲讲我离开以后, 都发生了什么吧? 我很感兴趣。 李平安轻飘飘地道了一句, 一路平安,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顾熙舟双眼微眯, 我怎么听说你被通缉了呢? 跟我详细地说一说, 到底怎么回事。 李平安单手一扶, 搅动沸腾的汤汁, 将肉片从顾熙舟的一边, 转移到自己的一边。 小事, 小事, 无趣得很。 李兄, 莫非是不愿意说给我听? 顾熙舟使出乾坤大挪移, 再次将肉片转移了回来。 李平安淡淡一笑, 顾兄说笑了, 比起我这些小事, 还是更加关心顾兄的事情。 火锅如战场, 稍有分神便是万劫不复。 顾熙舟望着李平安, 表情凝重。 李平安同样是一脸严肃。 李兄, 还是你先请吧。 顾熙舟笑笑, 李平安, 还是顾兄请吧。 这时, 老牛忽然探过头来, 冲着火锅打了个喷嚏。 阿帖。 顾熙舟看了一眼火锅, 嘴角微微抽动。 还有这招? 李平安, 顾熙舟, 摸老牛叫了一声, 仿佛是在说, 你们还吃吗? 不吃我吃了。 秋风吹过, 水面上阵阵波纹, 柳条摇曳。 几只不知名的鸟, 在水面上时而平飞, 时而俯冲, 时而跃起。 你觉得我有机会踏入舞蹈吗? 李平安好奇地问道。 顾熙舟看了他一眼, 老莫说, 你是天乏之人, 无论是武夫还是练骑士, 这两个路子, 你都走不了。 武夫虽然没有修到天赋, 可与你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是没有天赋, 但是路还在。 但你是脚下根本没有路。 这就好比一个硬不起来的人, 跟一个太监的区别是一样。 李平安被这个比喻弄得沉默了许久。 顾熙舟看出, 李平安对修炼之法很感兴趣, 便向他耐心地解释道, 修炼体系, 笼共分为武道和炼气势两个体系。 而炼气势的分支又种类繁多, 各家都发展出了其独特的修炼体系。 如儒家的开辟灵台, 胸中一点浩然气, 道家的藏宫, 除此之外还有独立的建修。 虽有不同, 却都大同小异, 都有着统一的品阶划分, 一致九品, 每一品九品。 每一境界, 还分四个小境界, 对于一般修士来说, 每一步都很难跨越。 到了一定境界, 已经不是光靠修炼便能扶摇直上的。 还需许多外在因素, 总之, 长生之路漫漫无边。 能走上这条路, 并且有所成就的人, 皆是万中无一。 故西周顿了顿, 继续说。 沧海桑田云卷云书, 江山一主王朝兴衰, 家国恩怨, 凯歌振振。 似幻似真, 又是无防无伤。 古往今来, 人世间有多少爱恨情仇, 又有多少红颜薄命, 多少英雄豪杰, 为之折腰。 总之, 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因为不能修炼, 而感到神伤。 人活一世, 八十年是死, 八百年也是死。 李平安笑了笑, 悠然道, 我还不至于因为这些是郁闷, 既然修不了, 也不必强求。 故西周赞赏地望了一眼李平安, 忽然想起一世来。 虽说天罚之人不能修炼, 然而你体内的密藏, 却无比强大。 这是你不同于普通炼气时的显著区别。 金经, 天门, 长经, 玄泉, 天谷, 泥丸。 若以六密放置大道符文, 未尝不是一种修炼之法。 李平安微微醋眉, 大道符文。 故西周解释道, 大道符文是具一种有奇异力量的符号, 是道的碎片化载体。 炼气式修炼的战技、 魂技、 术法、 辅助法门四大类。 本质上来说, 都属于大道符文。 加入道则和道径, 便赋予了术法独特的生命, 成就了神通。 普通修士的体内六密无法承载大道符文, 即使是有幸成功, 也会遭到天道的反噬。 可是天罚之人, 却不会有这个顾虑。 并且成功几率很高。 之前, 九州便出现了一位以大道符文入道的天罚之人。 李平安问, 很牛吗? 故西周道, 很牛, 只是他已经失踪许久了, 李平安若有所思。 故西周喝了一口酒, 只是这大道符文极难寻找。 而且天罚之人入不了修行之道, 称死活个一百多岁。 所以我怀疑之前那人, 便是在找大道符文的路上, 老死了。 李平安淡淡一笑, 还是那句话, 自己可能最不缺的便是时间了。 即使不踏上长生路, 靠着系统给的寿命, 自己也可长生。 既如此, 那便找找看吧。 一年, 十年, 一百年, 一千年, 甚至是一万年。 漫长的岁月, 总要给自己找些事情做。 否则人生多无聊啊。